想到云若柳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自己 贤王的心里很是自责 他难受地看着云若柳 说道 柳儿 你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你还年轻 还有大好的人生 还有亲人 还有我们这些朋友 你不会孤单的 对不起 殿下 我心意已决 请你们不要再劝 都是我把他害成这样的 早知道他会如此 我当初就不应该靠近他 我如果更坚定一些 他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殿下 夫人 师太 夫人 既然柳儿姑娘不愿意下山 因你倒是想了一个 折中的办法 敢问大师 是有什么办法 柳儿姑娘 既与佛门有缘 秦妮可以让他暂时在这里参悟佛法 替相府积福积德 他沉缘未了 烦心未尽 心中仍有羁绊 实在不适合剃度 这样 秦妮准许他戴发修行 如果哪天他想离开 便可自行离开 夫人觉得如何 柳儿 你觉得呢 娘 我听师父的 好 柳儿 你就暂时在云照四代发修行吧 你既有贵根 那我就赐你法号 贵灵 如果哪天你改变心意 自行离开便是 多谢师父 柳儿 那我让兵儿留下来照顾你 你放心 我和孙妈妈会经常来看你 如果哪天你想回去 我们便接你回去 多谢母亲 柳儿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不了 殿下 这段时间以来 多谢你的照顾 还请你不要担心我 你快回去吧 别让郡主久等 娘 孙妈妈 你们也快回去吧 那柳儿 我们就先回去了 你一定要保重 要好好听师太的话 娘 你放心 我会的 师太 麻烦你好好照顾柳儿 请殿下放心 贫妮 一定会好好照顾柳儿小姐 不谢 柳儿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殿下放心 我会保重的 你们不用担心 柳儿变成这样 我有很大的责任 如果当初不能承诺柳儿什么 我就不应该对她那么关心 想到 想到云若柳以后要在这里孤苦地过一生 贤王的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似的 天快黑时 贤王和墨宇终于回到了太子府 管家看到贤王回来 忙给她打招呼 殿下 您回来了 管家 太子妃呢 她在做什么 太子妃在暖阁里 好像在看账本 墨宇 你陪我去暖阁 是 不一会儿 贤王便来到了暖阁外面 此时 纳兰梦正坐在熏龙前 看手中的账本 她的谋色和以往一样 沉静自迟 淡定从容 让人猜不透她的心思 这时 知书往外面一看 便看到了贤王 太子殿下 你回来了 郡主 你用过晚膳了吗 嗯 纳兰梦点了点头 把账本拿给知书 知书和墨宇对视了一眼 两人赶紧退了下去 不敢打扰贤王和纳兰梦说话 当墨宇和知书退下去之后 纳兰梦起身 淡淡地看向贤王 问道 怎么样 找到云若柳了吗 找到了 她在哪里 她没事吧 她没事 她只是去了云兆寺 在那里修行 修行 难道她出家了 没想到云若柳竟然会顿入空门 看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她的本意是梯渡出家 幸好 师父看她年轻 不忍性她真的梯渡 所以便让她在云兆寺待发修行 如果以后她想回来 随时可以回来 只是 我有一种预感 我觉得 她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她应该是难过了 想来 云若柳在她心中的地位一定很重 不过我并不在意 我关心的 并不是这些儿女私情 太子 既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那你就别再想了 你现在想的应该不是这些儿女私情 而是你的大业 儿女私情 你为何这么说 你现在已经贵为太子 离成功之日指日可待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你却一直沉迷于儿女私情 赤鲜儿女情长 哪有家国天下重 现在 趁离王夫妇不在京城 你应该忘了云若柳 专心干你的大事 争取早日成功 难道在郡主心里 本宫只能想着这些所谓的大事 不能做半点其他的事情 郡主 大事固然重要 但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很重要 我关心柳儿 并不是因为儿女情长 我只是把她当成妹妹 不忍看她出事 如今她已经有了厌世的想法 这件事与我脱不了干系 如果我还算个人的话 就不应该不管她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和准则 家国天下 我自有主张 一切都按我的计划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知道郡主志向远大 但一切不能着急 得从长计议 好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要休息了 太子请便 好 你早些休息 明日再见 贤王说着 冷冷地离开了 就这样 两人不欢而散 虽然两人之间的误会 已经失清 但裂痕 却依然存在 不知道 何时才能修复 两天之后 贤王从官府处 得到消息 耿冰宴因为坏事败露 名声败落 羞于贱人 在大牢里 用一只破碗 割碗自杀了 那些混混 因为杀害云家车夫 被判了死刑 其他人一律 仗则一百 再流放三千里 想到耿冰宴的下落 贤王一阵唏嘘 得知这个结果之后 贤王第一时间 派人告诉了纳兰梦 纳兰梦听到之后 觉得十分解气 就这样 这件事 算是告一段落了 此时的雪月国国师府内 自从楚玄臣的腿受伤之后 他就一直在屋里休息 没有再去干活 这下可把管家给急死了 因为没有大壮帮忙 雕东西 婚房的进度变得很慢 所以管家赶紧来到 大壮的房间里 哭丧着脸说道 大壮啊 你的腿恢复得怎么样了 今天可不可以去上工 管家 我这受的可是重伤 哪里有那么快好 哎呀 可要是没有你在 就没有人帮忙碉东西 没有人帮忙碉东西 这婚房的进度就会变慢 这一变慢 就会影响公子和圣女的大婚 这一旦影响他们大婚 那我这条小命就难保了 可是我腿上还有伤 如果现在就让我去干活 那我的腿就很难受 我一难受就站不住 我站不住就没办法继续干活 所以在我的伤没有完全好之前 我真的没办法帮你干活 这个时候不拖延时间 什么时候拖 我可不想让龙前车和月儿成亲 哎呀 大壮啊 我不让你站着干活 拧老人家坐着干活好吗 我让他们帮你扶着木材 你负责雕刻怎么样 可是圣女说过 我的伤没有好就不用去干活 管家 圣女都没着急 你急什么 圣女倒是没急 可公子急了 公子很想娶圣女为妻 说着管家神秘兮兮地看向楚玄臣 给了他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大壮啊 你知道的 这男人呢 就想和女人动房花竹 公子盼这一天啊 可是盼了好久了 所以他想咱们赶紧修好婚房 和圣女成亲 什么 龙前车的想得美 管家 你就告诉龙前车 就是我的腿还没好 暂时不能替他干活 龙前车想娶我的月儿 下下下下下辈子都不可能 不能啊 大壮 千万不能这么对公子说话 公子脾气很不好的 唉 如果啊 如果你实在不能胜任 这份工作的话 我只好去外面找别人了 什么 等一下 没想到管家居然要去外面 找别人 这个父亲都不让 无情的小人 看来我也不能再拖了 那我就先装装样子 和大家继续干活 到时候再想办法 大壮 你改变主意了 啊 本来我想的是啊 看在你我交情匪浅的份上 我决定再帮你一次 没想到你却要去外面找别人 你说你对得起我吗 哎呀 哎呀 我错了 我错了 大壮 我对天发誓 我不知道你愿意帮我 我要是知道的话 绝对不会去外面找别人的 我问你 放眼整个雪月国 有没有比我雕工更好的匠人 当然没有 你就是雪月国最厉害的匠人 要不然 我怎么可能如此珍惜你 我们两个一直 惺惺相惜 是吧 我怎么可能不帮你 没想到你却不相信我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哎 大壮 你千万别生气 啊 是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成吗 我答应你 只要你愿意帮我 我就要你 我不去外面找别人了 行吗 听到这话 楚宣臣有些恶寒地 看了管家一眼 管家也投给他一个 十分尴尬的眼神 察觉到两人刚才的对话 有些怪怪的 管家忙倾咳一声 说道 这么说来 大壮 你真的愿意帮我 管家 就凭你我的交情 我不帮你帮谁 好 我答应你 我这就去上工 不过 我现在脑子里 没有灵感 如果你能把圣女叫来 让她替我 加加油的话 说不定我就灵感爆棚 能雕出一幅 举世闻名的作品来 要圣女给你加油 圣女愿意吗 再说 她加油真的有用 怎么没用 你忘了 上次我被木头砸到脚 是圣女保佑了我 我的脚立刻就好了 只要她敢给我打气 我一定能很快完成任务 那好 我马上就去找圣女 让她来给你加油 说着 管家一个阿姆斯特朗直冲 猛地冲出了房间 当他冲到一个拐角处时 又来了一个托马斯回旋 之后 他变像只兔子似的 朝清影院迅速地跑了过去 消失在院子里 看到管家的背影 楚玄臣满意地勾起了嘴角 哼 月儿 这一次看你还怎么 掏出你的手掌心 此时 管家的双脚像被安了一双 火箭喷气孔时 很快便跑到了清影院 才跑到西厢房门口 他便喘着粗气 激动地说道 圣女 请问您有空吗 管家 你找圣女做什么 大壮现在要去叼东西 他说他没有灵感 要圣女帮他加油打气 这样他才能工作 圣女 能不能麻烦您 去帮大壮打打气 给他增添一点灵感 这个大壮 又想耍什么幺蛾子 难道没有我给他加油 他的工作就不能做了 管家 你回去告诉大壮 就说我没有时间 叫他另请高明 圣女 可是大壮他非要你去 不然他不肯干活 反正你也没事 你就去帮帮他吧 是啊 圣女 有你帮大壮哥打气 大壮干活就更快 这样婚房就能更早修好 你和公子 不就可以早点成亲了 我倒还真的希望 婚房能修得慢一些 这样 那一天来的也要晚一些 圣女 就快入冬了 如果婚房不快点修好的话 就得等明宁开春才能修好了 走吧 咱们去替大壮加油吧 顺便欣赏一下他的手艺 看来 这小丫头还真是迷上了 那个大老粗 我就不信 我只是加个油 大壮就能更厉害 这分明是大壮忽悠 大家的借口 偏偏每个人都很相信的 这拿他们没办法 那好吧 我去 圣女同意了 太好了 那我赶紧去告诉大壮 叫他开始干活 管家说完 赶紧去告诉楚玄臣了 楚玄臣眉毛一条 便叫管家给他带好雕刻的工具 拄着拐杖 一瘸一拐地去了宫地 到了宫地后 楚玄臣并没有干活 而是坐在椅子上 等云若月到来 管家见他悠哉悠哉的样子 忙道 大壮啊 圣女都快来了 你还是先干活吧 不要 等圣女来了再说 我现在没有灵感 你真是我的小祖宗 那好吧 等圣女来了 你再动手 你看 圣女来了 鱼儿终于来了 看吧 我自有办法让你动手 突然 楚玄臣想到自己还在生云若月的气 于是 他迅速看向其他地方 假装没有看到云若月 脸色也变得很冷酷 云若月一走过去 就看到楚玄臣一脸冷酷不理人的样子 他轻咳了一声 朝佩尔使了个眼色 佩尔连忙说道 大壮哥 圣女来给你加油了 大壮哥 你听到了吗 圣女来了 圣女来了 没想到高高在上的圣女也会来这种地方 可别折煞了我 大壮 不是你要我来给你加油的吗 你装什么装 就是 大壮啊 现在圣女都已经来了 你怎么还不高兴 这个大壮 也不知道在别扭什么 好了 大壮 我人来了 你开始干活吧 圣女 你这样就是为我加油啊 抱歉啊 我还是没有灵感 那你想要什么 我的口好渴啊 如果圣女能给我倒杯茶的话 说不定我灵感就来了 大壮 怎么能让圣女给你倒茶呢 来来 我给你倒 不用了管家 你倒的茶不好喝 我就要喝圣女倒的 可是 算了管家 我给他倒 余若月打断管家的话 端起桌上的茶 咬牙切齿地瞪着楚玄辰 楚玄辰淡定自持地站在那里 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 银肉月朝楚玄辰走过去 猛地将茶端到他面前 说道 啊 喝吧 喝不死你 你也太粗暴了吧 堂堂圣女动作竟然这么粗鲁 脾气也这么暴躁 算了 这样的茶我可受不起 我的灵感也让你吓跑 真是个无赖 算了 这里那么多人 我还是忍了吧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的背有点痛 要是圣女能给我捶一下的话 说不定我灵感就跑回来了 大壮 圣女怎么能给你捶背啊 这可不行啊 堂堂圣女 怎么能做这种下人做的事 管家 没事 不过是捶个背而已 小事一桩 说着 云若玉突然捡起地上的一根狼牙棒 朝处寻尘冷笑道 大壮 来 我给你捶就是 嗯 嗯 什么 狼牙棒 圣女 你用狼牙棒给我捶背 我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醒过你了 来嘛 你不是想让我伺候你吗 我就用这根狼牙棒 好好地伺候你 说着 云若玉扬起狼牙棒 做事就朝楚玄尘的背上 狠狠地吹下去 楚玄尘惊地一把将管家拖过来 挡在了自己面前 管家看到那挥舞的狼牙棒 吓得两眼翻白 舌头都伸了出来 哎 救命 管家 圣女要捶死我 哎 这个冤种大众 圣女要捶死你 你拿我来当什么 看到面前的人换成了管家 云若玉迅速收回了狼牙棒 这才挽回了管家一命 这时 楚玄尘一把推开管家 说道 算了算了 圣女不用你伺候我了 等一下你帮我换一次药就行 只是帮你换一次药 此人如此难缠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对啊 上次你就说过会帮我换药的 你的手法专业又娴熟 不像刘大夫那么粗鲁 所以你帮我换药 我肯定不会痛 看来我还真有点医术天赋 啊 没问题 等你忙完我就去帮你 行了 少废话 你赶紧干活吧 知道了 说完 楚玄尘拿起刻刀 坐正身子 对着面前的一块大石头 叼了起来 只见她的动作龙飞凤舞 挥洒自如 帅气极了 看得佩尔他们 一个个惊叹连连 痴迷不已 很快 楚玄尘就叼了一幅 美人图出来 云肉月在一旁 连连点头 嗯 别看大众平时那个正经 但雕工却是极好 叼的这美人 美轮美奂 栩栩如生 就像贴心下凡似的 只是 这美人怎么看着这么熟悉 好像 有点像我 啊 你们快看 大壮哥叼的这是少女吗 对哦 这美人好像少女啊 啊 这少女叼的也太美了吧 好像天上的仙子 听到大家的话 云肉月扫了那幅画一眼 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楚玄尘 她的目光不经意地一扫 就对上了楚玄尘那一双灼热的眼睛 她赶紧侧过头去 不敢与楚玄尘对视 这时 管家好奇地问道 大众 你怎么把圣女叼上去了 圣女是雪月国的信仰 就像我们的神一样 当然可以叼上去 对 这样的话 以后大家就可以来这里 瞻仰圣女 膜拜圣女了 公子最喜欢圣女了 要是让他知道 大壮哥将圣女叼成了一幅画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对 以后公子可以每天都看到圣女 他一定很满意 满意 满意个大头鬼 我又不是叼给龙千彻看 这时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开始赞叹那幅画 大家都觉得 圣女很幸福 竟然有这种待遇 看到楚玄尘投射过来的目光 云若月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找了个借口就先离开了 楚玄尘微微眯起了眼睛 他就喜欢看云若月 这副慌乱的样子 下午 楚玄尘忙完工作后 终于可以下宫了 一下宫 他就揉了揉酸疼的腰 拄着拐杖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没想到我堂堂一个王爷 竟然要来干这些工人干的活 要不是为了玉尔 我怎么会来吃这些苦 好在我从小喜欢雕东西 把这份工作当成爱好来做 心情才没那么糟糕 牧主 快给我打些水来 我要擦身子 好嘞主子 热水已经烧好了 我马上给您打水 好在管家给了王爷很多特权 我们才能在院子里烧水做饭 这生活过得比其他工人好太多了 主子 水来了 您现在受了伤行动不方便 要不要我帮您擦呀 不用了 我自己擦就行 没事的 我可不想让一个大男人来给我擦身体 要是玉尔还记得我的话 那就好 那好 你小心点 别让伤口碰到水了 我先下去了 剑木竹退了下去 楚玄臣赶紧脱掉森森的衣裳 又拔掉了暗室的假壶 这才一瘸一拐地坐到椅子上 开始洗脸和擦身体 这时 银若月已经带着佩尔走进了他们所在的小宴子里 远远地 墨竹一眼便发现了他们 他立即走过去 问他 圣女 你们来了 大壮不是要我帮他换药吗 他人呢 大壮啊 他在房间里等着你呢 好吧 佩尔 咱们进去给他换药 好 等一下 佩尔姑娘 上次你给大壮哥炖的牛肉还挺好吃的 没想到你不仅人长得好看 厨艺还这么厉害 你能教教我吗 你想学 嗯 我听说你很会做菜 就想跟你学两招 可是 我要帮大壮哥换药 哎呀 圣女会换的 佩尔姑娘 你就教教我吧 可是圣女 没事 佩尔 你和他去吧 我一个人也可以的 还别说 我现在真的很想给大壮换药 想再感受一下当大夫的感觉 那好吧 那我们先走了啊 王爷不是做梦的在想王妃吗 这不 我给王爷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 王爷可要把握住呀 等墨竹和佩尔离开后 云若月赶紧朝楚玄臣的房间走去 走到房门口时 他见房门紧闭 便喊道 大壮 你在吗 大壮 你在不在啊 云若月赶紧往里面一看 就看到楚玄臣光着膀子 低着头 盯着下身 在那里奋力地挥动手臂 好像在做什么猥琐的事情 云若月顿时吓得花容失色尖叫起来 赶紧用双手捂住眼睛 听到她的尖叫声 楚玄臣吓得差点摔倒在地上 她赶紧拿过一块布 裹在自己身上紧张地说道 月儿 你来了 流氓 大白天的 你怎么在屋子里做这种事 你太龌龊了 月儿你误会了 我根本没做那种事 我 我是在给自己擦身体 不行你看 你 你怎么又不穿衣裳就出来了 你还说你不是变态 算了 我不给你换药了 你找别人去吧 你 你别走 你把我抓进来干什么 你这个畜生 你又想对我做什么 月儿 你别生气 我是怕你离开 我一时激动才这样的 你看 我根本不是在耍流氓 我是在擦身体 顺着楚玄臣手指的方向 云若月果然看到 地上有两只玉筒 还有一些水字 虽然他知道楚玄臣是真的在擦身体 没有骗他 但他仍旧很生气 就算你在擦身体 你怎么不拴门啊 有张竹在外面守着 我根本就不用拴门 再说 他还要随时给我进来送热水呢 平时这里也没人来 我一个大老爷们 不拴门也没事吧 对了 张竹呢 他怎么没守在外面 听到这话 云若月恨恨地磨着牙 说道 不知道这个张竹 和你是不是一伙的 他刚才说你在这里等我 我才进来的 我要是知道你在洗澡 肯定不会来的 是张竹说的 难道莫竹这小子 故意这样说 给我和月儿创作机会 那我一定不会错过 这个好机会 我不相信张竹会撒谎 圣女 是你在撒谎吗 我自己在房里好好洗澡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 难道是你对我心怀不轨 你想偷窥我 然后拿张竹来当借口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偷窥你 我对你心怀不轨 你找个镜子照照行吗 就你这样的人 我会偷窥你 不是 换成任何人 我也不会偷窥 我做不出这种龌龊的事来 你不是要我给你换药吗 你赶紧穿好衣裳 我给你换药 要不是答应她的事不能食言 我现在就想离开 穿衣裳 可 可我还没洗完澡呢 月儿 你看我腿受伤了 我有点不太方便 要不你帮我擦一下 你想得美 男女瘦瘦不轻 我凭什么给你擦澡 你赶紧穿好衣裳 再不穿 我走了 你别走 娘子 以前我受伤的时候 都是你帮我擦澡的 你真的忘了吗 你胡说什么 我真的没有胡说 你回忆一下 我有一次受了伤 趴在床上不能动 就是你帮我擦的 不想回忆 我数一二三 你要是再不穿好衣裳 我真的走了 好好好 你别走 我穿 我穿还不行吗 楚玄尘生怕 云若月会走 只能瘸着腿 走到屏风后面 穿上了一件 雪白色的礼衣 很快 她就穿着那件 松松垮垮的礼衣 拄着拐杖 走了出来 云若月抬头 一眼就看到了 楚玄尘 那若隐若现的胸膛 现在的她 看着竟然有些性感 下巴上没有了假胡子 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的 真是俊美无仇 太吸引人了 喂 怎么 娘子 你被相公给迷住了 你恶不恶心 我就没见过 比你还不要脸的人 快点坐好 我帮你换药 我不想坐着 坐着我的腿好难受啊 连身都伸不直了 娘子 你扶我去床上躺着 你再给我换药怎么样 真是服了你了 那好吧 我扶你就是 来 你站好啊 我扶你躺下 好 楚玄尘说着 赶紧将手中的拐杖丢掉 突然 她一个站立不稳 猛地朝床上倒了下去 在倒下的时候 她顺势以拉 把云若月 拉到了自己身上 只听咚的一声 两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云若月健壮 吓得尖叫一声 你干什么 你快放开我 娘子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对我偷怀送抱了 流氓 分明是你把我拉下来的 你快放开我 我总对你不客气 你都在我的手上 你都在我的手上心了 如何对我不客气 大壮 我可是有未婚夫的 你这样对我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未婚夫 收起龙前车我倒要问问你 有她在一起那么久 她有没有碰过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她有没有碰过我 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 是我的女人 除了我谁也不能碰 月儿 我问你 你还没有对我这里 关你什么事 这么说来她碰过了 娘子 你怎么能让她碰 你是我的人 你怎么可以 云若月话还没说出来 嘴唇就被楚玄成 粉粉地占用 她霸道地吻着云若月 在她的唇里 肆意地掠夺 狠咬 十分疯狂 好像要将她 揉进身体里一样 云若月想反抗 却发现自己 根本反抗不了 在楚玄成的力量面前 她的这点力气 根本不值一提 没办法 云若月只能愤怒地 瞪着楚玄成 可楚玄成 却将她抱得更紧 云若月根本动弹不得 身体立刻就软 此时 楚玄成继续掠夺一般地 吻着云若月 好像狂风暴雨一般 屋子里满是她的喘息声 空气中浮动着暧昧的因子 火热又炽烈 云若月只觉得身上好热 热得她快要爆炸 很快 她的身子害怕地颤抖了起来 楚玄成明显感觉到身下的女人在颤抖 在害怕 于是她立即抬头停止了这个吻 云若月羞愤地瞪着楚玄成怒吼道 你这个棋手 又对我做这种事情 月儿 我只要你告诉我 还有没有真的你 我还是黄花大闺女 她没碰过我 也没亲过我 你满意了吗 什么 你还是黄花大闺女 这个笨蛋媳妇 孩子都替我生两个了 居然还以为自己是黄花大闺女 不过她自己都这么认为 看来龙千车的确没得逞 对 你不相信是吧 不相信 你可以去问佩尔 真是的 我跟这个禽兽解释个什么劲 看样的月儿没有说谎 龙千车的确没有碰过她 也没亲过她 这下我心里的那个结终于解开了 月儿 你和龙千车一起那么久 她竟然没有亲过你 为什么 难道是你不让她亲 不让她碰 我们又没成亲 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而且 千车是正人君子 没经过我的同意 她 她是绝对不会强迫我的 不像你这种人 根本就是个禽兽 臭流氓 娘子 我刚才也是情难自尽 再说 我们以前经常这样的 只是你忘记了而已 够了大壮 我告诉你 今天这件事我记下了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杀了你 以泄我心头之恨 月儿 你要去哪 你不是要给我换药吗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我给你换药 我告诉你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的仇人 我恨你 我恨不得杀了你 月儿 你别走 月儿 你看看我 你再想一想 你真的记不起我了吗 听到这话 云若月立即看向楚玄成 在看到楚玄成脸的那一瞬间 她的脑海里 突然有一些和她在一起的模糊片段 一闪而过 可具体是什么片段 她却想不起来 突然 云若月的头剧烈地痛了起来 她难受地抱着头 声音道 我的头好痛 我好难受 娘子 娘子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 我的头好痛 这是怎么回事 圣女 你怎么了 听到佩儿的声音 楚玄成赶紧披上自己的外伤 戴上草帽 贴上假胡子 恢复了狂野操汉的模样 云若月摇了摇头 发现自己的大脑迅速恢复了正常 刚才 她差点想起来的事情 也全被压了下去 她立即抬眸 愤恨地瞪着楚玄成 好像看着陌生人似的 见她这样 楚玄成忙说道 月儿 你想起什么来了吗 有没有想起我来 没有 你这样的小人 怎么可能存在我的记忆里 什么也想不起来 你别再妄想了 听到这话 楚玄成的心宛若刀脚 原来 云若月还是没有想起她来 这时 佩儿和墨主走了进来 看到佩儿走进来 两人赶紧恢复了正常的神色 圣女 你给大壮哥换好药了吗 换好了 佩儿 我们走吧 圣女 咱们好不容易才来一次 怎么不多玩一下 我不玩了 我有点累了 我先回去了 圣女 你等等我 王爷 你是不是又和王妃吵架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没事 月儿 月儿刚才为什么会头痛 难道她想起什么来了 可是听她的语气并没有想起我了 真是郁闷 云若月一口气跑出楚玄成的小院子后 就朝着清影院的方向跑去 她才跑到一处竹林处 就看到龙亲彻正领着人朝她走了过来 龙亲彻看到云若月一脸生气的样子 疑惑地走向她 问她 若月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她一定有事 只是不愿意说而已 公子 雷儿 你来得正好 圣女她怎么了 是谁惹她生气了 会不会是大壮啊 大壮 与她有什么关系 刚才圣女去给大壮哥换药 可能是大壮哥说了什么话 才惹圣女生气了吧 若月 我不是说了 让你不要领那个大壮 你怎么还跑去给她换药 抱歉 我也不想的 只是我之前答应了她 我不想食言 只是给她换药而已 你为什么会生气 是不是她欺负你了 没 她没有欺负我 只是 我刚才的头好痛 脑子里好像多了一些模糊的记忆 好难受啊 什么 难道若月 想起以前的记忆了 若月 你想起什么来了 你快告诉我 那些记忆太模糊了 无论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好像有人用棍子在里面搅了一样 我只记得 刚才脑子里 好像有一些我和大壮在一起的片段 现在那些片段很模糊 最后什么都没想起来 真是奇怪 我为什么会有关于大壮的记忆 到底是怎么了 我 我不能告诉千诚 不然 他一定会多想的 若月 可对是你之前 撞到了头才会这样 你先不要多想 来 我扶你回去休息 明天我叫大巫师来 给你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好 那我们走吧 大巫师明明封印了 若月以前的记忆 他为什么还会这样 再这么想去 他会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想起来 不行 千万不能这样 看来 我得赶紧告诉大巫师 让大巫师来给若月重新洗脑 不要让他再想起来了 云若月回到清影院时已是夜晚 洗漱沐浴后 他便躺到床上准备睡觉 可是只要一想起今天的事 他就怎么也睡不着 想起楚玄臣那个充满占有欲的吻 云若月身子轻轻一颤 有些静乱 想起楚玄臣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和自己脑子里的奇怪记忆 云若月陷入了迷茫之中 我明明是雪月人 从来没有见过大庄 为什么 我会有他的记忆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难道我们真的是父亲 真的是他的妻子 不行 只要我继续深入回忆 我又开始痛起来了 脑子里一片混沌 什么记忆也没有了 算了 实在想不起来我就不想 也许亲这说的对 可能是我的头部受过伤 才会有这些奇怪的想法 我是亲这的未婚妻 从小就是要嫁给她的 又怎么会和这个大庄有关系呢 算了 我不想 先睡觉再说 就这样 云若月在一片迷茫和难受中 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她睡醒时已是日上三杆了 云若月揉着头难受地坐了起来 佩儿一走进来看到云若月已经醒了 严谋问道 圣女 你醒了 嗯 圣女 你的头还疼吗 哦 还有一点疼 不过不严重 没事的 你放心 公子已经派人去请大巫师了 等大巫师来帮你做一次祝福 你的头就不会再痛了 好 等她来吧 那我马上给你打水进来 你先洗漱 你去吧 希望大巫师真有这么厉害 给我做一次祝福 我的脑子就不再混沌 也不会再有那些奇怪的想法 客房里 楚玄臣才吃过早饭 莫竹就神秘兮兮地走了进来 主子 刚才我经过清影院时 听到佩尔在说 有个叫大巫师的神秘人 要去给圣女进行什么祝福 祝福 这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我看清影院的人 好像都很紧张 我听他们说 这个大巫师在雪月国 很受尊重 好像是个很厉害的高人 他每个月 都要为圣女祝福一次 但具体是怎么祝福的 我就不清楚了 大巫师 这名字好奇怪 好像是个会师巫术的人 一个巫师如何能祝福圣女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 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 感觉这种人很邪恶 不像什么好人 说不定月儿变成这样 和这个大巫师有关 莫竹 走 我们偷偷前去清影院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楚宣臣说完 立刻主着拐杖消失在小院子里 莫竹谨慎地跟上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清影院的外面 可他们才潜到清影院门口 就发现 侍卫们已经将清影院 牢牢地围住了 因为侍卫太多 楚宣臣和莫竹没办法前进院子里 两人只好躲到一处偏僻的院墙后面 犀利地盯着院子 这时 莫竹突然指着清影院门口的一群人说道 竹子 你看 那边好像有人来了 楚宣臣立即看过去 只见龙千澈领着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走了过来 楚宣臣仔细地眯起眼睛 发现那老者头发灰白身躯勾楼又小又矮 十分干扁 他住着一根黑色的拐杖 正用一双灰暗的三角眼节节地看着四周 好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厉鬼一般 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此时 莫竹小声地说道 主子 你看那个黑泡老头子 会不会就是那个大巫师啊 很有可能 毕竟能让龙千澈尊敬的人不多 少女就在里面 大巫师 请 请 此时 一道干枯苍老的声音响起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下 楚宣臣更加确定 那个黑袍老者便是大巫师了 很快 龙千澈就把大巫师引进了清营院的西乡房内 并关上了坟墓 主子 他们把门关上了 我们什么也看不了了 怎么办 我们想办法前去后门看看 好 楚宣臣说完 主持拐杖朝清营院后门的方向前了过去 可他们才走到后门便发现 那里也守着很多侍卫 于是 楚宣臣的脸色立刻凝重了起来 龙千澈和这个大巫师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否则龙千澈也还这么多人守在这儿 主子 你看 后面也有很多侍卫 怎么应该怎么办啊 没事 不要紧张 我们先看看再说 这时 墨竹透过院墙的缝隙看到两人走了出去 主子 你看 龙千澈和大巫师出去了 这么快 看来这一次查不到什么了 主子 龙千澈把这里看守得这么严密 好像很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里面一定有问题 对 想要解开这个谜团 得从大巫师查起 火主 听说这个大巫师住在国师府 你和刘如燕想办法去查查他 看他到底是什么人 是 主子 那咱们现在走吗 等一下 我再看看 从楚玄臣的这个角度 可以隐约看到云若月的房间 所以他想再看云若月几眼再走 此时的经营院的门口 龙千澈把大巫师送出去之后 说道 大巫师 这一次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老夫只是帮圣女巩固记忆 念几句咒就行 不用像第一次那么麻烦 原来如此 那圣女现在怎么样了 公子 公子放心 圣女现在不会头疼了 也不会有以前那些记忆冒出来 他会和之前一样信任你 喜欢你 下一次 如果你再发现他有多泥 派人来告诉老夫就是 好 多谢 那老夫就先行告退了 来人 送大巫师 是 龙七说完赶紧把大巫师送了出去 看到大巫师的背影远去 龙千澈赶紧返回西厢房 此时云若月正坐在椅子上 安静地喝着茶 龙千澈一走进来 便立即朝云若月走了过去 若月 千澈 你回来了 怎么样 大巫师给你祝福之后 你的头还疼吗 我疼了 一点也不疼了 问你脑子里 还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记忆 没有 青春 我为什么会有奇怪的记忆 你上次不是撞到过头吗 所以你头疼时 记忆会暂时出现混乱 这会夹住你的头疼 所以 我才这么问你 原来如此 你放心 我现在脑子里很清楚 什么奇怪的东西都没有了 没想到 大巫师竟然比大夫还要厉害 他只是随便说几句话 我的头就不疼了 他这不是随便说几句话 而是在向神灵真诚地祷告 替你祈求平安 是啊 少女 大巫师的祝福可灵验了 有他的祝福 你一定会万事顺遂 一生平安的 如月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你知不知道 昨晚我有多担心你 昨晚那个混蛋大壮抢我了我 害得我一直坠坠不安 生怕这件事被千车知道 千车 我昨晚没睡好 有些累了 我想再休息一下 如月 你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叫大夫来看看 你放心 我只是没睡好 想补个觉 没有哪里不舒服 那就好 你好好休息 我等一下带来看你 龙千车虽然很不舍 但云若月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得不离开 看到龙千车离开 云若月的心才暂时平复了下来 但他的内心依旧很惶恐 生怕龙千车发现这一切 此时的后院内 楚旋辰的目光正紧张地盯着云若月的房间 可由于隔得太远 无论他如何竖起耳朵 都没能听到云若月和龙千车的对话 而且龙千车和云若月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导致他什么信息也没捕捉到 此时墨竹凑过来说道 主子龙千车已经走了 你刚才听到什么了吗 没有 隔得太远 什么也听不见 没事 咱们继续调查 一定能查出真相来 好 那咱们先走吧 主子 你忘记拿拐杖了 哦 主子 你怎么能自己走路了 难道你的腿已经好了 好像好了 不过没完全好 有拐杖撑着我会走得利索一点 主子 你看你站得这么笔直 这腿分明就是康复了呀 你明明已经好了 为什么还成天主着个拐 装可怜啊 我知道了 你是为了博取圣女的同情 谁说的 我只是不想干太多的活 你别胡说啊 主子 你就别骗我了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都知道 你肯定是为了博取圣女的同情 才这样做的 就说嘛 这点小伤对于你来说啊 根本不算事 居然这么久都没有好 原来你是装的 主你给我小声点 别让别人听见了 我要是不继续装可怜 怎么能卸月儿的主意 自从我昨天强吻了月儿之后 月儿就不搭理我了 这拐杖当然是我 博取同情的最佳武器 主子 我知道错了 我都说了还不行啊 你看 这还差不多 还有 你那么嘴碎是吧 来 拐杖给你拿 主子 你等等我 莫竹健壮 只好无语地接过拐杖 赶紧跟了上去 此时的西乡房内 龙千彻离开之后 云若月真的觉得有些困难 便走进内室准备再休息一下 可她才走进内室 便看到不远处闪过两个人影 那两人竟然是大壮和张竹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后院 这样子还鬼鬼祟祟的 奇怪 大壮为什么没猪拐杖 那拐杖竟然在张竹手里 原来那家伙的腿早就好了 那她昨天还猪拐杖干什么 难不成 她在装可怜 想拨去我的同情 好啊 原来她一直在欺骗我 要不是她昨天装可怜 叫我扶她去床上 我也不会被她占便宜 想到这里 云若月气得脸色深黑 咬紧牙关 恨不得将楚玄辰砍成十八段 龙千澈走出西厢房后 回忆起云若月刚才的反应 心中也稍稍安定了一些 看来大壮士已经巩固了若月的记忆 不会让她以前的记忆再冒出头了 现在她的脑海里 只剩下在雪月国的记忆 不会再想起楚国的一切 知道她信任的 你就是国师傅 依赖的也依旧是我 那我便放心了 对面的东厢房内 白英诺看到龙千澈从西厢房里走出来 狠狠地咬紧了牙关 一脸嫉妒 此时龙千澈正朝着清影院的门口走去 当她经过东厢房时 却没有停留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东厢房一眼 仿佛早就将这里的一切 抛住脑后 看到她的反应 白英诺握紧拳头 冷冷地走了出去 叫住龙千澈 公子 有事 公子 我们好歹也曾亲密无见 怎么你经过我房门口时 便看都懒得进来看一眼 你不觉得你太无情了吗 我们早就没关系了 现在我的未婚妻是若月 我要娶的人 也是她 你要我如何对你 云若月 她一个有夫之妇 你要娶她 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我爱她 最甘之如瘾 甚至深感荣幸 看来 你还真的很喜欢她 所以你不顾她的意思 让大巫师强行封住了她的记忆 才让她爱上你 是吗 是又如何 只要她现在爱的人是我 愿意嫁给我 我不记忆用什么方法 云若月根本不爱你 你现在用这种可耻的方式得到她 如果她哪天想起来 你猜她会不会更恨你 你什么意思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把这件事情告诉若月 你将会灰飞烟灭 欢迎收听百度热搜榜 第一爆款穿越剧 神医独飞 不好惹 起猫中文网出品 南硕有声制作 作者 姑苏小七 听到这话 把鹰鹿吓得身子抖了一下 她知道龙青车的痕劲 也知道这件事与国师有关 所以她不敢坏了国师的事 也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云若月 况且就算她告诉了云若月也没用 因为大巫师还可以给云若月洗脑 你放心 国师的大业我只会支持 绝不敢破坏 我只是想问你一句 你真的要和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成亲吗 生过孩子又怎么样 那也比你高上百倍 我爱她就不会记忆她的过去 还有 我的事情也轮不到你来智慧 你 我不想黑废话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生事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龙青车说完 毫不留情地离开 只留给白鹰鹿一个冷漠无情的背影 看着她的背影 白鹰鹿气地一拳砸到了柱子上 龙青车竟然这样对我 不行 我绝不能让他们好过 绝不能让他们成亲 既然我不能将真相告诉云若月 那就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之前我靠秦武失败了 这一次我必须找一个更狠痛 更冷酷 及更听我话的人来帮忙 这样的人 有谁呢 突然 白鹰鹿的脑海中 闪过一个绝佳的人选 下午的西乡房里 云若月正坐在那里看书 佩儿走了进来 说道 圣女 大壮哥在外面 他说他想见你 不见 可是圣女 大壮哥说他是来向你道歉的 他上次不小心说话得罪了你 现在很想祈求你的原谅 你看嘛 大壮哥还拄着拐杖 看着好可怜 你就见见他吧 这家伙的腿明明好 居然还拄着拐杖来装可怜 这种大骗子 根本不值得同情 佩儿 你到底是我的人 还是大壮的人 大壮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总是替他说话 圣女明鉴 大壮哥可没有给我任何好处 我是看他对你一片赤诚 才替他说话的 要不 你就见见他吧 不见 我说了不见就是不见 好了 你叫他赶紧走吧 不要在这里影响我的心情 云若月说完 起身走进了内室 佩儿见状只好走出去 对着远处的楚玄辰摇了摇头 看到佩儿的反应 楚玄辰的一颗心跌到了谷底 这两天 他都在想办法见云若月 可云若月根本不愿意见他 所以 他连和云若月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真是郁闷 不行 我不能放弃 越是不想见我 我就越要坚持 只有坚持才会成功 想到这里 楚玄辰依旧站在亲影院外面 等云若月出来 此时的西乡房里 佩儿看到楚玄辰仍旧站在那里后 连忙走进内室 圣女 大壮哥他不肯走 他还站在外面等你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难缠呢 他想站就让他站吧 总之 我是不会见他的 那好吧 佩儿瘪了瘪嘴 走出去一看 发现楚玄辰仍堵着拐杖站在那里 心里很同情他 云若月朝窗外看过去 也看到楚玄辰还在那里 他无语地呼出一口气 索性将窗户关上 眼不见为尽 两个时辰后 佩儿又走了进来 说道 少女 大壮哥都站了两个时辰了 他的腿本来就有伤 要不你去见见他吧 他怎么还没走 谁知道呢 他这个人特别肘 他说了要给你道歉 就一定要成功为止 不过 这也说明他是个知错能改 勇于承担责任的好汉 佩儿真是单纯 他哪里知道大壮的邪恶 不过等下龙青车回来看我 如果让龙青车看到的话 就不太好了 那好吧 佩儿 我去静静大壮 看他到底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得出去 把这家伙赶走 真的 那太好了 我们走吧 说完 云若月领着佩儿走出西厢房 来到了青营院门口 远远的 楚玄臣一抬眼 就看到云若月走了出来 他赶紧拄着拐杖 朝他走了过去 结果 他一抬腿 就发现自己右腿的伤口处很疼 难道我刚才在这里站了太久 撕裂了伤口 圣女 你终于肯见我了 这家伙 腿都好了还在那里撞 但我不知道 大壮 我都说了不想见你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一直不肯走 佩儿 我有些话想单独和圣女说 你能不能 我懂你 大壮哥 你是不是脸皮薄 怕当着我的面给圣女道歉会不好意思 那好吧 你和圣女单独说 我先去做饭了 既然大壮哥爱面子 那我就不打扰他 免得他开不了口 这个佩儿 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大壮的话 还如此为大壮着想 看来 他真是中了大壮的迷魂药 好了 佩儿已经走了 大壮 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 月儿 这几天你一直不肯见我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上次的事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了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你能不能别总对我动手动脚的 抱歉 我 我就是一时情急 对了 月儿 你的头还疼吗 还难受吗 我疼不疼 不需要你来关心 我听说龙千车找了个大壮师 来给你做什么祝福 你告诉我 这个大壮师是干什么的 他对你做什么了 这不关你的事 你问这么多做什么 你本来就是我的娘子 我怀疑是那个大壮师 对你做了什么 你才会忘记我的 你胡说什么 大壮师只是向神灵 替我祈求平安 你干嘛要污蔑他 看来月儿依旧很相信龙千车的人 她为什么会这么相信她 不知道我要怎么做 才能让她相信我 突然 楚勋辰觉得腿部 有一阵钻心的疼传来 疼得她十分难受 煞时 她感觉伤口撕裂得越来越厉害 额头也浸起了细密的冷汗 这时 云若月说道 好了 如果你们有其他事的话 我先走了 月儿 等一下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你 你再和我说说话好不好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怎么 你又想装可怜来博取我的同情 没有 月儿 我是真的疼 大壮 你就别再骗我了 你的腿明明早就好了 你还想骗人 什么 你这个骗子 上次我看到你和张竹 在我的后院鬼鬼祟祟的 当时你根本没用拐杖 其实你的腿早就已经康复了 却还主个拐杖来骗我 猫狗上次在你的房间 你也在骗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真厉害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你也在骗我 膝盖上 也进起了一大片鲜血 他想起身 却发现根本起不来 于是 他只好艰难地依靠拐杖的力量 才站了起来 站起来后 他赶紧拐杖 一拳一拐地朝自己的方向挪去 莫竹一看到楚玄臣 便赶紧迎了上去 问道 竹子 你回来了 竹子 你的伤口怎么流血了呀 是啊竹子 你的腿不是好了吗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放心 我没事 真是站得太久 不小心撕裂了伤口而已 都流了这么多血 还没事 快 我们先扶你进去 先看看再说 莫竹说着 赶紧扶起楚玄臣往房里走 很快 他便把楚玄臣扶到了房间里坐下 接着 他赶紧卷起楚玄臣的裤腿 查看伤口 此时 那个大洞 重新显现了出来 里面有很多血在往外流 把他的裤子浸湿了 莫竹见状 便忙说道 竹子 你这伤怎么这么严重啊 我马上就把刘大夫叫来 让他给你缝针 好 辛苦你了 那我先去了 如烟 风哥 你们照顾好王爷 王爷 你怎么会把伤口给撕裂了呢 我刚才听蒙证说 王爷为了见到王妃 一直站在清影院外面 站了好几个时辰 什么 王爷的伤口本来就没好全 他一下子站这么久 肯定会撕扯到伤口 王爷可真是个痴情种 为了王妃 连自己都不顾了 不一会儿 莫竹便把刘大夫叫了过来 刘大夫看了看楚玄臣的伤口后 生气地摇了摇头 哎呀 大壮啊 你这伤本来就严重 怎么就不好好休息呢 你站那么久干什么 现在伤口撕裂了 我还要重新给你缝针 之前圣女辛苦 帮你缝的针都白忙活了 抱歉 刘大夫 我下次会小心的 行 我马上给你重新缝针 这次缝好之后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不可再去乱动了 好 好了大壮 我已经给你把伤口防好了 你先好好休息 我后天再来给你换药 东西 刘大夫 我送你 王爷 从现在起 你先不要去干活 好好休息几天再说 对 管家那里我们可以去说 反正您只是雕东西 等房子修好了 再雕也是一样的 快入冬了 也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我真想快点带月儿离开 王爷放心 等我们查到大巫师的秘密 说不定就可以离开了 但愿如此 王爷 你先别坐着了 快去床上躺着 好好养伤才是正事 好 说完 楚仙臣拄着拐杖 在床上合一躺下 躺下之后 他却怎么也睡不着 早知道我已经被月儿给看穿了 就不应该想他撒谎 不然他刚才也不会生气地走掉 想到他那生气的样子 我就闷闷不乐 心里十分难受 傍晚 天色幽暗之际 佩儿走进房间 对云柔月说道 兽女 公子请你去他那里用碗膳 好 之前千车经常想和我一起吃饭 都被我以各种借口拒绝了 如果这一次我再拒绝 感觉很对不起他 接着 云柔月收拾了一下自己 带着佩儿朝龙千澈的飞红阁走去 飞红阁离青影院很远 路上还要经过一片幽暗的竹林 所以佩儿赶紧打着灯笼 跟在云柔月的身后 很快 两人便走到了那片竹林的深处 此时 天已经迅速地黑了下来 那竹林里伸手不见五指 四周黑影重重 偶尔有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响起 听到佩儿一颗心都悬了起来 少女 这天怎么黑得这么快 你看这里好黑 我有点害怕 冬天的天就是黑得很快 早知道 我们俩带两个侍卫就不怕了 是啊 我真后悔没多带几个人一起来 这竹林看着阴森森的 咱们快走吧 佩儿说着赶紧拉起云柔月就走 云柔月也加快了脚步 就在这时 只听大支一声响 竹林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好像踩在枯枝上一样嘎嘎作响 吓得云柔月和佩儿心脏碎裂 少女 你听 好像有什么声音传来了 好像有人 云柔月声音轻颤 目光紧张地望向声音传出的方向 突然 那地方除了有嘎吱声之外 还有一阵沉重的呼吸声 那声音阴冷诡诀 透着一股危险的味道 云柔月猛地出声 强行让自己镇定下 谁在那里 少女 怎么没有声音啊 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不知道 不管有没有听错 我们都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快走 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的身影莫得一闪 从竹林里闪了出来 她的手上扬着明晃晃的宝剑 拦在了云柔月面前 想走 没门 啊 有资格 找死 听到佩儿尖叫 黑衣人一掌劈到她的脖子上 佩儿一下子就晕倒在地 灯笼也掉到了地上 云柔月见状 害怕地往后退了两步 她看向面前的黑衣男人 发现这男人的脸上蒙着面 只露出一双阴冷逝血的眼睛 于是云柔月颤抖道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我是谁你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 我是来要你命的人就行 云柔月 你受死吧 住手 就在黑衣人的剑快要刺中云柔月时 一根拐杖猛地扔了过来 狠狠地打在黑衣人的手上 黑衣人的手腕被击中后 难受地呻吟了一声 她握紧宝剑怒道 谁敢怀老子的好事 你找死 找死的是你 但伤害圣女 我送你上黄泉 花烟一落 一道灰色的人影从黑暗中飞了出来 她挥着手中的拐杖 袭向了黑衣人 黑衣人健壮 立刻扬起宝剑去道 很快 一黑一灰两道身影 激烈地打在了一起 云柔月这才发现 前来救她的人 竟然是大壮 她虽然很讨厌大壮 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一看到她 云柔月就觉得无比的安心 她赶紧蹲下身子 去摇佩儿 佩儿 佩儿 你醒醒 快醒一醒 小女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刚才那个黑衣人想杀我 向好大壮来了 现在大壮在和她打斗 你快起来 云柔月说着 赶紧去扶佩儿 佩儿站起来后 果然发现 大壮和黑衣人 正打得昏天暗地难舍难分 两人的武功看着都很高 此时正在竹林上空激动 四周不时有拐杖和宝剑碰撞的声音传来 大壮握着拐杖 目光灵力地攻向黑衣人 黑衣人则扬起宝剑 想将她的拐杖砍断 可惜大壮的动作很灵巧 轻松地避开了黑衣人的剑 所以黑衣人即使有剑 也无法砍断她的拐杖 更无法伤到她 不过 由于大壮在打斗之中 不小心撕裂了膝盖上的伤口 所以她现在站着很疼 腿脚也不方便 如果在她没有手上的时候 这黑衣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这时黑衣人一边打 一边怒喝道 你是哪里来的 这里不关你的事 敢多管闲事 我要你的命 想要我的命 下辈子吧 楚玄臣立合一声 手中的拐杖急速飞舞 逼得黑衣人直往后退 黑衣人这才发现 眼前的工人虽然打扮粗鄙 但武功却是极好 甚至超越了她 而且对方的右腿 似乎受伤了 正一拳一拐地和她打 而她竟然还不是 这个工人的对手 没想到一个普通的工人 竟然有这么高强的武功 就在这时 楚玄臣的拐杖 朝着黑衣人急速地攻了过去 黑衣人赶紧拿剑去挡 就在黑衣人抬手去挡的一瞬间 楚玄臣猛地抬掌 一掌击中了黑衣人的胸口 黑衣人难受地叫了一声 捂住胸口急急地往后退 佩尔健壮忙拍手的 哇 大壮哥好棒 大壮哥 别放过他 要活的 我倒要看看 他的真面目长什么样 对 看他究竟是谁派来的 啊 这就揭开他的面罩 看看他到底是谁 说着 楚玄臣强忍住腿上的疼 站直身子朝黑衣人一步一步逼了过去 黑衣人赶紧撑起身子来 迅速地往后面推 就在这时 那不远处传来侍卫的声音 有刺客 紧接着 许多侍卫打着火把 朝这边跑了过来 不好 别让他跑了 别跑 大壮 你怎么了 难道他的腿受伤了 可是他的腿不是好了吗 我没事 楚玄臣难受地出声 还想撑起身子去追黑衣人 可他才撑到一半 膝盖又软了下来 没办法 他只得难受地坐到地上 黑夜中他看不清自己的膝盖 但他知道 那里的伤口又裂开了 里面的肉仿佛被绞碎了似的 疼得他冷汗淋漓 这时 远处传来龙千澈的声音 刺客跑了 龙三 快带你去追 是 若玉 你没事吧 你放心 我没事 向好大壮救了我 大壮 他怎么会在这里 刚才那黑夜人是谁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我和佩尔经过这里时 突然窜出来一个蒙面黑衣人 他先是打晕了佩尔 接着又要杀我 幸好大壮及时出现 救了我一命 那大壮呢 他为何会出现得这么巧 你什么意思 难不成我及时出现也有错 这里那么阴暗 这大晚上的 你来干什么 还有 你和那黑衣人是否认识 我出来上茅房不行吗 难道你没长眼睛 没看到那对面就是茅房 还有 我根本不认识那黑衣人 谢谢 谁知道你们有没有勾结 龙七 难道你在怀疑大壮 这里离工人房很近 他来上茅房的时候顺便救了我 有什么问题吗 是啊 龙七 你看大壮哥他都受伤了 怎么可能和那黑衣人有勾结 他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 多谢圣女信任 轻者自轻 我没必要向谁解释 秦澈 我敢保证 真的是大壮救了我 他也不认识那黑衣人 刚才那黑衣人出手伶俐 招招狠辣 大壮稍有不慎就会毙命 他绝对不是庄党 公子 奴婢也敢保证 这黑衣人武功很高 极其难缠 要不是大壮哥武功高强 我们都会没命的 武功很高 他若真的武功高强 就不会受伤了 也不会让那黑衣人跑掉 这人根本就是三脚猫的功夫 为了在圣女面前帮面子 在这里强壮高手 我正怕暴露武功 没想到龙七自动瞧不起我了 这样也好 省得引起别人的怀疑 好 若鱼 我相信你 对了 刚才达舵的时候 你们可有看清 黑衣人的长相 没有 他戴了个蒙面筋 把自己照得严严实实的 我根本看不清他长什么样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体特征 他个子中等 长得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他的目标就是你吗 是的 他要杀的就是我 秦车 你说这人到底是谁啊 我不记得我有什么仇家 他到底为什么要杀我 我也不知道 跟前进国师府来杀人 他胆子不小 如鱼 你放心 我已经叫人去追了 我一定会把这黑衣人揪出来 跟你出口气 好 我相信你 真是抱歉 我刚才应该派人来接你的 这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如鱼 你刚才没想到了吧 我没事 你放心 此时 火把的光映在云若月身上 显得他很温柔 看到两人温馨的互动 楚玄辰眼里闪过一丝黯然 他拿起拐杖 努力强撑着站起来 一拳一拐地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光影洒在他身上 显得寂寥又孤单 云若月一抬头 就看到了楚玄辰那落寞的背影 他的膝盖上满是鲜血 还有血肉在外翻 走过的地方有点点血迹 看着可怕极了 于是 云若月忙推开龙千车 朝楚玄辰走过去问道 大庄 你伤得好严重 快 我扶你去房间里 我帮你缝针 不用了 你陪你的未婚夫吧 我自己能走 可是你的伤口又撕裂了 你是为了救我们才受伤的 我怎么能不管你 我真的没事 你不用管我 若月 既然他不领你的情 你就不必管他了 你放心 我会叫刘大夫来照顾他 你不用担心 若月 我们刚才不是说好了 要一起用晚膳的吗 若月 等下菜都凉了 我们走吧 千车 大庄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我们怎么能不管他呢 你要是饿了 就先去吃饭吧 我要扶大庄回去治伤 大庄 来 我扶你 好 若月 我也陪你去 我明知道大庄 只是个底下的工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若月靠近他 我心里就会很不安 看来此人不可小觑 不像一个普通工人 那么简单 可为什么 他会让我产生 很浓的危机感 仿佛下一刻 若月就会被他 给夺走似的 真是的 一个工人而已 怎么可能跟我争 我怎么会产生 这种想法 若月 又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庄 肯定是我想多了 不一会儿 云若月就把楚玄臣 扶到了他的房间 莫竹他们看到 楚玄臣染红了的腿 一个个着急地走了过来 问道 大庄 怎么回事 你怎么又受伤了 是啊 你这伤口昨天才复发 柳大夫好不容易 重新给你缝了针 你怎么又撕裂了 原来 昨天大庄摔倒的时候 是真的受了伤 不是撞的 当时我还以为 他是骗我的 看来 是我误会他了 真是的 他当时怎么不跟我解释呢 刚才我和佩儿 经过竹林的时候 突然窜出来 一个蒙面人要杀我 是大庄急事救了我 要不是为了救我 他的伤口也不会撕裂 蒙面人是哪来的 竟敢刺杀圣女 我也不知道 不过 现在先不说这个 佩儿 你快去找刘大夫拿药箱 我给大庄重新缝针 是 圣女 大庄哥真可怜 又要缝针 这都第三次了 是我连累了大庄 如月 你不要自责 你是圣女 大庄他保护你是应该的 大庄也是人 他的生命也应该受到保护 不应该为了保护我而出事 幸好这次的伤没有危及大庄的性命 否则 我会更不安 圣女 刘大夫来了 刘大夫 麻烦借用一下你的药箱 我来给大庄逢针 说月 有刘大夫在 就不用你了 再说 你刚才受了惊吓 我怕你累着 你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哦 那好吧 先让刘大夫帮大庄 千澈始终是我的未婚夫 如果我每次都拒绝她 她会不开心的 嗯 你看你 急得额头都出寒了 来 你坐在这里休息 佩儿 快去给圣女 准备点茶水来 是 接着 冬千澈便和云若月坐在一起 期间 一直对她嘘寒问暖 十分关心 云若月客气地点着头 目光时不时地 移到楚玄辰身上 很担心她的伤势 楚玄辰则心如死灰地 侧过脸去 不想看到这一幕 看到楚玄辰的反应 龙千澈嘴角冷沟 眼里有一丝 胜利者的姿态 现在这个大老粗 一定意识到了 圣女只能是我的 像他们这样的粗野下人 就别再痴心妄想 公子 茶来了 若月 你渴了吧 来 你先喝 先给大壮喝吧 我看她的嘴唇很干涩 她一定很口渴 我不渴 你们喝吧 楚玄辰的声音有些虚弱 好像没有力气似的 可在墨竹他们看来 这不是虚弱 而是失去了斗志 一边是一对小情人在秀恩爱 另一边是可怜的王影 看到楚玄辰这个样子 他们心里都很酸涩 这时刘大夫剪开了楚玄辰的裤腿 将他的伤口露了出来 看到伤口时 他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说道 大壮 你这伤怎么这么严重啊 比以前两次严重多了 刘大夫 大壮的伤口还能缝好吗 哎呀 难哪 这里没有一块好肉啊 可不好缝啊 你不小心 他的这条腿就会废掉了 什么 快废掉 刘大夫 你一定要帮忙大壮 一定要帮他治好这条腿 要不是为了救我 他也不会死裂伤口 圣女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会尽力一事 希望能保住大壮这条腿 好 谢谢 刘大夫说完 从药箱里拿出银针开始消毒 消完毒后 给楚玄辰缝合伤口 缝针的过程很痛 可楚玄辰却咬紧牙冠一声不吭 很是坚毅 哪怕这撕心裂肺的疼 已经让他大汗淋漓 但他依旧一句疼也没叫住 看着他那坚毅的神情 云若月十分佩服 没想到 大壮如此坚强 能说换状物 一定受不了 见云若月的目光 一直在楚玄辰身上 龙千彻心里那股醋意 又冒了出来 他郁闷地坐在边上 狠狠地捏紧拳头 脸色很难看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 刘大夫才将楚玄辰的伤口缝好 又给他包上了纱布 做完这一切后 他垂着被难受地站起身来 说道 好了 终于给大壮包扎好了 他暂时没事了 刘大夫 大壮没事了吗 真是太好了 这一次他是没事了 但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就不敢保证了 大壮啊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老是受伤 但我要告诉你 今天晚上 你这伤口撕裂得很厉害 里面还化浓了 几乎没有一块好肉 要不是我费尽心机 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 大夫 谢谢你 哎呀 昨天我就说过 叫你不要下床 在床上好好躺着休息 你又跑出去干什么呀 刘大夫 人有三级 大壮哥是出去上茅房了 又正好碰到圣女危险 他是为了救圣女才受伤的 哦 原来如此啊 这一次大壮腿上的伤 比前两次严重十倍 现在他绝不能下床了 必须躺着好好休养 要是再扯动伤口啊 他这条腿啊 就别想好了 我知道了 刘大夫 你放心 这一次啊 我一定会好好进度大壮的 绝不让他再下床 直到他伤口恢复为止 这一次我要让王爷的三餐 都在床上进行 如果王爷想要上茅厕 我们就算背着他 抬着他去 也绝不让他自己去了 嗯 那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大壮 公子 在下明日再来看大壮 先行告退啊 好 刘大夫慢走 若月 刘大夫已经帮大壮脖子好了 你就不要太担心了 夜深了 让大壮好好休息 我们先回去吧 那大壮 你好好休息 我明日再来看你 圣女身份尊贵 就不用于等降贵了 你 大祭司 圣女 很晚了 让大壮哥先休息吧 麻烦你们就先回去吧 嗯 那好 张主 麻烦你好好照顾大壮 我知道的 请圣女放心 云若月点了点头 又看了楚玄臣一眼后 才走了出去 龙千澈也赶紧跟上 出了小院后 云若月又望了楚玄臣的房间一眼 仍旧有些担心她 见云若月一点担心的样子 龙千澈突然停下来 眼中猝一浮现 若月 你还在为她装担心啊 嗯 是啊 大壮毕竟是为我受的伤 我怕她的腿会保不住 如果是我受伤 你会这样担心吗 听她这样说我就知道 她又吃醋了 千澈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如果换成你受伤 我也一样会担心你的 真的吗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我受伤 我想你是会担心我 但是绝对没有对大壮那么担心 不会的 我们即将成亲 我怎么可能更关心大壮呢 我只是看她一个人很可怜 伤得也很严重 才想多关心关心她 不 刚才你一直在看着她 你知道吗 当我看到我心爱的女人 我未来的妻子 如此关心一个别的男士 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能懂吗 我对大壮只是普通的关心 她为什么总是误会我呢 今天换成任何一个人救了我 我也会一样关心呢 不过 她会这样想 我也理解 自从发生地宫事件后 我一直疏远她 现在听她这么说 我心里也很愧疚 毕竟 她才是我的未婚夫 我却总是冷落她 拒绝她 她这么不高兴 也是正常的 对不起啊 倩车 是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可是你放心 我和大壮什么都没有 我一点也不喜欢她 别吃她的醋了 行吗 见云肉月向自己道歉 龙倩车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她一把将云若月拥入怀中 难受地说道 若月 其实我知道 你是不会喜欢上大壮这种人的 她根本配不上你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看到你和她互动 我都好害怕 害怕她把你抢走 我明明知道这没可能 可我就是心慌 难受 害怕 倩车 你放心 我和大壮只是普通朋友 不 我们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 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只是她今天救了我 我当然要知恩图报 要关心她照顾她 你放心 我是你的妻子 我永远是你的人 谁也抢不走 好吗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从小就是要嫁给你的 我不嫁给你 又嫁给谁呢 难道若月 是因为从小要嫁给我的这个使命 才活在一起的 那她爱我吗 她愿意嫁给我 难道不是因为爱 而是因为她的使命 若月 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问你 你说 你爱我吗 果然是这个问题 按道理来说 我应该说 我爱她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闷闷的 不愿意说爱她 我为什么会这样 她明明是我的恋人 我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她 甚至很排斥她的靠近 更不想嫁给她 到底是怎么了 我很想给她一个让她满意的答案 可是却开不了口 签车 我 公子圣女 原来你们在这里 太好了 有佩儿打场 我就不用回答龙签车的问题 佩儿 你刚才去哪里了 果然是这样 她果然一点也不喜欢我 哪怕有一丁点的喜欢 她也不会是这种反应 我真是傻 明明在问之前 就能料到答案 却还要问 如果她真的爱我 也根本不需要我来问她 看来大巫师的咒术 也没那么厉害 她可以改变云若月的记忆 却始终无法让她真的爱上我 圣女 我看黑牛他们不会做菜 还饿着大壮哥 所以刚才帮大壮哥炖了一点肉 这样我就放心了 要是大壮的腿好不了 我会自作一辈子的 公子 你和圣女刚才在聊什么呀 这么开心 为什么 若月 菜都凉了 我们先吃饭吧 嗯 好 走吧 既然我答应了要陪她吃晚饭 就不会再拒绝她 我能感觉到 她的心里已经很难受了 我不想再伤害她了 东乡房里 白鹰落一直站在窗前 紧张地望着窗外 想到 想必这个时候那人已经得手了 云若月这个贱人已经被杀了吧 一想到龙青车痛是爱人 痛彻心扉的样子 我就觉得很解气 让她拒绝 让她娶这个国外来的相伴了 这就是她不要我的下场 抓刺客 快 别让她跑了 难道那人被树尉发现了 那她到底有没有得手啊 鹰落小姐 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从院墙上 迅速地闪进了白鹰落的窗边 白鹰落一看 这人正是国师府的侍卫长龙坤 龙坤 怎么样 你有没有杀掉云若月 没有 半路杀出一个程咬进坏了我的好事 先别说这个了 现在龙三正带着人在搜查我 我得赶紧进来避一避 龙坤说着 身子清零的一闪 立刻从窗户处跳进了白鹰落的房间里 白鹰落见状赶紧将窗户关上 她一转身就看到龙坤坐在椅子上 一脸痛苦地捂着胸口 于是她忙说道 龙坤 你受伤了 没想到龙坤武功这么高强 居然都会受伤 龙坤 你吐血了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 我刚才本来要得手了 谁知道竹林里突然窜出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工人 这工人竟然会武功 而且还是个高手 我一时大意 不小心挨了她一掌 高手 怎么可能 一个工人而已 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武功 我也不知道 而且她还拄着两根拐杖 好像是一个伤了腿的残疾人 残疾人 龙坤可是国师府里武功最高强的侍卫 没想到居然被一个残疾人打败了 可想而知 那残疾人的武功有多高强 对 我本来跟踪好圣女 想将她一击毙命 可没想到 这个残疾人突然出现在那里 真是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 看来 这个残疾人不容小觑 哪有江湖高手来当工人 我们得查查她的来历 看看她究竟是谁 嗯 也许是因为她落了残疾 无处谋生 所以才会来当工人 总之等明天过后 我会去查她的 对不起 英洛小姐 我答应过要替你杀了云洛岳出气的 没想到却失败了 是我没用 连一个残疾人都打不过 龙坤的确很明 以前大家都说 龙坤是国师府里最优秀 最厉害的侍卫 而且一直很喜欢我 崇拜我 我才找他刺杀云若月 现在看来 他也不过如此 但龙坤再怎么样 也还有利用价值 没关系的 龙坤大哥 你有这份心意 我已经很知足了 现在他们在四处找你 你快回房去吧 有什么事 我们明天再说 我可不想把龙坤留在这 免得被人搜查了 好 那我先回去了 英洛 我明天再来看你 嗯 你快去吧 别让人发现了 咱们来日方长 好 太好了 我暗恋了多年的女神 终于肯正眼看我了 也不枉我为她办这件事 只要我继续替她办事 她一定会喜欢上我的 到时候 我就能抱得美人归了 想到这里 龙坤朝白鹰落头去 一个爱慕的眼神后 立刻翻出窗外 消失在夜色中 看着龙坤的背影 白鹰落嫌恶地翻了个白眼 我可不会喜欢龙坤这样的吓得 要不是为了利用她 我连话都不想和她说 没想到云若月的命这么大 这样都没杀掉她 看来 我得另想办法 一定要毁了她为止 飞鸿阁里 龙坤澈和云若月用过晚饭后 龙三就领着人迅速走了过来 公子 抱歉 我们没有抓到刺客 让他跑了 什么 让他跑了 一个小小的刺客 竟然让他跑了 是的 那刺客好像很熟悉 国师府的地形 他一跑到后眼就消失了 我们怎么也找不到 熟悉地形 难道是国师府的内贼 不一定 那凶手要行刺 必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他肯定有国师府的地图 才会畅通无阻 不管是谁 敢行刺圣女 都是死路一条 龙三 你带人继续去搜 一定要把他给揪出来 要是让我揪到这个人 一定将他错骨扬晦 让他生不如死 是 属下领命 青春 我感觉这个黑衣人 只是颗棋子 并不是幕后之人 他背后一定有主谋 你说 这主谋会是谁 不知道 也许只有抓到了这个黑衣人 才能解惑 陆月 你放心 我会继续派人追查 不管是这个黑衣人 还是幕后黑手 他们敢伤害你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好 我也希望能快点抓住主谋 这样 我才安心 第二天中午 云若月吃过午饭后 带着佩儿前去看望楚玄辰 他俩一走进小院里 墨竹和柳如烟 就兴奋地走了过来 圣女 佩儿 你们来了 张竹大哥 圣女为了感谢大壮哥昨夜相救 特地为他炖了鸡汤补身子 这是圣女亲自炖的 当然了 如果不是圣女亲自炖的 怎么能体现她的心意呢 太好了 圣女对大壮哥这么好 要让大壮哥知道的话 还一定会高兴地疯掉的 岂止会疯掉啊 就是让大壮哥为圣女上天入地 赴汤蹈火 他都在所不惜 那是 这一般人可尝不到圣女的手艺 圣女 能不能麻烦你拿着鸡汤去看大壮哥呀 佩儿姑娘 上次我吃了你做的炖牛肉以后 感动的热烈盈眶 也不能卖 听说你还会做其他菜 你能不能再让我的未来感受一下 啊 这 可是我很想见大壮哥 佩儿 大壮哥上次都夸你了 说你做的菜特别好吃 难道你不想再做给他吃吗 我当然想了 那好吧 我先和你们去做菜 等做好了我再去看大壮哥 好 那快走吧 这两个家伙 怎么每次都喜欢叫做佩儿 他们不会是都喜欢上佩儿了吧 一定是这样的 不然他们不会每次都黏着佩儿不放 大壮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老生你费心 大壮 我又没有得罪你 你怎么总是对我这副态度 抱歉 我又不是你未婚夫 难道你还要我来哄你 我可没这么想 我也不需要谁来哄我 但是你也没必要那么冷漠吧 我这人就是这样 圣女如果受不了 大可以找你的未婚夫去 你 大壮 你也太过分了 这样你就生气了 受不了了 那我呢 我每天看着你们在那里秀恩爱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牵扯是我的恋人 我们怎么样都天经地义 你是什么感受与我无关 要不是你昨晚救了我 我才不会来受你的气 既然你不怜我的情 那我也没必要留在这里自讨没趣 我走就是 大壮 你到底怎么了 怎么咳嗽得这么严重 你怎么没走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走 你是因为我才这样的 我怎么能因为你说两句气话 就置你于不顾呢 你看你 穿得好单薄 又咳得这么严重 你该不会是感染风寒了吧 好像是 从昨夜开始 我就觉得浑身发了 头有些晕 今天一早 就开始咳嗽了 那你发烧了吗 云若月说着 赶紧伸手去摸楚玄成的额头 他的小手一伸过来 楚玄成便病在了那里 痴痴地看着他 他竟然这么关心我 我正后悔刚才冷落的 我刚才是怎么了 是吃醋到发神经了吗 这一切明明不管 月儿的事 他也是受害者 我怎么会这样对的 还好 你没有发烧 应该只是感染了风寒 这样 我让佩儿去叫刘大夫 让刘大夫给你配点药 算了 只是感染一点风寒而已 没有大碍 不用麻烦刘大夫了 不行 你咳嗽得这么严重 怎么能不管呢 以前我感染风寒的时候 他都说不用管他 他自己就会好 所以不用担心 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你身体好 但是现在天气这么冷 你的腿又受了伤 要是不好好治疗的话 我怕病情会恶化 我先叫佩儿 给你炖一道 穿背雪梨来 看能不能止住咳嗽 如果实在不行 再去叫刘大夫 好 多谢 那你在这里等我 我先去找佩儿 云若月说完 便走出房间来到了厨房 此时佩儿正在切菜 墨竹和柳如烟正站在他旁边 一脸求叫地望着他 云若月见状 忙走进去问道 佩儿 你现在有空吗 有空啊 少女 怎么了 大壮犯了风寒 咳嗽得很严重 你不是会炖川沛雪梨吗 能不能给他炖一道雪梨汤 看能不能止咳 什么 大壮哥犯风寒了 那真是可怜 今天早晨 我就听大壮哥咳嗽了几声 还以为他不严重 没想到 你就这么严重了 哎呀 这风寒 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 也是会要人命的 我们得赶紧给大壮 炖川沛雪梨 好 我最拿手的就是这个了 少女 我马上就给大壮哥炖汤 你快回去照顾他吧 好 那辛苦你们了 云若月说完 赶紧走出厨房 回到楚玄辰的房间 一进门他就看到 楚玄辰仍在咳嗽 大壮 你穿得也太单薄了 来 把外套披上 说着 云若月走到架子前 把楚玄辰的外套拿过来 给他披到身上 云若月的这一番举动 温热了楚玄辰的心 他满脸爱意地看着云若月 看得失了身 见楚玄辰一直盯着自己看 云若月赶紧转移话题 大壮 你昨晚怎么会感染风寒 是不是没盖好被子 我昨晚一直睡不着 所以在这里靠了一下 什么 难道说 你昨晚一直没有睡觉 在这里靠了一晚上 这大壮是怎么了 怎么会睡不着觉 你居然一晚上都在这里靠着 怪不得你会感染风寒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好好休息呢 我睡不着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伤口很疼 疼得你睡不着 我想家了 你想家了 是的 我想我的父亲 母亲 还有我的祖父和祖母 那等你腿康复之后 就赶紧回去见他们吧 他们已经过世了 什么 他们 全都过世了 没想到他的亲人 竟然全都过世了 抱歉啊 我不知道你的亲人已经 没事 我虽然失去了他们 但是我还有张姐 还有娘子 还有南风和星儿 有他们陪着我 我一点也不孤单 他的娘子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会把我认成 他的娘子 我绝不相信自己是 他的娘子 但他却一直这么说 难道 他的娘子也出事了 因为我长得很像 他的娘子 所以他才会对我产生异想 老鼠 有老鼠 老鼠在哪里 就 就在你的床底下 好可怕啊 云若月旋着双腿 抱紧楚旋辰 浑身颤抖地 指着他的床底 一张脸 已经吓得花容失色 感觉到云若月在颤抖 楚旋辰有些失笑地 摇了摇头 这个月儿 居然还怕老鼠 你别害怕 你这么大 老鼠那么小 应该是他怕你才对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他怕我 明明说我怕他好吗 会啊大众 你快想办法 把那只老鼠抓走 快啊 我倒是想抓 但是 你看我的腿 我怎么抓呀 你不是会什么犀鸟大法吗 上次你就徒手 吸了那只喜鹊 我相信 你也能徒手吸老鼠的 什么犀鸟大法 听着怪怪的 那是内力好吗 不过 说不定他还真的就在我床底下 在那里守株呆兔 等你下去 他咬你一口 什么 你这个变态 你能不能不要吓我 我想办法把他弄走啊 这一下 云若月将楚玄辰抱得更紧了 两条小腿也打着颤 不敢下床 楚玄辰很享受这软鱼温香 一时半会儿都不想放他下去 便说道 我可不是吓你啊 这么久都没看到那只老鼠出来 他肯定还握在我床底下 就等着吓你一跳 你 姓楚的 我算是知道了 你故意说来吓我的对不对 云若月愤怒地指着楚玄辰 指完后他才发现 自己居然紧紧地抱着楚玄辰的腰身 于是他再次尖叫一声 一把松开楚玄辰 迅速地跳到了床下 但因为他怕地上的老鼠 所以又赶紧跳上了一条凳子 这时 云若月才稍稍安定了一点 他抬头一看 就对上了楚玄辰那灼热的目光 想到自己刚才扑在他怀里的举动 云若月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天哪 我没脸见人了 我竟然会扑到大壮的怀里 而且还紧紧地抱着他 我怎么会做出如此轻浮的举动来 月儿 你怎么下去了 难道你不怕老鼠 比起老鼠 你更可怕 这家伙 明明知道我在他怀里 还一个劲地吓我 他分明就是故意的 说完 云若月赶紧往床底下一扫 发现那只老鼠早不见了 这才惊魂未定地拍了拍胸脯 楚玄辰侧了侧头 果然没有看到那只老鼠 便说道 怎么 老鼠跑了 老鼠还在 只不过是只伤了腿的大老鼠 那个 月儿 你能帮我把张竹叫进来吗 叫他做什么呀 他正在做饭呢 我想让他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你说我也可以帮你 这 这 这种事情 你怎么帮我呀 大壮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 你还是大男人吗 你要做什么事情直说 我帮你不行吗 我 我想小姐 我需要人扶我去茅房 什么 你 你怎么不早说 我去给你叫张竹鸡来 这种事情我可帮不了他 你们明明都已经是夫妻了 怎么还这么难为情 大概 这就是面对喜欢的人的样子吧 只有在喜欢的人面前 才会不好意思 这一次 有云若月和莫竹他们的监督 楚玄辰硬是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几天躺下来后 他的伤口恢复了不少 虽然他还不能自己行走 还需要拐杖 但比起之前来说 要好太多了 这几天 云若月和佩尔每天都来照顾他 他心情一好 伤口就好得快 连风寒都很快就好了 这一下 云若月也放下心来 不过在楚玄辰的腿 没有完全康复之前 他还是不能松懈 还是要每天盯着楚玄辰 不让楚玄辰乱动乱跑 生怕楚玄辰的伤口又撕裂了 他要还楚玄辰一条好腿 才会心无负担 云若月每天去看楚玄辰 楚玄辰倒是很高兴 不过 有一个人的脸都快黑成锅底了 这个人 就是龙千彻 看到月儿每天 都去换心大壮 偏偏自己还不能阻止 否则一不小心 就会露个小气的嫌疑 我都快郁闷的要出内伤了 这一天 龙千彻终于忍不住 也来到了楚玄辰住的小院 才走到小院门口 他就看到楚玄辰正 拄着一根拐杖 在练习走路 云若月站在楚玄辰的旁边 耐心的看着他 大壮 加油 对 就这样走 多活动活动 有利于你的腿恢复 好 不过你要一直帮我打气 有你在 我的腿才能好得更快 我这几天 不都在帮你打气吗 你继续练习 我就在这里看着你 他怎么能这么作用大壮 公子 你来了 秦冲 你怎么来了 难道我不该来吗 云若 我来看看你们 看看大壮的腿 恢复得如何了 他恢复得很好 可能过几天就能走路了 这个讨厌的人又来干什么 又想来故意秀恩爱 月儿 你冷吗 你别说 还真有点冷 来 我给你披上我的皮肤 谢谢你啊 秦冲 没事 圣女是我的 你这个大老挫 可别消想 月儿只能是我的 岂有你这个小三沾染 卓月 你看你的手好冰啊 我帮你暖暖 既然这个大老挫 想若月天天来陪她 那我也来 我要和若月天天秀恩爱 气死她 楚玄成看到这一幕 火气蹭蹭蹭地往上暴涨 忽然他坏笑地勾起嘴角 脑海里多了一个主意 这时 云若月有些僵硬地咬了咬自己的唇 他不习惯将自己的手 放在龙千车手里 这对他来说太难为情了 正当他十分无奈 准备找个借口把手拿出来时 忽然听到了咚的一声 他吓得赶紧转头一看 就看到楚玄成已经摔到了地上 扔在那里可怜的身影着 好痛啊 大庄 我的腿 好疼 好疼啊 大庄 你怎么摔倒了 你摔到哪里了 我的腰也好疼 是不是快摔断了 什么 不会吧 天哪 你的腿还没好 腰就要断了 我不知道断没断 快 快帮我摸一下 看断了没有 好 你别担心啊 大庄 好像没断啊 没断啊 太好了 圣女 麻烦你扶我起来一下 好 你撑住啊 不行 圣女 我感觉我的腰还是很疼 麻烦你扶我进去 擦点腰油好不好 好 我扶你 来 你慢慢走 若玉 你力气小 我来扶她吧 我不要 大祭司 你手劲那么强 我才不要你扶呢 我怕你弄疼我 是啊 天撑 就快到了 还是我扶吧 大庄 你怎么了 是不是伤口又撕裂了呀 没有 你不用担心 我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 王爷又在搞什么呀 难不成 又在王妃面前装可怜 真的好腹黑呀 这时 云若月已经把楚玄臣扶到椅子上坐下 楚玄臣坐下后 一脸歉意地看着云若月说道 谢谢你啊 圣女 你对我可真好 都怪我这条腿没用 走个路都能摔倒 她就是一条废腿 我不要她算了 不要啊大壮 不就是摔了一下没事的 你不要自责 是我的腿一直不好 每天都要辛苦你来照顾我 真的觉得很过意不去 大壮 你不要这么说 你也是因为救我才这样的 要不是你 我早就没命了 所以你不要自责 只要好好休养 你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 真的吗 可是我好害怕 害怕我的腿永远也好不了 我怕 我永远都是一个废人了 大壮 对不起 都是我害的 要不是我 你也不会这样 不 圣女 我不怪你 为你做任何事情我都心甘情愿 哪怕 哪怕要为你上刀山下红海 我都毫不犹豫 抱歉 若月不需要你为她做这些 若月 简单没事 我们就走吧 哎 好 圣女 不行 我这腰还是疼 你就要走了吗 我没走 千车 要不等大壮好一点再走吧 好吧 我要是这个时候带若月走 她一定会生气的 这个大壮真是心机深沉 跪在若月面前装可怜 我就不信她有多疼 圣女 上次你亲自给我炖的鸡汤很好喝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炖一次啊 这家伙 整天在我面前秀恩爱 她吃过月儿亲自炖的鸡汤吗 哼 你喜欢喝我炖的鸡汤 没问题啊 等一下我就回去炖 炖好了再叫佩儿给你送来就是 真的吗 谢谢圣女 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没事 我只是棘手之劳而已 你别放在心上 若月 你跟我出来 我有话要和你说 怎么了 千车 难道千车又吃醋了 大壮 你叫张竹进来给你涂点爹打药 我先走了 等一下叫佩儿给你送鸡汤来 好 谢谢 辛苦你了 没事 太好了 这下龙千车一定会跟月儿吵架 他们吵得越凶越好 这样才能离间她 想抢走我的月儿 永远也不可能 王爷这招高啊 挑拨离间 演技高潮 硬是把一对看似甜蜜的小情人 给挑拨得离了心 于若月走出楚玄臣的小院后 便看到龙千车站在院门口等她 于是她忙走过去 说道 千车 你是不是又吃大壮的醋了 我来关心她 是希望她的腿赶紧好 这样我就没有心里包袱了 我知道 若月 我不怪你 只是感觉这个大壮是故意的 她故意在面前装可怜 还故意说那些话来气我 她分明就是不安好心 怎么可能呢 她应该只是受了伤 心里有些脆弱 又特别想家 才会像小孩子似的有点依赖人 你不要和她计较了好不好 我也不想和她计较 可她明明就是个下人 你为什么那么关心她 这几天 你每天都在这里 你知道我有多心痛 多难过吗 我在这里只是为了照顾她 真的没有其他想法 可是这里有那么多人 你为什么唯独对大壮例外 因为她救了我呀 我当然不能不管她 再说她独自在外漂泊 孤苦伶仃的 而且她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过世了 她的身世真的很可怜 我害怕她的腿好不了了 这样对她来说又是一个打击 所以才想多来看看她 她可怜 那我就不可怜吗 我也没有祖父母 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就算我有父亲 也和没有没什么良样 她根本就不关心我 只关心她的塔业 而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你心里也没有我 你心里只有那个大壮 贤测 你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 你虽然是我的未婚妻 但是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你根本不爱我 对吗 我 我知道答案了 你不用说 你对我根本没感觉 我逼你也没用 我让龙亲送你回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这大壮孤独 可怜 我也很孤独 很可怜的好吗 我只是看着光鲜 其实我拥有的爱 还不如大壮多 我也很需要被爱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这样 云若月与龙亲彻不欢而散 龙亲彻不喜欢云若月去看望楚宣臣 所以这几天 她都没有再去看楚宣臣 只是派佩儿去照顾她 希望她能早点康复 这一天 云若月正坐在桌前练字 佩儿提着汤钟走了进来 圣女 我回来了 怎么样 这鲫鱼汤 大壮她喝了吗 我没见到大壮哥 张竹说大壮哥不想喝 就把鱼汤还给我了 为什么 难道是这鱼汤不好喝 可是我刚才尝过了 明明很鲜美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张竹说 大壮就是不想喝 以前我给大壮送东西去时 她知道是圣女做的 就会很开心 可今天她却不吃 真是奇怪 那她的腿好了吗 我听张竹说还没好 走路还是一拳一拐的 很可怜 大壮的腿怎么还没好 按理说 这么多天过去了 她应该康复了才是 要是她一直不好 我心里会很不安的 这样可不行 佩儿 带上鱼汤 咱们再去一次 我去找大壮问问 看她到底怎么了 好 说完 云若月便带着佩儿 出了轻影院 静止朝楚玄臣的小院子走去 墨竹一看到云若月 就激动地迎了上来 说道 圣女 你来看大壮了 都这么久了 我来看看 大壮的腿好了没有 大壮哥正在里面休息呢 你进去吧 好 屋子里的楚玄臣听到云若月的声音后 激动地差点跑出去 可一想到她的腿 楚玄臣就立即可怜地坐在那里 摆出一副生无可恋的神情来 在她期待的眼神中 云若月带着佩儿走了进来 楚玄臣见状立即收回目光 眯起眼睛 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 云若月一走进来 就看到楚玄臣瘫倒在椅子上 一副病重的模样 她连忙问道 大壮 你怎么了 怎么脸色这么差 圣女 你来了 我这几天 又犯风寒 所以 这还是刚才那个声音洪亮 中气十足的王爷嘛 真是个戏精 大壮 你又犯风寒了 你真是可怜 佩儿 快去叫刘大夫来给大壮看看 不用了 叫大夫没用的 之前张柱已经替我请过刘大夫了 我也喝了刘大夫的药 但却一直没有好转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什么 你吃了药都没好 我才几天没来 你的病情竟然这么严重 是啊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变成这样 以前我的身体没这么差的 你病得这么严重 怎么不让佩儿告诉我 我 我那还不是不想让你担心吗 怕你有心理负担 说着 楚旋臣转了转眼珠 实际上 装病这一招 是他临时想出来的 所以之前才没有告诉佩儿 至于为什么不见佩儿 不喝那鲫鱼汤 楚旋臣当然是故意的 只有这样 才会让云露越好奇 才能把他引来 让他亲自来关心自己 这时墨主走了进来 说道 圣女 大壮这几天都很虚弱 连带着他的腿也好不了了 可是之前你来看他的时候 他却生龙活虎 气色很好 我猜想 是不是你这几天没来看他 没有圣女光辉的沐浴 他才会生重病啊 不会吧 圣女的光辉 我有这么神奇吗 肯定是的 之前圣女来看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这腿也好得快 后面圣女不来了 我就感觉体内那股力量消失了 所以才会生病 这 不太可能吧 真的 就是这样的 圣女 你的鼓励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一定要经常来看我 我的腿才会好 那好吧 我再多来看你几天 看你会不会好转 太好了 圣女你真好 怪不得百姓们那么崇拜你 当然了 我们圣女可是雪月国的信仰 是神灵的化身 行了 你们别吹了 佩儿 赶紧把鲸鱼汤拿来 看大壮喝不喝得下 喝得下 有圣女在 我什么都吃得下 那好吧 你快喝 可是 我的手好软 没有力气 圣女 你能不能喂我喝 什么 你要我喂你喝 这家伙 脸皮也太厚了吧 我也不想辛苦圣女 但是圣女你是神的化身吗 你亲自喂我 就有了神灵的力量加持 这样我就会充满力量 身体也康复得更快 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圣女 你看你一来 大壮跟他气色就好多了 他能如此清醒 都是拜你所赐 不 都是因为有你在 不行 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佩儿 你来喂他 让我喂大壮喝汤 这成什么了 我们又不是恋人 再说 大壮又不是病得不能动他 又不是没有其他人照顾 他根本就是找借口占我的便宜 我才不会上当 好啊 大壮哥 来 我喂你 佩儿 不要你喂 你喂的话没用的 圣女 还是你喂大壮哥吧 你喂的话才有用 因为你是圣女啊 看他咳得这么厉害 不像是眼 那好吧 我试试 大壮你别咳了 来 我喂你 谢谢圣女 不会吧 圣女竟然真的这么有用 他一喂大壮哥 大壮哥就不咳嗽了 圣女这效果 怎么比大夫还强啊 云如月虽然很不想喂楚玄辰 但看他这副可怜的样子 也不忍心拒绝他 只好无奈地喂了起来 不一会儿云如月就为他喝了两碗鱼汤 喝完后楚玄辰拿帕子擦了擦嘴 一眼心满意足的样子 圣女 你对我真好 好了 你喝完了的话 那我们就走了 那你明天还来看我吗 嗯 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佩儿 我们走 刚才一直缩着身子 我这胃好酸呢 大壮哥 你明明没生病 腿早就康复了 居然又在圣女面前装可怜 你看你这龙惊虎猛的样子 哪里像是生病了呀 小声点 你别让人听见了 哎呀你怕什么 这里都是我们自己人 圣女早就走了 不过你刚才装得还挺像的 我还以为你真的生病了 那是 我要是不装得逼真一点 怎么能获得月儿的同情 大壮哥 是佩儿 你快躺下 别让他们怀疑 好好好 佩儿 圣女 你们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哎 我们忘记拿汤中了 没有汤中 下次怎么给你盛汤来呢 佩儿 外面正好有厨房 你去把汤中洗干净再拿走吧 是 张竹大哥 你跟我一起去吧 啊 好 我们一起去 走 大壮 你现在还难受吗 我还有点难受 不过 这风寒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好的 要是圣女多来看看我的话 我就会好得快些 你说的也是 你放心 从明天开始 我一定每天都来看你 大壮 你腿上的伤口怎么样了 有没有好转的迹象 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这几天你不在 我这腿都不能动他了 就好像失去了知觉一样 什么 你的腿之前还能活动活动 现在连活动都不行了 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现在没有知觉 我根本就走不了路 再加上反风寒 我感觉整个人都快要没命了 我真可怜 怎么有股黑烟飘进来了 糟了 着火了 大壮哥的房子着火了 什么 着火了 月儿 月儿快走 楚宣臣听到这话 一把弹跳起身 拉起云若月就往外跑 他的腿脚十分灵活 跑得比兔子还快 云若月盯着他的背影 眼中怒火阵阵 恨不得将他烧个干净 当楚宣臣把云若月拉到门外时 他突然看到 门口只有一个冒着黑烟的小火堆 他的房间根本没有着火 看着那个小火堆 楚宣臣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 这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大壮 我倒要问你 月儿 月儿 那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真的 臭大壮 你的腿明明早就好了 你也没有感染风寒 你竟然敢骗我 你这个骗子 就是 大壮哥 圣女对您那么好 你怎么能欺骗他 要不是我点燃这堆柴假装着火 你还要骗我们到什么时候 佩儿 这火是你点的 对了 张主呢 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这个死磨猪 他去哪儿了 怎么不阻止佩儿 哼 他被我锁在厨房里了 救命啊 大壮哥 我被锁在里面了 你快救我出去啊 圣女 佩儿 刚才我和张主的对话 不会被你们给听见了吧 正是 我们回来拿汤钟的时候 就听到你俩的对话了 哎呀 原来我早已被月儿给识破了 刚才居然还在那里装可怜 想想都丢人 真是老天有眼 要不是佩儿把汤钟忘在这里 我们还不知道原来你就是个大骗子 你敢骗我 你去死吧 臭大壮 又又说着 抄起地上的扫把 就朝楚玄臣打了过去 楚玄臣一边躲一边说道 圣女饶命 我没有骗你 真的 你把我们骗得团团转了 还敢说没有骗我 你这个混蛋 到底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之前一直没好 可是你来了 给了我力量 所以我这腿和风痕一下就好了 真的很神奇的 是啊 我也觉得好神奇呢 臭大壮 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 看我不打死你 云若月懒得听楚玄臣狡辩 他拿起扫把就朝楚玄臣的身上打了下去 楚玄臣吓得赶紧抱头鼠窜 这一下两人一个追一个逃 把院子里闹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 最后楚玄臣实在跑不动了 他忙朝云若月白手 说道 圣女 我的腿还没有完全康复 你别追了 你再追下去 他又受伤怎么办 大壮 你跑啊 有种自跑 别 我不跑了 我真的跑不动了 你的腿不是不能动弹 失去知觉了吗 怎么刚才着火的时候 你跑得比痛才快 圣女 抱歉 我也不想骗你 谁叫你这么多天都不来看我的 我只好出此下策了 够了 我不想听你狡辩 你这人嘴里没有一句真话 我告诉你大壮 从现在起 你在我心里已经没有信誉了 就是个骗子 满口谎话的大骗子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佩儿 我们走 楚旋臣还想说什么 云柔月已经生气地离开了 他只得一脸懊恼地站在那里 这时 墨竹终于踹开了厨房的门 迅速地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处在那里的楚旋臣时 忙安慰他 主子 你别难过了 谁叫你在少女面前装可怜啊 这些好了吧 不会再相信你了 他要是肯来看我 我也不会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 谁叫月儿总是不肯相信我 这下完了 完了 什么都完了 云柔月跑出楚旋臣的小月儿后 一口气跑回了清影院 回到西乡房后 他气得双手还凶 眉毛冷淑 这个大壮也太过分了 居然敢欺骗我 看来 他就是个谎话精 这么说来 他之前对我说的那些什么 楚国 娘子 孩子什么的 全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 我真庆幸 庆幸自己之前没有相信他 否则就被他给骗了 圣女 你别生气了 来 先喝一口茶 消消气 这个大壮 真是可恶 他的腿明明好了 竟然还装瘸子 更可恨的是 他明明没有生病 还要装重病 还要我为他喝鱼汤 真是气死我了 瘦女 其实大壮哥也怪可怜的 他也是因为你不去看他 才想出这种办法 要是这几天你愿意去看他 他也不会这样 你还替他说话 佩尔 你到底是大壮的人 还是我的人 我当然是瘦女的人 不过 大壮哥虽然说了谎 但之前的确救了我们 也是因为我们才受了重伤 所以瘦女 这次你就原谅他好不好 不要 我生平最痛恨骗子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原谅他 这人根本就是个骗子 因一些谎话来接近我 就是为了占我的便宜 怎么能不生气 瘦女现在是在气头上 才会生大壮的气 等瘦女的气消了 他一定会原谅大壮的 瘦女 公子来了 公子来了 千万不能让龙千澈 知道大壮骗我的事 要是让他知道的话 他肯定会找大壮麻烦的 这时龙千澈已经走了进来 他看向云若月 神色有些尴尬 毕竟他们在上次吵过架之后 就没有再见面了 其实他早就想来找云若月了 只是一直拉不下脸来 今天他终于忍不住 决定主动来找云若月 希望能与云若月和好 看到龙千澈走进来 云若月也有些不自在 他忙到 佩儿 你快去稽茶 是 圣女 你和公子慢慢谈 佩儿说完 给龙七使了个颜色 两人知趣地退了出去 两人走后 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更低沉 为了缓解这种沉闷 云若月指着一张椅子说道 请坐 谢谢 若月 上次的事很抱歉 也不知道若月会不会原谅我 没事 已经过去了 若月 其实我知道你和大壮没什么 你也不喜欢他 上次是我胡思乱想 才会误会你 其实这几天呢 我早就想来找你了 只是一直没有勇气 我知道 你肯相信我就好 你放心 现在大壮的腿已经康复了 我不会再去看他了 真的 真的 他的腿好了 我就放心了 而且 你才是我未来的夫君 我不应该再让你难过 让你误会 让你伤心 其实这几天 我也想去找他 只是始终没有勇气 我注定是要嫁给他的 这就是我的使命 既然我们未来一定是夫妻 那我就不会再让他难过 也不会再抗拒这桩婚事了 我已经决定 等婚房修好后 就和他成亲 和他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会再胡思乱想 若玥 你真的把我当成 你未来的夫君吗 你真的心甘情愿要嫁给我 当然 我是心甘情愿的 太好了 若玥 我爱你 我虽然愿意嫁给他 但并不想被他亲吻 我的内心依然很抗拒这种事 可是他就快稳过来了 我该怎么办呢 不行 我得想办法避开他 我这样问他 他就应该打本体 对不起啊 前车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鼻子好痒 我没事 若玥 你怎么了 不会是感冒了吧 没有 你放心 我就是鼻子有些痒 可能是变天所致 你不用担心 天哪 刚才信号我反应快才躲过了这个吻 要不然我就完了 不是 难道以后我都要这样吗 要是两人真成了夫妻 我该怎么办呢 圣女 茶来了 工资渴了 快端进来吧 是 她仿佛在庆幸 没有被我吻上的这件事 刚才来之前 我就对自己说过 哪怕若玥不喜欢我 但只要她愿意嫁给我 这就是姓氏 我知道她不爱我 所以现在 不会再强迫她 更不会再去问那种 会让她为难的问题 这种幸福本来就是偷来的 我能拥有 已经不错了 哪里有敢期待其他的 就这样 龙千澈终于和云如月和好了 她那颗郁闷的心 也舒缓了不少 深夜 天色黑沉沉的 四周十分安静 只有窗外的风在沙沙作响 东乡房里 白鹰落正坐在镜子前 取头上的拆环 小雨神秘兮兮地走了进来说道 小姐 龙侍卫长在外面 还有事情要求见你 龙坤 叫他进来吧 是 记住 小心点 别让人看到他 奴婢知道 不知道龙坤深夜来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 小姐 龙侍卫长来了 小雨 你先退下去吧 是 小姐 我查到了圣女的一些事情 你一定喜欢听 什么事啊 龙坤大哥 欢迎收听百度热搜榜第一爆款穿越剧 神医独飞 不好惹 奇猫中文网出品 南硕有声制作 作者 姑苏小七 龙坤往白鹰落身上一扫 发现他只穿了一件雪白的礼衣 一头乌黑的长发披了下来 很明显是要救寝的样子 看到白鹰落这副模样 他的身体立即紧绷了起来 龙坤强忍住内心的欲望 说道 之前我去刺杀圣女时 不是有个残疾人救了他吗 这几天 我都在监视那个残疾人 原来他叫大壮 他根本不是残疾 只是一条腿受了伤 大壮 什么阿猫阿狗的名字 真是难听 这个大壮不仅名字难听 还长得很丑 长得很丑 我真想知道 他到底有多丑 这个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看着拉里拉他的 而且他就是一个低贱的工人 也不知道他那身功夫 是从哪里学来的 最重要的是 他居然对圣女有意思 什么 这个丑八怪居然敢喜欢云若月 是谁给他的勇气 通过我这几天的观察 的确如此 这大壮明明是个工人 却没有自知之明 经常纠缠圣女 因为他救圣女的事 圣女不得不关心他 天天顿堂去看他 那现在呢 他们怎么样了 大壮的腿康复之后 圣女就没再去看过他了 想来像圣女这样的人 又怎么会看上一个下人 这大壮的腿一好 圣女当然不会再理他了 所以大壮这几天 都没有机会再纠缠圣女 听你这么一说 这个大壮的脸皮还挺厚的 这样 龙宽大哥 你想办法接近这个大壮 收买他 再引他去西厢房 让他把圣女给 说到最后 白英落投给龙坤 一个暗示性的眼神 龙坤一眼并看懂 白英落是想叫他 收买大壮 毁了圣女的清白 于是他立即说道 没问题 英落小姐的吩咐 龙坤一定照办 这大壮如此喜欢圣女 只要给他个机会 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上次大壮竟敢坏我们的好事 这次就将他俩一网打尽 要是让公子知道 圣女被一个下人给玷污了 你说他还会要他吗 肯定不会 公子嫌弃他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再要他 小姐 你身上好香啊 是什么味道 龙坤大哥 我这不就是香粉的味道 难道你以前没闻过 闻过 但是没有闻过这么香的 小姐 你又香又美 就像天心下凡似的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你 那你呢 你喜欢我吗 当然了 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 是国师府最爱你的人 为你做任何事情 我都心甘情愿 绝无二话 小姐 天气转凉了 你一个人睡觉 会不会太冷 要不要 我帮你暖和暖和 龙坤大哥 你不要着急嘛 现在这里不太方便 等咱们事成之后 好好找个日子 再找个没人的地方 到时候 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是小姐 我只能好喜欢你 我现在就想要你 我快憋不住了 龙坤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小雨和何香 在外面 要让他们知道的话 你让我以后 还有何面目见人 我不如直接死了算了 对不起小姐 是我太着急 是我没考虑清楚 我不逼你了 我慢慢等你 好吗 真的 当然 你可是我的心甘宝贝 我怎么能让你伤心呢 你放心 我会赶紧完成任务 等到完成任务的那一天 我再来找你 嗯 陈仙在外面没人 你快走吧 好 那你等我的好消息 龙坤说完 恋恋不舍地看了白鹰鹿一眼 才从窗口跳了出去 消失在夜色中 看着他远去的身影 白鹰鹿弦恶地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衣服 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 哼 真恶心 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他想得美 这一天 楚旋臣下宫后 赶紧来到清云院的门口 想要见云肉院 结果他才走到门口 就被两名侍卫给拦住了 站住 圣女说了 他不想再见你 你怎么又来了 圣女不想见我 这是圣女亲口对你们说的 这是佩尔说的 佩尔的话 就是圣女的意思 那谁知道呢 你又没亲耳听圣女说 万一佩尔是假传圣女的旨意怎么办 你 你真是巧词多理 好了 你一个工人 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还不快走 怎么了 这不就是第一次我在大街上碰到月儿时 那个守护月儿的冷面侍卫长吗 侍卫长好 发生什么事了 这位是谁 唯侍卫长 他叫大壮 是修魂房的工人 他想来纠缠圣女 什么叫纠缠 我和圣女是好朋友好吗 不只是好朋友 你们圣女还是我的夫人 好朋友 就凭你这乡巴佬 还和圣女是好朋友 简直是不自量力 圣女身份高贵 怎么可能有你这种朋友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够了 大壮的名字我听过 他上次救过圣女 是圣女的救命恩人 连圣女都对他十分客气 你们怎么能这样说的 侍卫长 我们 侍卫长 不是我们不让大壮进去 是圣女吩咐过 说他不想跟大壮 所以我们才拦住他的 大壮兄弟是圣女的救命恩人 他怎么可能这样吩咐 一定是你们 曲解了圣女的意思 我就不信他会 如此对待自己的恩人 我问你们 这是圣女亲口 对你们说的吗 这倒不是 是佩尔说的 佩尔说的 那他肯定是 误会了圣女的意思 而且 就算这是圣女的意思 你们也不该这样对大壮 没想到 侍卫长竟然会替这个香包老说话 大壮兄弟 原来你就是救圣女的英雄 是我没管好这些下属 让你受委屈了 我让他们向你道歉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向大壮兄弟道歉 是是是 大壮哥 对不起啊 是我们错了 我们不应该这样对你 你原谅我们好不好 大壮哥 我们再也不敢了 大壮兄弟 怎么样 你对他们的道歉还满意吗 你要是不满意 我替你惩罚他们 这个面相不善的龙坤 怎么会突然向我示好 以我多年来看人的经验 这人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 看来此事必有蹊跷 我现在摸不透龙坤的心思 只好先与他虚语为疑 看这小子究竟打得什么主 不用了 我接受他们的道歉 谢了 大壮兄弟 等一下 侍卫长找我有事 不瞒你说啊 我这人最欣赏英雄好汉 生平最喜欢与好汉交朋友 你救了圣女 你就是好汉 大壮兄弟 我很欣赏你 咱俩能不能交个朋友 好啊 既然侍卫长不嫌弃 那我大壮就交你这个朋友 太好了 从今以后 咱俩就是好哥们了 好 没问题 楚旋臣脸上的表情始终淡淡的 沉稳有度 虎卑不亢 见他如此有气度 龙坤有些惊奇 没想到 一个普通的宫人 竟然有如此沉稳的气度 好像见过不少世面似的 还真是少见 和龙坤寒暄了几句后 楚旋臣就回到了小院 回去之后 他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墨竹 墨竹听完后 摸着下巴 疑惑地说道 主子 这个龙坤一向高傲跋扈 不像个好人 他怎么会突然和你交朋友啊 我也很怀疑 他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既然他想接近我 那我就将计就计 看他到底有什么诡计 好 咱们先静观其变 看他有什么阴谋 请问大壮哥在吗 侍卫长 你怎么来了 大壮 我们不是成好哥们了吗 你叫我阿坤就行 不用那么见外 阿坤 你这是 大壮啊 既然咱俩都成兄弟了 当然要喝一场酒 以示庆祝 我还给你带了一只好鸭来 咱们今晚 有好酒好肉 就好好畅饮一番 不醉不归怎么样 好 请进 请 大壮啊 为了庆祝咱们出香食 来 我敬你一杯 好 大壮啊 为了庆祝咱俩成为好兄弟 我再敬你一杯 来 你也喝 好 我们一起喝 说吧 龙坤便将手中的酒一眼而尽 楚玄臣也慢慢地喝着 此后 龙坤一个劲地找借口灌楚玄臣 灌了一会儿后 他见楚玄臣有些醉了 便问道 大壮 你有义中人吗 来了 龙坤的意图终于来了 啊 义中人 阿坤 你问我这个做什么 大壮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喜欢圣女 是不是 阿坤 圣女可是大祭司的未婚妻 我哪里敢喜欢她 你别胡说啊 大壮 你就别骗我了 咱们都是男人 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啊 你要是不喜欢圣女 也不会这么执着地要去见她 你很痴迷她 对不对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不过圣女身份尊贵 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配喜欢她 大壮 一个女人而已 有什么配不配的 如果你真的想得到圣女 我可以帮你 原来龙坤接近我是为了这个 他想利用我毁掉月儿的清白 真的吗 阿坤 你可以帮我得到圣女 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太好了 看来这个大壮也是个色狼 这样就好办了 是啊 我怎么会骗你呢 大哥 这女人很好办的 只要她们成了你的人 你还怕她不喜欢你 到时候 说不定圣女会抛弃大祭司 转投你的怀抱 真的有这一天吗 像我这样的工人 也有机会得到圣女 只要你按我说的做 绝对有机会 龙坤的眼神 跟上次行刺月儿的 那个黑衣人真像 不仅如此 她的身形跟那个黑衣人 也很像 而且上次那个黑衣人 针对的就是月儿 现在龙坤也要利用我 来伤害月儿 看来 龙坤就是上次的 那个黑衣人 可是一个普通的侍卫长 又怎么会对圣女 起杀心呢 她的背后一定有主谋 不过她既然主动 送上门来 那我就将计就计 引蛇出洞 阿坤 可你要怎么帮我 你能接触到圣女吗 我是国师府的侍卫长 这是有何难 清影院那一片都归我管 到时候 咱们找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等圣女睡出之后 我再想个办法 放你进清影院 你不就可以 守到情来了 这个龙坤可真是阴毒 竟然想出这种阴损的办法 来毁坏女儿家的清白 幸好她来找的是我 如果换成别人 月儿就惨了 可是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圣女会不会恨我呀 大哥 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君子了 你要当君子 圣女就嫁给大祭司了 你想啊 一旦你得到了圣女 她肯定无颜面再嫁给大祭司 她的清白已经毁了 除了嫁给你 还能嫁给谁 真的 像我这样的人 也能娶圣女为妻 那是当然 到时候如果圣女不喜欢你 你就直接把她掳走 让她当你的老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所谓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你先爽了再说嘛 好 谢谢阿坤 有你帮忙 我终于可以得到圣女了 你这个兄弟没白交 来阿坤 我敬你一杯 嗯 我也祝你马道成功 请 亏我还以为 这个香巴佬气度沉稳 现在看来 是我看花眼了 这根本就是个没脑子的色情狂 这下我就放心了 大哥 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 你可不要忘记请我喝酒啊 你放心 只要我能得到圣女 第一个感谢的就是你 大庄 那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我先去布置一下 等时机成熟时 我再来通知你 好 阿坤万走 主子 没想到这个龙昆 竟然要你去伤害王妃 他和王妃到底有何过节 为何会如此针对王妃啊 他就是上次刺杀王妃的那个黑衣人 什么 他就是那个黑衣人 这么说来 他想针对的就是王妃啊 可他一个侍卫 为何会对王妃痛下杀手 他背后应该是有人指使 所以我才将计就计 希望能揪出那个幕后黑手 嗯 你要是不答应他 他也会去找别人 咱们当然不能给他伤害王妃的机会 嗯 敢伤害月儿 我一定要让这个龙昆父亲 两天后的下午 楚寻臣干完活后走出工地 突然他看到龙昆 站在一棵无人的柳树下等 随即激动地走了过去 问道 阿昆 你怎么来了 哎 大壮 就是上次我和你说的那个事 今天晚上可以行动了 真的 当然 我怎么会骗你 今天晚上守亲影院的 是我的几个手下 到时候啊 我把他们支走 等他们一离开 你就赶紧前进去行动 如何 那你呢 跟我一起去吗 哎 我就不去了 我要负责稳住那些守卫 别让他们发现你 他们虽然是我的手下 但是也不会完全听我的 你明白吗 废话 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和大壮一起去 我可不想被人当成和大壮一伙了 可是 阿昆 我没做过这种事 我有点害怕 我一个人真不敢去 要 要不还是算了 哎 大壮 之前你不是答应好了吗 怎么又不敢去了 哼 没想到这大壮看着魁梧 武功也这么高 胆子却这么想 真是个怂 可是 这种事要是被人发现了 那可是杀头的大罪 除非你陪我去 给我壮壮胆 要不我还是不要去算了 哎呀 那好吧 我陪你去 这样总行了吧 不过大壮 我冒着风险为你筹谋 到时候你见到圣女 可要替我保密了 别把我供出去 哎呀 你放心阿昆 这件事 只有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我绝对不过告诉第三个人的 而且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我 我怎么能恩将仇报 把你供出去啊 嗯 这样就好 到时候啊 先把大壮带到圣女的房间 等大壮行事时 我再躲起来就行了 这时 楚玄臣笑得咧开了嘴巴 一巴掌拍在龙昆的肩膀上 豪气地说道 阿昆 你对我真好 有你陪着我 我就有勇气了 那我这会儿先回去换身干净的衣裳 再准备准备 等你通知 好 等到深夜大家都睡熟之后 我再来叫你 嗯 那一言为定 我先回去了 太好了 事情成功了一半 接着 龙昆迅速地来到东乡房 见到了白英诺 看到他走进来 白英诺忙问道 怎么样 龙昆 那相伴老答应了吗 岂止是答应 他一听说可以得到圣女 别提有多兴奋了 只是没想到 他胆子那么小 非要我陪他一起 否则他不敢去 你说他怂不怂抱 这没见识的相伴老 就是这样 有色心没色的 行 到时候你把他带到 西乡房之后就离开 等他一行事 我就赶紧带着人去抓监 好 到时候我再去通知大祭司 要是让大祭司看到圣女 和一个相伴老 在房间里偷情 他一定会气坏的 哼 岂止是气坏 他可能会气得 想杀了云若月 龙坤大哥 这次的事多亏你帮我 真是辛苦你了 没想到暗恋多年的女神 竟然也会关心我 简直是受宠若惊 丁若小姐 不辛苦 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唉 龙坤哥 要不是云若月 处处欺负我 我也不会让你去整她 我也是被她 欺压得快没活路了 所以才 云若你不用说 我懂 我都懂 原本你才是圣女 结果这个云若月一来 就把你的一切都抢走了 害你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弃子 我怎么会不懂你 龙坤哥 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懂我 如此理解我的处境 我从小就喜欢你 又怎么会不懂你 云若小姐 我知道 你现在备受冷落 这一切全都是那个云若月害的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除掉它 让它身败名裂 帮你夺回属于你的一切 真的吗 龙坤哥 你对我真好 现在你就是世上唯一肯对我好的人了 除了你 我没有任何依靠 白英诺说着 突然扑进了龙坤的怀里 感动得一塌糊涂 看到白英诺扑进自己的怀里 龙坤一脸不敢置信 他的身子也激动地发起抖来 这可是白英诺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靠近他 这种感觉让他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 整个人像飞上云端一样 龙坤看着白英诺 坚定地承诺道 英诺 你放心 只要你愿意 以后我就是你的依靠 是你一辈子的依靠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甚至连死都不怕 不要龙坤哥 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我要你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知道吗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小心他 我还要照顾你一辈子呢 嗯 我等你 既然英诺如此信任我 我一定不会让他失望 我会努力替他除掉云若月 让他过上舒心的日子 只要我肯付出真心 他一定会被我打动 会爱上我的 这样 我就能永远拥有他了 女人一旦拥有美貌 这男人可真是好骗 我不过是说几句可怜的话 龙坤就愿意为我上刀山 下火海 真是个傻子 不过这样也好 我就不用担心他会出卖我了 至于他的生死 娶我何干 到了深夜 看到国师府的大部分人 都进入了梦乡 龙坤赶紧来到楚玄臣的院子外面 偷偷地吹了一声口哨 听到口哨声 楚玄臣赶紧下床 穿上了鞋子 悄悄打开门 走出了房间 才走到院子门口 龙坤就从夜色中窜了出来 大仲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走了吗 当然 使不得人 快走吧 龙坤说完 打着一只灯笼在前面带路 楚玄臣赶紧跟上 两人在国师府里 七弯八绕之后 终于来到了清营院的门口 远远的 楚玄臣看到有两个侍卫守在那里 便有些害怕地说道 阿坤 门口有侍卫守着呢 我们怎么办 看我的 侍卫长 你来了 嗯 我是来巡逻的 今天晚上轮到你们两个值班 是的 侍卫长 这更深路重的 看你们两个动得直哆嗦 这样吧 我替你们守一会儿 你们回去吃点东西 喝点暖酒再过来 真的吗 侍卫长 快去吧 挤得吃饱了再回来 是 多谢侍卫长 阿坤 你真厉害 三两下就把他们弄走了 那是 我是侍卫长 这有什么难的 大冲 时间紧急 你快进去找圣女吧 我在这里替你放风 可是阿坤 你不是说了要陪我一起去吗 我都陪你到这里了 还帮你把守卫给支走 难不成你还要我陪你去找圣女 哼 我可不想让圣女发现 免得惹火上身 不是 我都不知道圣女住哪间 我怕我要是走错房间的话 那就麻烦了 哎呀 行行行 我带你去 给你领路行了吧 没想到这个香巴佬要来睡女人 居然还有我带路 真是麻烦 楚玄臣见龙坤在前面带路 嘴角冷冷勾起 随后抬腿跟了上去 夜深了 清影院东厢房和西厢房的人 全都在睡觉 院子里很安静 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龙坤和楚玄臣很容易 就走到了西厢房门口 走到门口时 龙坤赶紧找到正中间的一间房 对楚玄臣小声说道 哎 大哥 这就是圣女的房间 就是这间啊 你快进去吧 阿坤 我有点害怕 要是让人发现 我肯定会没命的 大壮 你不是喜欢圣女吗 只有用这种办法 你才能得到圣女 怎么 我好不容易替你支开那些侍卫 你却退缩了 我不是退缩 只是 只是如果我得到了圣女 她真的会喜欢上我 我敢打包票 只要圣女成了你的人 她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这女人就是这样的 她们成了谁的人 便会对谁死心塌地 万一她看不上我呢 我不是说了吗 如果圣女真的看不上你 你直接把她掳走就是 到时候 她都是你的人了 你还管她看不看得上 我要是掳走圣女 那大祭司怎么办 大祭司 圣女都是你的人了 你还管她干什么 好了 大壮 你别磨蹭了 快进去吧 好好好 阿坤 这次多谢你帮忙了 阿坤 这门被拴上了 我进不去 唉 连个房门都打不开 大壮这功夫是真的还是假的 唉 龙坤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后 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小刀 悄悄地伸进了门缝里 轻轻地在里面撬了撬 只听咔嚓一声 里面的门栓就被她给撬开了 她在轻轻一推 便把门推开了一个小缝 大壮 门我帮你打开了 圣女就在里面 你快进去一度春宵吧 阿坤 不和我一起进去吗 大壮 我都送你到这里了 你 还要我和你一起进去 你答应了要陪我的 你不去我会害怕的 我真不敢去了 你 那好吧 我陪你进去 走 这个相伴了 不会等一下还要留我在那里观战吧 真是物欲死了 要不是为了赶紧完成任务 我才不会理她 见龙坤同意 楚玄臣感激地说道 阿坤 谢谢你 对我真好 不过 我有点怕黑 要不你走在前面 真没想到 这个大老粗的胆子竟然这么小 还怕黑 不过 等完成任务之后 我便可以和英洛小姐双宿双膝了 行行行 我走前面 快走吧 说着 龙坤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朝里面钻了进去 楚玄臣见状 嘴角显起一滴冷意 突然 黑暗中有人冷声吩咐道 抓住他 男人话音才落 就有几名侍卫朝龙坤扑了过 与此同时 房间里的蜡烛瞬间被点燃 厢房里一片明亮 龙坤抬眼一看 就看到龙千车和云肉月 正满脸冷意地坐在里面 身旁还站着很多侍卫 龙坤吓得头皮一劫 猛地射出一把暗器 挡住了前面的几名侍卫 接着他清零一跃 跃到了厢房门口 龙千车健壮 怒道 所有人一起上 我要活的 听到这话 侍卫们纷纷朝龙坤涌了上去 楚旋陈建有这么多侍卫在 便没有出手 只是隐在一棵大树后面观战 他可不想在龙千车面前暴露 这一下 侍卫们立刻和龙坤打斗了起来 只见龙坤身姿灵活 手中暗器无数 一批批侍卫冲上去 都摸不到他的半根头发 对面的东霄房内 白鹰落早已做好准备 只要龙坤一来找他 他就带着下人去捉奸 可他等了半天 都没等来龙坤的消息 反而听到了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白鹰落赶紧打开窗户一看 瞬间愣住 龙坤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侍卫要抓他 难道他被识破了 小姐 你看 龙坤和侍卫们打起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难道他暴露了 小姐 不好了 怎么样 何香 你打探到什么了 小姐 不好了 我刚才在西乡房外面的时候 看到圣女的房间里站了很多人 而且公子也在 什么 云若月和龙千澈在里面 难道他们早就知道龙坤和大壮的计谋 所以将其究竟 来了个妄中捉笔 对 应该是这样 此时肯定是被人泄露了出去 是被谁泄露的 难道是大壮 大壮呢 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 刚才我在外面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大壮 小姐 按理说 是大壮想去侮辱少女 他又怎么敢泄露这件事 他不怕死吗 对啊 大壮他就是个怂包 哪里有这胆子 难道他已经被抓了 应该是吧 反正我刚才没有看到他 好了 先别说大壮 何香 我问你 公子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云若月的房间里 我今天不是叫你一直盯着西乡房的吗 奴婢也不知道 今天奴婢是一直盯着西乡房的 也没有看到公子他们进来啊 难道 他们会飞 西乡房有后门 后门连着后院 我猜 他们为了不打草惊蛇 是从后门偷偷溜进来的 这么说来 农迁车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所以他们布了一个局 就是为了引农昆上钩 说不定 他们还想趁机揪出我这个幕后主谋来 现在我就指望农昆不要被人抓住 不要把我供出来 何香 你再去打探一下 有什么消息赶紧回来告诉我 是 小姐 弄逼这就去 看到何香出去 白英洛又紧张地盯着窗外 此时 龙昆仍在和那群侍卫缠斗 还没能逃脱 见此 白英洛心急如焚地在原地躲步 真怕龙昆被人抓住 此刻的经营院内十分混乱 二三十名侍卫涌上去 都没能抓住龙昆 反而有好多侍卫 折在了龙昆手里 有的被龙昆打伤 有的中了他的暗器 有的中了他的掌风 因为龙昆的暗器上都涂了剧毒 所以中了他的暗器者 大多数都痛苦地倒在地上 眼见侍卫们一劈劈地倒下 龙昆越战越勇 大有即将逃跑的架势 就在这时 龙昆将面前的侍卫击倒后 一跃飞上旁边的屋顶 迅速逃向夜色中 龙昆澈看着倒在地上的侍卫 狠狠地咬牙 龙昆的武功那么高强 如果现在让他逃走 就更难抓捕了 难道要亲自出手 楚玄臣看到龙昆要逃走 终于忍不住出手 他从地上紧了两枚 龙昆之前扔过来的飞镖 眼神一领 把那两枚飞镖 朝龙昆狠狠地射了过去 只听羞羞两声 两只飞镖带着破空而出的力量 快准狠地射向龙昆的左右腿 龙昆大叫一声 猛地从房顶上跌落下来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侍卫们见状 一拥而上 迅速抓住了他 有人激动地说道 这两枚飞镖是谁射的啊 谁这么厉害啊 居然一下子就把龙昆给射中了 不知道啊 是哪位兄弟准头这么好 这么远都能射中 究竟是谁射的飞镖啊 竟然不站出来领弓 其他侍卫也密密相去 全都疑惑不解 楚玄臣静默地站在大树后面 像个隐形人似的沉稳又低调 就在所有人都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道审视的目光 从楚玄臣身上怀疑地扫过 龙昆车暗暗地看着楚玄臣 眼里十分惊异 刚才那一幕 别人都没有看见 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我清楚地看到大壮 捡起了地上的飞镖 赶紧俐落地射中了龙昆 当时龙昆 已经逃到了对面的屋顶上 离大壮至少有十丈的距离 大壮竟然都能射中龙昆 而且分别射中了龙昆的两条腿 这说明大壮的内力很强 是高手中的高手 这样的武功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 而且这个大壮 身子笔直 走路的步伐十分稳重 像在军中长期历练过的军人一样 身上更有种千军万马杀出来的气质 根本不像江湖上的野鹿子 一个普通的弓人 为何会有这样的气质 这样的高手 为何会来过手的弓人 而且他射中了龙昆 居然不斩出来领功 公子 抓住龙昆了 龙七 把大壮带过来 龙三 你出去善后 其他贤杂人等 全部退下 是 大壮 请吧 见龙七一副高傲不懈的样子 楚玄臣轻哼一声 没有理他 大踏步走了进去 等楚玄臣走进去后 龙七冷冷地把门关上 这时被绑着的龙昆 才发现龙七并没有绑大壮 而且刚才也没有人去抓大壮 他不由地惊异道 大壮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不抓你 我又没犯罪 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呀 你没有犯罪 这是什么意思 这大壮明明和我是一伙的 为何他们不抓他 为何大壮是这副神色 为什么大祭司也会在这里 还提前布置了这么多侍卫 难道 这是一个针对我的阴谋 难道我被大壮给骗了 我知道了大壮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对不对 你刚才故意假装害怕 就是为了赢我进来 是不是 楚玄臣脸眉 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 佩儿双手还凶 不懈地翻了个白眼 龙昆 你还不算太笨吗 这一次 要不是大壮哥提前把你的阴谋 告诉我们 我们还不知道原来你的心肠 如此歹毒 竟然想怂恿大壮哥 毁了圣女的清白 幸好大壮哥是政治的人 无限于你这种小人为伍 我们才能布下这天罗地网 等你上钩 什么 大壮 真的是你背叛了吗 什么叫背叛 我可从来没有忠于过你 再说 你想利用我来害圣女 想让我承担罪责 你以为我是傻子 这么说来 从一开始我接近你 你就没真心想答应我 误了 龙昆 我没想到 你竟然是个吃里扒味的东西 我问你 上次行刺圣女的黑衣人 是不是你 大吉思 我听不懂你的话 什么行刺圣女 事到如今你还敢装算 龙昆 我告诉你 大壮早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们 要不是大壮提前把龙昆的阴谋告诉佩儿 恐怕现在遭殃的就是我了 真没想到 龙昆竟然这么狠 用如此恶毒的方法来害我 对 大壮哥早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上次和他交手的那个黑衣人 你还不敢认 原来我早就被识破了 我真是大意啊 龙昆 我和你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 你背后是不是有主谋 这个主谋是谁 你快老实交代 没想到 我竟然被他们识破了 还被他们来了一个瓮中捉鞭 气死我了 但我绝对不会背叛英洛小姐 我被抓住了也没关系 我认了 但是英洛小姐那么可怜 我怎么忍心出卖的 没有主谋 凶手只有我一个 你们要杀就杀 要寡就寡 少废话 你说没有主谋 谁献 圣女与你并无瓜葛 你根本没有杀她的动机 我敢说 你背后一定有主谋 我看不惯圣女 不行吗 放肆 龙坤 我看你是找死 你不招是吧 来人 大行刺猴 不用那么麻烦公子 落到你手里 我就没想过会活命 我自行了结 龙坤 你 说着 龙坤猛地往嘴里塞了一颗黑色的毒药 一把将毒药咬破 强行咽了下去 嘴角流出了一滩黑血 他怒瞪向龙坤撤 说道 公子 一人做事一人当 凶手只有我一个 与他人无关 是我看不惯圣女 是我想杀她 我就是幕后主谋 我死后 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怀起你 不要连累 无辜之人 英洛小姐 龙坤不能再保护你了 也不能当你一辈子的依靠了 实在抱歉 我要走了 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突然 龙坤觉得胃力一阵翻滚 他猴头一舔 猛地吐出一大口黑血来 接着 他身子一软 倒在了地上 眼睛瞪得很大 这一幕看得众人头皮发麻 龙七见状赶紧上前去探龙坤的鼻息 探了一会儿之后 他沉生道 公子 他死了 他扶的是剑血封喉 毒性发作极快 无药可救 看来 他是为了保护他身后的那个人 可是公子 龙坤不是说他背后没有蛀毛吗 他致死也没有承认 如果有的话 他为何不供出来 换取一线生机 肯定是那个人对他来说极为重要 他和圣女并没有交集 不可能产生仇恨 他更不是傻子 不会因为看不惯一个人 就冒着风险去杀人 所以他宁愿自尽 也不把幕后之人供出来 你们说 这幕后之人究竟是谁 让他如此忠心 我暂时还没有头绪 龙坤为人孤僻 不喜欢原来王 不知道他究竟和谁走得近 看来要调查他最近的动向 才可能知道真相 龙骑 公子请吩咐 出去调查龙坤生前 究竟和谁有来往 记住 今晚的一切不要泄露出去 调查的时候也要秘密进行 以免打草惊蛇 是 属下遵命 如果有人问起今晚的事 也就是说龙坤一人承担了所有的罪责 这样 为幕后黑手 才会松懈 对 让他幕后黑手 以为案情已经了结 这样他就会麻痹大意 说不定 能露出马脚 他这次没有证功 也许还会实施第二次计划 咱们就静观其变 看他有什么动作 争取将他连根拔起 是 公子 那龙坤的尸体如何处置 偷取乱葬岗 为野口 看伤害若狱 这下场还是轻的 是 公子 属下告退 在下也告退了 等一下 大壮 这一次的事 我还要谢谢你 是啊大壮 这次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抓到龙坤 大壮又救了我 他还聪明地把龙坤引来 请君入卧 让我再无后顾之忧 之前大壮装并欺骗我的事 一下子就是 我再不讨厌他 反而又开始感激起他来 没事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不用客气 不 最大的功臣就是你 要不是你将计就计 获得龙坤的信任 我们也抓不住他 大壮 不知道 你想要什么奖励 不必了 我什么都不需要 如果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奖励 我堂堂楚玄臣需要吗 不过有一样东西 我倒是很想要 那就是龙牵彻的命 敢把我和月儿 害成这样 我迟早要找他算账 一个普通的工人 身上为何会有这种 上位者的气质 好像见惯了风浪 见惯了世面似的 荣辱不惊 气质超然 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他一定不是普通的工人 我必须亲自查查他 看看此人的来历如何 看看他 是否还有其他的身份 东乡房里 白英洛正紧张地握着手 在房里走来走去 小语见状 忙安慰道 小姐 你别担心 龙昆肯定不会把你给供出来的 公子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 万一他给龙昆用重刑 龙昆受不住把我们给供出来 怎么办 应该不会吧 也不知道何香打听得如何了 只有等他回来才知道了 小姐 我回来了 怎么样 何香 你看到什么了吗 小姐 龙昆福度自尽了 什么 那他有没有把我们给供出来 没有 我听那些侍卫说 龙昆把一切罪责都懒了下来 真的吗 嗯 那些侍卫说 龙昆死到临头还嘴硬 说一切都是他一人所为 最后他怕公子对他用刑 就福度自尽了 原来如此 小姐 龙昆那么喜欢你 我想他肯定是为了保护你才服毒的 而且 如果他真的招了的话 我们还能安然无恙地在此吗 何香说得对 如果龙昆真的出卖了我们 公子早就派人来抓我们了 现在一切风平浪静 说明龙昆真的担下了所有罪责 他对咱们小姐可真是痴情 白英洛可没理会龙昆的痴情 也不想管龙昆的死活 他狠狠松了一口气 想到 太好了 龙昆为了保住我 竟然福度自尽了 这样的话就没人会怀疑我了 何香 那大壮呢 公子有没有处置他 大壮 我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他 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 你一直都没有看到他 是啊 公子的侍卫把西厢放团团围住 不让任何人靠近 所以我什么都没看到 后面我只看到 龙昆的尸体被拖出来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难道大壮早就跑了 啊 好了 谈之前一直说不敢去 说不定一发现有动向 立马就吓跑了 所以我才没看到他 而且正好龙昆一人承担了所有罪责 没把他供出来 所以他就逃脱了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的 还得继续去打探 好 何香 你想办法继续打探 我倒要看看 这个大壮到底是怎么了 是 龙昆的尸体呢 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我听说公子很恨他 派人把他 拖去乱赞岗喂狗了 什么 这样不是死无全尸吗 公子果然狠 从龙昆的下场可以看出 龙千彻队云若月 是动了真心的 小姐 龙昆始终是为你而死的 要不咱们给他上炷香 送他好好上路吧 不行 你在这里上香 就不怕被人发现吗 要是暴露我们怎么办 那 你们不用管他 这一切都是龙昆的宿命 为本小姐而死 是他的荣幸 我又不喜欢龙昆 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 自然不会为他感到心痛 听了小姐也太无情了吧 龙昆是为他而死 他不行没有一点难过 连我们想被他上炷香都不准 亏龙昆对小姐死心塌地 为了小姐服毒自尽 结果却露得这样的下场 要是他早知道会是这样 他会不会为小姐卖命呢 第二天一大早 白英诺才起床 何香就神神秘秘地走进了他的房间 何香进门后激动地说的 小姐 我看到大壮了 你看到他了 他现在在哪里 有没有被抓 他在工地上工呢 根本就没有人抓住他 他好好的 而且我听几个侍卫说 龙昆把所有罪责都承担了下来 这件事情已经了结了 没有人会再查了 了结了 意思是公子不会再调查了 他也相信事情就是龙昆一人所为 好像是这样的 反正今天风平浪静 我没看到有人在查什么 这样的话 这件事应该是真的了结了 看来就连公子也以为是龙昆干的 这样 他就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来了 是啊 有龙昆这个替死鬼 这件事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小姐 这下你安心了吧 当然 此事已经告一段落 我就不担心了 只是 不知道龙昆有没有把我们的身份 系录给大壮 怎么可能 龙昆为了保护小姐宁愿自尽 又怎么可能会透露给大壮 也是 大壮那傻子 应该还不知道我们与龙昆的关系 对了 何香 龙昆上次不是说 大壮当时伤了腿 竟然也把他打败了 说明这个大壮的武功在龙昆之上 你说 咱们可不可以收买大壮 让他去杀芸荣月 当然可以啊 只是这大壮 不是很喜欢圣女吗 他可能不会答应 他又不是真的喜欢 他都答应龙昆 要去毁云若月的清白了 这算哪门子的喜欢 对 真正喜欢一个人 是舍不得伤害他的 既然这大壮 愿意和龙昆同流合污 一起去伤害圣女 说明 他根本不是真心的 他只是想得到圣女而已 这样的话就好办了 那小姐 你准备怎么办 大壮就是个穷苦的乡伴老 只要给他一些好处 他肯定会答应的 要不要 我先去接近大壮 不用了 这一次由我亲自出马 你们等我的好消息 这种事我当然要亲自出马 才稳妥 以免被河湘他们搞砸 除了龙千彻 就没有我搞定不了的男人 连秦武 龙昆 都栽倒在我的十六群下 更何况大壮这个乡伴老 下午 楚宣臣好不容易才干完活 正提起工具相回自己的小院 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看了看身上的脏衣裳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要不是为了月儿 我怎么会跑来国师府打工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干过这么多活呢 不过 也算是让我体验到了民间疾苦 让我更懂得心疼百姓 了解百姓了 但是我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我必须赶紧待月儿离开 以免夜长梦多 请问 你是大壮吗 我就是大壮 你是 我叫何湘 我家小姐很欣赏你 可不可以邀请你去竹林李婿 你家小姐是谁 我家小姐姓白 是国师的义女 怎么样 现在你肯去了吧 国师的义女 你是指白英洛小姐 这不是龙千澈以前那个青梅竹马的初恋吗 她怎么会找我 正是 请问你有空吗 有空 当然有空 英洛小姐找我 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我怎么可能没空呢 这个白英洛和龙千澈的关系千丝万缕 她突然找我一定有问题 我当然要去看看 看她打的是什么算了 这大壮果然和我们猜想的一样 就是个不要脸的色狼 这样的话 事情就好办多了 那好 那你快跟我走吧 好 何湘姐 你身上这是什么味道啊 怎么那么好闻 其实何湘身上的脂粉味对我来说十分廉价 既刺鼻又难闻 但是我得为了装得更像色狼 不得不做出一副享受的表情 我这可是上好的香粉 是我家小姐送给我的 当然好闻了 你可没闻过 这香白狼 居然这么会掏尽我 原来如此 在下真是长见识了 何湘姐姐 你真好看 那是当然 本姑娘的好看 可是大家公认的 好了 我们先走吧 我可不想再和这种大王搓废话 说完 何湘得意地扭着小腰 踩着小碎步朝前面走去 楚玄臣嘴角 琴起一丝冷笑 迅速跟了上去 很快 何湘就把楚玄臣带到了竹林深处 此时 楚玄臣看到亭子中央 坐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那女子旁边站着一个低眉顺眼的丫鬟 这时 何湘说道 到了 莹洛小姐就在那边等你 咱们快过去吧 好 劳凡姐姐带路 这一下 何湘的眼尾已经撬到天上去 更看不上楚玄臣了 远远的 白莹洛也看到两人走了过来 她仔细地打亮了楚玄臣一眼 发现她胡子拉叉 头发凌乱 一双眼睛还贼溜溜地四处乱转 于是 她立即嫌恶地别过脸去 这人简直就是个痞子 还不如龙坤的 小姐 大壮到了 你就是大壮 在下正是 不知莹洛小姐找到在下所为何事 听说之前圣女被人行刺 是你救了她 小事一桩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原来真的是你救了圣女 大壮 没想到你一个工人 也有这么好的武功 真是让人佩服 英洛小姐过奖了 在下不过是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 上不得什么台面的 不 龙坤可是国师府的第一侍卫 可竟然连他都打不过你 可见你才是真正的高手 大壮 你也是聪明人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我找你来 是想和你做一个交易 交易 这个白英洛 一定不简单 别想起白英洛和龙千澈的恩怨 楚宣臣心中突然有了一个猜测 他立即看向白英洛 眼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 此时白英洛说道 对 一个可以让你很快拥有权势 财富和地位的交易 你愿意吗 你先说说到底是什么交易 我好考虑 没想到这个大壮还挺谨慎的 怪不得他能从轻影院逃脱 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 只要你能杀了他 我可以给你五千两银子 如何 杀人 你要我帮你杀谁啊 一个你喜欢 却又得不到的女人 原来我猜的没错 白英洛就是与龙坤勾结 想杀害月儿的那个幕后黑手 该死 我早该想到的 现在最嫉妒月儿的就是白英洛 所以他才会对月儿痛下杀手 没想到他竟然找上了我 真是踏破铁线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喜欢 却又得不到的女人 你是指圣女 看来你还不笨嘛 怎么样 这个交易如何 为什么要杀圣女啊 因为他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他抢走了你的一切 正是 他不仅抢走了我的身份 地位和荣耀 还抢走了我的男人 人的嫉妒心真是可怕 所以你现在很恨圣女 才急于要除掉她 对 你知道吗 我才是圣女的人选 我才是公子的妻子 如今我失去圣女的光环 失去了公子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如果没有云若月 我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所以我要杀了她 杀了这个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 看来白英落还挺不甘心的 其实这些本来就是月儿的 月儿才是拥有正统皇室血脉的圣女 白英落不过是国师用来替代月儿的替代品而已 她要怪就怪掳走月儿的国师和龙千彻了 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与月儿无关 白小姐 我知道你狠恨圣女 我也很缺钱 但是很抱歉 我不敢做杀人的事 那可是诸九族的大罪 大壮不是专业的杀手 胆子又小 他肯定没那么快同意 不过 有句话说得不错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我就不信我多给点钱 大壮还不同意 如果你嫌五千两太少的话 我可以加到一万两 一万两银子 你几辈子都赚不着 有了这笔钱 你的后半辈子 下下下辈子 都不用愁了 不不不 不行 一万两也不行 这不是银子的事 是我的确不敢杀人 你先钱少是吧 行 那我加到两万两 我就不信这么多钱 大壮还不动心 两万两 可是 可是 圣女是我喜欢的女人 我怎么忍心杀她呢 一个女人而已 在钱财面前算什么 有了这两万两 你就是人上人了 要有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你又何必在乎一个云若月 可是我始终喜欢过她 又怎么能这样对她呢 喜欢 你别在我面前装申请了 大壮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只是想得到云若月而已 你根本不是真心喜欢她 你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要是真的喜欢她 又怎么会和龙坤一起去侮辱她 真正喜欢一个女人 会舍得对她这样吗 什么 你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大壮 你和龙坤勾结的事情 我都知道 不过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把你供出来的 不仅如此 只要你为我办成这件事 我也可以任你处置 说到最后 白鹰落朝楚玄辰抛了个媚眼 看到白鹰落着暗示性的举动 楚玄辰目光幽深 这女人勾引男人的动作这么熟练 该不会是经常用这招吧 说不定龙坤也是这样 才甘愿为她而死 看来她这心机不是一般的神 只可惜 我不是龙坤 好 那我就答应你 那等事情成功之后 我一定会好好地处置你 看来 这个大壮和龙坤一样 都是好骗的色狼 我只要稍微一勾引 他们就会上当受骗 甚至愿意为我去死 这些男人也不过如此 不过 你得先给我一万两定金 否则我可不敢冒着风险 去给你杀人 我知道 钱而已 小意思 这样吧 今天晚上亥时 你在这里等我 我给你送银票来 好 没问题 如果没事的话 我就先去准备一下 等拿到了定金 我就死即动手 行 不过你要记住 此事一定要保密 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您放心 我又不是傻子 我还等着拿到银子 当土财主呢 小姐 这个大壮想的还挺美的 他还想着当土财主呢 这乡把老嘛 就只有这点梦想 就是给他再多的钱 他也是个土包子 我说小姐 他不是个怂包吗 他真的会替我们杀掉圣女吗 肯定会 有钱能使鬼推磨 他这么穷 连个媳妇都娶不起 现在一下子就能拥有这么多钱 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再说 上次那件事正好说明他聪明 看到危险来临时知道趁机逃跑 不像龙坤那个大傻子 傻等着别人来抓 差点把我们暴露出去 对 这样来说 这大壮可比龙坤聪明多了 小姐 我刚才见他盯着你 眼睛都移不开了 他肯定和龙坤一样 也被你的美貌给迷住了 这样的话 就不怕他不为我们办事 这男人嘛 你怕他们色 但是更怕他们不色 他只要色 事情就好办了 对 这大壮根本就是个色狼 刚才我带他来的时候 他一直夸我漂亮 还想和我套近乎呢 就是这样的人才好控制 他要是不尽女色 那就不好办了 好了 我们先回去准备银票 晚上再来找他 是 小姐 我一会儿便到了傍晚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楚玄辰吃过晚饭后 在房间里休息了一阵 便到了亥时 一到亥时 他就打着一只小灯笼 独自来到竹林深处 可等他走到亭子前面时 却发现白鹰落和他的丫鬟们 并没有来 他顿时心下一紧 想到 难道白鹰落他们发现什么了 所以没有来 但是现在才到害时 我先等等再说吧 想到这里 楚玄辰走进亭子里坐下 耐心地等了起来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白鹰落还没有来 但楚玄辰并没有着急 他相信这件事 白鹰落比他更急 至于白鹰落 为什么不准时赴约 肯定是有什么原因 突然 一阵冷风刮过 刮来了一阵 廉价刺鼻的汁粉味 这味道似乎在哪儿闻过 楚玄辰立即 寻着味道的方向看过去 一眼便看到 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 藏着一抹绿色的身影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想到 哼 原来如此 白鹰落不怎么相信我 所以派了何香来观察 既然如此 那我做戏 就得做全面 想到这里 楚玄辰站起身来 假装焦急地四处看了看 走了走 不时地望着青影院的方向 好像很盼望白鹰落过来似的 不远处的河香看到这一幕 暗暗地点了点头 随后赶紧朝青影院的方向跑去 看到那抹绿色的背影离去 楚玄辰双手还凶 唇叛嫌弃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何香一跑到东香房内 便气喘吁吁地说道 小姐 我回来了 怎么样 大壮有什么异样吗 没有 他一直在那里等你 我看他那样子 好像很想和你做交椅 并没有什么异样啊 那竹林四周可有异样 没有 请小姐放心 那就好 小姐 大壮如此缺钱 他应该不会整什么幼儿子的 你放心吧 我知道 不过暗事都要小心 不能出一点岔子 否则我们就完了 小姐 如果你怕出岔子的话 就让我和和香去吧 你不用去 不行 这么重大的事情 我必须亲自出面 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那好 陈现在没人 咱们赶紧去找大壮 免得他走了 好 小语 你拿好银票 我们出发 白英诺说着 披上了一件黑色的斗篷 还把帽子给戴上 遮住了自己的大部分脸 楚玄辰又等了一炷香的时间 发现白英诺还没有来 不由地脸了脸没 想到 没想到这个白英诺还挺谨慎的 难道他察觉有意 今天不准备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好办了 看来 我得先离开这里再说 大壮 看来这个白英诺什么都没发现 不然他是不会来的 白小姐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 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 正准备走呢 抱歉 我刚才有一点事 所以来晚了 你有事怎么不早说呀 你害得我在寒风中哭到了这么久 你哪怕是派个人来通知我一声也好啊 我知道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大壮 这里是一万两银票 你点一下 看对不对 真是 真是个世间小名 白小姐 我点好了 敌军是一万两 你点清楚就好 这是一万两丁金 事成之后 我还会再给你一万两 白小姐 你真的要我帮你杀掉圣女 可是 我还没杀过人呢 我有点不敢 可不可以换成其他的 大壮 你连我的银票都收了 还想反悔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我是真的下不了手 要不这样 我去帮你打圣女一顿 把她打得鼻子脸肿 毁掉她的容貌 让你解恨 不行 只有让云若月彻底消失 在这个世界上 我才能解恨 大壮 你的胆子该不会这么小吧 之前龙坤叫你去侮辱云若月 你也不敢 难不成你不想赚钱了 白小姐 你为什么对我和龙坤的事情 那么清楚 他们都说龙坤背后有人指使 你又那么恨圣女 那 那个指使龙坤的人 该不会是你吧 我 堂堂一个大老爷们 居然会害怕我一个女子 真是华天下之大鸡 这大壮真是白掌了一副强壮的身子 还白白拥有那么厉害的武功 早知道我就不找他了 直接找一个专业的杀手还省势一些 不过他既然已经猜到是我了 我也不想再隐瞒 大壮既然你已经猜到了 那我也不瞒你 实话告诉你吧 龙坤就是我的人 之前那件事多亏他一人顶下了所有罪责 你才能逃脱 这一次你既然已经答应我了 就要替我办到 你要是不帮我杀了云若月 我就把你和龙坤勾结的事情抖出去 白小姐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才是主谋 你就不怕我把你也供出去 你一个宫人 谁会信你的话 再说 我现在可以让你变得有权有势 不用再做一个穷小子 难道你不心动吗 我 我挺心动的 可我就是害怕 大壮 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 只要你帮我杀了云若月 事成之后 我任你处置 到时候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是吗 那 我如果现在就想处置你呢 你可真是猴急 这样 我先给你一点利息 说着 白英诺闭上眼睛 仰起头 朝楚玄臣献出了他的红唇 他相信 只要这样引用 像大壮这样的相巴佬 一定会受不了 到时候 他脑子一冲动 就会像龙坤一样 替他杀了云若月 看到白英诺这副模样 楚玄臣冷笑道 好 我这就处置你 说完 楚玄臣一把扭住 白英诺的双手 将他按到了地上 接着他看向四周 沉声道 你们可以出来了 楚玄臣话音一落 四面八方的大树上 飞下来了很多黑影 白英诺还没有反应过来 人已经跪到了冰凉的石板上 等他反应过来时 一个个身穿黑衣的侍卫 飞到他面前 一下子抓住了尖叫的小雨和河香 此时 对面的大树后面 走出来了一男一女 两道阵影 白英诺定睛一看 发现这两人 竟是龙千澈和云若月 顿时 他吓得浑身惊恐 身子发抖 公子 你们怎么在这里 这件事 我倒想问你 我知道了 大树 是你出卖了我 对不对 我又不是你的人 何谓出卖 那是怎么回事 你快说 当然是和抓龙坤一样的方法咯 硬了小姐 你不知道龙坤是怎么被抓的吗 你什么意思 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 你要是知道的话 就不会来收美大壮哥了 我告诉你 大壮哥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少女 之前要不是他把龙坤的阴谋告诉公子 公子也不会那么快就抓住龙坤 龙坤为了保护你 不惜服毒自尽 谁知道你胆子那么大 居然还敢来收美大壮 大壮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是你出卖了龙坤 也出卖了我 原来你的一切都是装的 你是个骗子 我要杀了你 白英洛 明明是你心机深沉 心肠歹毒 才会落到这个下场 你有什么资格怪大壮 记忆里 云肉月对白英洛的印象并不深 他只知道白英洛是和他们一起长大的 但两人之间并无交集 一点也不熟 直到今天下午处悬尘来找佩儿 把事情告诉他后 他才知道原来白英洛如此恨他 恨到想让他死的地步 但他至今都弄不明白 自己究竟哪里得罪白英洛了 剑云肉月敢指责自己 白英洛藐视地瞪着他 说道 云肉月 你这个贱人 都怪你 要不是你 我要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 你把属于我的一切还给我 把我的少女身份还给我 把公子还给我 把我的地位和荣耀全部都还给我 南小姐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什么你的身份 你什么意思 够了 白英洛 我警告你 你别再胡说八道 公子 你不敢让我说是吗 你怕我说出真相来 云肉月会恨你 住嘴 你要是再胡说 就休怪我不客气 千澈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想生怕白英洛说出什么来似的 还有 白英洛为什么会这样说 难道龙千澈有什么事情瞒着 看他们两人的样子 好像之前有什么恩怨似的 真是太奇怪了 我用预感 这个白英洛 一定知道些什么东西 公子 你想拔剑 想杀了我 我们好歹也曾经爱过一场 你对我可真狠呢 你怎么就那么绝情呢 听到这话 云若又不敢置信地看向龙千澈 眼中满是受伤的神色 什么 原来龙千澈和白英洛互相爱过 所以白英洛才会那么恨我 也就是说龙千澈背叛过我 怪不得白英洛会说 如果我知道真相的话 我会恨龙千澈 若月 你别听他胡说 这根本就是他说来气你的 你别上当 白英洛 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错 还敢挑拨我与若月的关系 你简直该死 来人 公子 你要做什么 你不会是想杀了我吧 你屡次加害圣女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说你自己不珍惜 这一次 我不会再放过你了 你怎么对圣女 我就会十倍奉还 公子 千澈 住手 父亲 你怎么来了 义父救我 义父 公子要杀了我 求求你救阴落一命吧 原来此人就是 权倾雪月国的国师啊 一看龙世天的面相 就觉得此人深不可测 很不一般 父亲 应若三番五次 售卖人刺杀圣女 千澈才不得不处置她 你要如何处置她 她屡次派人刺杀圣女 行刺皇族乃是死罪 当然要按律处置 此事的确是盈若的错 但她也是被嫉妒心给蒙蔽了 才会铸成大作 好在弱月没事 本族这颗心才落了下来 不过千澈 如月 你们俩新婚在即 不宜有杀戮 再加上本作是看着盈若长大的 本作与她有妇女情分 真的不忍心她年纪轻轻 便没了性命 所谓子不教父之国 这件事本作也有责任 是本作没有教育好盈若 唉 千澈 你把盈若交给本作处置 本作一定会派人好好教导她 让她盖国自行 不再犯错 可是父亲 盈若多次想置圣女死地 如果不处置她 怕我们难以向女王交代啊 你放心 盈若她做错了事 本作也不会轻饶她 只是她曾经和你们一起长大 你们也应该念一下旧情 白盈若是父亲的义女 再怎么样 都和父亲有些感情赠 父亲是绝对不允许我杀掉她的 那好 我就看在父亲的面子上 暂时饶她一命 多谢盈若饶命 盈若放心 盈若已经知错了 盈若一定会好好改过 重新做人 不会再伤害生女了 我根本不相信白盈若会这么快就知错 她只是为了不受到惩罚罢了 幸好她现在懂得闭嘴 否则即使父亲要保她 我也不会放过她 此时 盈若月闷闷地站在那里 她现在心里很难受 感觉像被人欺骗了一样 所以根本没心思理会这些事情 无论国事如何处置 把盈若她都不在乎 楚玄臣看着盈若月难过的表情 心里十分心疼 她这是在为龙牵车难过吗 难道她真的爱上了龙牵车 来愿 先把盈若送回经营院 让她在里面好好反省 没有本座的允许 不得再踏出经营院半步 是 至于两个助纣为虐的丫头 拖下去 仗则三十 大人饶命 请大人饶命 听到这样的惩罚 两人吓得赶紧跪到地上求饶 侍卫们冲了上来 像老鹰拎小鸡似的 将他们拎了出去 白鹰落被带下去后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 尤其是龙牵车 云若月和楚玄臣三人 他们都安静地站在那里 没人说话 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佩尔健壮忙走到楚玄臣跟前 打起原场来 大壮哥 你刚才好厉害啊 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救出魔后黑手 还能将龙昆和白小姐一网打尽 你真是太聪明了 佩尔 这位大兄弟是 大人 他叫大壮 是管家新招来的木工 他的雕刻技术很好的 雕的人物栩栩如生 就跟真的一样 这么厉害 不仅如此 大壮哥的武功还很高强 之前白小姐派龙昆去行刺兽女 就是大壮哥打跑了龙昆 救了兽女 后来 大壮哥又设计 帮我们抓住了龙昆和白小姐 这一次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多亏了大壮哥 这男人身材壮实 一看就有一副好的武功底子 是个人才 而且他与其他工人不同 样子沉稳 不卑不亢 有一股浑然天成的强者气势 这样的人物 还真是少见 大壮 你这武功是从何树袭来的 大人 实不相瞒 我以前参过军 也在武林中行走过 后来 我受了一场重伤后 就厌倦了那种打打杀杀的生活 所以才会改行 做起了木工活 这么说来 你是厌倦了漂泊的生活 才来求一份安宁 每个人都有过去 这个大壮 以前一定经历了 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才会心灰意冷 跑来做一个普通的木工 是的 我的军中经历和武功底子 很容易被人看出来 隐瞒什么用的 只会被聪明人一眼看穿 还不如直接说了好 我就知道此人很不一般 像是在千军万马中 厮杀出来的一样 原来 他竟然参古军 不过就算如此 我也不会进行大壮的话 我觉得此人有问题 所以还需要继续调查 大壮 龙坤可是本座门下 数一数二的高手 可他竟然都不是你的对手 本座很欣赏你 本座身边也很需要 你这样的人才 不知你可有兴趣 加入本座的门下 抱歉大人 在下现在只想安静地当一个木工 目前还没有其他打算 大壮 国师亲自招揽你 也不要不识好歹 就是 能被国师看上 是你三身修来的福气 你不要不知趣 没事 大壮兄弟好不容易才忘掉前尘旧事 又怎么可能轻易答应 你们要给大壮一些时间 不要勉强的 大壮 本座不要你现在答复 你先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你想跟随本座 本座随时欢迎你 多谢大人 那在下就不打扰了 在下先行告退 去吧 义父 月儿也先行告退 好 前车 还不快送月儿回去 是 父亲 云柔月朝龙氏天 行了个礼后 便带着佩尔 朝清影院的方向走去 他走了没多远 龙前车就赶紧追了上来 眼里满是焦急 如月 你别走 你听我解释 你要解释什么 在云柔月的记忆中 龙前车从小就是他的未婚妇 他没想到 龙前车竟然和白鹰洛有关系 虽然他并不爱龙前车 但是也很讨厌这种被背叛的感觉 佩尔见两人之间的气氛很沉重 赶紧知趣地站到远处 见佩尔离开 龙前车一把拉住云柔月的手 紧张到 若月 我和白鹰洛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我根本不爱他 请你相信我 如果你们之间没什么 他为什么会那么恨我 甚至恨不得要杀死我 那只是因为他嫉妒你 只是一点嫉妒 他就要置我于死地 可是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 和他毫无恩怨 我想 如果不是因为嫉妒的仇恨 他也不会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来对付我 他那么仇恨我 肯定是因为我要和你成亲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此刻 龙前车的心里很乱 原来说一个谎 真的要用无数的谎来冤 但我时洗去了若月以前的记忆 所以他不知道我和白鹰洛的恩怨 只以为白鹰洛是一个和我们没有什么交集的爱人 可我又不敢告诉他以前那些事情 以前的那些事情和他现在的记忆一旦交织 便处处是漏洞 若月那么聪明 本意他怀疑怎么办 正想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了 若月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 但是请你放心 我现在真的不爱他 我爱的只有你 现在不爱他 意思是你以前爱过 可是我们不是从小就定了亲吗 你一直要我嫁给你 那你为什么又要背着我爱别人 如果你不想娶我 可以和我解除婚约 你为什么一边要和我成亲 一边又去招惹白鹰洛 甚至差点害了我的性命 我不敢想象 一直对我专一忠诚的龙千车 在背后竟然是这种人 看来想破这个局 只有找大巫师来了 若月 你相信我 我的心里只有你 根本没有白鹰洛 我想娶的 一直只有你一个 真的 够了 龙千车 我以前很信任你 也坚定了要嫁给你 我一直遵循着我们的事业 可你却这样对我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佩儿 我们走 是 若月 公子且慢 怎么了 龙千 公子 圣女现在不相信你 你追上去也没用 与其这样 还不如找大巫师来 有她在 圣女才会再次相信你 我知道 此事都怪白鹰洛 她竟然想揭穿我们的秘密 要不是父亲阻拦 我早就杀了她 公子你别担心 有大巫师在 圣女很快就会相信你的 好 我们赶紧去找大巫师 只有她才能破这个局 说完 龙千车便带着龙七等人 朝大巫师住的地方走去 等他们离开之后 旁边的竹林里 突然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影 看着龙千车的背影 楚贤臣冷冷脸眉 眼中折射出一道锋利的寒芒 原来这个龙千车 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秘密一定与月儿的失忆有关 我记得上次月儿头疼 差点想起来什么事 龙千车就突然叫了那个大巫师 给她做了什么祝福 做过祝福之后 月儿一下子便恢复如常 再没头疼啊 这一次月儿怀疑龙千车 龙千车又要找大巫师来解决问题 巫师一般最擅长的 便是利用巫谷咒术或浮水 来控制人心 难道龙千车是靠这个大巫师 来控制月儿 所以月儿才会变成这样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今晚无论如何 都要弄清楚真相 想到这里 楚贤臣赶紧朝青影院的方向 前过去 很快楚贤臣就来到了 青影院的外面 由于今晚的侍卫 大多都被调去抓白营末了 所以现在青影院外面的侍卫 很少 此时 楚贤臣迅速 潜到青影院的后院 清灵地翻过高墙 落到了云肉月的房间后面 然后 他悄悄地 引在那扇窗户前 用小刀将窗户 戳了一个小洞 紧张地盯着里面 此刻 云肉月正 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 好像很难过的样子 看到他难过 楚贤臣心里 像被人塞了把干草似的 很不舒服 这时 佩尔端着一杯茶走了进来 说道 小姐 你渴了吗 要不要喝点茶 先放下吧 我等一下喝 小姐 你别太难过了 谁都看得出来 公子他只喜欢你 根本不喜欢白营落 真的 谁知道他和白营落之间有什么 连他都在欺骗我 那我还能相信谁 我现在感觉这世上 已经没有可以值得信任的人了 月儿 你可以相信我 我可以永远值得你信任 小姐 你不要这么悲观嘛 也许是白营落单方面的喜欢公子 是他自作多情呢 不知道 现在我才感觉到 原来公子那么深不可测 除了这件事 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别的事情瞒着我 不会的 公子不会这样对你的 小姐 我了解公子 请你相信我 公子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因为爱你 他爱你 甚至胜过爱他自己 谁知道呢 谁知道龙千尘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之前我已经决定要嫁给他 和他好好过日子 平平淡淡地过一生 现在 我却有些动摇 圣女 公子来了 佩儿 出去告诉公子 说我累了 谁也不想见 是 圣女 怎么 你连老夫也不想见呢 话音刚落 大巫师主着拐杖 慢慢地走了进来 跟在他身后的还有龙千尘 龙千尘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云若月身上 深邃炽热 还带着一些自责和担忧 看到他炽热的眼神 云若月赶紧别过脸去 接着他起身朝大巫师 微微服礼 大巫师 您怎么来了 圣女忘了吗 老夫每月都要给你做一次神的祝福 可是离上次做祝福的时间 还不到一个月 这个无妨 圣女之前在地宫里不小心撞倒了头 有些轻微的失忆 老夫多给你做几次祝福 才能治好你的头疾 让你全部想起来 原来如此 那生女你请坐吧 老夫为你祷告 好 云若月点头后便坐到了椅子上 此时大巫师的目光幽冷地射向云若月 然后他默得抬眼 嘴唇无声地翁动了起来 发出了一阵古老苍凉的谜谜之音 窗外的楚寻臣看到这一幕 一面惊奇 原来大巫师竟然是这样给月儿做祝福的 原来月儿在地宫里撞得过头 所以才会失忆 可即使失忆 他也不应该把龙千车当成是他的未婚服啊 就在这时 大巫师的声音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好像魔音穿耳一般 听得楚寻臣很不舒服 突然 他看到云若月的目光 渐渐变得呆滞 他就这么呆呆地坐在那里 两眼无神地望着前方 像一具没有思想的木偶似的 看到这一幕 楚寻臣气得狠狠捏紧拳头 身上杀气疼疼 大巫师到底对月儿念了些什么 为什么月儿会变成这样 不行 我不能让他们如此对待月儿 我要冲进去 为月儿救走 就在楚寻臣准备冲进去时 突然看到云若月缓缓地趴到了桌子上 好像晕了过去 楚寻臣正要破窗而入 龙千澈率先出生了 大巫师 若月怎么晕了 公子无需紧张 圣女没事 我刚才清除了一些她的记忆 可能她的脑子接受不了 才会晕过去 你清除了她什么记忆 哎 公子别担心 老夫只是清除了 白婴落挑拨离间的那些话 还有你和圣女吵架的内容 其他的疑虑如常 也就是说 现在的圣女并不知道我和白婴落的过去 她不会再生我的气了 是的 她现在和以前一样 对白婴落的印象很模糊 她只知道是白婴落嫉妒她 才处心积虑的要害她 其他的一概不知 这样就好 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个大巫师竟然能清除月儿的记忆 那上次月儿差点想起来 后面有一切如常也是因为这样 大巫师 你之前不是说 你用咒术 疯掉了圣女以前的记忆 给她植入了很多和我在一起的记忆 这样她就会爱上我 可是为什么 我总是感觉她根本不爱我 欢迎收听百度热搜榜第一爆款穿越剧 神医独飞不好惹 起猫中文网出品 南硕有声制作 作者 姑苏小七 听到龙牵扯的话 楚玄臣像被雷电击中一样 震惊地愣在那里 原来大巫师封住了月儿以前的记忆 又给她植入了很多不属于她的记忆 所以她才会变成这样 真相竟然是这样 怪不得我们一直惨不透 现在我终于懂了 公子 老夫的确给圣女植入了很多你们相爱的记忆 包括她从小和你一起在国师府长大 和你青梅竹马互相爱恋 按道理来说 她应该很爱你才是 你为何会这么说呀 哦 她的脑海里算有这些记忆 但我感觉她心里根本没有我 每次我想靠近她时 她都会找借口推开我 她对我很冷淡 很疏离 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她的爱人 她愿意嫁给我 也不是因为爱 只是为了完成圣女的使命 不会吧 老夫的咒术从来没有失败过 老夫说她会爱上你就一定会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岔子 平时我和她在一起时 她从来不亲近我 我想牵她的手 她不让 我想问她时 她不是装晕倒 就是假装打喷嚏 故意要避开我 上次我问她爱我吗 她也言辞闪烁 逃避回答 我心里真的能感觉到 她不爱我 一点也不爱我 大巫师 你的巫术不是很厉害吗 为什么若月不爱我 为什么 公子少安无造 你让我想想 老夫已经尽了全力 没有人能逃过老夫的咒术 可是圣女为何会如此 为何呀 难道 难道这是天意 难道人注定不能逆天而行 难道人的真心是永远无法控制的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为何控制不了圣女的心 难道爱根本无法控制 难道我的咒术失效了 大巫师 你怎么了 公子 我不相信我的咒术会失效 我马上回去研究 等研究好了 我再来找你 大巫师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若月竟然还不爱我 难道他即使失去了记忆 心里还是深深爱着楚宣臣 难道因为他和楚宣臣的爱 坚不可摧 所以才会这样 没想到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 羽儿一点也不爱龙前车 一点也不 哪怕是大巫师给他植入了那么多记忆 他也不爱龙前车 是不是因为他心底里深爱的人是我 所以才无法撼动无法改变 前车 如月 你醒了 我刚才怎么了 刚才大巫师给你做过嘱咐之后 你就晕过去了 不过你放心 大巫师说了 你可能是一次性接受的嘱咐太多 太劳累了而已 休息一下就会好 原来如此 那大巫师呢 他已经离开了 若月 今天晚上的事 吓着你了吧 是啊 没想到这个白英罗这么可怕 我和他根本不说 他居然想加害我 看来大巫师的咒朔 还是很有用 他根本就是嫉妒你 是啊 小姐 白小姐嫉妒你受国师的宠案 嫉妒你能嫁给公子 所以才会这样 没想到人的嫉妒心竟然这么可怕 我和他都没什么来往 他竟然也能嫉妒我 真是不敢想象 人心是很可怕的 你虽然没有得罪他 但是 只要你拥有的比他多 他就会莫名嫉妒你 更何况 他是我父亲的义女 他认为 你所拥有的 应该属于他 才会心里不平衡 做出这种事情来 希望大人能派人 好好教导他 让他不要再犯了 你放心 父亲已经派人将他软禁起来 他不能再踏出 庆影院半步 如果他以后还敢嫁害你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秦冲 我相信你 世人总说雪月国人最神秘 会一些阴毒的巫蛊之术 当时我还不太相信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有不得我不信 这个大巫师既然能尘封住月儿的记忆 那就一定能解开 看来想要唤醒月儿以前的记忆 也得靠这个大巫师 若月 这次终于抓到木偶黑手了 以后没有人再敢来伤害你 你放心 嗯 这一次多亏了大壮 看来我们还得好好谢谢他 不过 你放心 我只是单纯地感谢大壮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若月 你不用解释 我相信你 其实我不是那种不尽人情的人 这次大壮帮了我们 我们的一句应该谢谢他 要不 等我们成亲的时候 请他来喝喜酒 居然想请我喝喜酒 我可真是谢谢他了 这 还是不要了吧 可能大壮需要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其他的 到时候请大壮来 他捣乱了怎么办 他本来就把我当成他的娘子 又怎么会让龙千车娶我呢 所以 千万不能请他 你说的也是 那我明天 派人多给他送点东西去 这样还是比较实在 我也很不喜欢这个大壮 不想要他来参加婚礼 嗯 也深了 今天晚上你也累了 你快回去休息吧 好 给你好好休息 我明天再来看你 你 佩儿 您累了一天了 你也去休息吧 是 卖少女 我去了啊 等所有人都离开之后 云若月的房间里变得很安静 她关上房门 走到桌子前 正准备喝杯茶时 只听嘎吱一声 云若月身后的窗户 突然被人打开了 紧接着一个灰色的身影 敏捷地跳了进来 云若月看到这个人影 吓得花容湿色 满脸惊慌 啊 你是谁 月儿 是我 你别害怕 深更半夜的 你怎么又来了 孤男寡女即可共处一室 你快出去 月儿 我发现了你失忆的秘密 我这就告诉你 你不要赶我走 什么失忆的秘密 你才胡说八道些什么 大壮 看在你今天 帮我们揪出 白银落的份上 我不与你计较 你快走吧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 这大半夜的 要是让别人知道 楚宣臣在我的房间里 我估计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月儿 我不想等到明天 我现在就想告诉你 你听我说 刚才 龙千车叫大巫师 来给你做祝福的时候 我一直在窗外 我听到大巫师说 是他尘封了 你以前的记忆 就在你脑海里 植入了很多 不属于你的记忆 所以你才会忘记我 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 乱七八糟的呀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大巫师不是在 给我做祝福吗 他根本不是 在给你做祝福 他只是以 做祝福的名义 来给你洗脑而已 我不信 你说这些真奇怪 千车他怎么 可能这样对我 大壮 难道你现在 改变方法了 准备编这些理由 来欺骗我 我没有 月儿 我承认我之前 的确装病欺骗过你 但我也是为了 获得你的关注 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说的全是真的 龙千车把你 从出国掳来 他肯定是怕 你不接受的 所以采用这种方法 来改变你的记忆 你就是个骗子 他欺骗了你 你不要相信他 楚宣臣很愤怒 云若月却很生气 他觉得楚宣臣在撒谎 因为在他的记忆里 龙千车根本不是这种人 不会的 我不许你重伤千车 他绝对不会这样对我的 月儿 我求你相信我 我才是你的丈夫 我绝对不会骗你 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现在就带你回楚国 让你看看你生活过的地方 让你看看你的亲朋好友 一定会想起来的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楚宣臣 原来是你 就在两人拉扯之间 门突然被一道掌风 给狠狠劈开了 紧接着一道深黑的身影 拔出宝剑 气势汹汹地飞了进来 楚宣臣定睛一看 发现来人竟然是龙千车 他立刻取下腰间的银鞭 狠狠一甩 卷中了龙千车的宝剑 龙千车 你来得正好 你敢掳走月儿 我今天就要了你的命 你敢擅闯圣女的规法 你找死 我看找死的是你 有种我们去外面打 好 奔祭司奉陪 龙千车怎么知道楚宣臣的真母 这到底什么意思 现在 云若月没时间想这些 赶紧提起群子追了出去 云若月才追出去 就看到两人在空地上激烈地打动了起来 四周满是宝剑与银鞭相当的火发声 同时 四面八方涌过来很多红衣侍卫 看到两人不由分说 就打了起来 云若月一脸紧张 他连忙跑过去大声喊道 千车大壮你们不要打了不要再打了 月儿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那我杀了他我就带你走 楚宣臣你竟敢混进郭师傅 妄想带走圣女 今天我要你 有来无回 所有人一起上 像你这几个废物 我还没放在眼里 吵死 楚宣臣怒吓一声 手中的银鞭刷刷飞 只见电光火石之间 那些侍卫全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 啃得嗷嗷直颈 还有一些侍卫被楚宣臣的鞭子卷起来 狠狠地砸向远处 骨头都被砸断了 不一会儿 现场到处是侍卫们痛苦的声音声 龙千车见状 心里一惊 没想到楚宣臣的武力支竟然这么强 果然是战神 见侍卫们处于下风 龙千车立即挥剑飞上前 又和楚宣臣打了起来 看到现场一片混乱 云若月连忙喊道 大壮 千车 你们快住手 有什么事停下来好好说行吗 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我也是 说完 龙千车和楚宣臣又打在了一起 旁边不时有侍卫冲上去围攻楚宣臣 见他一个人要对付这么多人 云若月心里有些着急 毕竟楚宣臣救过他的命 他不想楚宣臣出事 就在这时 楚宣臣又将一批批涌上来的侍卫击垮了 击垮这些侍卫后 楚宣臣立即飞身上前 手中的银银鞭 直逼龙千车 与其和这些红山客号 倒不如侵入龙千车 这样更省事省力 但龙千车也不是那么好亲的 此时的他举荐怒攻 恨不得将楚宣臣除之而后快 只可惜 他的武功再高强 在战斗力满格的楚玄臣面前也稍逊一筹 直进楚玄臣的银边猛地卷住了龙千车的腰部 狠狠一扯将龙千车给扯了过去 龙千车见状立即挥剑站银边 楚玄臣则猛地出掌 一掌劈到了龙千车的剑 看到宝剑掉落 龙千车瞳孔一紧 猛地扯住银边赶紧往后退 可惜楚玄臣不给他后退的时机 他拽进银边狠狠一扯 就将龙千车给扯了过来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射了一道飞镖 楚玄臣剑状立即扬鞭去打 只听当的一声 飞镖被楚玄臣狠狠地挡到了地上 龙千车也趁机逃脱了 他连忙滚到地上一把捡回了自己的剑 随后便看到身着一袭黑色披风的龙世天 从对面的屋顶上清零地飞了过来 千车 本座来了 父亲 你来了 千车 他就是黎王楚玄臣 好 本座今天倒要会会他 看看这楚国的战神是否真的那么有本事 黎王楚玄臣 这是什么意思 这黎王二字 难道是楚玄臣的名号 为什么连国师都知道他的名字 他到底是什么人物 只听一阵冷风呼啸 龙世天已经飞了吧 他飞起来的时候 带动着四周的树叶和枯枝都飘了起来 可见龙世天的内力有多强劲 此时楚玄臣猛地收起银鞭 人也同样飞了起来 两人很快飞到屋顶上 掷手空拳打了起来 习武的人都知道 真正的高手是不需要武器的 因为在他们强劲的内力面前 武器根本没什么用 有时候一片树叶 一颗石子 一根筷子 甚至是一阵风 都能成为他们杀人的武器 此时 云若月呆呆地愣在那里 想到 我刚才没听错吧 楚玄臣竟然自称本王 楚玄臣为何这样自称 对了 他之前跟我说过黎王府 难道他是楚国的王爷 这么说来 他根本不是宫人 而是一国亲王 可堂堂一国亲王 为何会来雪月国找我 还说我是他的娘子 若月 你别害怕 我会保护你的 刚才都怪我太激动 所以才喊出了楚玄臣的名字 不过我也不怕被若月知道 我有大无师在 随时可以消除若月的记忆 秦澈 你怎么认识大壮 怎么知道他的真名 其实 他是我们国家的仇人 仇人 是的 楚国和雪月国一向不睦 楚玄臣又是楚国的大将军王 他生平好战 十分实杀 以侵略别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侵略过很多国家 咱们雪月国也是他的目标 你是雪月国的圣女 对雪月国来说至关重要 所以 我与你联姻后 就能壮大雪月国 他肯定是不想让我们壮大 所以才会换装 前进国师府来挑拨你和我的关系 在我们联姻失败 雪月国就会动荡不安 他就能趁机攻打我们 清掌我们的国家了 什么 原来大壮竟然是这种人 是的 若月 这个黎王一向诡计多端 很喜欢伪装身份去别国当戏作 企图掌握别国的军政机密 他用这种方法离间了很多国家的军臣 所以他的话 凝聚都不能信 他对你好 也是为了获取你的信任 好打听我们的机密而已 难道楚玄臣对我说的那些话 全都是假的 可是他当时表现的那么痛苦 那么难过 那么真情 好像是真的一样 这么说来 他的眼睛还挺厉害的 没想到这个黎王的心机 竟然如此深沉 他之前装病骗我的时候 我以为他只是想博取我的同情 没想到 他一直就是个骗子 若月 楚宣臣接近过你几次 他到底和你说了些什么 他 他没接近过我几次 他只是说我是他的娘子 说我是被你掳来的 还说我和他又有一对儿女 他想带我回楚国 什么 他竟然这么说 这个楚宣臣为他目的 竟然说这种假话来欺骗你 他简直该死 除了这些之外 他还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或者是做什么 听到这话 云露月赶紧摇头 说道 没 没有 我又不相信他的话 他怎么可能对我做什么 我可不敢把楚宣臣强文我的事情告诉给千诚 如果说出来 他又是一阵血雨腥风 原来他早就想办法接近你了 若月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若是早点告诉我 我早就抓住他了 我以为他脑子有问题 所以根本没相信过他的话 我想着 这只是无稽之谈 不想给你添麻烦 所以才没有说 就在这时 屋顶上传来了龙世天的冷吓声 云露月赶紧抬头一看 就看到龙世天和楚宣臣 这么大的难舍难分 相持不下 两人的武艺都很高强 谁也打不倒声 场面十分焦重 在他们打斗过的地方 房顶被掌力 砸出了一个个大洞 四周满是瓦片掉落的声音 吓得云露月赶紧后退两步 生怕被瓦片砸中 龙千诗见状 银忙说道 龙七 我没很危险 快护送圣女回房间 是 圣女 咱们快回房吧 这里太危险了 好 这个楚宣臣真的像千车说的 是个大坏蛋吗 怎么看着一点也不像 难道真的是他太会伪装了 所以我才没有看出 月儿 看到云露月要进房间 楚宣臣突然大喊了一声 想冲过去带云露月走 可龙世天却迅速挡在了他的面前 又和他打了起来 楚宣臣很想将龙世天给打趴下 但是龙世天的实力太强 所以他打得很吃力 而且旁边不时有弓箭手向他放了箭 他只要稍有不慎便会受伤 龙千诗见状立即说道 所有人继续放箭 龙千诗一声令下 弓箭手们齐刷刷地放箭 一根根箭矢朝楚宣臣狠狠地射了过去 见利剑破空而来 楚宣臣赶紧取下腰间的银鞭 抬手狠狠一甩 将那些箭矢给甩了回去 可由于射过来的箭矢太多 楚宣臣根本来不及抵挡 一下子也不挡 龙世天见状趁机朝他弓了过去 一边是侍卫们独辣的箭 一边是龙世天强势的攻击 楚宣臣很快便精力耗尽 体力不支 慢慢处于下风 龙千诗健壮 阴冷的高纯 甚至楚宣臣最强大 也双拳难低四手 看样子 他很快就会撑不下去 你见他曾经救过 我真的没办法 把他和那个尸杀的黎王联系起来 王爷 我们来了 就在楚宣臣快支撑不住的时候 四面八方突然想起了莫竹他们的声音 紧接着五六个工人打扮的男人 持着武器迅速加入了战斗 莫竹和风青羊飞到屋顶上 帮着楚宣臣对付龙世天 蒙正和柳如燕他们 则在下面对付那些红山客 看到莫竹他们及时赶来 楚宣臣顿时松了一口气 莫竹一边抵挡龙世天 一边焦急地说道 王爷 他们人太多了 此地不宜久留 你快走 我不能善后 好 不过我得带月儿一起走 楚宣臣说着 手中银鞭狠狠一甩 将面前的一堆剑鱼给击退了 随后 他一跃飞下屋顶 迅速地落到了云若云面前 焦急地说道 月儿 快过来跟我走 我带你回家 楚宣臣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楚宣臣 你这个楚国奸细 竟然还敢谣言获重 欺骗圣女 所有人一起杀 杀了他 吵死 楚宣臣狠狠咬牙 手中的银鞭霸气一挥 便将面前的红山客 打倒在了地上 接着又有更多的红山客出过 四周设满了密密麻麻的剑鱼 楚宣臣赶紧挥边抵挡 他一边倒 一边看着云若月 眼神焦急又心痛 月儿 你别听他的话 我不是艰辛 是龙前车掏走了你 我来这里是救你回家的 月儿 快跟我走 我们一起回家 晚了就没机会了 楚宣臣 你这个骗子 骗了圣女一次又一次 你以为这次还能骗到他吗 我告诉你 圣女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知道了你来雪月国的目的 你这个楚国戏作 休想挑拨离间 对 楚宣臣 我是雪月人 凭什么跟你走 你休想破坏我和千车的婚事 休想侵略我们国家 月儿 这些都是龙前车告诉你的 他是骗你的 你不要相信他 不要再被他洗脑了 他们篡改了你的记忆 这一切都是假的 月儿 你跟我走好吗 说到最后 楚宣臣眼眶心红 神情更是焦急无比 看到楚宣臣的表情 林若月心里狠狠一致 为什么他明明在撒谎 可样子却那么认真 眼里的心痛和焦急 也不像是庄的 这一切好真实 好像能说到 全是真的一样 我忍不住想要相信他 若月 你忘了他是装病的骗子了吗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他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来找你 非要改名换姓 换个身份来接近你 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你不要相信他 楚宣臣 你不用再说了 你说再多我也不会相信你 我身为雪月国的圣女 绝对不会让你侵略我们国家 月儿被他们洗脑洗得太厉害了 他现在脑子里全是雪月国的记忆 没有半点楚国的记忆 无论我怎么说 他都不会相信我 王爷 王爷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快走吧 可以 但是我必须带月儿一起走 王爷 可是王妃不肯跟你走 现在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再耗下去 我怕我们会支撑不住 是啊 而且 对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国士 再耗下去 我们会吃亏的 不如保存实力 先行离开 再找机会来救王妃 王政和柳如燕他们都受了伤 路顶上的墨竹和风情阳 两人也快抵挡不住龙十天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 到时候谁来救玉儿 好 统治所有人 向队 玉儿 你等着 我一定会来带你走的 想走 没门 来人 放箭 龙牵车剑撞 立即挥手下令 一阵阵剑语 朝着楚玄辰他们射了过去 可惜楚玄辰他们闪得很快 那些剑一支都没有射中 就在墨竹快支撑不住时 楚玄辰立刻闪过去 一掌打在了龙十天的背后 龙十天赶紧闪开躲避 这时 柳如燕突然丢下一颗烟雾弹 只听砰的一声 整个屋顶顿时白茫茫一片 等龙十天挥掉面前的烟雾后 面前早就没了楚玄辰他们的身影 该死的 来人 赶紧去追 说完 一批批红山客们飞上屋顶 朝国师府外面追了出去 龙十天则缓缓地飞到地面上 来到龙千车面前 龙千车赶紧上前 关心地问道 父亲 他们没伤着你吗 说着 龙千车赶紧上前 关心地问道 龙十天闭上眼睛 轻轻运功调了调息 然后说道 就这几个小角色还伤不到我 不过那个黎王是真的厉害 他年纪轻轻的竟然能和本座过那么多招 这战神之名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 千车 这些楚国人究竟是怎么混进来的 竟然能在我国师府来去自入 把国师府当成什么地方了 父亲息怒 这些楚国人十分精明 他们伪装成功人 是被管家招进来的 就连你都没发现 你是怎么办事的 前几天楚全臣在抓龙坤时 不经意地露出了武功 我当时就怀疑他了 并派人去监视 但楚全臣很精明 什么也没暴露 所以他们也都没察觉 直到刚才我来找若月时 才发现楚全臣竟然在他的房间里 要带若月走 所以我才知道了他的身份 大人请放心 楚全臣才闯进来没多久 千车就发现他了 我和楚全臣什么都没有 本座知道 本座相信你 本座只是问你 他有没有和你说什么 他说 我是他的娘子 要带我离开这里 还说 前净和大巫师给我洗了脑 篡改了我的记忆 若月 你别相信他的鬼话 这一切都是楚国人的阴谋 放心 这个楚全臣前进国师府 接近若月 还这样重伤我们 分明是想挑拨我们和若月的关系 去图破坏我与若月的婚事 他根本就是居心不良 想从中余力 原来如此 这楚国人一向轨迹多端 花言巧语 特别是这个李王 更是心狠手辣 滥杀无辜 若月 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 秦大人放心 楚国人是我们的仇人 我又怎么会相信他 如此就好 前车 我已经派人追捕楚全臣 你要加强国师府的守卫 别让他们再混进来伤害若月了 请父亲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若月的 那好 本座先走一步 你留下来善后 恭送父亲 若月 刚才他们没有吓着你吧 我没事 只是我没想到 大壮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这样 而且连张黎他们 都是他的人 我真不敢相信 那么有趣又活泼的一群人 会是国师嘴里的坏人 事实又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们一下子 潜进了这么多人 我们都没发现 可见他们将国师府 渗透得很厉害 这些楚鬼人 真是心机甚沉 轨迹多端 还好你没有相信他们 秦澄 你放心 楚全臣编的那些鬼话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我明明还没和你成亲 他居然说我和他有一对孩子 他的话编的漏洞百出 看来他也没那么厉害 如月 刚才大巫师给你做祝福的时候 楚全臣一直躲在窗外 他在 他早就躲在外面偷听了 你们走后 他突然从窗户那里翻了进来 说你们在给我洗脑 让我不要相信你们 他真要带走我 你就进来了 原来如此 他果然是在挑拨你我的关系 大巫师对你那么好 每个月都耗尽心血帮你做祝福 希望你能得到神灵的保佑 没想到 竟然被楚全臣如此重伤 他真可恶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相信他的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们 而去相信一个外人 看来大巫师的秘书 的确很厉害 现在若月 只把我们当成自己人 把楚全臣当成了外人 所以才会相信我们 我本来想让大巫师 再帮若月清除一下 今天的记忆 现在看来不需要了 若月根本不相信楚全臣 楚全臣早晚还会来找若月 与其一次次麻烦的解释和洗脑 不如 有这种方法 重伤楚全臣 让若月恨他 忌惮他 讨厌他 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改动若月的记忆 若月 也不会偏信楚全臣了 现在我担心的是 楚全臣 竟然找到雪月国来了 看来他是非要把若月 带回去不可 我一定要把若月藏起来 把他保护好 不让他再见到楚全臣了 此时 国师府外面的一条小巷子里 楚全臣和莫竹他们 才逃到这里 四面八方 就传来红山客们的声音 看着远处熊熊燃烧的火把 莫竹连忙说道 王爷 这附近全是国师府的人 我们又不熟悉路 跟我哪逃啊 让我想想 妹夫 跟我走 就在这时 黑暗中突然窜出一个白色的身影 那人影一窜出来 就猛地抓住楚全臣的手臂 楚全臣定睛一看 发现来人竟然是雪无暇 他的眼里立即浮起心细的神色 说道 无暇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里 此事说来话长 我们先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说 你们快跟我走 好 雪无暇看了众人一眼后 赶紧带着他们 钻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 他带着大家在巷子里穿来穿去 直到穿过好几条巷子之后 才来到了一条宽阔的大街上 走到大街上后 雪无暇突然将手放在唇前 嘘了一声 不远处立即有一辆黑色的马车朝他们驶来 等马车驶到他们面前时 车上突然跳下了一个娇小的女人 借着马车前灯笼的亮光 楚全臣这才看清 来人竟然是李天威 天威 你怎么也在这里 乌霞 他是 威儿 难道你连姐夫都认不出来了 姐夫 你该不会是李王殿下吧 正是 他就是我妹夫 那个帅的 勉强撑起半片江山的男人 你终于认出来了吧 太好了 李王殿下 你终于来救姐姐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他的 那你们几个是 莫大哥 风大哥 柳大哥 还有蒙昼和慈安 威儿小姐 你们怎么在这里 大皇子要去国师府看若月姐姐 我是在这里接应他的 没想到 我还没见到月儿 就看到你们和龙前车打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 原来你们早就来雪月国了 我一直很担心月儿的安慰 早就想来找他了 可是皇上一直不让我出城 直到我收到你们的信才知道 他暂时是安全的 后来我把男夫和姓儿安顿好之后 就赶紧来这里找他了 原来如此 不过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妹夫 来 我带你们进宫 我们先去见你的岳母大人 岳母大人 怕什么嘛 丑媳妇早晚是要见 不 帅女婿早晚要见丈母娘的 你别紧张 我先不说了 咱们赶紧上车 到了皇宫再说 好 说完 几人赶紧坐进马车里 车夫便驾着马车 朝皇宫的方向驶去 好在这马车十分宽大 所以一点也不用紧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马车终于到达了皇宫 雪无侠在向守城的将士们 出示了令牌之后 马车便朝着灵月宫驶去 谁也不知道 他的马车上多了几个人 很快 马车就驶到了灵月宫门口 此时的灵月宫门前 只剩下两列守殿的侍卫 而这些侍卫 早已是雪飞夜的人 所以雪无侠也不怕被他们看见 直接把楚玄臣等人 带进了宫殿里 人才走进大殿 花奴就一点疑惑地迎了上来 大皇子 您怎么来了 这几位是 花姑姑 母后睡了吗 还没有 女王还在内殿批阅奏折 那你快去告诉她 就说她的好女婿来了 快叫她出来见女婿 女婿 不会吧 一群操里操气的野汉子里 有女王的女婿 花姑姑 你愣着干什么呀 快去请母后啊 我马上去 花奴说着 赶紧走进内殿去通报 雪无侠看向楚玄臣等人 单笑道 好妹夫 别紧张 花姑姑是从来没见过 像你这么帅气的男子 所以才呆住了 明明是 黎王他们这狂野的装扮 吓着花姑姑了好吗 我现在这副装扮 不会吓着女王吧 万一女王对我的印象不好 不喜欢我怎么办 就在楚玄臣忐忑不已时 内殿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紧接着 一个身穿黄色龙袍的中年美妇 在宫女的簇拥下 缓缓地走了出来 楚玄臣抬眼一看 发现来人高贵华丽 沉稳端庄 气质出尘 不用想也知道 她就是雪月国的女帝 雪飞夜 于是 楚玄臣立即站正身子 等待雪飞夜的解释 看到雪飞夜走出来 雪无侠连忙迎上去 说道 母后 你终于来了 母侠 你说月儿的父亲来了 她在哪里 母后 你去外面找什么呢 你的女婿就在这里 见雪飞夜 见雪飞夜要往大殿外面走 雪无侠忙把她拉过来 拽到楚玄臣面前 接着 她憋着笑 指了指楚玄臣 雪飞夜不敢置信地看着楚玄臣 说道 无侠 你说什么 你说 她就是月儿的父君 这个满脸落腮虎 头上戴了顶破草帽 看着拉里拉她的男子 怎么会是我的女婿 正是 她就是楚国的黎王 楚玄臣 妹夫 这就是你的岳母 来 玄臣拜见女王陛下 不错 声音沉稳有力 不卑不亢 这外表虽然粗糙了一点 但身材高大匀秤 整个人透着一股成熟男人的魅力 竟然盈盈有些帅气 不过 和我那娇滴滴的女儿比起来 她这实在是有点太糙了 难道楚国的黎王 就是这副模样 哎呀 真是心疼我的月儿啊 母后 你怎么了 妹夫在拜见你呢 原来你就是玄臣 朕终于见到你了 不过 你的年纪 好像比月儿说的要大很多啊 悟想 他真的是月儿的夫君 不是说楚国黎王 是楚国的第一美男子 是个非常俊秀的年轻将军吗 面前这个满脸大胡子的男人 哪里年轻了 真的母后 你是不是不相信啊 这样 你在这等我们一下 我给你一个惊喜 来 好妹夫 你跟我来 乌侠究竟要给我什么惊喜 薇儿 这乌侠究竟在搞什么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女王 等一下就知道了 见李天威也不知道 雪飞也只好疑惑地盯着大殿门口 不一会儿 外面便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雪飞也赶紧往外看去 只见一个身着黑色华丽紧袍 妖际玉带 头戴玉冠的美男子走了进来 那男子身材影长 步履沉稳 浑身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尊贵之气 好似王者降临 这气质 真是出尘脱俗啊 这张干净俊俏的脸 更是精致得无可挑剔 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俊秀的男人呢 乌侠 他是 母后 难道你没看出来 你不会是玄臣吧 正是在下 天呐 玄臣 原来这才是你本来面目 朕终于懂了 刚才还以为女儿嫁了个大老粗 可怕我吓死了 现在才知道 原来玄臣易了容 这摘掉了胡子 换上紧袍的她 立马从一个大老粗 变成了美男子啊 母后 刚才妹夫这身装扮 是不是吓你一跳啊 老实说 我刚才看到她时 也有点不相信 怎么样 现在对你这个女婿还满意吗 满意 我当然满意 月儿能找到这么好的夫君 我真为她感到高兴啊 玄臣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雪月国的 你为何会是内服装扮 还有 你见到月儿了吗 无暇又是怎么遇到你的 母后 你不要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 这让妹夫怎么答呀 我这也是太着急了 没事 玄臣 你慢慢说 好 楚玄臣点头后 便慢慢地说了起来 他从龙千彻 将云若月卢走 开始说起 说他是如何想办法 离开楚国 如何来到雪月国 又如何想办法 混进国师府 在国师府里 一边当木工 一边接近云若月 听到这里 雪非夜满脸感动 没想到玄臣为了来找月儿 竟然放弃了她的一切 甚至连性命都不顾了 甚至为了月儿 不惜放下尊严 当一个被人呼来喝去的工人 这样的深情 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呀 我好不容易才来到雪月国 终于见到月儿 可她竟然不认识我了 我一直以为她是诗意 直到今天晚上我才知道 原来是龙千彻 叫大巫师 尘封了月儿以前的记忆 又给她植入很多 不属于她的记忆 所以她才会把自己 当成雪月人 还把龙千彻 当成她的未婚夫 把国师 当成她的亲人 什么 原来是大巫师搞的鬼 就说 怎么好端端的 月儿突然和我梳理了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上次我和吴侠 去找若月姐姐是 她根本不认识我 我还以为她是撞到了 头才失忆 没想到 她的记忆是被篡改了 难怪之前我们一直在寻找原因 却一直找不到 刚才我偷偷前去国师府 也是想再次接近月儿 看她到底怎么了 幸好我碰到了妹夫 才能解惑 现在王爷知道了真相 那之前王妃的一切反常举动 都可以解释了 敢问女王 王妃的记忆被篡改了 可以帮她改回来吗 这记忆是大巫师篡改的 应该只有她才可以改回来 好 那我们就想办法 把大巫师抓来 让她恢复月儿的记忆 对 在抓大巫师之前 我们还要把月儿也救出来 不过 现在国师府守卫僧严 机关重重 想要救出月儿并非易事 我们得从长计议 谋划好再动手啊 没想到堂堂一国女王 想要救自己的女儿 竟然如此困难 雪月人都说女王没有实权 处处受制于国师 甚至只是国师的傀儡 我开始还有一些怀疑 现在看来 传言不佳 这个龙世天很厉害是吗 我倒要和她斗斗 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接着 大家又商量了一下后 才结束了今晚的谈话 雪飞夜再见到 楚玄臣这个女婿后 对她十分满意 便把她安排在了 云若月的常乐店居住 此时 常乐店里的人 早就被她暗中换过了 有的被她收买成了她的人 那些不肯被收买的 也被她暗中拔除了 如今常乐店里外都是她的人 所以她也不担心 楚玄臣的行踪会泄露 就这样 楚玄臣和莫竹他们 在雪月国皇宫里安顿了下来 龙世天还在派人四处搜捕他们 势必要把他们抓到为止 此时的国师府内 龙世天和龙千澈派人抓捕了三天 都没能抓到楚玄臣 龙千澈的内心很焦急 生怕楚玄臣再前进国师府来捣乱 所以便和龙世天商量 让他赶紧和云若月成亲 以免夜长梦多 龙世天心疼龙千澈 便同意了龙千澈的想法 于是他决定三天后 就让龙千澈和云若月成亲 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 楚玄臣也不能怎么样 之后龙世天便派人布置国师府 把国师府布置得喜气洋洋 热热闹闹 这下国师府的下人们 全都忙碌了起来 龙千澈和龙世天商量好后 就赶紧来到了秦影院 此时 云若月正和佩尔 坐在桌前喝茶 若月 千澈 你来了 若月 父亲让我们三天后成亲 你觉得可以吗 什么 三天后 怎么这么快 父亲说 三天后是今年最好的日子 他不想错过这个黄道吉日 而且如果再度下去的话 就入冬了 到时候很不方便 可是婚房还没有修好 这会不会太快了点 没想到国师这么快就让我们成亲了 我还没做好这一天到来的心理准备 现在就快入冬了 我想 今年这婚房是修不好了 不过没关系 国师府有的是房子 你可以和我住在飞鸿阁 那里比婚房还大 可是 圣女 公子说的没错 这婚房不知道要多久才能修好 你和公子的年纪也不小了 不能再拖了 飞鸿阁里又大又豪华 你和公子住在那里也是一样的 根本没办法接受这么快就和千澈成亲 我总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千澈好像很着急似的 反正我们早晚都会成亲的 没必要如此焦急吧 千澈 婚事我母后知道吗 婚姻大事毕竟不是儿戏 我觉得应该和母后商量一下再说 你放心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女王了 邀请她和大皇子三天后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邀请 难道你们都不和她商量一下吗 女王当然同意这么婚事 不然她当年就不会让我们两个定亲了 若玉 你上次不是说过会心甘情愿的嫁给我吗 难道你不愿意了 没有 我怎么可能不愿意 我说了会嫁给你就一定会 我只是 觉得太快了而已 既然你愿意 那早跟晚你有什么区别 除非你根本就不想嫁给我 那好吧 我答应你 反正我早晚也是要嫁给千澈的 现在和以后也没有区别 真的吗 你真的答应了 真的 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不会反悔 太好了 若玉 你终于要成为我的妻子了 龙千澈说着 紧张地握着云若玉的手 此刻 她的心情很激动 很兴奋 因为她终于要娶到心爱的女人了 而云若玉的嘴角只露出了一个机械的笑容 她并没有龙千澈那么激动 相反 她的心情很沉重 和云若玉说好后 龙千澈兴奋地离开了清影院 帮忙准备成亲的事情 等龙千澈走后 云若玉坐到椅子上 平静地看向窗外 佩儿一边给她倒茶 一边高兴地说道 少女 太好了 你终于要和公子成亲了 公子可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可她却只喜欢你一个 现在大家都好羡慕你哦 少女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 只是想到这么快就要成亲 我有点紧张而已 没事的 你不要太紧张 这几天你只管吃好睡好 安心地当一个美美的新娘子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操心 佩儿 他们抓到大壮了吗 没想到这个大壮就是少女的丈夫 就是楚国鼎鼎有名的梨王 怪不得她这么关心少女 原来她混进国师府 就是为了救走少女 幸好少女已经被洗脑了 没有相信她的话 不然就麻烦了 啊 还没有抓到 国师在城里布下了天罗地网 但是大壮他们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一点消息都没有 少女 你在担心大壮哥吗 怎么可能 她是楚国的戏作 是雪月国的仇人 我怎么可能担心她 更何况她还企图侵略我国 我当然希望她能被抓住 原来如此 佩儿 你刚才还叫她大壮哥 难道你对她 没有 圣女 我只是口误 我对大壮哥可没意思啊 况且就像你说的 她还是咱们国家的仇人呢 我怎么可能还喜欢她 如果我不知道大壮的真实身份 也许还会喜欢她 可现在知道了她是谁 我当然一下子打消了这种念头 因为我们根本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 她还是圣女的丈夫 这样想起来 我之前的那些想法真是可笑 不一会儿 佩儿便出去做饭了 等她离开后 云若月站起身来去院子里散心 走着走着 她突然走到了附近的竹林深处 才走到竹林里 她就想起那天 楚玄成即使受了伤 也拼命救她的事 想起了楚玄成当时的失落和难过 想起了楚玄成 对她说的那些话时的认真 想起了楚玄成眼中的爱恋和痛苦 这让她不禁有些失神 千车告诉我 这些明明是楚玄成说来骗我的 可为什么 我总觉得那么真实 难道真的是 楚玄成太会伪装了 我突然有些迷糊了 既然迷糊了 我就索性不再想 我还是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等待三天后的婚礼吧 此时的东乡房里 白英落正站在窗前 盯着窗户上的一盆秋菊发呆 她已经被关在房间里好几天了 她好想出去看看 可有侍卫把守着她的门 她连半步都出不去 没想到曾经那个几万千传 暗云一身的我 会落到这个下场 而这一切都是那个云若月和那个可恶的大壮害的 我现在恨死了他们 恨不得将他们毁灭 小姐 吃饭了 就在这时 厢房的门被人打开了 小雨和何香端着食物 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等两人走进来后 守在门口的侍卫们冷冷地把门关上 继续像门神一样守在那里 白英落看到小雨和何香 一瘸一拐的样子 忙走过去 关心地问道 小雨 何香 你们的伤还没有好吗 还没有 这三十大半 哪那么容易好啊 小姐 你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已经涂了药膏 应该很快就会好的 小姐 你饿了吧 快过来吃点东西 小雨 怎么回事 怎么只有这些粗茶淡饭 连点好菜都没有 这 这是厨房的王婆子给的 她说你现在犯了大错 被国师关禁闭 只能吃这些 这个王婆子 翻脸必翻书还快 之前我受宠的时候 她天天巴结我 现在我落难了 没想到她也来踩一脚 真是气死我了 白英落说着 恨恨地瞪了那些饭菜一眼 她真想把这些饭菜给砸了 可真砸了 她就没吃的了 所以她硬是忍了下来 这时 何香和小雨对视了一眼 有些欲言又止 吞吞吐吐吐 白英落见状 不由得拧紧眉头 问她 小雨 何香 你们俩怎么了 是不是有话想和我说 小姐 这 这什么这 有什么话直接和我说 我现在什么都受得了 小姐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 听到别人都在说 公子三天之后就要娶圣女 他们要成亲了 什么 三天之后 是的 听说是国师的命令 国师说三天之后 是黄到吉日 所以才会这么着急 白英落听到这话 身子一软 颓然地坐到了椅子上 他们竟然真的要成亲了 我还以为没有那么快 或者 或者是公子故意说来气我的 没想到他真的要娶云落月了 那我怎么办 现在国师不要我 我要失去了公子 那我的未来应该依靠谁 小姐 你不要太难过了 你长得这么漂亮 就算不能嫁给公子 也一定能寻一门好亲事的 好亲事 在雪月国 有比嫁给公子更好的亲事吗 我是天之娇女 只能嫁给公子这样的人中龙凤 我才不想嫁给那些不如公子的男人 早知道我当初就不应该三心二意 也不应该拒绝公子 否则我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小姐 昨天晚上我经过飞红阁时 好像听到几个侍卫在议论 他们说 其实大壮就是圣女在楚国的相公 他来国师府是为了找圣女的 什么 你说大壮是云落月的丈夫 这是真的吗 嗯 好像是 反正那几个侍卫说的有板有眼的 我猜想 公子之所以那么着急要娶圣女 肯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还撞 怪不得他会帮云落月 原来他就是云落月的相公 这么说来 这云落月的丈夫分明就是个低贱的下等人 没想到这种女人也能嫁给公子 公子到底是什么眼光 是啊 那个大壮就是一个相巴佬 给我们公子提鞋都不配 圣女的命怎么这么好 一个乡下丫头也能飞上枝头当凤凰 真是气死我了 行什么 行什么云落月可以嫁给公子 这一切都是我的 是他抢走了我的一切 我真想杀了他 白英落 白英落 你还想杀若月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杀了你 公子 你怎么来了 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不会真心悔改 我那天真应该杀了你 为什么 公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精明无剑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 我为什么 到了现在 你还不清楚吗 想起他在父亲面前的媚态 还有他勾引龙坤 勾引楚宣臣的样子 我就觉得恶心 这样的女人 真是脏了我的眼睛 公子 你嫌弃我是吗 我也不想做那些事 可我是被逼的 要不是你把云落月带回家 让他抢走了我的一切 我会这么做吗 这一切本就是若月的 他才是女王的正统血脉 是我命定的未婚妻 你拥有的本来就不属于你 你只是把属于他的还给他 你有什么资格不甘心 不 这一切都是我的 我才是少女 我才应该是你的妻子 是他夺走了我的一切 我不服气 你还是那么一想天开 你当初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小姑女 是国师傅把你养大的 给你锦衣玉师的生活 和无上的尊容 怎么 国师傅给你这些 你就真以为自己是圣女了 你只不过是一个替代片 一个冒拍户而已 你 公子 原来你竟然是这么看我的 我警告你 国师傅已经顿以不保 给了你永远也奋斗不来的生活 你若是再敢伤害圣女 别怪我无情 没想到我在公子心中 竟然只是一个替代品 冒拍户而已 原来他是这么看我的 我好恨你 好想拉着他们一起毁灭 此时的凌月宫内 雪无侠和楚玄臣 才走进宫殿 便看到雪非夜 正神奇凝重地 坐在龙椅上 他的脸色深黑 眼中燃烧着熊熊的怒火 雪无侠连忙上前问道 母后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你这么着急叫我们过来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武侠 宣承 刚才国师派人来告诉朕 说三天之后 他要为龙千澈和月儿 举行婚礼 什么 龙千澈竟然真的敢去月儿 他肯定是看你来了 怕你把月儿抢回去 心慌了 所以才会这么着急 是吗 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 无论如何 我都要阻止这场婚礼 对 我们一定要阻止这场婚礼 宣承 你放心 朕心中 已经有了主意 我会趁着去参加婚礼的机会 和你来一个礼应外合 毁掉这门婚事 好 多谢陛下 宣承 月儿也是朕的女儿 朕对她的关心不逼你少 你不用如此客气 好了 时间紧急 咱们先来商量一下 三天后的计划 好 随后 雪无侠拿出了一幅 国师府的地图 铺到桌子上 几人凑到桌子前 开始商量计划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就到了三天后 这天是龙千澈和云若月成亲的日子 一大早 佩儿便和一堆丫鬟 过来给云若月梳好发际 化好精致的妆 再给她换上一袭 华丽耀眼的凤冠侠配 戴上珍珠玛瑙等名贵的首饰 等云若月换好喜福后 喜娘忙把她扶了出来 云若月一走出来 众人同时响起了一阵惊叹声 哇 你们快看 圣女好漂亮啊 好像仙女下凡 是啊 圣女真是既美丽又端着 今晚公子要是揭开圣女的红盖头 一定会激动的睡不着觉的 佩儿 快把盖头拿过来 我给圣女盖上 是 圣女 那好吧 原来这个红盖头竟然有这么多机会 这时外面响起了阵阵里乐声和鞭炮声 国师府来了很多宾客 显得特别热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司仪的声音 新郎官到 公子来了 你们快看 哎哟 及时快到了 公子来接新娘子去拜堂了 听到即将要拜堂 云若月紧张的身子一致 用手偷偷地戳了出面前的盖头 透过缝隙 云若月看到一斜红衣的龙千澈 正朝她激动地走了过来 于是 她赶紧放下盖头 紧张地站在原地 众人看到龙千澈那副新郎官的打扮 纷纷在心里惊叹 哦 换上喜福的公子也太好看了吧 他精神抖擞 喜笑颜开 简直是春风得意的模样 公子 恭喜你 我还从来没看到公子这么开心过 可见公子有多喜欢少女 谢谢 没想到这么快 我就可以娶到她了 看到她穿着风吻下呸 等着我来迎娶的样子 真有点不敢相信 我这是在做梦吗 若月真的 就这么快嫁给我了 若月 及时就快到了 你准备好了吗 即时已到 请新郎新娘前去拜堂 若月 我们走 好 说完 龙千澈牵着云若月的手 朝国师府的堂室走去 喜娘和丫鬟等人赶紧跟上 旁边不时有礼乐声传来 现场十分热闹 兵客们一进入国师府 便赶紧捧着厚礼上前 谄媚地巴结着龙世天 看着这些人 龙世天一脸得意地捋了捋胡须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嘶疑的声音 女王驾到 参见女王 平身 说着 雪非夜霸气地仰手 目光森寒地扫到了龙世天脸上 脸色微微不悦 龙世天一眼就看出了女王的不悦 我未经她的同意 强行让前车去胜女 她能高兴才怪 不过 在我面前 她根本没有资格不高兴 我决定的事 就是女王也不能更改 我肯邀请她来参加这场婚礼 已经是给她面子了 陛下 你终于来了 这边请 母后 我和威儿去看看妹妹 看她准备得怎么样了 你们去吧 雪无侠和雪非夜暗中对视了一眼 便拉着李天威往青影院的方向走去 等雪无侠离开后 龙世天看着雪非夜霸气地出声 女王 你看看今天的布置 还有这些宾客 都是本座为孩子们精心安排的 你觉得怎么样 国师安排的 当然不错 女王喜欢就好 不一会儿 龙千彻就牵着云若月来到了花亭外面 才走到院子门口 龙千彻就看到一抹白色的身影 正满脸嫉妒地站在人群中 美女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在这里 谁让你出来的 公子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阴落当然是来祝福你的 我问你 你不是在关禁闭吗 是谁放你出来的 公子息怒 是国师放小姐出来的 国师说 今天是你和圣女成千的大好日子 阴落小姐作为你的义妹 也应该来参加 你们最后别骗我 否则知道后果 公子 我都落到这步田地了 又怎么敢骗你呢 你放心 我不会做什么的 只会默默地祝福你们 没想到千彻这么害怕我搞事 今天的婚事国事很重视 我又哪里敢造此 再说 就算我想搞什么事 也不会在这里 我可没那么蠢 我只是想来看看他们成亲 才会让小语去求国师 放我出来参加婚礼 那你最好安静地待在旁边 不要生事 你若敢生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公子放心 我不会生事的 我恋你也不敢 我倒不贪心白银落 我担心的是楚宣臣 以楚宣臣的个性 如果知道我今天要取若狱 他一定会来闹事 所以 我早早地调遣了重兵 前来把守 让讲师们 将国师府团团守住 严防厮守 不让任何一个闲杂人等进入 现在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 严阵以待 他楚宣臣 就是长了翅膀 也飞不进来 以我所知 楚宣臣就带了几个人来 如果他敢来闹事的话 我正好可以将他们 一方大进 让他们有来无回 公子 及时到了 快进去吧 明月 走 我们进去吧 好 这一切原本是我的 没想到全成了云若月的 我好恨 好怨 好想毁了这场婚礼 可是我不敢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幸福 此时的花厅里一片热闹 十分喜庆 大家都在激烈地讨论着这场婚礼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嘶疑的声音 新人到 新人到了 你们快看 顿时 所有人都朝花厅门口看去 只见龙千澈 牵着云若月的手 缓缓地走了进来 看着眼前的一对新人 龙世天满意地 捋了捋胡须 一脸骄傲 雪飞夜的脸色 始终很平静 让人猜不透 他心中的想法 很快 龙千澈和云若月 走进了花厅 花厅的前方 布置着一张 大红色的天地桌 上面贴了个大大的喜字 桌岸上 焚香燃烛 烛火摇曳 看着十分喜庆 这时 喜娘忙走上前 朝龙世天问道 即时已到 大人 是不是该让新郎和新娘子 拜堂了 当然了 开始吧 好 那请新郎新娘过来 准备拜堂 没想到 我姐又和她拜堂了 等拜完堂 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 到时候 她就真的属于我 不再属于楚宣臣了 我真的就要嫁给千澈了吗 其实我很不情愿 内心很抗拒 可是我都答应了 已经没有了反悔的余地 请新郎新娘 一拜天地 龙千澈听到这话 缓缓地弯下腰 开始下拜 云若月却愣在那里 忘记了要拜 众人见状 疑惑地看着云若月 气气思雨起来 龙世天也看向云若月 眼神变得十分阴沉 龙千澈见状 别蒙问道 如月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 我刚才竟然呆住了 忘记了要拜堂 没事就好 那我们继续吧 嗯 朱伟 可能是圣女太激动了 才忘记了要拜堂 没事 怎么再来一遍 一拜天地 这一次 喜娘才喊完 云若月就赶紧低头 准备和龙千澈拜堂 就在云若月弯腰之时 一只利剑 突然直直地朝龙千澈射了过去 龙千澈见状 赶紧将身子一侧 躲开了那只利剑 就在这一瞬间 一道黑影猛地飞了进来 一掌将龙千澈击开 又迅速地把云若月 拉到了怀里 云若月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按在了一具 坚实的胸膛上 她顿时闻到了一股 好闻的芳香气息 她想抬头看看这男人是谁 却发现自己的头 被男人按得紧紧的 根本看不了 这下所有人都震惊地 愣在那里 惊得眼珠子都掉到了地上 龙世天狠狠地眯起眼睛 眼中泛着骇人的杀意 龙千澈后退几步 猛地捂住胸口停了下来 他赶紧抬头一看 发现来人竟是楚玄臣 大胆 敢擅装郭师傅 来人 给我杀了他 保护王爷 就在这时 慕如等人迅速地闪进花厅 将楚玄臣护在中央 手中的武器冷冷地对准所有人 看到楚玄臣的人全部闪了进来 龙千澈顿时大惊 郭师傅 守卫重重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这个不用你管 楚玄臣说完 突然看向怀中的云若月 他猛地抬手 一把掀开了云若月的红盖头 将红盖头冷冷地丢到了地上 声音铿锵有力 霸气冷凹 本王的女人 怎么能跟别人拜堂 你可不能掀这红盖头啊 只有圣女的丈夫才能掀 不吉利啊 不吉利 本王就是圣女的丈夫 凭什么不能掀 云若月一抬头 就对上了楚玄臣那双 冷傲霸气的眼睛 此时的他不再是那副 邋遢的装扮 他摘掉了胡子 去掉了草帽 换上了黑色的香金锦袍 头上戴着一顶翡翠玉冠 一张脸完美地无可挑剔 整个人也透出一股 君临天下的气势 云若月顿时被楚玄臣的气势 震慑住了 惊得愣在那里 这时龙世天站起来 目光阴质地盯着楚玄臣 大胆光徒 竟敢在圣女的婚礼上闹事 来人 把他们抓起来 慢着 国师大人 云若月是楚国人 是本王三眉六聘的王妃 他怎么能嫁给龙千澈呢 你这个狂徒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意图破坏这桩婚事 来人 给本座抓住他 国师 这里这么多宾客 难道你不想让大家听听真相 你这么着急想抓住我 是不是怕我把真相说出来后 你会受到天下人的唾弃 你胡说什么 国师 你让他说 圣女是朕的女儿 之前一直流落在楚国 最近才回宫 朕对她在楚国的事 还不太清楚 现在正好 也让朕听听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女王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朕当然知道 朕对这位小兄弟的话 也很好奇 怎么 国师 你怕他说 不敢让他说下去 没想到女王 竟然敢公然反对我 她吃了雄心 豹子胆 现在若月在玄尘手里 我不担心她的安归 自然是不会再害怕龙世天了 而且我还多了 玄尘这样厉害的帮手 再加上我暗中培植的势力 就更无所畏惧了 国师 圣女是在下的师父 这件事事关重大 不可儿戏呀 在下也想听听 这小兄弟说的真相 我怎么变成他的师父了 可我对他没有半点印象 难道是因为我撞到了头 所以才把这位老神医忘记了 好 你说 你要是不给本座一个正当的理由 本座绝不会放过你 好 那本王就告诉你们 我是楚玄尘 她是本王名媒正取的黎王妃 神医云若月 什么 她就是楚玄尘 楚国那个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黎王楚玄尘 真不敢相信 面前这个年轻的男子 竟然就是那个威震天下的战神黎王 他竟然说我是神医 可我明明不会医术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原来面前的这个楚玄尘 就是那个大壮 何湘不是告诉我 云若月的丈夫是相伴老吗 怎么大壮竟然变成了楚国的黎王 这黎王的名号响当当 名动天下 我当然早就听过 没想到云若月的丈夫竟然是他 根本不是什么相伴老 没想到云若月这个贱人 竟然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丈夫 若月 你别相信他的鬼话 他是楚国的细作 这些都是他编来骗你的 你快过来 东千澈 你心慌了 要不要本王告诉大家 堂堂雪月国的大祭司 竟然是一个无耻的小偷 就是 你们的大祭司真不要脸 趁我们王爷不备 偷偷把我们王妃抢来雪月国 想将他去为己有 他可真是够坏的 你们胡说 若月 你别听他们的 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假的 你去问问天下人 看他到底是本王的妻子 还是你的未婚妻 你们可以去楚国问问 谁不认识神医李王妃 龙千澈 你无话可说了吧 你说圣女从小在国师府长大 可除了你们国师府的人谁信 圣女明明是大祭司 从楚国带回来的 怎么可能在国师府长大 大祭司 圣女从小就流落明间 直到前段时间才被你和大皇子找回来 他根本不是在国师府长大的 你为何要这样欺骗他 对呀 上次我和师父聊天的时候 他还说他是从楚国来的 这大祭司啊 我师父怎么会在国师府长大呀 难道龙千澈真的骗了我 难道楚玄澈说的是真的 就在这时 角落楚突然出了一个矮小的黑衣老头 那老头一闪进来 就用一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云若月 接着他的嘴巴开始翁动起来念咒语 楚玄澈一把将云若月按在怀里 右手紧紧捂住云若月的耳朵 不让他听大巫师念咒 月儿 你不要听 吼你个大巫师 还赶进咒语来控制我们王妃 你找死 说着 牧主手中猛地打出一颗石子 一把击中了大巫师的嘴巴 大巫师来不及防备 猛地摔倒在地上 此时 大巫师的嘴巴渗出了丝丝血迹 已经被石头给打烂了 见他无法再念咒 楚玄澈这才放开了云若月 雪非夜见状 怒声道 怎么回事 大巫师怎么来了 女王 在下 你闭嘴 你们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楚玄澈 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 你给我住嘴 龙千澈 你又心虚了 你怕我把真相告诉大家 怕大家知道你和大巫师勾结 欺骗圣女的秘密 你 你让大巫师利用他的巫术 尘封了圣女以前的记忆 又给他植入了很多不属于他的记忆 你们欺骗圣女 对圣女说他从小就在国师府长大 说他是你的未婚妻哄他嫁给你 圣女因为被你们控制了记忆才会忘了我 才会跟你成亲 所以我才会来这里救他 顺便揭穿你们的谎言 什么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怪不得我总觉得这件事怪怪的 原来大祭司和大巫师联合篡改了圣女的记忆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婚礼 千澈 这是真的吗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不 不是真的 卓月 你不要信心他 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 龙千澈 我猜想一定是你把月儿掳来后他不喜欢你 你采用这种阴毒的方法改变他的记忆 强行让他嫁给你 月儿依德高尚玄乎济师救人无数 可就因为你的自私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医术 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他本来有医者大爱 你却把他困在这小小的国师府里 让他变成你们的傀儡 从此活在你们编织的假象里 你这样是真的爱他吗 我一直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早 楚玄臣你少废话 你分明就是楚国的奸细 你编这些谎言 就是为了来破坏大祭司和圣女的婚礼 进而侵略我们国家 圣女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我编谎言 你要不要去楚国问问 我和月儿的婚约是由楚国皇帝做主的 我们是帝王之命 媒妁之言 堂堂正正 绝无半点虚假 月儿 你还记得吗 我们曾在塔拉草原对着塔拉湖立过誓约的 我们请天地为美 日月为正 愿侄子之少白头偕老 我们还承诺相亲相爱永不分离 要一生一世在一起 月儿 月儿 你也记得吗 我 остан nie 月儿月儿 我随便一说就能说出很多和圣女的过去,可你们主子呢?你看她都无话可说,无言见人了吧 你 龙七愤恨地握紧宝剑,眼中生腾起振振杀意 龙七彻则难受地站在那里,她的目光紧紧地看着云若月,眼中有很多伤痛 她的确是无话可说,无言见人 她也不想再编那些假话来欺骗她,不想再自欺欺人 看到龙千彻的反应,云若月心里一致 是却告诉我,楚宣臣说的是真的,也就是说我被龙千彻给骗了 可是我脑子里只有关于国师府的记忆 我努力地想回忆起楚宣臣说的那些事情,脑子却更胀更难受,像要爆炸似的 最终什么也想不起来 国师,你看见了吗?大祭祀无话可说了 原来黎王说的就是真相,月儿明明是从楚国回来的 这件事雪月国人尽皆知 和你们却这么对它 你们为什么要欺骗朕,为什么要伤害朕的女儿? 够了,女王,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你给本座闭嘴 楚宣臣当众揭穿这个秘密,让我整个国师府的面子都抹不开 让我瞎不来台 这一次,我一定要把面子找回来 小子,本座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本座警告你,赶紧把圣女还回来,否则本座对你不客气 月儿是本王的妻子,既然她回到了本王身边,谁也别想夺走 楚宣臣,国师府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我早已布下了天罗帝王,你以为你逃得掉?我警告你,赶紧把圣女还回来 我不还又怎么样 说着,楚宣臣突然扣住云若月的头,霸道地吻上了她的唇 众人看到这一幕,纷纷瞳孔大睁,惊得下巴都掉了 只见楚宣臣强势地吻着云若月,像在宣示她的主权似的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吻,云若月也瞪大眼睛,吓得快要进鸾了 楚宣臣,你竟敢,你找死 龙千澈看到这一幕,气得一把夺过侍卫手中的剑,朝楚宣臣刺去 楚宣臣立即将云若月还在怀里,急速地朝外面飞了出去 云若月刚想反抗,就被楚宣臣塞进了怀里 墨竹等人见状,纷纷拿起武器,打出了龙千澈的去路 看到楚宣臣飞走,龙氏天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他一声令下,国师府里的侍卫就朝着楚宣臣追了出去 可就在这时,四面八方突然闪出来很多蒙面黑衣人挡住了侍卫们的去路 并且和国师府的侍卫激烈地打斗了起来 看到这批突然闪出来的黑衣人,龙氏天阴质地眯起了眼睛 明明已经将国师府手的刀枪侮辱,犹如铜墙铁壁 这些黑衣人和楚宣臣都是怎么进来的? 就在这时,龙氏天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些守卫突然反水,与另外的一些守卫打了起来 此时,莫竹他们已经逃离,龙千澈终于突围了出来 他才冲出来就看到了这混乱的一幕 龙千澈立即紧张地望向龙氏天,问道 怎么回事,父亲,这些守卫怎么叛变了? 难道守卫里出现了叛徒?该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些当然全是我的人 我在雪月国忍辱负重这么多年 如果不暗中培植一点自己的势力 恐怕早就被龙氏天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又怎么会安然活到现在? 不好,大人,楚玄臣已经跑了 什么,我去追他 人,快去追,一定要给本座抓住他们 龙氏天一声令响,侍卫们立即朝外面追了过去 同时也有更多的黑衣人前来阻拦,不让他们抓住楚玄臣 这下龙氏天气得脸都绿了 他突然看向雪非夜 发现他正一脸冷傲地坐在那里,好像事不关己的样子 于是龙氏天冷声道 黎王,圣女被坏人掳走了,难道你不着急? 黎王是圣女的丈夫,他们本就是夫妻 夫妻团聚天经地义,朕着什么急? 你,你这分明是跟本座作对,你好大的担子 朕是雪月国的女帝 国氏,你想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朕做什么吗? 国氏,你该不是想弑君吧 大人,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 我们赶紧抓住楚玄臣,就回圣女要紧 好,这一次本座暂时不和你计较,你抓到贼人再说 你不跟朕计较,朕还没有计较你们灿改上语记忆的事情 这件事,你必须给朕一个交代 我都没和他计较了,他竟然敢这样说 看来,他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是不是有了楚玄臣,所以他才如此嚣张? 女王,别以为你有楚玄臣就可以高枕无忧 本座告诉你,你会后悔的 若是,朕才要警告你 别妄想可以支手遮天,谁后悔还不一定 乌侠,我们走 雪妃夜说完,冷得拂袖霸气地走了出去 许乌侠和李天威等人也赶紧跟了上来 看到他们拽得像二五八万的样子 龙侍天狠狠捏紧拳头 一张脸黑成了锅底 真是气死我了 女王竟然开始不受我的控制 大人,您请息怒 现在救圣女要紧 前车已经去追了 龙七,你速带一队人去帮前车 一定要把圣女带回来 是,属下遵命 这些突然出现的黑衣人到底是谁派来的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培制这么多人 还能在我的地盘上安插人手 难道 义父,您别生气了 公子一定能把圣女救回来的 本座知道 行了,本座还有事 先回房了 义父,让音乐送你回去 顺便给你按摩一下好不好 不必了 回去继续反省 别再出来四处晃的 没想到义父竟然会这么对我 他对云若月却不是这样的 他对云若月好言好语 十分客气,还很尊重 而对我呢 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时丢弃的备用品 可有可恶的替代品而已 他和龙千彻一样 都没把我当成人来看 都看不起我 想到这里 白鹰洛气的捏了捏帕子 带着小雨和和香离开了 这时 外面的黑衣人仍在和侍卫们打斗 现场十分混乱 官员们见状全都吓得惊慌失措四处逃窜 在混乱中 大巫师从地上爬起来 慌乱的往外面跑 想逃离这个地方 突然半空中传来了一道森冷的声音 墨主几人从墙外飞进来 猛的朝大巫师飞了过去 说大巫师 啊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过世啊 救命啊 想跑 没门 欢迎收听百度热搜榜第一爆款穿越剧 神医独飞不好惹 起猫中文网出品 南硕有声制作 作者 姑苏小七 墨主说完 一个剑步冲上去 把大巫师抓住 扛着他就往外跑 侍卫们见状急忙冲了上来 好在有很多黑衣人帮忙 墨主几人才能顺利的扛着大巫师逃了冲 龙三见状赶紧派人去追捕 自己则迅速的朝书房走去 龙世天才走到书房门口 便听到龙三气喘吁吁的声音 大人 不好了 大巫师被他们抓走了 什么 大巫师被谁抓走了 被楚玄臣的人抓走了 楚玄臣的人 他们不是早逃跑了吗 居然还敢回来 属下也以为他们逃跑了 谁知道他们竟敢折返回来 大人 听说楚国黎王擅长用计 他肯定是趁咱们都去追他 国师傅防守薄弱的时候 来了一个反向操作 回来抓走了大巫师 这个该死的楚玄臣 他竟如此狡杀 故意 罗上 传令下去 让十二宫公主前来见本座 大人是想让十二宫帮忙招住楚玄臣 嗯 你们赶紧去办 是 能让国师出动十二宫的人 说明这个楚玄臣极难对方 另一边 楚玄臣带着云若月在凌晨中奔系 楚玄臣带云若月冷 所以把他藏在自己的披风里 带着他飞过一片又一片的屋顶 朝东边的方向飞去 因为楚玄臣要带云若月 所以飞起来比较吃力 速度也比以往慢了一些 幸好每当有国师府的人追上来时 四面八方就有很多神秘的黑衣人前来阻挡 帮助他们离开 所以他们走得也比较轻松 这时龙千彻也带着人急速地追了上来 可就在他要追到楚玄臣时 前方突然窜出很多黑衣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立即挥剑和这些黑衣人对打 等他击退黑衣人时 却发现楚玄臣和云若月早就不见了 此时龙七也带着人追了上来 问道 公子 公子 楚玄臣呢 追到他们了吗 刚才差点追到 不过这附近埋伏着很多黑衣人 每当我们要靠近楚玄臣的时候 这些黑衣人就跑出了阻挡 现在让楚玄臣逃了 怎么回事 周围好像有很多神秘的力量在帮楚玄臣 我们追到哪里都有人帮他 他才来雪月国不久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帮手 也许是女王和大王子的人 现在先不管这些 先夺回圣女要见 可圣女会不会相信楚玄臣的话 竟然不再相信我们了 我有预感 若玉不会再相信我呢 如果再让他和楚玄臣相处下去 他肯定会更相信楚玄臣 而且他会恨我 恨我欺骗了他 这样我就永远失去他了 不管他信不信 先把他夺回来再说 广且我们要大巫师 对 我们可以让大巫师再给圣女洗脑 然后把圣女藏起来 藏到一个楚玄臣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 这样公子就可以永远拥有圣女了 不好了公子 大巫师也被抓走了 什么 公子 楚玄臣的人在逃走之后 突然又折返了回来 趁我们不备把大巫师给抓走了 该死的这个楚玄臣 所有人跟我一起去追 这一次我一定非抓到楚玄臣不可 此时楚玄臣带着云若月 逃离了那些守卫的事情 见没有人再追上来 他才将速度放慢 最后他们在一片屋顶上停了下来 停下来后 楚玄臣才将云若月身上的披风给拿开 披风一拿开 云若月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因为刚才她被她藏在披风里 差点快缺氧了 女儿 你没事吧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带我走 你是我的女人 当然只能跟我走 再说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真相 难道你还要跟龙千澈在一起 我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千澈都无话可说了 你觉得呢 娘子 你要是不信 我带你回楚国 让所有人告诉你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那又如何 你就能强行将我掳走吗 而且 你刚才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强吻我 你害我颜面尽尸 你太过分了 就算她说的是真的 我现在也无法接受她 我的脑海里对她没有任何印象 我根本不敢相信她是我的丈夫 更不敢相信 我们还有一对儿女 这对我来说像是晴天霹雳 更像天风夜谭 我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 娘子 我喜欢你才问你 你害羞了 我没有 你可别胡说 还有 我不是你的娘子 你少和我掏紧 龙牵扯都变相的默认了 你还说不是我的娘子 我不知道 我现在脑子里好酷 我什么都不想听 你别说了 娘子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听 我不要听 羽若羽说着 英纯又被楚玄臣给狠狠地含住了 惊得她瞪大眼睛呆力当场 楚玄臣惩罚地吻着她 修长的手指抚摸着她的下巴 在她娇嫩的唇上 沿磨吸水 在她的唇间 攻城掠地 辗转反侧 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被她这么一吻 云若羽的身子顿时 酥软了下来 楚玄臣的吻 仿佛有一种魔力 能让人沉沦 云若羽的心轻轻一颤 滑过一串电流 瞬间忘记了要反抗 过了好一会儿 楚玄臣才意犹未尽地 结束了这个吻 当楚玄臣离开她的唇后 云若羽这才回过神来 她羞愤地捂着自己的唇 兴眼圆 楚玄臣 你这个混蛋 你干什么又吻我 以后你要是再敢捂住耳朵 听我说话 我就会这样惩罚你 你 你是个神经病 我懒得理你 我要回国师府 不要跟你在一起 这个家伙太不要脸了 经常动不动就强吻我 我宁愿回去 也不要和他待在一起 娘子 你不能走 我就要走 我要回去 我不要跟你 月儿 云若月话还没说完 突然脚底一滑 整个人朝屋顶栽了下去 楚玄臣赶紧上前一把拉住了她 随后她将云若月的身子轻轻一拉 拉到了自己怀里 云若月惊魂未定地拍了拍胸脯 想到 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我差点从房顶拴了下去 娘子 你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屋顶上吗 还得乱跑 你就不怕甩下去 甩成大花猫 你愿甩死 也不要跟你这种臭流氓走 臭流氓 我不过是吻了你一下 你就说我是臭流氓 好 那今天晚上我就让你知道 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流氓 说着 楚玄臣一把将云若月搂在怀里 又带着她往前飞了 云若月听到这话 切得用粉拳捶楚玄臣的胸口 楚玄臣 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月儿 别乱动 你别挑战我的耐心 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对你做出什么来 真怕这个混蛋熟悉难发 在这里对我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还是别乱动了 嘘 如果我是吓起的 那就害怕成这样 真不尽吓 随后 楚玄臣带着云若月急速地朝东边的一座大山飞了过去 两人一起飞时 云若月又闻到了楚玄臣身上那股好闻的芳草气息 没想到 没想到 这么禽兽的一个男人 竟然有如此清新的味道 他脸色严肃 不 样子认真 自豪不像刚才那么无奈 他的身上 隐隐透着一股成熟男人的魅力 还挺吸引人的 不一会儿 云若月就看到面前出现了一座巍峨的高山 此山笼罩在一片白色的云雾之中 山上十分陡峭 怪石临旋 到处是悬崖峭壁 看着十分惊险 楚玄臣揽着云若月急速地往山上飞去 等飞到半山腰时 云若月突然发现 山上竟然隐立着一座典雅古朴的山庄 山庄的门头上挂着一块红色的匾额 上书《御隐山庄》四个流金大字 山庄的四周处处站着首岗的甲钉 他们将山庄牢牢地守护着 什么人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看着这座山庄 云若月十分惊奇 他没想到这样的山中 竟然有一座如此隐蔽的山庄 这时楚宣臣已经带着云若月落到了山庄的门口 他们才到门口 林长老便带着他的弟子们一脸热情地走了出来 殿下 圣女 你们终于来了 王爷 你终于把王妃带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他们是谁 为什么我的记忆中便没有这些人 封军师 辛苦你们了 林长老 这一次能够救回月儿 多亏了你们 多谢 殿下无需客气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女王的命令我们当然必须遵守 圣女 圣女 你还记得在下吗 你是 哎呀 看来圣女的记忆果然被篡改了 他连在下都不记得了 张老无需忧心 本王已经派莫竹他们去抓大巫师了 我想 他们应该也快回来了 王爷 我们回来了 楚玄臣话音一落 不远处的莫竹和蒙正几人就扛着一只大麻袋迅速地爬了上来 他们才走到山庄门口 便把手中的麻袋猛地往地上一扔 那麻袋里立即传出一阵声音声来 摸住立即打开麻袋 冷冷一提就把大巫师提了出来 又扔到了地上 哎呦 别扔了 痛死老夫了 哎呦 哎呦 李长老 李兄 李一 你们怎么和楚玄臣在一起 难道你们和他是一伙的 李长老是女王的亲信 这么说来是女王在背后帮楚玄臣呢 今天那些前来阻拦的黑衣人也是女王的人无疑了 大巫师 你倒还不算太笨 反正大巫师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让他知道也无妨 原以为女王只是个无权无视的傀儡 没想到他竟然在背后悄悄地培植了那么多实力 莫竹兄弟 你们真是厉害啊 国师府守卫重重 你们不仅救回了圣女 还把大巫师也抓了回来 多亏了王爷想的法子 他让我们趁国师府防守薄弱时 又折回去抓大巫师 当时国师府的守卫都出去抓人了 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 原来如此 估计龙世天也想不到这逃跑了的人还敢再回去 李王啊 你这一招出其不意 可真是妙啊 林长老 哪里 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们也不会那么顺利 之前还以为女王处处受国师掣肘 毫无实权说不上话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女王一直在国师面前忍辱负重 故意示弱隐藏实力 她不仅在暗中培养了这么多人脉 在雪月国也有很多秘密据点 这玉隐山庄就是她的据点之一 也是女王叫林长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 这一次多亏了女王与我们理应外合 于雪无侠和威尔想办法打开国师府的后门 我们才能潜入国师府 顺利救出月儿 大巫师 你说你是如何篡改圣女的记忆的 可有解咒的方法 老夫告诉你们 这咒术只有老夫能下 也只有老夫能解 你们刚才那么对老夫 老夫打死也不会给圣女解咒 你都落到我们手里了 居然还跟随样 你信不信我对你用刑 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方式 老夫告诉你们 你们只要敢碰老夫一根毫毛 老夫永远也不会帮你们 现在咒术在手 我就不相信他们敢对我用刑 你 你还敢嚣张 求人得有求人的方式 现在是你们求我办事 可不是我求你们 你们最好向我赔礼道歉 再把我完好无损的送回去 我才会考虑帮你们 否则 没门 赔礼道歉 还要把你送回去 你算哪根葱啊 臭老头啊 我脾气不好 你若再不帮圣女解咒 小心我让你生不如死 小子 你尽管动手 反正我就老命一条 死了也没事 可要是我不帮圣女解咒的话 她就永远也想不起你们了 最重要的是 她已经浮下了我的遗忘水 如果三个月内不解咒的话 她以后的记忆会变得越来越差 最后 会变成一个毫无记忆 脑袋空空的耻耳 你说什么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 如果情况再严重一些 恐怕会威胁到 圣女的性命 所以 你们最好考虑清楚 要如何对老夫 你 来人 关起来 我明日再审他 是 墨竹冷冷一招手 立即有几名手装侍卫走过来 把大巫师拖到了柴房里 被拖走时 大巫师阴冷诡诀地 忘了出寻尘一眼 太好了 这个黎王一定是相信了我的话 这样 我就能再时保命了 只有我知道这些话都是假的 是我为了活命编出来的 本来我也不想撒谎 谁叫他们咄咄逼人呢 哼 吓吓他们也好 等把他们稳住之后 我再等国师派人来救我 或者是找机会逃跑 月儿 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的记忆找回来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知道 但是你能不能先松开我 好痛啊 这家伙也太紧张了吧 不过 看大巫师的反应 我已经相信了楚全臣的话 看来我以前的记忆真的被封住了 脑海里拥有的都是一些假的记忆 只是我不敢想象 大巫师的咒术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我现在脑海里的记忆 难道全都是假的 全都不属于我 可是楚全臣对我来说 有什么那么的陌生 若月姐姐 这女子不是上次那个叫威儿的人吗 她怎么来了 妹妹太好了 妹夫终于把你救出来了 雪无侠才走到云若月面前 就欣喜地看着她 面对热情的两人 云若月有些尴尬的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在记忆里她和这两人并不熟 尤其是李天威 云若月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见云若月是这副反应 雪无侠忙说道 妹夫看来月儿还是抢不起我们来 大巫师那个老东西呢 她的嘴很硬 怎么也不肯说 我先让人把她关起来了 等明天再审她 大皇子 大巫师说她给圣女喝了一瓣水 如果三个月之内不给圣女解咒的话 圣女有可能会变成痴儿 什么 雪无侠将手放在下巴上 转了转眼珠 漫不经心地说道 一瓣水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妹妹 你对这一瓣水有印象吗 没有 我没听过 好像也没有服用过 无侠 大巫师每个月都会以做祝福的名义 清除月儿的一些记忆 就算月儿喝了 她也不会记得的 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这大巫师一向神神叨叨的 说话半真半假 说不定她是说来吓你们的 等明日我来选她 让她尝尝我的手段 对了大皇子 你们来的时候 没有被国师的人发现吗 有那么多人帮我们 他们怎么可能发现 长老 你放心 没人知道我们来这里了 楚宣臣 今天国师府守卫重重 你们又是如何寄来的 这当然多亏了吴侠和威儿 是他们趁国师不备 悄悄打开了国师府的后门 我们才能里应外合前进去救你 哦 原来如此 若月姐姐 这国师和龙千澈父子俩真是太坏了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你是在楚国长大的 只是被龙千澈掳来的雪月国而已 后面 她又叫大巫师改变了你的记忆 所以你才会忘记我们 这一次 国师不经女王的同意 强行让龙千澈娶你 女王才将计就计 连和王也把你救了出来 不然 不知道你会被他们俩骗多久 你想当我如此信任的人 竟然会那么欺骗我 我一直以为自己从小就在国师府长大 以为自己和龙千澈是恋人 可事实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假的 是龙千澈在骗我而已 但我现在对楚宣臣他们也很陌生 我突然感觉自己很孤独 就像一根飘灵的浮瓶 找不到记忆 找不到根 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月儿 你是不是一点也想不起我们来了 没关系 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你要记住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有你的亲人朋友 我们都会永远陪着你 对 若月姐姐 你还有我们 等一下我就把你以前的事情告诉你 还有南风和星儿 他们可是你生的宝宝 他们很可爱的 我 我真的孕育过生命吗 记忆中 我明明没成过亲 他们居然说我生了一对宝宝 这对我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渭儿 先让你姐姐休息一下 等她休息好之后 我们再和她慢慢说 好 那我陪姐姐去休息 小丫头 你姐姐休息 自有你姐夫陪 你去凑什么热闹 还不快过来 雪无侠说着 一把拉住李天威头上的小辫子 把她拉到了自己面前 李天威立即吃痛到 你拉我干什么 好痛 我要跟若月姐姐在一起 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聊天了 谁要跟你这种臭男人在一起 我是臭男人 你竟然敢说雪月国第一美男子是臭男人 你跟我过来 我让你好好地闻一闻 我到底臭不臭 臭死了臭死你臭死了 什么第一美男子 第一自恋狂还差不多 你 你竟敢说我是自恋狂 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雪无侠说着 拉起李天威就往假山后面走 不一会儿 假山后面就响起了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 还有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 不过 这声音是雪无暇的 楚全臣失笑地摇了摇头后 转身便看到 云若月身上的新娘服 她随即问道 林长老 你们这里有多余的女性服装吗 当然有 山庄里的五字齐全有的是衣服 林兄 你快去准备几套衣裳给圣女换上 是师父 王爷 我已经叫人给圣女准备好了房间 就在你的房间旁边 你快带圣女去休息吧 好 多谢 楚全臣说完 就带着云若月去了她的房间 两人才走进云若月的房间 林兄就带着下人走了进来 林兄指着下人托盘中的衣裳说道 王爷 这是在下为圣女挑选的衣裳 你们先看看 如果不合适 那边库房里还有 有劳了 那在下先行告退 王爷如果有事 直接吩咐在下就是 大白天呢 你干嘛关门啊 你要做什么 难道你想开着门换衣裳 谁说我要换衣裳了 这个家伙动不动就喜欢强吻我 我可不想和他共处一室 更不想在他面前换衣裳 你是我的妻子 难不成你还想穿着这件嫁衣在外面乱晃 我可没承认我是你妻子啊 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 那就不算 你想不起来所以就不算了 当然了 我对你没有半点印象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何去回来骗我 你觉得我们是骗你的 你这么爱占我的便宜 说不定你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挽足你的授予 娘子 没关系 你想不起来 为父早晚会让你想起来的 好啦 你不是要我换衣裳吗 那你还不快出去 以前你换衣裳的时候 从来不会避讳我的 再说我们是夫妻有什么不能看的 你 我以前是这样的吗 我才不信自己那么没节操 我可没承认我和你是夫妻 你少和我掏进虎 你不承认就不是了 要不咱们去楚国问问 看看大家怎么说 要不你去问 才不去 娘子 你还不相信我 有一件事可以证实我的话 上次你不是说你还是黄花大闺女吗 要不这样 我们来试一试 你就知道我说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你这个灯徒子 又想找我便宜 你给我出去 娘子你别推我呀 我说的都是真的 于六月说着 猛地将楚贤臣推了出去 再将门狠狠一关 楚贤臣还想再说什么 可门已经被关上了 她只好失笑地摇了摇头 朝着她的房间走去 赶走楚贤臣后 云若月抱着衣裳 坐在了椅子上 天哪 楚贤臣说的都是真的吗 难道我们俩 早就有肌腹之亲 早就坦诚相见了 不过听他们的口气 我俩连孩子都有了 那这些事情 肯定早就做过了 想到自己以前和她 做那种事情的场景 我就觉得很难为情 那我以后要怎么面对她 接着 云若月和楚贤臣在山庄里 安顿了下来 吃过晚饭后 云若月觉得很困 就早早地睡觉了 这一觉她睡得很沉 也睡得很香 所以直到日上三杆才醒来 这时一束浅浅的光从窗外射了进来 打在了云若月的眼睛上 她英宁一声后 有些迷糊地睁开了眼睛 可她才睁开眼睛 就看到了一张放大的俊脸 看到床上多了一个男人 云若月吓得尖叫了一声 楚贤臣 楚贤臣 你怎么在这里 娘子 你醒了 怎么样 昨晚有为夫陪伴 睡得还好吗 陪伴 云若月听到这话 赶紧看向楚贤臣 才发现她指着了一件礼仪 礼仪微敞开 露出了她那性感结实的胸肌 和若隐若现的腹肌 她才往下面一瞟 竟然瞟到了微露的人鱼线 这 这也太火辣了 我鼻血都快流出来了 楚贤臣 你干嘛穿得这么少 还有 你怎么在我的床上 娘子 你为什么这么和我说话 难道昨晚的一切你都忘了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昨晚的一切 我昨晚明明在睡觉 我和你怎么了 娘子 难道你真的如此无情 昨晚你明明抱着我 说好喜欢我 可现在你竟然这样 你 你这分明是想使乱中气 不想对我负责任 什么 天呐 昨天晚上 我不会真的和他做过什么吧 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楚贤臣 你跟我说清楚 昨天晚上我们做了什么 我明明一个人在睡觉 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昨天晚上你睡着之后 我怕你冷就进来帮你盖被子 谁知道你却突然抓着我不放 说你喜欢我 还一个劲的往我身上扑 所以 所以咱们两个才会一夜春宵 什么 楚贤臣 你竟然趁我睡着了 偷偷跑进我的房间欺负我 你分明就是登徒子 是色狼 你不要脸 你还我清白了 娘子 这不是我主动的 明明是你主动的 是你自己说喜欢我 要我为你效劳 我我才勉为其难的 你还敢强辞多礼 你这个亲手 我要杀了你 王爷 你不是叫王妃起床吗 怎么还没出来 莫主 你说什么 王妃 你终于醒了 这都日上三干了 你还没有起床 王爷亲手为你做的早餐都凉了 王爷亲手为我做的早餐 这是怎么回事 王爷很关心你 和你吃不惯这儿的东西 一大早就起来为你做早餐了 早餐做好之后 他就进来叫你了 怎么 王爷哪儿去了 他没在里面吗 哦 他不在 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我可不想让莫主知道 出现人躺在我的床上 什么 王爷不在你的房间里 那他去哪儿了啊 可能 上茅房去了吧 你先回去等着 我马上出来 哦 好 楚宣臣 你刚才是骗我的对不对 什么一夜春香屎乱中气 根本什么都没发生 都是你编出来骗我的对不对 娘子息怒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逗你玩 逗夫人开心是为父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这么多人开心的吗 给我下去 别在我床上累着 娘子 你又谋杀亲夫了 你要是把威夫踢坏了怎么办 臭无赖 赶紧给我出去 好好好 这就出去 回来 把你的衣裳穿好 难道你想就这么出去 这大白天的 你如此一拙 成何体统 要是让别人看到他就这么出去了 我怎么想我 我那还不是为了给你看 给我看 我才不想长真眼 送我我的不要 真的 可是你以前很喜欢看的 那个 娘子 如果你现在也喜欢的话 为父随时可以为你效劳 还随叫随到 任你想用 不安 另一边 墨主走进饭厅后 发现楚玄辰早上做的包子都凉了 他无奈地扫了一眼 那看着像包子 又有点像面疙瘩的东西 准备把它拿去厨房里再加热一下 就在这时 楚玄辰走了进来 看到楚玄辰 墨主连忙放下餐盘 好奇地走了过去 王爷 你终于来了 你刚才去哪来啊 没去叫王妃起床吗 我刚才去外面散了一下心 你怎么不去叫王妃起床呢 你看这包子都凉了 没事 让王妃多睡一会儿 他昨天肯定是累了 累了 这再怎么累也不至于睡那么久吧 这个你还没成亲 你不会懂的 什么呀 楚玄辰 你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娘子你别误会啊 我刚刚什么都没说 是啊王妃 我和王爷真的什么都没说 王妃 你快看 王爷给你做了早餐呢 他亲手给你包了包子 还熬了粥 你快尝尝 你说什么 你说这是包子 当然啊 这可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为了包这个包子 我可是向墨主学了很久的 你敢说这是包子 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是几个面疙瘩 脱了衣裳在这里打架呢 这是什么 这是少水吗 王妃 这怎么可能是少水吗 这是王爷给你熬的绿豆粥 为了做这些早餐 他天不亮就起来了 辛苦了好久呢 这样啊 那我免为其难的尝尝吗 那你快尝尝 看看我的手艺怎么样 云若月坐下来 拿起一个像被车轱辘碾压过的包子 轻轻的尝了一口 包子一入口 他就尝到了一阵鲜嫩的肉香味 这让他不油的连连点头 嗯 不错 还挺好吃的 楚玄成 你的手艺很不错吧 没想到这些包子的外表 虽然像被痛扁了三十大板似的 但味道却很好吃 那是当然 这可是我用了心的 这样啊 那谢谢你啊 我是个恩怨分明的人 虽然我讨厌楚玄成老师占我的便宜 但他为我做了包子 我也会真心的感谢他 这样的味道 如果不是用了心 是做不出来的 看到淫若月满意的样子 楚玄成顿时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时封青阳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 王爷 属下收到一封密报 谁寄来的 这 你们有要事说什么 那我先回避一下 不用 月儿你不用回避 军师 王妃是自己人 你有什么事直接说便好 不用避着他 是 我不是不相信王妃 只是害怕王妃被龙千澈欺骗 再次相信龙千澈而已 王爷 这密报是董长风将军寄来的 董将军说他和陈平将军被赐了八千金锐 正在雪月国边晋级节 随时等你的调遣 要进来救你 好 董将军和陈将军终于来了 本王正好有些手痒 很想和龙弑天一战 有八千玄策军的精锐部队 这一次咱们终于可以替王妃报仇了 对 顺便还能帮女王除掉国师 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他龙弑天不是指手遮天很嚣张吗 这一次本王倒要看看 是他强还是本王厉害 军师 你等一下给董将军回一封信 叫他现在边境等着 本王随时会联系他 是王爷 不过王爷 雪月国的边境被国师把持着 恐怕将士们不容易进来 不用担心 咱们还有女王 莫主 你和林长老进宫一趟 把这件事告诉女王 只要有女王的帮忙 玄策军就进得来 好 有女王为董将军大开方便之门的话 他们就容易进来了 你们先去办事吧 是 两人说完后便退了下去 听到他们的对话 云若月心里一正 没想到楚寻臣 竟然在暗中集结了这么多人 要攻打国师 虽然我知道国师和龙千车都欺骗了我 但在我的记忆里 这两人都对我很好 尤其是龙千车 他对我一直呵护被之十分关心 所以 我明知道他欺骗了我 却对他恨不起来 这样的话 到时候我要如何选 月儿 你是不是在担心龙千车 我 我没有 你不用骗我 我知道的 不过 我一点也不想怪你 因为你被他们改变了记忆 你现在只记得他们的好 其他的什么也想不起来 所以才会这样 听到楚寻臣的话 云若月错过脸去 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他的脑子里很乱很难受 什么都不想思考 楚寻臣见状安慰道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你这样想很正常的 只有当你真正的找回记忆 摒迹到那些虚假的记忆 你才知道如何选择 我才不会烦恼 也许吧 看来 我得赶紧把月儿的记忆找回来 也只有这样 他才不会迷茫 姐姐姐夫 你们吃好早餐了吗 我昨天饿了大巫师一夜 走 我们现在去试试这个老东西 看他说不说 月儿 我们一起去 楚寻臣说着 不等云若月回答 拉起他的手就往外走 于若月本想拒绝 可他的手已经被楚寻臣紧紧地牵住 没办法挣脱出来 只得跟他走 很快几人就来到了关押大巫师的那间柴房 才走到柴房门口 雪乌侠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一阵难受的深音声 他往里面一看 原来是大巫师抱着肚子坐在地上 顶着一张枯朽的老脸 唉声叹气 哎哟 哎哟 我好饿呀 好渴呀 我 我好难受啊 怎么样 大巫师 你现在是很饿吗 想不想吃东西 谁说老夫饿了 老夫就是死 也不吃你们的东西 你们休想收买我 哎呀 没想到你还挺有骨气的嘛 可惜本皇子并不想收买你 那你想干什么 本皇子现在有些饿了 当然是要吃饭了 来人 把饭菜给本皇子盛上来 很快 一叠叠鸡鸭鱼鹅和山珍海味 就被端了进来 看到这些美味的食物 大巫师猛地咽了咽口水 他看向雪乌侠 不敢置信地说道 大王子 你不会是要在这里吃饭吧 哎呀 你猜对了 我当然是要在这吃饭 来 我们先吃一个鸡腿打打牙剂 大巫师 你好好看着啊 雪乌侠说完 人已经坐到饭桌前 拿起一只烤的金黄金黄的鸡腿 开始吃了起来 李天威立马扑刺一笑 楚宣臣和云若月 也不禁好笑地勾起了嘴角 雪乌侠咬了一口鸡腿后 又去吃其他的东西 他一边吃一边喝酒 还不停地感叹 啊 好香啊 这肉太好吃了 太美味了 大巫师 你想不想吃啊 大巫师看着那些被烹饪的十分精致的肉菜 闻着阵阵肉香 看着他最爱喝的酒 口水猛地流了下来 他好想冲过去抱起肉就啃 抱起酒壶就喝 可是他不能 他再想吃 这时候都得有骨气 得忍着 于是他不懈地转过头去 说道 大皇子 无论你怎么引诱老夫 老夫都不会帮圣女解咒 老夫宁愿被活活饿死 也不会背叛国师 真的 你宁愿饿死也不会背叛国师 你对国师可真是忠诚啊 哎呀 这有酒有菜的日子 真是快活似神仙啊 特别是这老酒 真是入口香醇 清香四溢 真是太好喝了 你 哎呀 真是我最爱的酒啊 每天在家里都要喝上几杯的 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血无侠喝 哎呀 我真的好难受啊 大皇子 你不用再引诱我了 我说过 只有你们送我回国师府 我才会替圣女解咒 其他的 没门 送你回国师府 你就给圣女解咒 你刚才不是说你就是饿死 也不会背叛国师的吗 你怎么前后矛盾啊 我 想骗我们 你以为我们是三岁小孩啊 臭老头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一旦我们送你回去 你就会反悔 你当我们是傻的 既然你们不愿意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 我提醒你们 如果再不给圣女解咒的话 她很快就会变成痴儿 老东西 你少拿这些话来吓唬我 我警告你 现在你在我们手上 你最好乖乖给圣女解咒 否则 受苦的是你 大皇子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总之我永远不会背叛国师 更不会帮圣女解咒 你们趁早死了这条心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啊 行 我先让你尝尝 这痒痒粉的滋味 雪乌侠说完 手中突然多了一包药粉 他对大巫师冷冷一挥手 就将那药粉撒到了大巫师身上 大巫师猛地打了个喷嚏 身上开始发痒 他立即难受地伸手抓了转 可他一抓身上就更痒了 没办法 他只得赶紧将双手放在身上 着急地抓了起来 抓了一会儿后 他感觉身上好像有万千只蚂蚁在啃咬似的 疼得他只想撞枪 大巫师痛苦地皱起眉头 愤怒地瞪着雪乌侠 大巫师 你居然这么整老夫 快解药呢 你快拿解药来啊 哼解药 可以啊 你帮圣女解咒 我就给你解药 我不 我就是养死 也不会背叛国师 那你就在这儿受着吧 妹妹 我们走 看样子这个大巫师的性子很烈 不容易屈服 不过 我会继续想办法 一定要让他帮育儿解咒 乌侠 大巫师这么老了 他撑得住吗 你放心 只是一点养羊粉而已 倒不至于要了他的性命 没想到这老头如此倔强 他硬得不吃 要不咱们就给他来软的 给他好吃好喝的招待 他心情一好 说不定就同意了呢 不会的 这老头不是个好东西 你对他再好他也不会领情 可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可他一直不肯帮若叶姐姐 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先饿他两天再说 到时候我们再另想办法 好 如今也只好这样了 此时的灵月宫大殿上 雪飞夜听到林长老和墨竹的汇报后 一脸高兴 他将手放在龙椅上霸气地说道 好 玄臣竟然从楚国钓了兵马来 还是他最精锐的玄策剧 有他的帮忙 正对付国师又多了几成把握 陛下 黎王殿下的兵马已经沉兵边境 只是边境全被国师的人拔空着 他们想要进来恐怕不容易 朕知道 林长老你不用担心 此事朕自有办法 墨将军 请你回去告诉玄臣 让他等证的好消息就是 是 有陛下与王爷联合 在下相信 搬到国师指日可待 有玄臣帮忙 朕相信 国师也得意不了几天了 玄臣可是楚国的战士 听说他的玄策军素质很高 战斗力非常强 不是那种乌合之重 他们甚至能以一敌十 是一等一的精锐部队 而且玄臣还是军事天才 有他在 我一定能斗到国师 夺回属于自己的政权 接着 墨竹又和雪非夜商量了一下 双方联合的事情后 才离开皇宫回到玉隐山庄 看到墨竹他们离开 雪非夜的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有玄臣帮忙 我这次一定能赢 虽然雪月国的边境大部分被国师掌控 但我这么多年也在暗中活动 这边境线上也有很多我的人 想把这些玄策军弄进来也不是问题 只要玄臣有军队就可以和国师较量 我可以帮玄臣做好后方工作 帮他准备好粮草和一切战略物资 让他无后顾之忧 只要双方强强联合 一定能成功 陛下 不好了 不好了 国师来了 国师 你怕他干什么 他来得正好 朕正想找他 让他进来吧 是 国 国师 你来了 滚开 女王 你好大的胆子 国师 你竟敢擅闯朕的寝宫 见到朕还不行礼 应该是朕问你 你的眼中 到底有没有尊备 到底还有没有朕这个女王 女王 薛飞 你在本座面前摆皇帝的谱吗 他不过是我手里的一个傀儡 还真把自己当成皇帝了 好了 少废话 有什么事情直接说 别在这里东拉西扯的 有楚玄臣在 本座看你的翅膀是长硬吗 本座问你 国师傅一向把守严密 楚玄臣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那些黑衣人又是怎么回事 你都不知道 朕又如何知道 女王 你别跟本座装 那些黑衣人是你的人 楚玄臣也是被你的人暗中放进来 就连那些背叛本座的守卫 也是被你收买的对不对 哼 真是好笑 是你自己看守不利 管不住你的人 居然想怪到朕的身上 你别在这里装疯卖傻 本座早已猜出来了 这些帮助楚玄臣逃脱的人就是你的人 你休想狡辩 你有证据吗 你哪只眼睛看到他们是朕的人了 有本事你去找证据 没有证据 你别在这面前胡说八道 这件事明明就是他做的 他居然还装不知 真是气死我了 女王 本座看你的翅膀的确是长硬 你不承认是吧 本座一定会要你好看 或是 朕还没有问你们控制圣女的事 你还敢倒打一耙 朕问你 你们为何要篡改圣女的记忆 解药呢 解药在哪里 你还好意思问解药 本座问你 你把大巫师抓到哪里去了 快把他交出来 大巫师竟敢控制圣女 如果让朕抓到 朕 朕一定要将他大谢八快 以泄心头之恨 没想到女王的胆子变得这么大 竟然个烦 女王 你敢跟本座作对 本座一定不会放过你 还有你的一双儿女 说完 龙世天盛怒地扶了扶袖 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看到龙世天愤怒的样子 雪飞燕满脸冷凹 这一下他和龙世天是彻底撕破了脸 不过他不后悔 他再也不想受龙世天的气 更不想自己的孩子和万千百姓都受制于他 想到龙世天的威胁 雪飞燕看向花奴 说道 花奴 看来国师气急败坏 要狗急跳墙了 那陛下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去通知宫廷侍卫 让他们严加提防 再派人去提醒吴侠和玄臣 让他们随时注意 不要让国师的人发现 是 奴婢马上去 不行 我绝不能让龙世天得逞 我得赶紧叫人继续准备部署 好好地防着龙世天 同时 我还要好好配合玄臣 赶紧把玄臣的兵马弄进来 龙世天在雪飞燕这里受了气后 当然无法忍受 他一回到国师府 便让龙千澈召集了十二宫的公主 到了他的书房 龙千澈把所有人带进来后 便淡淡地站在旁边 样子有些沉闷 有些失神 思绪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空 此时 玄音宫的公主柳晨 率先站了起来 拱手道 不知大人召我们前来 有何要事 各位公主 楚玄臣和圣女的下落 你们查到了吗 抱歉大人 我们在城中搜捕了很多天 都没有发现他们的下落 是啊 这些人像凭空消失了似的 我们翻遍了灵城 都没有找到他们 真是奇怪 大人 看来楚国的黎王果然如传言中的一样 是只狡猾的狐狸 咱们一时半会抓不到他们 请大人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看能不能抓到此人 楚玄臣的确很狡猾 如果你们抓到了他 不要留情 是 大家虽然这样说 却都在暗中对视了几夜 上次的婚礼事件 多多少少也传到了大家的耳朵里 现在大家都知道 圣女是被龙千澈掳来的 楚玄臣才是圣女真正的丈夫 不过 不过他们可不敢反抗国师 只得跟着国师一起 把对的说成是错的 给他来个颠倒黑白 这时龙世天犀利地扫了众人一眼 说道 主位 你们除了要抓楚玄臣之外 本座还有一件事 需要你们去办 请国师吩咐 女王最近翅膀掌硬了 竟敢与本座作对 也是因为她在暗中搞小动作 楚玄臣才得以逃脱 看来她被这本座积蓄了不少势力 什么 原来女王看似听话 竟然偷偷在背后陪着势力 这女王的胆子不小 不过 她也不敢反抗大人吧 女王以为她有楚玄臣帮忙 就可以嚣张狂妄了 哼 本座今天叫你们来 就是要你们帮本座 清除掉她的这些势力 俗下领命 请大人吩咐 现在朝中有一些人忠于女王 在她身边替她办事的人也很多 包括雪乌侠林长老 以及她的众多弟子 这些人都是女王的心腹 本座要你们将这些钉子一颗颗拔出 将她的罩牙全部除掉 是 请大人放心 我们等一下就去办 大人 您放心 女王现在扶持谁 依靠谁 我们就除掉谁 绝对不会让您有后顾之忧 我们一定会尽快捡出女王的帮手 等到她无人可用时 就是向大人臣服之时 好 辛苦你们了 你们去办吧 是 属下告退 这一次 我一定要给女王一点颜色看看 看她还敢不敢反我 这时 龙世天看到龙千彻正忧郁地站在旁边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于是她挑了挑眉梢 说道 前车 前车 你在想什么 啊 父亲 你叫我 刚才我和大家商量正事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呃 父亲 我没有意见 全都按你说的办 本座刚才说了什么 你知道吗 我 你看看你 根本就没有认真听本座说话 所以连本座刚才说的什么也不知道 前车 你是本座的儿子 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失魂落魄 要死要活的 连父亲这么重大的事情你都不听 父亲 楚宣臣已经把若月录作了这么多天 我实在很担心若月 很想见到她 所以才 不就一个女人而已 天底下多的是 你又何必为她如此失神 你要是想要女人 我一副去给你找 一定给你找一个比云若月好十倍的女人 听到这话 龙千澈失望地看向龙世田 他摸着自己的胸口 说道 最近 我心里喜欢的是若月 怎么能换成其他女人 女人不都一个呀 你和谁在一起又有什么分别 你看看你 为了一个女人魂不守舍 好像没有她你就不能活了一样 你能不能果断一点 精确一点 别把她放在心上 先顾一顾正事 做一个厉害的强者 做一个像你一样 无情无爱的强者吗 你说什么 父亲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 心里只有权势和地位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比如亲情 友情和爱情 可是你看看你 你心中只有对权势的渴望 除了权势 你无所有 你这样活得真的快乐吗 你 女子 你竟敢这么说我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当初我娘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嫁给你 却被你无情地冷落 我可不想做你这样的人 我喜欢若月 我爱她 我一定要把她夺回来 这才是我的正事 你 心中只有儿女私情 你可知道 现在女王已经和楚玄臣联合 郭师傅岌岌可危 你不想着对付你的仇人 每天只知道长絮断谈 你这样如何与楚玄臣斗 如何才能夺回圣女 父亲 我会去杀楚玄臣 但这不影响我四年若月 你放心 我一定会杀了楚玄臣 马术月带回来 我怎么生了一个这样叛逆的儿子 龙千澈离开书房后 并没有立即去抓楚玄臣 而是来到了青影院 走进青影院后 他静止来到了西厢房 此时的西厢房里空无一人 显得十分冷静 龙千澈走进去 打量了一下这间房 以前这间房里全是云露月的身影 可是现在却冷冷清清空空荡荡 一个人也没有 看着起了灰的桌椅 许久没用过的茶杯 和窗台上开始枯萎的花朵 龙千澈一脸怅然 这时佩儿从隔壁的房间走出来 疑惑地看着龙千澈 公子 你怎么来了 没什么 我只是过来看看 公子一定是思念寿女了 所以才会来 公子 你要喝茶吗 我去给你沏茶 不用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对了 威儿 圣女的房间有多久没有打扫过了 有好几天了 抱歉公子 这几天 奴婢都在帮忙找圣女 所以没有时间打扫她的房间 你放心 圣女我会去找的 从现在起 你每天将她的房间打扫干净 及时更换她的床破 把这些桌子椅子 还有插盏全部擦干净 等圣女回来的时候 她就能用上了 是的公子 奴婢知道了 对了 还有这些花 如果枯萎了全部换成新的 圣女很喜欢鲜花 她要是一回来啊 看到鲜花一定会很开心的 公子放心 奴婢一定照办 若玉还会回来吗 她会不会 离开之后永远也不再回来了 那应该怎么办 我想 我大概是深深地爱上了她吧 否则不会如此难受 走出青影院后 龙千彻不知不觉 又来到了旁边的工地上 工地上早已停工 没有一个人在 昏房只修了一半 现场到处散乱着各种石头和木材 自从云若玉被楚玄辰抢走之后 龙世天就下令停工了 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寒冷 所以全部工人都回家了 你不知道何时能够复工 我扯他会永远停下去 大家用力一点继续抬 都没吃饭吗 赶紧把这块石头抬出去 省得晦气 可是管家 这石头太大了 就凭我们几个抬不动啊 管家 怎么了 公子 你来了 公子 你来了 就是这块石头在花园里太占地方了 所以我叫他们给抬出去 刚才你说这块石头晦气 这是什么意思 没 没什么 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公子 就是一块破石头 没事 我叫他们抬走 都还愣着干什么 你们快抬走啊 哦 是是是 等一下 先让我看看这块石头 哎呀 公子 一块破石头而已 有什么好看的 哎呀 您别看了吧 管家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你越不让我看 我偏要看 这是谁雕的 公 公子 这 这 这是 大壮雕的 大壮雕的 他什么时候雕的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就在不久前雕的 当时我本来想告诉你 后面我又忘了 才没有告诉你 哎呀 我也没想到大壮 原来是楚国的狄王啊 是圣女的丈夫 这幅雕像代表了 大壮对圣女的情谊啊 哎呀 我们当然 不敢留啊 所以才趁公子 没有发现的功夫 先丢了他 可没想到 运气这么差 正好被公子给撞下 哎呦 真是倒霉死了 原来楚全臣 早就在暗中 像弱月时暗了 我竟然都不知道 要是我早一些 发现他的身份 就不会弄成这样了 公子 您О秦 您开吆 您看我们现在不是 正要把它扔了吗 你要是不喜欢 我们就把它 扔得圆圆的 然后再毁掉 绝对不爱您的一案 不要 公子 您说什么 不要扔 把它留下吧 公子 这 真的要将这雕像留下 公子不是很恨离王吗 可他竟然要留下离王的东西 看公子这痴情的样子 他应该是舍不得圣女 想通过这幅雕像来读物私人 管家 找个合适的位置 把他摆好 定期前来清理 不要让他弄脏了 是公子 那我们把他摆到飞鸿阁去吧 这样你就可以天天见到圣女了 就这样吧 若鱼 你究竟在哪里 你有没有想我 或者是恨我 怪我 怨我 另一边 墨竹回到玉隐山庄之后 第一时间把雪非夜的话 告诉给楚玄臣 楚玄臣听后也安下心来 有女王把马 此事便事半功倍了 我的好妹夫 你有空吗 嗯 我明明比雪无侠要大 这家伙却一天一个好妹夫 听得我无语 月儿 你怎么也来了 妹夫 明明是我先和你说话的 你眼里居然只有我妹妹 你真是偏心 够了 人家是夫妻 我姐夫眼里只有我姐姐才是对的 难不成 只有你 难道不可以吗 你看看我这玉树临风的气质 任何人见了我都不可能不为我折腰的 就你这样 还玉树临风 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是造了多少孽 今生才会遇到你 错错错 应该是你上辈子不知道积了多少德 今生才会遇到我 我真是被你打败了 别看这两人经常斗嘴 但看起来却十分和谐 如果他们能成一对的话 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乌霞 你来找我何事 啊 哦 我只顾着和他斗嘴了 差点忘了正事 当当当当 你们看 我刚才新得了一瓶迷幻水 等一下 我要用这个 去审大巫师 迷幻水 这有什么作用 你听他的名字 是不是已经感觉很神秘 听说喝了这种水 人就会变得疯疯癫癫的 最后会变成痴呆 大巫师不是给月儿 服了一瓶水吗 那本皇子 就给他来一个迷幻水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迷幻水 真的有用 看到楚行臣有些疑惑 雪狐侠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干笑道 应该有那么一点用吧 什么 姐姐姐夫 你们别相信他的鬼话 这根本不是迷幻水 也没他说的那么神奇 这里面 只是添加了能让人置换的曼陀罗而已 曼陀罗 据说这曼陀罗有毒性 服用后会令人变得疯癫 如果大巫师真的疯了 那谁来帮月儿解咒 你不用担心 我用的量很少 不会真让他变疯子的 我这叫做精神折磨法 我要吓吓他 等他受不了的时候 看他招不招 对 以前月儿说过 有些病其实不是自己得的 而是被人吓出来的 他被吓了 说不定就能说出真话 那我们就去试试 好 我们走 此时 大巫师已经被饿了两三天 等大家走进柴房的时候 他正坐在那里哀声叹气 大巫师难受的呻吟了几声后 突然看到面前站了几个人 立刻吓得他一阵激励 大王子 你们怎么又来了 还有力气说话呢 看来还没饿死你 大巫师 识相的 马上给圣女解咒 这样我会留你一条性命 否则 你就等着活活饿死吧 哎呀 老 老夫生是过失的人 死是过失的鬼 老夫 宁愿饿死 也绝不背叛他 大王子 你还不如直接杀了老夫 来得痛快一点 事到如今 你还如此嘴硬 你想死是吧 本皇子偏不让你死 你 你想干什么 你这早老头坏事做尽 阴险毒辣 直接让你死了 岂不是便宜你了 只有让你生不如死 才最痛快 你这是什么东西 到底想干什么 这叫迷幻水 服用之后会使人置换 比你的遗忘水还要厉害 一样可以让你变成痴呆 迷幻水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 我那遗忘水可是瞎编的 难道这迷幻水真的可以令人变成痴呆 老东西 你不是喜欢用那些奇奇怪怪的药水来害人吗 那本皇子就要以牙还牙 让你也尝尝变成痴呆的滋味 来人 给我控制住他 这么好的药水 我要亲自为他喝下去 是 你们放给我 我不喝 我不喝 少废话 你不喝也得喝 雪乌侠说着 一把掐住大巫师的嘴 将那瓶药水狠狠地灌了进去 只听咕噜咕噜几声 那些药水全被大巫师给吞了下去 见他喝下药水 雪乌侠这才松开了手 此时大巫师满脸青子 难受得咳了几声 大巫师 本来我是想活活将你饿死的 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你想死 我偏不让你死 我要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 痛不欲生 来人 盯着他 先为他吃点东西 别让他死了 等一会儿 本皇子再来审他 是 给大巫师灌完迷幻药后 雪乌侠就带着大家离开了 中午大家才吃过午饭 林修便着急地走了进来 大皇子 那迷幻水好像有效果了 大巫师变得神神叨叨迷糊糊的 要不您快去看看 真有效果了 卫妇 走 我们去看看 救命啊 我的头好疼啊 这是哪里啊 这到底是哪里啊 大巫师 你怎么了 公子 你怎么在这里啊 公子救命啊 快救我 他们把我灌起来了 还不断地折磨我 我好难受啊 他怎么了 他怎么把你当成了龙千车 难道 真的是迷幻水起了效果 应该是 我的头好痛啊 谁来救救我 帮帮我 我的头好张啊 好像被火灼烧了似的 疼得快要炸开了 这样的痛简直无法忍受啊 这大概就是雪乌侠所说的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吧 不好 他要撞墙 雪乌侠健壮 迅速地拉住了大巫师 他伸手冷冷一劈 大巫师就被劈晕了过去 健壮 李天威惊恶道 乌侠 你把他怎么了 他没事吧 没事 他只是晕过去了而已 大巫师现在变得疯疯癫癫的 这样 他要如何帮我解重 妹妹 你不用担心 我放的曼陀罗很少 大巫师现在只是暂时疯癫 等他休息一会儿后 神志就会恢复正常了 原来如此 大家都说我是神医 但我现在去连一个曼陀罗都不知道 我都有点不肯相信那些话了 来人 拿一盆水过来 把他泼醒 是 是谁泼我 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泼老夫 大巫师 你看看我是谁 大皇子又是你 大巫师 刚才你体验了这迷幻水的滋味 怎么样 你觉得它和你的遗忘水比起来如何 我想起来了 刚才我被灌下了这迷幻水之后 就脑袋发胀 脑子里面像火烧似的疼 哎呀 那种感觉令我生不如死 难受得像撞枪自杀呀 看来这迷幻水的滋味 可比我的遗忘水要恐怖多了 这样的滋味 我根本不要再体验一遍了 我真想直接招了算了 伤得再受折磨 可是我又不想背叛国师啊 这天底下只有我才能给圣女解咒 要是让国师知道的我 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所以我还得再撑一撑 大王子 你竟然用这种阴毒的手段来对付老夫 你还是正人君子吗 要是让天下人知道 你就不怕他们唾弃你 大巫师 谁说我是正人君子的 我可没这样说啊 当才我只是给你服用了少量的迷幻水 你要是还不帮圣女解咒 我会慢慢地加大伎量 直到你变成痴呆为止 你 你太狠了 大王子 你敢这样对我 我是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国师 我实话告诉你 你的国师大人就要倒台了 到那时 他连自身都难保 还敢来找本皇子的麻烦 大皇子为何如此自信 难道是因为有黎王的帮忙 听说 楚国的黎王十分厉害 如果他和女王联合的话 说不定真的能打败国师 只是 现在一切都未明了 国师依旧是学悦国最强大的人 我当然不敢背叛他 大皇子 你别再说了 总之 你就是给我滚再多的药水 我都不会背叛国师的 你既然如此坚决 那我就成全你 雪无侠说着 又从怀里摸出了一只更大的玉瓶 众人看到那只玉瓶顿时一惊 因为这只玉瓶的瓶身 比之前的那只大的多 足足有三倍 大巫师看到这只瓶子 瞳孔立刻害怕地缩了缩 大皇子 你又要管我喝迷幻水 你敢 既然你如此嘴硬 那我只有这么办 来人 把这瓶迷幻水给他灌下去 我就不信 这一次他不招 雪无侠说着 将瓶子扔给一名侍卫后 拜着所有人离开了 等他们离开后 侍卫们便捏着大巫师的嘴巴 把这瓶药水 狠狠地灌进了他的口 很快 柴房里立即传出了 大巫师痛苦的呻吟声 第二天傍晚 雪无侠几人正在用晚膳时 灵修一脸高兴地走了进来 大皇子 王爷 太好了 大巫师他肯招了 大巫师真的肯招 是的 自从昨天我们给大巫师 加大药粮之后 他就一直疯疯癫癫的 当时 他好像变成了一个傻子 不停地在那里大叫 还经常做出一些 自枪的举动来 他被折磨了一夜之后 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后 他就说他想通了 要帮圣女解咒 看来这么一块水 真的有用 走 我们快过去看看 大巫师愿意给我解咒了 这是不是代表 我将恢复以前的气意 是不是到时候 我就能将主旋臣想起来 对我来说 冲击力也太大了 月儿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 看到楚玄臣温柔深邃的眼神 云若月的心 突然砰砰砰地跳了起来 他悄悄地看了楚玄臣一眼 发现面前的男人 俊朗非凡 耀眼夺目 偷着一股成熟睿智的男人魅力 这让他的小脸 笔记红了 楚玄臣不仅优秀 对我也很好 如果 让他当我的丈夫 似乎也挺好的 也不知道我和他以前 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我心里竟然有些期待 很想知道 那些和他的过往 我已经能从他的眼神里感受到了一些爱 这是不是说明 即使他忘了我也会爱上我 很快 众人就来到了柴房 雪乌侠一走进柴房 一个瘦小干瘪的身影突然朝他爬了过来 他定睛一看 发现这人正是大巫师 此时 大巫师可怜巴巴地抱着他的小腿 说道 哎呦大皇子 你这迷幻水实在是太毒了 我这心实在烧得疼啊 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这就帮圣女接招 只求你们 再饶我一命啊 别再折磨 我老头子了 你真的愿意帮圣女解招 真的 我愿意帮助圣女 只求你别再为我喝迷幻水了 他 他可比我的那些药水要狠毒一百倍啊 我的那些药水最多是控制人心 把人变成傀儡和没有思想的木偶 可是这迷幻水却让我浑身如火烧般的难受啊 我的脑子又胀又痛啊 好像有好多滚烫的热油在里面燃烧似的 整个人也快要爆炸了 我这身上一疼起来 就没办法控制自己 也不能冷静下来思考 我的眼里产生了很多奇怪的幻想 还总把面前的人认错了 遭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啊 即使是我现在清醒过来 身上仍旧阴阴作痛 心像被针扎似的 疼得我差点支不起腰来啊 我再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了 好 既然你答应 那我就让你替圣女解奏 不过我得先警告你一声 如果你敢耍什么花样的话 小心我拿更多的迷幻水来对付你 不要 大皇子 求求你不要再拿迷幻水来了 大皇子 你放心 我这条老命都在你手里 我怎么敢耍花样啊 要耍我早就耍了 何必遭受这么多折磨后再耍啊 再说 有出国的李王在 国师也岌岌可危 都这个时候了 我若是在帮国时 岂不是找死啊 那你先告诉我 你这遗幻水到底是真是假 大皇子 你那么聪明 肯定早就猜出来了 这遗幻水是假的 是老夫编出来吓你们的 老夫根本没有遗幻水 老夫只是给圣女下了咒 尘封了她以前的记忆 又给她植入了一些新的记忆 圣女现在只是被改变了记忆 我的咒术和我的那些药水 对她的身体没有半点损伤 她的身体还是健康的 你们放心 我就知道是你编的 你这糟老头 心机还挺深沉的 这一次 你要是再敢骗我们 我就让你永远生不如死 我知道我知道 请大皇子放心 这一次我不敢再耍花样了 我一定好好帮圣女解咒 还原她的记忆 你知道就好 那你赶紧给圣女解咒吧 你放心 只要你真的给圣女解了咒 我会派人好吃好喝的招待你 也不会把这件事情 泄露给国师 好的 谢谢大皇子 我这就行动 圣女啊 请你坐下 老夫这就给你施咒与解咒 月儿 大巫师要给你解咒了 来 我扶你坐下 哦 好 说完 鱼肉月缓缓地坐到了一只蒲团上 大巫师捂住胸口 吃力地走了过来 在走的过程中 大巫师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 她的胸前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似的 扎得她很难受 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 看着大巫师步履蹒跚的样子 楚玄尘的心里突然生起了一抹不好的预感来 大巫师 大巫师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老夫的心好痛啊 好像被无数根针扎似的 什么 那你还能为圣女解咒吗 能 应该能的 说着 大巫师吃力地将双手合十 慢慢地念起了咒语 很快 一阵低沉的迷迷之音 缓缓地从大巫师嘴里传了出来 就在这时 大巫师突然觉得心痛得很厉害 他难受地叫了一声 右手猛地捂住胸口 身子一僵 往地上倒了下去 大巫师 他怎么了 不好 大巫师死了 什么 他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死了 可能是他年纪大了 身体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受了这么多点的折磨 所以才 刚才大巫师答应 要给月儿解咒的时候 我满怀希望 结果一转眼 他竟然死了 那现在由谁来给月儿解咒 如果只有大巫师能解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月儿 永远也想不起我来了 他会不会永远不记得 我们那些美好的过去 我好不容易生腾起的希望 一下子就没有了 这对我来说太残忍了 会不会是我的药下多了 肯定是这样的 是我给大巫师 下了太多迷换水 他才会死掉的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因为我 他肯定能帮月儿解咒的 乌侠 你不要自责 本来就是大巫师不愿意招 咱们才出此下策 他如果早点招的话 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是啊 是大巫师残害圣女在先 他本就该死 而且 他早就坏事做尽 他这是活该 活该 我无法接受 唯一能替月儿解咒的人 竟然死了 是的大皇子 大巫师落到这个下场 肯定是天意 以前他利用自己的邪术 残害了不少人 像他这样的人 人人得而诛之 你只是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 说不定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才会这样惩罚他 不 都是我害的 要不是我 他肯定能救月儿 是我对不起月儿 是我的错 雪乌侠说着 自责地看了云若月一眼 接着眼眶一红 难受地跑了出去 乌侠 乌侠 姐姐 你不用担心 我去看看她 王爷 你没事吧 隐修 这世上真的只有大巫师 才能替圣女解咒吗 有没有另外的神医 可以帮助圣女 这咒术 是大巫师自己研究的 只有她能下 也只有她才能解 其他人 根本不会 这么说来 没有她的话 圣女永远都解不了咒 永远也不会找回 以前的记忆了 暂时是这样的 不过王爷 你也不要灰心 凡事都有万一 这样的邪术 既然大巫师会 那肯定还有 其他人会 只要咱们不放弃 说不定 还能寻到真正的高手 来给圣女解咒 可是这个万一很渺茫 连女王都找不到人 还有谁能帮月儿 王爷 明秀说得对 万一还有别人可以帮我呢 我不要灰心吗 我不是还在这里吗 不错 她人的确在这里 可是她的心 并不完全在我身上 再说 我们之前经历了这么多 我怎么能让她忘记呢 还有南风和星儿 如果她一直想不起来的话 她要怎么面对这两个孩子 对她来说 出国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充满了未知 她会习惯吗 她心里拥有的全是关于龙千车的记忆 她只能和我在一起 她心里能不能承受 王爷 天黑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以前她都喜欢叫我宣臣 或者是夫君 如今却这么陌生 难道以后我们之间都会这样陌生下去 林修 有酒吗 有 请您先回房间等着 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来 好 月儿 今天晚上 能不能陪我说说话 好 没问题 接着 两人来到了楚玄辰的房间 等他们到达后 林修也派人 端了很多韭菜进来 王爷 圣女 请你们慢用 陈大人怎么总是这么看着我 他的眼神又灼热又霸道 我根本无法与他对视 你不是要喝酒吗 我今天舍命陪君子 陪你喝一杯 真的 当然 一杯酒而已 不过是小意思 好 难道你肯陪我喝一次酒 但我们今天一定要不醉不归 来 请 谢谢 这酒真是存效 来 干杯 干杯 这酒还真是好喝 没那么苦 反而有点甜 好像水果汁一样 我再喝两杯 我现在很渴 正好喝点酒 也渴 现在的他娇娇可爱 古灵精怪 真像我记忆录的月儿 楚宣臣 来 我们干杯 好 就这样 楚宣臣和云若月 一来二去地喝了好几杯酒 几杯酒下毒后 两人的脸色都有些驼红 特别是云若月 他的脸红得越来越厉害 好像火烧云似的 看到他那张红扑扑的小脸 楚宣臣的心 突然扑通扑通地跳动起来 喉咙也不由自主地蠕动了两下 见楚宣臣突然盯着自己看 云若月连忙说道 你 你看我干什么 难道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没有 娘子 你脸红的样子真好看 你说什么呢 我说过 不准你喊我娘子 都怪他无事 如果不是他给你下咒 你也不会忘记我 好不容易等到他愿意为你接咒了 可他竟然死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老天爷在捉弄我 他现在很难过 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因为他说的那些过往 我一样都想不起来 我也没办法和他感同身受 楚宣臣 你不要再喝了 你喝的已经够多了 月儿 你是在关心我吗 你醉了是吧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月儿 不要走 说着 楚宣臣一把拉住云若月 将他紧紧地还在了怀里 很快 云若月就闻到了楚宣臣身上 有一股雅致的酒香味 这味道清香四溢 煞是好闻 他忍不住抬眸对上了楚宣臣那双幽深的眼睛 楚宣臣轻轻地挑起云若月的下巴 爱怜地在他脸上轻抚着 说道 月儿 我做梦都想带你回家 你不要走好不好 夜深了 太晚了 我应该回去了 不可以 再见 你不能走 娘子 你不可以走 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你要和龙千车成亲的时候 我心里有多难过 我甚至还做了很多噩梦 我离不开你 你真的不能离开我 不要走好不好 好不好 不忍耻 你松开我 月儿 你为什么要嫁给龙千车 你明明说过你不爱他的 可是你却答应了他 你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 已经爱上了他 没有 不是这样的 真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 嫁给龙千车是我的使命 我当时只是想完成使命才没有拒绝 其实我也不想的 不是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我 你告诉我 你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 你到底爱不爱他 我 我不爱龙千车 但不代表我就要接受你 月儿 你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 你真的已经爱上他了 我没有 云若月的话还没说完 朱玄辰突然堵住了他的唇 他顿时感觉全身一阵酥麻 脑中一片空白 很快 楚玄辰那暴风骤雨般的吻 就缠了上来 他在云若月的唇上舔势着 温热的舌头 钻入了他的口中 贪婪地攫取着他的芬芳 仿佛要将他侵蚀殆尽似的 突然 一股清甜的酒香味 从楚玄辰口中袭来 云若月的呼吸变得灼热 心也滚烫了起来 他的身子变得很软 好像化成了一滩水一样 见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 云若月索性不再反抗 任由楚玄辰在他嘴里 愚取愚多 见云若月不再反抗 楚玄辰突然停了下来 爱意满满地看着他 月儿 刚才你没有拒绝我 说明你心里是有我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刚才已经忘记了思考 只能本能地抱紧他 见云若月脸色娇羞 似乎还带着妩媚 楚玄辰突然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朝床铺走了过去 云若月见状急得赶紧叫道 楚玄辰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让你再次成为我的女人 我不要 娘子 我想要你 楚玄辰说着 轻轻地把云若月放到床上 此刻他真想将云若月占有 一解自己的相思之苦 听到楚玄辰温柔的话语 云若月的耳朵瞬间变得滚烫 他还来不及多想 楚玄辰已经把他压在身下 吻上了他细白的脖梗 突然 云若月的身子一阵站立 连脚趾都紧张地弯曲了起来 楚玄辰的吻 慢慢地从他的脖梗处 移到了他的耳垂 最后又来到了他的唇上 云若月的身子情不自禁地颤离着 他索性闭上眼睛 声色地回应了起来 看到云若月居然开始回应自己 楚玄辰心里十分激动 他嘀吼一声 扯掉了云若月的腰带 欢迎收听百度热搜榜 第一爆款穿越剧 神医独飞 不好惹 起猫中文网出品 南硕有声制作 作者 姑苏小七 一日 一束光从窗外照了进来 打到了云若月的眼睛上 他迷糊地睁开眼睛 突然发现 自己正倚在一具结实的胸膛上 他赶紧抬头一看 发现自己和楚玄辰 正衣衫不整地搂抱在一起 云若月的脑子轰的一声炸开了 他赶紧松开楚玄辰 将自己裹在了被子里 听到云若月的声音 楚玄辰悠悠地醒了过来 他看了一眼云若月 发现他已经像只土拨鼠一样 把全身都裹在被子里 只露出一颗头来 楚玄辰坐起身来 用手肘着头 展颜一笑 娘子 你醒了 怎么回事啊 楚玄辰 我 我怎么在你床上 并且一身不整 浑身酸疼 身子好像快散架了似的 娘子 你忘了 昨晚我们喝了酒之后 喝酒 昨晚他抢吻了我 又把我抱到他的床上 说得了我一碗 云若月偷偷地看了楚玄辰一眼 发现他薄薄的衣身下 性感的肌肉若隐若现 想起昨晚自己抱着这具身体 做的那些修人的事情 云若月顿时脸红心跳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静云若月脸色飞红 楚玄辰凑向他 笑得很是邪魅 娘子 终于想起来了 你别过来 你这个可恶的混蛋 昨晚竟然那么对我 我讨厌死你了 昨晚不知道是谁 明明那么享受 现在居然说这种话 你 你给我闭嘴 你别说了 昨晚分明是你趁人之危 你还敢说话 你 你快出去 这是我的房间 我怎么出去 我不管 总之你快点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 娘子 你别生气了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喝那么多酒 更不应该欺负你 如果 你要是觉得吃亏的话 要不 你再欺负我一次 这样咱们就扯平了 你 不止 糟了 我会不会有孩子 要是我怀上孩子的话 我要怎么办 娘子 你不用担心 你是我夫人 我当然会对你和孩子负责 我替你报仇之后 咱们就回家好不好 不好 我还没成亲 怎么能生孩子 再说 我又不喜欢你 怎么能和你生孩子 月儿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拒绝我 你的身体已经告诉我 你早就喜欢上我了 不然 你是不会让我碰你的 谁说的 你又不是我 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万一我根本不喜欢你 喜欢的是别人呢 我不信 我能感觉得出来 你喜欢的是我 而且 就算你现在不喜欢我也没关系 我喜欢你就行了 哼 你这人还真是自恋 我和你说不清楚 是 不行 我绝对不能怀孕 我必须做好补救的措施 这里有鼻子药吗 要不你帮我找一碗鼻子药来 不可以 娘子 你怎么能喝那种药呢 万一你真的不小心怀孕了 那就生下来 我会对你们负责的 我才不要给你生孩子 你想的美 娘子 你知道吗 天底下想为本王生孩子的女人有很多 但是本王一个都不喜欢 本王只喜欢你 也只有你 才配孕育本王的后代 楚宣臣 你以为谁都想跟你生孩子啊 你不要那么自恋好不好 总之 昨晚的事 我们都当没有发生过 我就当被蚊子咬了一口 什么 你居然说本王是蚊子 不是蚊子 是大狗好吗 无心你看看我身上 当初都是被你啃过的痕迹 你那么喜欢啃人 你不是狗是什么 说着 云若月撩起长发 把胸前和脖子上 那些红红的痕迹 展示给楚宣臣看 看到这些吻痕 楚宣臣立刻想起了昨晚那疯狂的一幕 身子又紧绷了起来 他强忍住满腹的欲望 抱歉地摸了摸头 说道 对不起啊 娘子 我很久没跟你那个了 都怪我昨晚太激动了 要不你摇我来还 你 你走开 谁要摇你啊 云若月羞红着脸 赶紧穿上衣裳 用头发遮住脖子上的吻痕 慌乱地下床打开门 他紧张地看了看四周 发现门外没有人之后 这才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里 才回到房间 他就赶紧跑到镜子前 照了照自己的脖子 天哪 这么多吻痕 你要我等下如何见人啊 早知如此 我昨晚就应该拒绝楚宣臣 都怪我一直不坚定 昨晚被楚宣臣一饮诱 就上钩了 可是现在后婚已经晚了 云若月走后 楚宣臣的身子仍旧热辣辣的 身体的信号告诉他 昨晚只是开胃菜 他还没吃饱 此时的国师府内 龙世天正在书房里 看公文 龙清澈带着孤颖 罗刹 及几位将军 走了进来 父亲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惶惶惶惶惶的 父亲 上次你不是派了十二宫 去对付女王的亲信吗 可过了这么多天 十二宫的人没有任何动静 也没有捷爆传来 什么 本座吩咐了他们这么久 他们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做 大人 不仅如此 属下还查到 宣音宫的公主柳辰 竟然和他的家人们一起失踪了 还有最讨厌女王的李飘飘 他竟然被女王的人给策反了 听说 他把好多国师的秘密 都泄露给了女王 现在 他和他的家人也一起失踪了 属下想 他们应该是被女王给藏起来了 岂有此理 警察 怎么会这样 这些人怎么会背叛本座 父亲 我们查到十二宫的人 半数已经被女王收买了 那些没有被收买的 也被女王产出了不少 现在十二宫的内部 乱成了一国中 已经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什么 本座的十二宫竟然已经变成这样 父亲 这次女王反击得如此及时 一定是有人泄露了我们的消息 这个人 不是李飘飘 就是柳辰 对 属下猜想 肯定是他们几个带头背叛了大人 其他人才会纷纷效仿 这个血飞液 没想到他的心机竟然如此深沉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在伪装 连本座都被他给骗 原来女王的实力竟这么厉害 能在暗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做这么多事情 他肯定早就开始部署了 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我面前软弱退让 我以为他是怕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他在伪装 他可真能忍呢 父亲 不仅如此 连朝堂上的一些大臣 我们都调不动 这又是怎么回事 十二宫的人不听话 我们想调动大臣帮忙 可发现 他们有的推诿 有的装病 有的直接完失踪 都不见客 太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给本座说清楚 大人 他们也被女王策反了 那些没被策反的 也在暗中消失了 数下猜 那些消失的大臣 肯定是被女王给解决了 这个雪飞夜 还真是出乎了本座的意料 他以为策反几个大臣和几个公主 就可以和本座作对了 本座还有十万大军在手 难道还怕他不成 龙世天说着 扫了后面的几位将军一眼 几位将军连忙走上来 拱手道 对 大人兵权在握 根本不需要忌惮女王 大人 末将等早已准备好 大人有事 请吩咐就行 既然女王如此嚣张 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 与其被他步步紧逼 本座不如直接出兵 攻打皇宫 一劳永逸 父亲 帝宫还未打开 我们现在就出兵 会不会不是十号 忍了这么多年 本座也不想再忍了 本座之前也觉得 帝宫未开 时机未到 还想缓一缓 没想到女王竟敢背叛本座 他都把本座逼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本座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他还以为本座好欺负 父亲 我理解你 只是地宫一直没有打开 我们的军队缺乏补给 士气也不高涨 如果贸然出兵的话 我怕会出问题 要不 我们再忍一忍 等到地宫打开再说 我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 总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现在军队缺乏粮草和武器等装备 以致士气低落 士兵们怨声在道 也不知道士兵们会不会用心战斗 旧将贸然出兵 实在很不稳妥 如果此时能打开地宫 找到里面的财宝就好了 千车 你这根本是妇人之间 难道一日不打开地宫 本座就要忍他一天 女王已经把本座逼到这个份上 本座绝不会再忍 可是父亲 你不要忘了 女王还有楚玄臣这个帮手 在本座的十万大军面前 他一个小小的楚玄臣又算什么 就是 楚国黎王虽然擅长行军打仗 但也要有兵才行 他现在就带了几个亲信来雪月果 哪怕再加上女王那些帮手 也就是乌合之众 公子 你就不要多虑了 咱们有十万大军 还有忠于国事的较重 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打赢 所以我们支持国事出兵 对 我们要为国事报仇 我们都支持出兵 好 诸位将军 有你们这些话 本座深感欣慰 来人 快摆好韭菜 本座要与将军们共上大计 龙千澈健壮 心里十分无奈 但他根本插不上话 只得先退出去 无力地摇了摇头 此时的御隐身装内 楚玄陈正和风轻阳 他们商量事情 莫主走了进来 王爷 你猜谁来了 莫主 是谁来了 王爷 你还好吗 董将军 你怎么来了 是女王派人带我来的 女王已经收到消息 国事五天之后 就会举兵造反 所以我才赶紧来见你 和你商量一下对敌之策 原来如此 东将军 你长途跋涉而来 辛苦了 来人 快看茶 王爷 不用那么客气 不妨试的 东将军 来 这边坐 王爷 听说你已经找到王妃了 她还好吗 她还好 就是被国事的人 下了咒术 暂时失去了 以前的记忆 记不得我们了 什么 王妃失去记忆了 是 不过将军不用担心 他现在已经识破了 国事和龙牵扯的 真面目 而且 终日与本王在一起 相信过不了多久 他会重新接纳本王 哦 这样 末将军放心了 王爷 你知道吗 你不在楚国这段时间 皇上已经把贤王 立为太子了 什么 他们是父子 这是迟早的事 本王早能料到 现在锐王倒台 贤王又有 纳兰家族的扶持 想不上位都难 是啊 自从锐王和他的同党 被消灭之后 皇上可依赖的人 就只有贤王了 而且贤王又有 纳兰君的支持 这个纳兰君 虽然是东陵人 但手段非凡 十分厉害 他在楚国没多久 就掌握了一批官员的把柄 再以此来要挟 或收买他们 让他们支持贤王 贤王才会上位 原来纳兰君 靠的是这种方法 来获取支持 这样的支持 并非出于真心 根本不可靠 若是哪一天他倒台 这些支持便会全部散架 他们辛苦筹谋的一切 也会付出东流 就是 靠威胁和收买 怎么可能获得真正的人心 而且贤王此人 优柔寡断 又受制于纳兰家族 根本就是纳兰家族的傀儡 如果让他继承大统的话 那咱们国家 岂不是会落入东陵人之手 就是啊 纳兰家族 已经在东陵国 指手遮天 作威作福 我们楚国 可不能让他们控制 而今皇上 竟然立贤王为太子 这样楚国的未来 迟早会断送在他手上 不仅如此 纳兰君 还以经商的名义 弄了很多他的司军进来 贤王上位后 他利用贤王的权势 掌握了很多 楚国的命脉行业 比如野铁 采矿 或者盐业等 什么 这些事关 百姓姓名的行业 贤王竟然让一个外人来掌控 纳兰君财大势大 贤王势单力薄 又处处受制于他 根本管不了 我国这么多命脉行业 都被一个外星人握在手里 贤王和皇上 却都不管不过 再这么下去 楚国威夷啊 你们放心 本王绝不会让他乱来 本王也不会让我们楚家的基业 落到他这个贼人手里 王爷 在末将看来 你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 只是那狗皇帝 心胸狭窄 不懂得识人善用 只会扶持奸臣 打压忠臣 不过你放心 现在朝中虽然有很多人 跑去支持贤王 但是末将和陈平等将军 还有李太师 江宁等大臣 都会誓死追随你 东将军 你们的心意本王一直都知道 你们放心 等处理完雪月果的事情之后 本王会立马赶回楚国 和你们并肩作战 有王爷这句话 就是让末将肝脑涂地 末将也在所不惜 对了 王爷 纳兰军不但拉拢了一批大臣 支持贤王 还收买了云青 让云青带头 替贤王说话 举荐贤王为太子 所以 皇上才会定下贤王 云青 他终于选了队伍 那苏鸣呢 他又是什么想法 苏鸣谁都没战 他就说只听皇上的 大家都摸不透他的心思 这只老狐狸 说不定他心里 再打其他的算盘 王爷 现在贤王一党 如日中天 要是再让他们 胡作非为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再加上长公主 还在京城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咱们 得赶紧解决雪月果的事情 赶回楚国 本王爷正有此意 董将军 刚才你说国师准备造反 消息可准确 千真万确 这是雪月果女王 告诉末将的 王爷之前给末将传信后 雪月女王 也派人前来联系末将 有女王的帮忙 我和陈平将军 和八千玄策军 已经顺利前进了雪月果 如今将士们 已经在凌晨附近整顿好 就等王爷一声令下 随时开战 好 本王也好久没有上战场了 这一次正好和龙世田 好好地斗一斗 对了 东将军 国师准备了多少人马 你王说 大概有十万之数 是我们的十几倍 十万之数 倒是不可小觑 不过本王相信 有玄策军在 这些人不难对付 王爷 你训练的玄策军 能以一敌十 再加上有你的指挥 末将相信 这场仗一定能赢 东长风可不是拍楚玄辰的马蹄 他知道楚玄辰的本事 那么勇猛厉害的天圣军都不是楚玄辰的对手 更何况是雪月人 此时 莫竹说道 而且 咱们还可以和女王 礼仪外合 这样的话 更是事半功倍 经过最近的策反事件 我才发现 女王的实力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得多 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胜算又多了几成 好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们马上商量作战计划 是 王爷 众人说完 赶紧拿出军事地图 和楚玄辰商量了起来 五天后 一大早 楚玄辰就换了一身戎装 他来到云若月的门前 敲了敲他的门 问道 月儿 月儿 你醒了吗 今天是楚玄辰和国事决战的日子 所以我早早地起床关注战事了 但想起上次的事 我又不好意思见楚玄辰 说起来 我都有好几天 没有和他单独相处过了 之前即使我们在一起吃饭 我也想和李天威说话 不离主宣传 一吃完饭 我不是和李天威去玩 就是迅速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避免和他相处 因为我怕见到他 如今 他就要去打仗了 我也不能再逃避 是时候该和他谈一谈了 月儿 你在里面吗 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我听到了 月儿 原来你在里面 刚才我叫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话 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紧直说吧 月儿 这几天我来找你 你怎么都不理我 这家伙 不是明知故问吗 我都不好意思了 又如何理他 月儿没有反抗 脸上还燃起了一片红韵 他肯定是害羞了 这么说 他是不是已经重新喜欢上我了 月儿 你脸红了 你在害羞对不对 你 你胡说什么呀 我才没有 你看你 耳朵都红了 还说没有 好了 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吧 我让我不奉陪了 好 我说 月儿 我马上就要好 等警局他们去打仗了 你在这里快快等着我 等我回来 嗯 你们去吧 你们一定要 要平安 月儿 你希望我平安 嗯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月儿 太好了 你终于肯接受我了 我爱你 你干什么呀 光天花日的 你就怕被别人看到 没关系 这里又没有人 再说了 你是我的娘子 我想亲就亲 谁也管不着 哎呀 好了 时间紧急 你快出发吧 好 好 娘子 那你就在这里乖乖等我 哪里也不要去 我很快就会回来 轻尘 嗯 怎么了 月儿还有事吗 这段时间在郭师府 龙清澈对我挺好的 如果 如果他败在你的肩下的话 我能不能恳请你 饶他一命 虽然龙清澈欺骗了我 但他毕竟没有伤害过我 我也不忍心看着他 丢掉性命 好 娘子 我知道你心地善良 不忍龙牵车有事 你放心 如果有机会 我会留他一条命 不会杀他 轻尘 你竟然同意了 你那么恨他 我就向你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 其实 你可以拒绝的 娘子 因为这是你的要求啊 你的要求我当然会同意 谢谢 谢谢你 没想到 楚清澈竟然这么尊重我 好了 娘子 不用说这些 我懂你 你的善良也正是你的可贵之处 只要龙清澈不再打你的主意 不再与女王作对 不再与龙世天同流合污 我可以饶他一命 好 那你快去吧 保重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了 楚清澈点头后 这才握紧腰间的剑软身离开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云若月害羞地低下了头 这冬日很冷 但是他的心却越来越温暖 很快 楚清澈就带着雪无暇 林长老他们出发了 他们走后 云若月心里十分焦急 他听说国师有十万大军 而楚清澈只有八千将士 这么多的敌人 他真害怕楚清澈会打不赢 所以他一直站在窗边祈祷 祈祷楚清澈他们一定要赢 一定要平安归来 午时云若月正在房内心机如焚时 李天威突然拿着一张战报 兴奋地冲了进来 姐姐 有捷报传来了 什么 这么快就有捷报了 可是玄辰他们只有八千兵吗 怎么会这么快 姐姐 你不知道 你的夫君以前打仗可厉害了 他最擅长 以少胜多 他虽然只有八千选策军 但是他们个个都是精锐 全都能以以抵食 而国师 虽然有十万大军 但都是一些乌合之众 根本无法与玄策军相提并论 所以我姐夫能扬 一点都不奇怪 原来他这么厉害啊 当然了 你夫君可是军事天才 是天下最厉害的战神 姐姐 不信 你看这张截报 上面说 姐夫已经指挥玄策军 将国师的军队打得节节败退 落花流水 这些企图造反的敌军就快撑不住了 真的 原来有十万大军也不是能吻赢 这个楚贤臣也太厉害了 这么厉害的人竟然是我的夫君 我也觉得很自豪 当然是真的 姐夫打过很多这种仗 这需要一支极有素质的军队 还有能掌握全局的指挥官 那仗我们不懂 总之 我们只要知道姐夫快赢了就行 好 那你再去探 我等你的好消息 嗯 我马上去 李天威说着 把截报放到云若月手里后 便嬉笑着离开了 看着手中的截报 云若月那颗忐忑的心 终于稍稍安定了下来 刚才因为担心 她一口饭也没吃 现在收到这个好消息 她终于有心情吃饭了 想到这里 她决定先吃点东西再说 黄昏时分 云若月又站在山庄门口等消息 自从中午收到第一份捷报之后 后面就再也没有捷报传来 所以云若月又开始担心了起来 她真害怕国师他们会转败为胜 怕楚玄臣会输 怕他会出事会受伤 所以云若月站在山庄门口 不停地望着下方的小路 希望李天威赶紧回来给他报喜 就在云若月来回驳步时 小镜上突然传来了 李天威气喘吁吁的声音 姐姐 我回来了 威尔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 你姐夫他们的战况如何 我姐夫 没想到姐姐竟然说得这么自然 看来她已经接受姐夫了 我是说楚玄臣 他们打得怎么样了 姐姐 战报在这里 你自己看 玄臣他们竟然打赢了 是啊 不仅打赢了 还把敌军打得一败土地 当场投降 特别是国师 听说他被逼得带着人躲上山 往深山逃去了 哪里还敢再攻打皇宫 真的 国师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这个国师的武功是很厉害 但有咱们王爷压着他 至于他的那些将士 根本就不是玄臣军的对手 他们被打得丢盔弃甲 落化而逃 王爷已经命人去追击国师 说一定要拿国师的人头不可 云肉月也从众人的话中了解到国师根本不是什么好人 只是一个狼子野心的谋反者而已 所以他不会再为国师感到难过了 想到这里他轻声说道 这样就好 这样我就放心了 对了 王爷他没事吧 姐姐你放心吧 姐夫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会有事 他没事 他好着呢 不过他现在还有很多军务要处理 不能赶回来见你 你是不是想他了 谁想他了 现在战场一定很混乱 需要他来处理 我知道的 我在这里等他就行 对了 你刚才不是去战场了吗 你有没有收到龙千车的消息 他 他还活着吗 我开始还在战场上看到过他 但是他打着打着就失踪了 打着打着就失踪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他原本率领敌军攻打攻门 是姐夫带人击退了他们 他被击退后 领着人继续战斗 可打了一会之后 他就不见了 那他没有再出现吗 好像没有 当时我和武侠站在城楼上眺望 后面也没看见龙千车 不知道他去哪了 姐姐 你在担心他吗 没有 我 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 姐姐 像他这种阴险小人 你不用管他 说不定他和他老爹一样 早就趁乱逃跑了 他应该不是这种人 在我心中 他应该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但他却突然失踪了 他到底去哪里了 姐姐 龙千车到底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你放心 姐夫已经派人去搜捕了 早晚能抓到他 他敢把你掳来雪月谷 害得你和姐夫分离 那时候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嗯 我知道的 之前还是龙千车 在抓捕楚玄臣 结果一转眼 就变成楚玄臣 抓捕他了 这世界变化得可真是快 我虽然恨龙千车欺骗了我 但不管如何 我还是希望他不要出事 可他到底去了哪里 和李天威说完后 云若月独自一人 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想到龙千车的失踪 云若月有些心绪不宁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难道他真的和国师一起逃走了 或者是出事了 不会吧 以他的能耐 应该没那么容易出事 那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 他又想出了其他的计策 要去对付玄臣 这样的话 我一定要提醒玄臣 让他小心 想着想着 云若月推开了房门 心神不宁地走了进去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房里传了过来 紧接着 一双手已经紧紧地捂住了他的嘴 并且从背后控制住了他 云若月支污着出声 吓得肝胆剧烈 男人说着 一把将云若月的脸转向自己 并且松开了手 若月 是我 龙天车 你怎么会在这里 当然是跟着你的好姐妹来的 如果不是她 我还不知道 你被楚玄臣藏在这里 原来你根本不是失踪 而是跟踪了威尔 若月 你知道吗 自从你被楚玄臣掳走之后 我就一直在找你 我找了很久 都没能找到你 直到今天在战场上 我看到李天威一会出现 一会消失 我就猜 他肯定和你在一起 所以 我才趁乱留掉 跟踪了他 要不是这样 我恐怕还找不到你 没想到你这么阴险 竟然跟踪威尔 龙天车 我已经知道了你和你父亲的真面目 我和你们再无瓜葛 你又来找我干什么 若月 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相信了楚玄臣 刚才你和李天威的话 我听见了 你那么担心楚玄臣 还为他打了圣战而高兴 你说 你是不是已经爱上他了 对 我已经爱上他了 因为他不会欺骗我 不会改变我的记忆 也不会控制我 他只会用心对我 用爱来感染我 像你这么阴险 若月 你真的爱上他了 真的吗 当然 他本来就是我的丈夫 我们本来就很相爱 我爱他天经地义 不需要你来管 若月 难道你就这么恨我 你和我相处了那么久 难道对我 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有 因为我不爱你 即使你让大巫师 给我植入了那些记忆 我还是不会爱你 因为真爱不是靠这种手段 那是靠什么 用心 用心 对 像你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人 是不会明白这些的 总之 我现在很讨厌你 不想再见到你 你讨厌我吗 是的 是你把我掳来楚国 改变了我的记忆 把我困在国师府 企图控制我 你和你的父亲一样 力欲熏心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以前你们可以骗我 获取我的信任 但现在我已经看清了你们 所以无论你们怎么说 我都不会再相信了 不 若月 我喜欢你 你不能这么对我 龙千澈 看在以前你没有伤害过我的份上 这一次我不和你计较 但是你必须马上离开 如果你不离开 我就叫人了 不 我是绝对不可能自己离开的 我记载来找你 就是要带你走 楚玄臣敢抢走你 我就把你抢回去 让他尝尝这种 失去心爱女人的滋味 龙千澈 你竟然想带我走 来人啊 来人 突然 龙千澈伸手往云若月的脖梗处冷冷一敲 云若月立刻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龙千澈一把抱起他 赶紧打开房门闪了出去 走的时候 由于太过着急 他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一样东西掉到了地上 另一边 龙世天带着自己的一对亲信躲进了深山中 在这片深山中有他的一处秘密据点 山下到处是楚玄臣的追兵 龙世天已经被追得筋疲力尽了 才走到据点 孤颖和罗刹就扶着龙世天进屋里坐下 大人 到了 快坐下来 属下叫军医给你看伤 都怪是个楚玄臣 如果不是他这张 本座一定不会输 大人 你伤得很重 你先别说话了 等军医给你疗了伤再说 本座没事 楚玄臣这小小的一掌还伤不了本座 你们无需担心 看到龙世天这样 孤颖和罗刹只好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刚才龙世天和楚玄臣对打的时候 因为不敌楚玄臣挨了他一掌 后面楚玄臣便乘胜追击 幸好龙世天逃得快 否则今天凶多吉少 依他们之间 楚玄臣的一掌透着极强的力量 可能已经震伤了龙世天的心脉 所以龙世天现在必须疗伤 可龙世天要那么逞强 不愿意承认自己受伤 他们也拿龙世天没有办法 这时龙世天伸手调了调息 轻舒了一口气 说道 孤颖 罗刹 公子去哪里了 本座怎么没有看到他 属下也不知道 刚才公子明明还在 后面就突然消失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不会是出事了吧 应该不会 凭公子的能耐 他没那么容易出事 那他会不会被楚玄臣抓了 应该也不会 如果楚玄臣真的抓走公子 他肯定早就利用公子来威胁大人了 那好断断的 他到底去了哪里 这 行了行了 孤颖 你快带一堆人去找公子 务必要把他找回来 是大人 孤颖领命后 赶紧退了下去 这时 一名侍卫把军医领了过来 大人 军医来了 大人 公子吉人自有天相 你不用担心 先让军医 帮你看看伤吧 好 让他看吧 没想到我堂堂血月国第一狗手 楚玄臣当时精神斗走 我可能也会像今天一样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难道是因为我老了吗 难道人老了就不得不服老 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如年轻人 我也没想到 楚玄臣竟然多了八千玄策军 我以为楚玄臣就带了几个人过来 这才没把他放在眼里 就带着人自信满满的去攻打皇宫呢 谁知道四面八方突然冲出来很多楚军 最开始 我以为楚玄臣只有八千名将士 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可打了一会儿才知道 这些将士全是楚国的精锐 能以一敌十 再加上楚玄臣和他的几个亲信 他们在战场上简直势如破竹 速向披靡 忘我在雪月国称王称霸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如此阵仗 我现在才知道 雪月国和楚国比起来 实在是太小了 我自以为的厉害 在别人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更何况楚玄臣还和女王联合 我真后悔 后悔自己骄傲自大目中无人 没把楚玄臣这个对手放在眼里 也后悔没听牵扯他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我一定好好地审视这个对手 考虑清楚再行动 如今我的十万大军 焚崩离析 溃无成军 将士们逃的逃跑的跑 降的降 我只待了几千精锐 逃上这座山 我真恨不得杀了楚玄臣和女王报仇 可我都落到了这个地步 要如何报仇 唉 现在别提报仇了 我都败成这样了 都不知道如何向大家交代 想到这些 龙世天就头疼得厉害 晚上楚玄臣终于处理完军务 这才带着董长风和陈平等人 来到了林月宫 一行人踩走到林月宫门口 雪非夜就带着人迎了出来 看到楚玄臣等人 雪非夜一阵心心 玄臣 你们终于回来了 女王 经过我们一日的奋战 终于将国师的十万大军击退了 离军大部分选择缴械投降 其余小众丢盔弃弃甲 跟国师逃进了深山 好 宣承 朕就知道没有看错人 这次多亏了你们 才能打败国师 没了国师这个大隐患 朕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女王 这次我们能打赢 也多亏了你这么多年的部署 否则国师的十二宫 也不会这么快瓦解 我们也不会打得这么顺利啊 是啊女王 多亏了你之前的雷霆手段 搅乱了十二宫 策反了那些人 所以他们 才没在关键时刻跑出来捣乱 要不然 我们想胜也难 哎 和你们做得比起来 朕这点算什么呀 这一次多亏了你们帮朕 守住宫门 重挫国师 你们几位和那些辛苦的玄策军 都是我雪月国的恩人 朕一定会重重感谢你们 女王 不敢当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您无需客气 女王可是我的岳母 我当然应该不顾一切的帮助的 不行 我们雪月国人一向知恩图报 怎么能不报答你们呢 女王 我们王爷是您女婿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您又何必那么见外呢 我们王爷说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 女王你可一定不要有心理负担呢 那那好吧 不过这一次你们大家都辛苦了 朕马上命人去准备家宴 设宴款待大家 朕要好好地犒劳一下玄策军 好 这个没问题 多谢女王 将军务须客气 你们长途跋涉而来 这是朕应该做的 宣承 这一次真是辛苦你了 朕听说 卧师是挨了你一掌 才处于下风的 这次要不是有你在 恐怕他已经攻进皇宫 篡位成功了 只是我们没能当场 取了他的性命 让他带着那么多人逃走了 现在我已经派人 四处搜捕他了 卧师此人老奸俱华 阴险狡诈 一日没抓到的 我就一日难以安心 王爷您放心 卧师大势已去 他就是再厉害 也翻不起天了 不过在没有抓到他之前 我们还是不能懈怠 而且 我发现龙千车也不见了 龙千车不见了 他没有跟卧师一起讨好吗 没有 他刚才突然消失 我派人找了他很久 都没有辙到 好端端的 他怎么会突然消失 按道理 他应该护送国师离开才对呀 他究竟去哪儿了 我们也不知道 或许 他是暗中逃跑了 不可能 龙千车不是这种人 难道他在暗中纠结市里 想来一招反扑 应该也不可能 敌军已经溃逃 他就算纠结再多的人也毫无胜算 他应该没有那么傻 那他到底去哪里了 难道 他是去找月儿了 什么 如果龙千车去找月儿的话 那月儿就危险了 肯定是的 龙千车最在乎的就是月儿 最近他也一直在找月儿 他突然消失肯定不简单 不行 我得马上赶去山庄 看看月儿有没有事 好 宣辰 那你赶紧去 希望月儿会没事 妹夫 我跟你一起去 如果龙千车胆敢伤月儿 我一定要将他大卸八块 好 我们快走 朕希望月儿会没事 希望玄成快点把月儿带回来 希望我的月儿平平安安的 楚玄辰走出皇宫后 那颗心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担忧 他赶紧带着众人在路上飞奔 平时需要两个时辰的路程 今天一个时辰就走到了 他才走到玉影山庄的门口 就看到李天威一脸惊慌地跑了出来 姐夫 你们终于回来了 不好了 姐姐他不见了 什么 我的预感果然没错 看来一定是龙千车前进山庄 把月儿掳走了 威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月儿他怎么会不见的 傍晚姐姐收到你们的捷报后 就回到房里去休息了 刚才我去叫他吃饭 可我才走到他房间门口 就看见他的房门打开着 我赶紧进去查看 才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姐姐的身影 我正要去找你们 你们就来了 难道真是龙千车 卢走了月儿 龙千车 你们怎么确定是他 因为他的嫌疑最大 他下午突然失踪 我们就猜想他会过来找月儿 没想到果然如此 什么 那这样的话 姐姐怎么办 好了 我们先过去看看 妹夫 你看这是什么 突然 雪乌侠发现脚底下有一块黑色的东西 他赶紧将那东西捡起来查看 发现这竟然是一块黑色的腰牌 楚勋辰一把将腰牌夺到手中 借着竹灯的光看了过去 只见那腰牌上刻着一个小小的车子 楚勋辰立即握紧腰牌 盛怒呢 这是龙千车的腰牌 看来我们猜的没错 果然是他掳走了月儿 这个阴险小人 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掳走月儿 我真想扒拉他的皮 来人 速去追查龙千车的下落 务必要把王妃救回来 是 无侠 龙千车在这城中有没有其他房产 有 诸国是府外 龙家在城中到处是房产 说不定他现在就带着月儿藏在某处房产里 好 就一家一家的搜 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嗯 时间紧急 我们赶紧出发 接着 楚玄辰带着人离开玉影山庄 朝凌晨赶去 一路上 他的心里十分担忧 他好不容易才找回云若月 没想到又被龙千车给掳走了 深夜 云若月迷迷糊糊中 觉得有什么东西很刺眼 他揉了揉眼角 难受地睁开了眼睛 这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床头的桌子上燃着一盏烛灯 这烛灯很亮 照得房里仿如白昼 也照得云若月的眼前有些模糊 他赶紧别过脸去 却发现这张床很熟悉 好像他以前睡过似的 云若月赶紧看了看四周 这才确定自己就在国师府的西乡房内 难道龙千车把我带回国师府了 对了 龙千车呢 我怎么没看到他 龙千车 你竟然把我掳到这里来 玄尘呢 他在哪里 我要见他 若月 你到了我手里 就别想再见到朱玄尘了 龙千车 你这个一心小人 亏我之前还让玄尘留你一命 没想到 你如此歹毒 我要回去 你让我回去 你不能走 龙千车说着 伸手猛的一点 点中了云若月的定穴 云若月一下子定在了那里 见自己的身子被定住 云若月连忙说道 你填我的穴道干什么 你快帮我解开 伸月 我也不想的 我要是不这么做 我能怎么办 可是我根本不爱你 你为什么要违背我的意愿 强行把我跟你绑在一起 因为我爱你 我舍不得你 你知道吗 等我知道你爱上楚玄尘以后 我的心里有多痛 你才是我命定的妻子 你为什么要喜欢她 什么命定的妻子 玄尘告诉我 当初我和你的这桩婚约 母后根本没有同意 是你父亲强行缔结的 所以我和你没有半点关系 若月 你现在口口声声都是楚玄尘 你就那么相信她的话 万一她是来骗你的呢 不会的 我不是傻子 你们谁真谁假 我自会分辨 我相信她 你竟如此相信她 那我呢 一直以来 我都拿命在呵护你 你就看不到我的一点好吗 你之所以对我好 只是为了欺骗我 占有我而已 就像沾了皮霜的蜜糖 根本不是真心 谁说我对你没有真心 我比任何人都爱你 若月 如果你能忘记楚玄尘 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放心 我会好好对你的 我会找一个世外桃源 我们俩去那里居住 远离一切尘孝 在那里过一辈子 好不好 不可能 我不爱你 就算没有楚玄尘 我也绝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难道你就这么绝情 一点也不愿意 跟我在一起 是 一点也不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 我甚至宁愿死掉 也不会和你这种小人在一起 你宁愿死 也不跟我在一起 如果你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试一试 好 无论我怎么做 你都不会选择我是吧 那我只好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你 你想干什么 他不会对我做那种事吧 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做那种事 我还没那么无知 说着 龙千澈将手冷冷一摇 手中突然多了一条银色的链子 那链子垂到半空中 下方挂着一颗水晶珠子 珠子在烛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偷着一股神秘的依偎 一入月见状 满眼疑惑道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射魂珠 是我用十年的寿命 从山音道人那里换来的 什么 十年的寿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山音道人是大巫师的师兄 和大巫师同出一脉 也是我们国家的智者 他会以种很厉害的射魂术 这射魂术和大巫师的药水一样 也可以控制人心 不过 被控制的人 不再有气情流域 不再有自己的想法 只是一句冷漠无情的傀儡 什么 这射魂术 竟然这么狠毒 把人变成傀儡 不过想要得到这种射魂术 必须和山音道人一起做法 启示 将自己的十年寿命 换给他 所以你为了控制我 就用自己的十年寿命 和山音道人换了这颗射魂术 对 只要能让你跟我在一起 我牺牲什么都值得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你以为我想这样 我也没办法 谁让你不接受我 谁让你喜欢楚玄臣 我只有通过这种办法 才能真正的拥有你 得到你 说着 龙谦彻把射魂术 移到云若月眼前 慢慢的摇晃了起来 云若月健壮 警呼道 不要 你不要这样对我 我不想再被你控制 不想变成你的傀儡 你放开我 快点放开我 若月 对不起 我也不想你 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但是我不得不如此 像她这样的女子 又谁舍得离开她呢 现在大巫师死了 我没有办法再利用她 来控制若玉 只好用这种方法 虽然这种方法 会让她变得无情无爱 但是只要她能在我的身边 我就满足了 我不要看 我不要变成你的傀儡 不要被你控制 你放开我 若月 这是你逼我的 龙谦彻说着 伸手猛地往云若月的肩膀上一点 云若月立即睁开眼睛 定在了那里 刚才她还可以转动眼珠 可以说话 现在她才发现 她不仅无法开口 连眼珠都没办法转动 她只能呆呆地坐在那里 任由那颗射魂珠 在她眼前晃动 见云若月被自己拎住 龙谦彻继续晃着那颗珠子 她一边晃 一边说道 若月 原谅我 我不想她 我真的不想 说着 龙谦彻手中的珠子晃得越来越快 慢慢地 她发现面前的云若月变得有些呆滞 于是立即在她的肩上点了一下 解开了她的穴道 解开穴道后 云若月没有说话 呆呆地坐在那里 好像当初被达巫师的药水控制了一般 看到这一幕 龙谦彻并没有觉得欣喜 反而觉得满心悲凉 她继续晃动着那颗珠子 心中难受得不能自已 就在那颗珠子晃动之际 只听咚的一声 云若月晕了过去 龙谦彻健壮 赶紧收起珠子 扶住了云若月 看来神医道人的射魂术很管用 也不枉我用十年的寿命来换去 就在这时 云若月睫毛轻颤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龙谦彻赶紧将她的身子扶正 仔细地看着她 一眼望去 龙谦彻才发现 面前的人儿 目光呆滞 两眼无神 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那里 目光直视前方 像一个被掏空了灵魂的娃娃 龙谦彻伸手在云若月眼前晃了晃 问她 若月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 那你还认得我吗 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不认得 你记住 我 我是你的夫君 知道了吗 哦 若月 记住 你的名字叫云若月 我是龙前车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夫君 你叫我一声夫君来听听 夫君 云若月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 干巴巴的 就像在叫陌生人一样 令人索然无味 但龙前车却听得很高兴 即使她知道 这不是出自于云若月的真心 哪怕得不到她的心 只要得到她的人 我就很满足了 好 若月 你终于肯叫我一声夫君了 那我问你 你认识这个人吗 龙前车说着 突然从身上摸出一卷画像 展现在云若月面前 云若月机械地抬头 看向龙前车手中的画像 摇头道 不认识 你真的不认识她 她叫楚玄辰 你看看她的样子 你自己回忆一下 你还记得她吗 不记得 好 你不记得没关系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她是我们的仇人 是我们的敌人 嗯 仇人 她是你的仇人 她杀害了你的父母 灭了你全家 要不是我救了你 你也会惨遭她的毒手 如果你以后看到这个人 一定要用这把匕首杀了她 是 云若月冷梦地点头 眼底迸射出了一层冷酷的杀意 看到她的样子 龙前车心中有些不识滋味 云若月现在虽然很听她的话 但是却变成了一个冷血无情的傀儡 没有一丝生气 和以前大不一样 我真有些后悔 后悔自己这样对她 可如果我不这样做 她永远不会属于我 所以 我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只要能拥有她就行 至于楚贤臣 她当中将若月掳走 我就让她尝一尝 被县云刺杀的滋味 另一边 楚贤臣带着雪无侠等人 找了一整晚 他们翻遍了龙家的宅子 甚至将整个凌城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能找到云若月 天明时 楚贤臣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心里焦脆了 但他仍旧没有放弃 带着大家继续在城中搜寻 搜了一会儿后 雪无侠实在忍不住了 说道 妹夫 我们找遍了龙家的宅子 都没能找到龙千车 难道他根本不在凌城 他出城了 我也考虑过这个可能 我已经叫莫竹去查了 等他们回来就能知道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巷子里 莫竹领着一队人 策马跑了过来 看到莫竹过来 楚贤臣立即问道 怎么样 莫竹 你们有没有发现龙千车的下落 抱歉 王爷 我们问了守城的将士 将士们说 今天晚上根本就没有人出城 我又派人去城外追查了一晚上 依然一无所获 城中搜不到 城外也不在 那他们到底在哪儿 龙千车带着月儿 这么大两个人 按理说很好找才对 但是我们找了一个晚上 却连他们一根汗毛都没找到 真是奇怪 你们说 龙千车有没有可能躲在国师府 不会吧 国师府已经被我们的将士接手了 龙千车还敢回去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龙千车那么精明 说不定他会选择在哪里 对 那我们赶紧去国师府 看他在不在那里 好 楚宣臣说完 冷冷地夹了夹马腹 带着众人出发了 很快 一行人策马来到了国师府外面 到了国师府后 看守国师府的萧统领忙走过来 有些惊慌地问道 大皇子 黎王殿下 你们怎么来了 萧统领 昨夜是不是你在看守国师府 是末将 昨天国师叛逃之后 末将就奉女王之命 第一时间来看守国师府了 昨天晚上 你们有没有发现 可疑之人进入国师府 没有 大皇子 属下等人将国师府 围得水泄不通 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 又怎么可能有人进入 他嘴上这么说 脸上神色却有些惊慌 这人肯定有问题 大皇子 你们是在找人吗 对 大祭司失踪了 我们找遍灵城都没找到他 长岩道 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所以我们怀疑 他已经潜入国师府 偷偷躲在这里 怎么可能 这里一直是末将看守 末将并未看到 大祭司逃出来 大皇子 你们还是去别处找吧 放肆 本王要找人还需要你来智慧 给本王开门 王爷 大祭司真的不在这里 够了 要是再敢阻拦 本王要你的命 末将不敢 楚宣臣警告地看了萧统领一眼 迅速走了进去 雪乌侠和将士们也赶紧跟了上去 看到楚宣臣的背影 萧统领眼中闪过一丝狠毒的冷意 此时的清影院里 龙亲车站在院墙后面 听着外面的人声 脸色一片阴沉 他忙走到云若玉面前 沉声道 若玉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你再看一眼画中的人 等下他一出现 你就用这把匕首杀了他 是 我会照办 来 把匕首葬在袖子里 我在那边等你 是 云若玉接过匕首后 默然地把他塞进了袖子里 接着他握紧剑柄 目光森寒地望着院子的入口方向 龙亲车见状 这才清零的一跃躲到了旁边的一间房中 此时 楚玄辰领着众人迅速地走进了清影院 他才走进院子里 就看到面前站着一抹熟悉的身影 月儿 是你吗 月儿 真的是你 太好了 你真的在这里 就在这时 云若玉突然逆向楚玄辰 眼中蹦射出一缕冷酷的杀意 接着 他冷地将匕首取出 猛地刺进了楚玄辰的胸膛 楚玄辰毫无防备 看着那柄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他瞬间瞳孔增大 不敢置信地愣在那里 突然 一道鲜血狠狠地溅进了云若玉的眼睛里 煞时 他的眼睛猛地一抖 直叮叮地望着楚玄辰 眼中流出了一串泪水 这一瞬间 云若玉的头剧烈地疼了起来 他难受地松开匕首 抱紧头 只觉得脑海里天旋地转 好像有无数只手在里面搅动一般 一些曾经的记忆片段 像纸片一样 飞进了他的脑海里 而楚玄辰在中刀后 身子摇摇欲坠 差点摔倒在地 墨竹剑状赶紧冲上去 扶住了楚玄辰 老爷 妹妹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伤害妹夫 云若玉正要说话 突然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的身影从旁边窜出来 一把将云若玉抱到怀中 抢到云若玉后 他迅速地后退几步 冷笑道 朱玄辰 怎么样 被心爱的女人刺杀的滋味 感觉如何 冷牵扯 原来是你 你放开悦儿 哼 说乎我不放了 我会要你的命 哼 若玉现在在我手里 你说话可要注意一点 你 卑鄙 说 你对月儿做了什么 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了 刚才的月儿太奇怪了 她不像平时那么爱笑 脸上反而是冷酷的杀影 就像是一具无情无爱没有思想的傀儡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当然是她恨你 不喜欢你了 所以才会这样对你 她已经决定要跟我在一起 所以 你死心吧 我不信 本王不信月儿会这样对我 龙千车 你说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是不是又像之前一样 利用邪术控制了她 想知道啊 下辈子吧 来人 行动 龙千车冷喝一声后 四面八方 突然窜出来很多红山客 攻向楚宣臣等人 羞霞见状 联盟抽出宝剑 和周边的红山客们打了起来 墨主也赶紧挥剑去栏 涌过来的红山客 这时 龙千车突然抱着云若月 往外面逃窜 楚宣臣见状 连忙说道 墨主 不用管我 快去救王妃 可是王爷 流血了啊 没事 先救王妃要紧 想救圣女 没门 姑颖 你怎么来了 公子 是国师派我们来帮你 所有人 保护公子离开 姑颖说完 院子外冲进来许多龙世天的将士 这些将士一跳进院子里 就和楚玄臣的人打了起来 现场一片混乱 龙千车看到玄策军被困住 赶紧抱起云若月 就往外面逃 楚玄臣见状 强撑着身子 拔剑就要去追 可他的伤口狠狠一扯 便扯得他生疼 根本动不了 玉儿 王爷 小心 我没事 我建成要带玉儿撤离 所有人 快追 是 莫竹说着 赶紧带人追了出去 可就在这时 一队将士突然涌了上来 拦住了莫竹他们的去 莫竹定睛一看 发现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守门的萧统领 此时的萧统领拔剑对准他们 一脸音质 莫竹见状 笔及拔剑说道 萧统领 你不去追龙千车了 男子这里干什么 哼 我是绝不会让你们伤害公子的 有我们在 你们谁也别想活着从这里走出去 尤其是李王 原来你和龙千车真是一伙的 萧统领 刚才你故意表现出心虚的样子 就是为了引我们进来 好实行龙千车的计划对不对 大皇子 你也不笨吗 事到如今 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不错 我刚才故意在你们面前露气 就是为了引你们进来 好让圣女实现公子的计划 刺杀李王 原来这是龙千车的阴谋 我真后悔刚才没有杀了你 萧统领 本王问你 是不是又用邪术控制了圣女 否则他绝不会变成这样 我无可奉行 少废话 所有人一起上 我杀了楚玄臣 想杀本王 你吵死 楚玄臣说着 袖中突然飞出一柄银叶飞刀 那飞刀以极快的速度 刷的射向了萧统领 萧统领还来不及嚎叫 飞刀便穿过他的咽喉 扎到了对面的墙上 再看萧统领 他的脖子中间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血洞 他的双眼惊恐的转了转后 突然身子一僵 暴在了地上 许无暇冷冷的贴了萧统领的尸体一脚 说道 这么快就死了 所以 快去救圣女 许无暇说完 玄侧军们便赶紧出去找云若月 不过又有很多红山客围了上来 和他们打斗在一起 阻止他们前进 就在这时 楚玄臣握着胸前的匕首 难受的呻吟了一声 风轻阳健壮 眼眸说道 不好 王爷的伤越来越严重了 来人 快去找大夫 我没事 你们不用管我 先去救王妃要紧 王爷 你都这样了还说没事 你放心 龙千车这个人虽然阴险 但他肯定不会伤害王妃的 我们先扶你去安全的地方 先给你治伤要紧 可是 妹夫 你放心 莫竹他们已经去追了 月儿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看你现在伤得这么严重 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 万一你有事情 谁去救月儿 好吧 此处离皇宫很近 宫里有很多医术高明的御医 妹夫 我先带你去皇宫治伤 许无侠说完 赶紧和大家把楚玄臣带到了皇宫里 他们才走进皇宫 就被正好经过的雪飞夜看见了 他看到楚玄臣受了伤 赶紧走了过来 着急的问道 怎么回事 宣臣 你怎么受伤了 母后 此事等下再说 先救妹夫要紧 好 来人 去请御医 把所有的御医都请过来 陛下 有老夫在此 就不用请御医了 老神医 你怎么来了 老夫来找女王 当然是有要事 不过 等老夫先给黎王殿下 治了伤再说 好 那多谢老神医了 陛下不必客气 我们还是 先把殿下 扶进去再说 好 雪飞夜说完 便命令工人们 将楚玄臣扶到了 他之前居住的常乐殿 等大家把楚玄臣 扶到床上后 老神医赶紧过去 检查他的伤口 他检查了一会儿后 顿时松了一口气 说道 还好 这刺客的力量很小 匕首刺得不深 没伤到殿下的要害 只要我帮殿下 缝合一下伤口 他就会没事 真的 老神医 我妹夫他真的没事 当然是真的 殿下之所以看着严重 是失血过多 引起的气血不足 老夫 老夫马上帮他止血 大红子 女王 请你们放心 好 老神医 有您这句话 朕就放心了 麻烦你快帮玄臣治伤 好 请你们稍等片刻 老神医说完 便开始帮楚玄臣处理伤口 雪飞夜和雪无侠等人 则站在旁边紧张地盯着他 不一会儿 老神医便将楚玄臣胸前的匕首 拔了出来 然后又帮他止血 缝合伤口 敷药比较包扎 做完这一切后 老神医才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说道 好了 殿下 你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 休息两天 应该就会没事 多谢老神医 老神医 辛苦你了 有你的医术 朕相信玄臣很快就会痊愈的 和我师父的医术比起来 老夫这根本不算什么 老神医你医术高明 妙朔回春 是我雪月国的第一圣手 你可不要如此谦虚啊 在遇到圣女之前 老夫也以为 自己的医术很不错 可直到遇到了他 老夫才知道 什么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医术是广阔而无止境的 自己要学习的太多了 老神医 你的医术大家有目共睹 你实在是太谦虚了 对了陛下 殿下的武功那么高强 他怎么会受伤呢 这件事 朕也正想问 无侠 你快告诉我 玄尘他是怎么受伤的 是谁伤的他 是月儿 什么 怎么可能是月儿 他怎么可能会伤害玄尘 对了 月儿不是被龙牵掣抓走了吗 你们怎么看到他的 他人呢 他现在在哪儿 母后你不要激动 我马上告诉你 昨晚我们找了整整一页 都没找到龙牵掣 所以妹夫就怀疑他们躲在国师府 我们去国师府查的时候 看到月儿独自站在亲领院里 当时我们好激动 妹夫就率先过去找他 没想到 他突然拿出一把匕首 刺了妹夫一刀 怎么会这样 这 这好端端的 月儿怎么会伤害玄尘 我不信 真的 这一刀的确是月儿刺的 但是他当时 变得十分冷酷 好像成了一个冷血的杀手 和平常大不一样 无侠没有说错 不过 好怀疑月儿是受了龙牵掣的控制 才会这样 好个龙牵掣 竟然三万五次这样对待月儿 他真是该死 可是大巫师已经死了 还有谁能控制月儿呢 陛下 你忘了 还有一个不常出现的山音道人 他也会控制人心 听到山音道人 雪非夜眼中 意起了熊熊的杀意 对 你不说 朕差点忘了 这山音道人 是大巫师的师兄 他也会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难道 是他帮了龙牵掣 控制了月儿 很有可能 陛下 刚才老夫来找你们正是为了这件事 老神医 难道你知道这其中的缘由 应该八九不离十 上午 老夫的弟子告诉我 老夫的弟子告诉我 若有人发现龙牵车去找了山音道人 他用自己的十年寿命向山音道人换取了一颗射魂珠 老夫当时听到后 老夫当时听到后就觉得肯定有问题 所以才赶紧来找女王 射魂珠 射魂珠 老神医 敢问何为射魂珠 这射魂珠是山音道人研究出了害人的邪术 听说将这颗珠子放在人的眼睛面前晃动 便可控制此人 让人变得冷酷无情 像一具没有灵魂的傀儡 龙牵车刚找过山音道人 圣女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所以老夫猜想 这龙牵车应该是用他的寿命 向山音道人换了射魂珠 再用他来控制圣女伤害了你 没想到龙牵车为了控制月儿 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十年的寿命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有多痴情 为了心爱的女人 尽肯付出这么多代价 殊不知 他只是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而已 这山音道人真有那么神奇 龙牵车真的会减受十年吗 不知道 但是山音道人的秘书十分邪门 谁要是用寿命和他做交换 必定会早死 不过他这个老东西 今年也才六十出头 究竟他能不能长寿 没人知道 死人和大巫师一样 都在用邪术害人 难道没有人管他们吗 其实朕早就想除掉他们了 但他们是国师的人 是啊 这些年来 雪月国的朝政 一直被国师把控着 我们也想为民除害 但是有心无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国家 被国师祸害至此 不过你们放心 现在国师倒台 他们没了依靠 这些作恶多端的人 朕都会一个一个地除掉 替雪月国 虚走黑暗 之前这些人都有国师护着 窝头鼠忌器 不敢动他们 现在就不一样了 等把月儿救回来 把他种的秘术给化解掉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宰了这些人 免得他们再围惑人间 老神医 现在月儿中了 山音道人的摄魂术 敢问这摄魂术 能化解掉吗 抱歉 殿下 这些个东西太邪门 老夫从未研究过 所以毫无头绪 不得入门哪 其实我在得知圣女 被大巫师洗脑之后 就一直在寻找化解的方法 但是我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 只能对你们说抱歉了 无妨 相信有我们在 一定能唤醒月儿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到她 对 先找月儿要紧 至于山音道人 朕会马上派人去抓她 只要能抓到她 就不怕她不帮月儿化解 那妹夫先养伤 我们分头去找 一定要尽快找到月儿 如今国师和龙千澈 落到这步田地 肯定已经坚信疯狂 我怕他们苟急跳墙之后 会伤害月儿 所以要赶紧找到她 那好 乌侠 辛苦你们了 如果不是有伤在身 我早就去找月儿了 如今 我只能像个非人似的 躺在床上 一个人敢着急 妹夫 你不用担心 我妹妹是有福之人 无论她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我相信她都能化险为夷 好 我也相信 大家商量好之后 就开始分头行动了 山道上有一队身穿红衣的人马 正护着一辆青色的马车 在崎岖的道路中急速前行 龙千澈骑着一匹棕色的高头大马 手中握紧宝剑紧紧地护在马车旁边 生怕有人抢走里面的人 马车里云若月独自躺在里面 她双眸紧闭 眉头紧皱 似乎正在做梦 睡梦中 她看到自己手中的匕首狠狠刺进了楚玄辰的胸膛里 那一刹那 她的眼里满是鲜血 甚至有鲜血浸到了她的眼睛里 在这一瞬间 她的脑子突然剧烈地疼了起来 脑海里天昏地暗 有好多片段飞了进来 她看到了她和楚玄辰在楚国的各种画面 看到了南风和星儿 看到了梨王府 看到了凤儿 九儿 莫离和莫竹他们 她还看到了相府 皇宫 红元帝 还有贤王 苏七少和长公主 她也想起了自己被龙千澈录来雪月国的事 想起了雪飞夜和雪无侠对她的好 还有龙千澈指使大巫师给她洗脑的一幕幕 想到这些 她终于懂了 我明明是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 却被大巫师用药水和咒术 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些大巫师给我植入的记忆都是假的 而我却听信他们的话 促怪了玄辰 冤枉了玄辰 甚至被龙千澈用社会书给控制 伤了玄辰 想到楚玄辰眼里的痛苦和身上的血 云若月的心就像被人用刀子在里面搅拭的疼 她轻盈了一声后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一睁开眼睛 她就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马车上 而那辆马车正在道路上奔驰着 云若月赶紧坐起身来 将车帘掀开了一个小缝 她冷冷地瞪了龙千澈一眼后赶紧看向四周 才发现这里全是茂密的森林 马车旁边是一片片高耸的悬崖峭壁 一不小心人就会掉下去 这么危险的地方究竟是哪里 云若月又看了外面一眼后赶紧放下车帘冷静地坐在那里 脑子飞速地转动 过了很久她终于把什么都想起来了 我云若月明明是二十一世纪的天才医学家 因为发生车祸意外穿越到了楚国 和离王楚玄臣相知相爱 还剩下了一对可爱的龙凤台 之前龙千澈竟然让大巫师改变了我的记忆 给我植入了很多虚假的信息 让我以为自己是和他一起长大 没想到龙千澈竟然那么狠 改变了我的记忆 不仅如此 他还用射魂术来控制我 还好我现在都想起来了 只是之前无论玄臣用什么方法 我都想不起来 现在怎么会突然想起来 而且连带着把射魂术也划解了 我竟然用这双手伤了玄臣 当时玄臣的胸前满是血 他会不会有事 没想到我竟然用鼻鼠伤了血汁 我竟然牵手伤了他 突然云若月的手不经意的一摸 就摸到了袖子里有一个硬硬的小小的东西 他赶紧拿出来一看 发现这竟然是苏七少送给他的那把绣剑 看到这只绣剑 云若月的眼里燃起了一丝希望 真想用这只绣剑 杀了龙千诚 给宣称报仇 可是这里全是龙千诚的人 就算我杀了龙千诚 我也逃不掉 看来 我得找准时机才说 所有人原地休息 听到这声音 云若月赶紧把绣剑藏到袖子里 又抹了把脸上的眼泪 合一躺下 闭上眼睛 假装还在昏迷 他才躺下没多久 马车就停了下来 龙千诚赶紧下马 拿着一壶水走了过来 若月 你醒一醒 若月 你快醒一醒 你醒一醒 公子 若月 你醒了 真是太好了 好 云若月淡淡的出声 尽量装出一副 仍被射魂术控制的样子 也只有这样 他才能麻痹龙千诚 才有机会逃跑 这时 龙千诚说道 若月 你刚才突然问到 差点吓死我了 幸好你又醒了过来 你有没有感觉 哪里不舒服啊 没有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对了 你刚才怎么叫我公子 我不是让你 叫我夫君吗 哦 夫君 那个 不舒服 可惜 我零射魂术控制了他 他说的这些 并不是他的真心 其实 楚宣臣骂得对 我就是卑鄙 用这种阴毒的手段 控制了若月 唉 但事情我已经做了 没有再回头的余地 我也只得 硬着脱皮往下走 接着 龙千诚让云若月 喝了几口水 又让他 吃了点干粮之后 才带着他 继续前进 到了下午 一行人终于 抵达了这座山的山顶 那是龙世天的秘密据点 龙千诚刚带着云若月 就看到白云若正站在龙世天身后 帮他捶背 他的脸色立即冷了下 父亲 他怎么来了 云若也是自己人 所以本作叫郭英 把他带来了 公子 你还在怪云若吗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知错了 再也不会伤害圣女了 你有没有真心改过 自己心里明白 不过你放心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让你有 接触圣女的机会 公子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知错了 这一次 我会好好照顾圣女 好了 秦车 英若说他会改过 本作就相信他 你不要再为难他了 是 父亲根本没看清 白云若的真面貌 他不过是一条 伪善的毒蛇而已 这时 龙世天看向云若云 发现他身子站得直直的 眼神呆滞地望着前方 不但不说话 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好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于是 他疑惑地眯起眼前 问道 秦车 你把圣女怎么了 他为何是这种表情 父亲 我赢 公子和圣女到底怎么了 你来说 大人 圣女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公子对他用了射魂珠 什么 射魂珠 秦车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射魂珠 是山音道人那里吗 是 什么 那你用了什么来交换 这颗射魂珠 据我所知 人们想要山音道人的东西 必须向他献出 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有的人会献出自己的宝物 有的会献出自己的家人 有的人 会献出自己的寿命 大人 公子用了他的十 十年寿命来交换 什么 你这个孽子 公子 没想到龙氏天下手竟然这么狠 这是他的儿子 他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 怪不得龙青车的性格如此冷 原来 他有这样的父亲 你这个蠢货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怎么能用自己的说明去换这样的东西 这是我的事 与你无关 没想到他竟然那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那我努力奋斗这一切又有什么用 大人请息怒 公子肯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公子 你怎么那么傻呢 这可是十年的寿命 你这样多伤大人的心呢 闭嘴 我的事 不需要你来智慧 公子 你 没想到他为了得到云若月 竟然愿意付出十年的寿命 如果现在要他为了云若月去死 他是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去 你这个不成妻的东西 应若是一片好心 你别不是好歹 你以为本座想管你的事 不过 你敢保证你真的控制住了圣女 我为什么要向你保证 大人 此事千真万确 当时圣女还听公子的 亲手赐了李王一刀 什么 他赐了楚宣臣 是的 中了摄魂术之后 只要是公子的命令 圣女一定会遵守 那楚宣臣有没有死 当时没有 后面我们也没有收到他有事的消息 看来应该只是受了伤 并没有生命危险 看来死的 这小子真是命大 要是圣女当时一刀杀了他 那该有多好 圣女不会武功 力量太小 要想杀楚宣臣 太难 郭颖他们并没有收到楚宣臣出事的消息 看来 他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这样的话 我就放心了 反正 我现在也逃不掉 就先待在这里 趁机探听他们的行动和计划 前车 既然你已经控制住了圣女 那就好办了 你想干什么 既然我没有圣女在手 那我当然要干一番大事 大事 你究竟想利用若月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带走圣女 只是想和她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好好地过日子 我绝不允许你再利用她 哼 如今人到了本座手里 那可由不得你 圣女 过来 圣女现在只听我一个人的话 除了我 谁的话她倒不会听 你还是死心吧 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我硬来的话 恐怕会适得其反 看来 我得先顺着她来 前车 你放心 我只是想让圣女帮我打开地宫 获得宝藏 好东山再起 我绝不会伤害她 我现在缺钱缺人 迫切地需要打开地宫来获取人心 上次不是打开过地宫吗 但已经失败了 难道这地宫还能再打开 上次的事 我怀疑是雪飞也骗了我 她根本没把打开地宫的真正方法告诉给圣女 以致圣女打开一个家门 现在圣女在我们手中 我们可以用她的性命向威胁 向女王获取真正开启地宫的方法 原来国师打的是这个主意 他想发展地宫里的财宝 我凭什么相信你 前车 你连为父都不信 如果你让圣女帮我这一次 你答应 等事成之后 我会派人送你们去你想去的地方 让你们找一个室外桃源安静的生活 我可以保证 以后都不会再来打扰你们 而且还会派人保护你们 不让你们有后顾之忧 你看看在埋上多少人 就这些人 就如何保护我们 如今我们的十万大决 也只剩下几千人了 要不是她硬要造反 我们又何至于会落到这个下场 听到这话 龙世天抬手一脸自负地说道 就凭本座在雪月国的威望 想要人手又何呢 我已经派人去山下征兵征粮了 林月教教众无数 只要打出我的名号 百姓们一定会加入我们的队伍 到时候我们不就有人了 不 刚才回来的路上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和你会合之后 就直接带着若月离开 此次我来找你 是来向你自行的 什么 你们竟然要走 你竟然不留下来保住我 想自私地离开 如果不是你不听劝阻 又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 当初你要是听我一句劝 哪个要多好 女王和楚玄臣联合 对我不步紧逼 你以为我不出手 他们就会放过我 千车你是我的儿子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就为了我留下来 再帮我最后一次好不好 不 你根本不是为了我 你为的只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利益熏心 喜欢争夺权力 你可别把这一切 都推到我头上 义父 你没事吧 几天没见 父亲就像老了十岁似的 看来这次的失败 对他打击很大 我再怎么讨应他 但他也是我的父亲 主亲 我理解你急于复仇的心情 但是我不想让若月 再见到楚玄臣 也不想再沉到 你们的事情中去 我只想带着他安静地离开 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有楚玄臣在 单凭你自己的力量 你以为你们逃得掉 本座再怎么样 身边还有几千忠心之人可用 没有我们的护送 你根本带不走圣女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 好 那我等你考虑 你今天也奔波了一天 先休息一夜再说 好 楚玄臣太厉害了 我根本不想让若月 再见到他 可如果让若月 去开启地宫 那楚玄臣势必回来 到时候 我就可能会失去他 所以我不想让他去 只想带着他 尽快离开 不让楚玄臣 有接触到他的机会 但正如夫妻所说 现在身上到处 是楚玄臣的追兵 如果没人护送 我们恐怕根本 走不出雪月光 更何况其他 所以 我还是暂时先住下来 考虑一夜再说 就这样 龙亲澈和云肉月 在这里住了下来 原本白英洛 想以照顾云肉月 为借口和他住在一起 但被龙亲澈冷冷地拒绝了 最后 龙亲澈让人给云肉月 准备了一间最好的厢房 自己则住在他的隔壁 时刻保护着他 看到龙亲澈那么紧张云肉月 白英洛心里极度地发狂 他真想杀了云肉月 夺回龙亲澈 可龙亲澈把云肉月 保护得很好 他根本没有机会 接近云肉月 夜晚周围的人都入睡之后 云肉月却在床上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这里没有其他人 他终于不用再装的 像个木偶似的 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动作了 他被龙亲澈带着奔波了一天 明明已经很累了 可以想起楚玄辰 南风和星儿 他就睡不着 我现在终于找回了 自己的记忆 终于知道自己是谁 怪不得以前 在国师府的时候 我总觉得 那里的一切怪怪的 总觉得和他们融不进去 原来那一切都是假的 是龙亲澈编造来欺骗我的 想起龙亲澈 控制我伤了玄辰 我真恨不得杀了他 也不知道现在 玄辰的伤怎么样 想到这里 云若月难受地看着 黑漆漆的窗外 睡意全无 这一晚 云若月都心事重重 难以入睡 直到后半夜 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之后 他又做了很多梦 梦里有他 楚玄辰 有南风和星儿 还有黎王府的一切 这一觉 他睡得很不安稳 所以才到天亮 云若月便早早地起了床 收拾好一切 这时 外面传来龙亲澈的声音 若月 你醒了吗 醒了 若月 你饿了吧 走 我们去吃早点 嗯 很快 龙亲澈便带着云若月 来到了正厅 此时 龙世天和白鹰落 已经坐到了饭桌前 大家正在用饭时 孤影和罗刹 突然走了进来 两人一走进来 便着急地说道 大人 不好了 出事了 怎么回事 慌慌张张 大人 我们派下山去征兵的将士们 和百姓们打起来了 征兵征梁这种事 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百姓们很愤怒 说我们向他们强征粮食 又强行征兵 他们不愿意向我们纳粮 也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见我们向他们要粮 他们还要和我们拼命 不仅如此 他们还 他们还什么 继续说下去 他们还骂我们是反贼 见到我们就围殴 举报 现在山下乱成一团 我们根本中不到一个兵 也要不到一点凉 什么 这些刁民 见到女王得势就纷纷倒向他 真是一群建立妄议的东西 不行 不能再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 再这样的话 我的主机会越来越危险 这些老百姓之所以不愿意加入我 是因为我没给他们好处 如果想要人替我卖命 就必须给他们好处 但是我现在兵败如山倒 既无钱又无事 我只要赶紧利用云若月打开地宫 用财富来收买人心 这样才有人肯忠于我 我才有仿败为神的机会 前车 你听到了吗 现在咱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只要打开地宫获得财富 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 只要咱们有了财富 还怕没有人敢拥护我们 福建 让我再考虑一下 大人 公子 不好了 老七 又怎么了 大人 出事了 将士们闹情绪了 又是怎么回事 你快说 大人 这些天将士们跟着我们东躲西藏 吃不好 睡不好 心情越来越烦躁 所以都在抱怨 真是的 他们竟敢如此 真是气死笨拙了 大人 不仅如此 有些士兵根本不听军令 属下叫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心不甘情不愿 还有一些人 属下甚至指挥不了他们 调遣不动他们了 该死的 前车 你听听 这些人 你不给他们好处 他们就不帮我们办事 如果连这些人都叛变逃走 你也护不住圣女 没错 最好的军队 最忠心的属下 如果不让他们吃饱穿暖 他们也是会离开的 好 父亲 我答应你 不过事成之后 你要派人护送我们离开 没问题 无论成败与否 本座都会护你们周全 龙七 将士们在哪里 你带本座去看看 是 不一会儿 龙七就把龙世天 带到了将士们 安营扎寨的地方 才走到那里 龙世天就听到了 将士们在大声抱怨 一名将士猛地将手中的碗砸到地上 愤怒地说道 天天喝西饭 喝西饭 老子的脸都喝清了 老子再也不要喝西饭了 就是 以前国师向我们许诺过 说我们跟着他造反 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现在呢 咱们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还得躲在这天寒地冻的地方 天天挨饿受冻 再长下去 我们不被饿死 也会被活活冻死 对 我们跟着国师造反 去来一口热汤的喝伤 不仅如此 还天天被女王的人追杀 老子不想干了 我也不想干了 大家说着 纷纷将身上的武器解下来扔到地上 个个愤怒无比 龙七他们看到这幅场面 一个个胆寒地看着龙世天 吓得 大气也不敢出 龙世天的脸上却没有半点表情 他朝众人走过去 大声说道 诸位 请稍安勿躁 是国师来了 大人 您终于来了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 都快给饿死了 是啊 这山上好冷 我们没地方睡觉 又没衣裳穿 我们都快被冻死了 大人 您快想想办法 让我们吃一顿饱饭吧 否则我们都没力气打仗了 诸位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 还请大家再克服一下 坚持一下 大人 我们都快活不下去了 还怎么克服 怎么坚持 你们放心 本座已经想到一个好办法 只要你们跟着本座行事 本座一定让你们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大人 咱们现在连饭都吃不饱 还指望能有荣华富贵的生活 难道本座的话 你们也不信 看看她是谁 圣女 大人 她是圣女 圣女怎么会在这里 本座告诉你们 圣女可以打开地宫 帮我们获得财富 只要能进入地宫 你们还怕发不了财 可是大人 那地宫里不是没有财宝吗 就是 上次咱们去地宫 不仅没得到财宝 还遇到很多机关 死了很多兄弟 这哪里来的财宝啊 主位 请相信本座 上次我们没有成功 都是女王在高贵 其实这地宫分为真门和假门 上次女王只是圣女 打开了一处假门 所以才没有财宝 其实真门里 还藏着很多祖先留下的财宝 什么 地宫分为真门和假门 上次打开的是假门 怪不得里面全是机关 根本没有一点宝物 如果地宫里真的还有财宝的话 那咱们只要打开地宫 岂不是就可以发财了吗 管它里面有没有财宝 先把这些人稳住再说 主位 现在咱们有圣女在手 就可以逼女王打开真门 到时候本座带领你们一起去地宫 咱们一起发财 好 好 大人 我们决定跟着你一起干 一起去地宫 对 咱们一起打开地宫 一起发财 我要利用地宫来招揽人心 吸引这些人效忠于我 现在 我已经落到了这一步田地 只能破釜沉舟 做最后的一搏了 我要找到财宝 再利用这些人来对付女王和楚宣臣 夺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 龙世天在煽动人心这方 很有意大 只是不知道他会如何拿我来威胁母后 我现在无法逃走 只能尽管其变 到时候再想办法逃离 长了殿里 老神医正在为楚宣臣换纱布 薛飞夜则领着人在旁边担忧地看着 这时 老神医揭开楚宣臣身上的旧纱布 满意地点头道 太好了 殿下 你的伤口已经开始结痂 过不了多久 应该就能痊愈了 真的 那我要马上出宫 我要去找月儿 宣臣 你的伤口才刚有一点好转 先不要下床 等伤口完全好了再下床 也不迟 女王 我以前打仗的时候 这样的小伤都已经习惯了 你放心 我没事的 我知道 我已经派大家去找月儿了 你放心 咱们一定能找到她的 不 我不能亲自去找月儿 始终不能安心 只有赶紧找到她 我才会放心 可是 母后 博士来信了 什么信 这个可恶的国师 他说上次咱们开启地宫时 打开的并非是真门 而是假门 所以才会出现那种状况 他现在以月儿的性命相威胁 要你把打开真门的方法告诉他 可恶 好个龙世天 他说月儿 现在在他手里 如果朕不照办 他会杀了月儿 他敢 如果他敢伤害月儿一根寒毛 本王一定要他错骨扬灰 女王 我心里只有个疑问 这地宫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无侠告诉我 说只要打开地宫就可以拯救百姓 可为何上次出现了那样的意外 是啊 母后 上次我和月儿问你的时候 你就言辞闪烁 不肯回答 现在都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这地宫里为什么没有财宝 只有伤害 之前我不敢告诉你们 是怕龙世天知道消息后 会侵占里面的财宝 如今它已经落到这个下场 我也没什么好怕的 那好 我这就告诉你们真相 真的 原来这地宫真的另有玄机 龙世天猜得没错 上次咱们打开的那扇门并不是真门 而是先祖们设计出来对付盗贼的假门 也称死门 这打开死门就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真正的身门 才可以找到财宝 当时雪月国被龙世天把控着 一旦让他得到这些财宝 他一定会私吞 不会分给百姓的 为了百姓们 我才让月儿打开了死门 好给龙世天一个教训 可谁知道 当时月儿也被拖了进去 幸好龙千撤救了他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原来如此 我们上次打开的是死门 怪不得会有那么多的机关和毒虫 想起上次的事 我就心有余悸 都怪我那个决定 差点害了月儿 所以我一直都很自责 觉得很对不起月儿 母后 既然月儿早已没事 你也无需那么自责 如果你不这么做 那属于百姓们的财宝 就会被国师给夺走了 朕知道 当时不仅月儿危险 还死了那么多的百姓 其实他们和月儿一样 都是朕的子民 朕同样为他们感到难过 女王 当初你这样做 也是情非得已 是为了广大百姓 你如果不这样做 一旦让国师夺走财宝 百姓们的处境 会更加艰难 正是 况且当时死的 都是一些利欲熏心的凌月教徒 他们如果不那么着急地冲进去 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所以 是他们的贪心害死了他们 与陛下无关 母后 那你知道打开生门的方法吗 我当然知道 可是已经晚了 他们说 只有在妹妹满十八岁生辰那天 才能打开地宫 现在早已过了她的生辰 就算你想打开也没机会了 是啊 现在都过了时辰 也只有等下一个一百年才有机会打开了 只是这样的话 咱们都等不到那一天了 你们听来的都只是些小道消息 这些其实都是祖先为了保护地宫 放出来的障眼法 这其中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都做不得数 其实只要月儿满十八岁 又正好到达一百年 她就可以打开地宫 真的吗 月儿真的还可以打开地宫 当然没问题 那真是太好了 可月儿现在还在国师手里 国师以她的性命相要挟 要她打开地宫 我们应该怎么办 月儿的性命重要 我可以把方法告诉龙世田 但我必须要亲眼见到月儿 知道她安好 才会和龙世田做交易 女王 你当真要把方法告诉国师 万一她独占那些财宝 那百姓们怎么办呢 听到这话 雪非夜眯起眼睛 冷声道 灵长老 你不用担心 朕没那么傻 既然龙世田想要掠夺地宫的财宝 郑和不将计就计 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 到时候 我们既可以救月儿 又可以守住那些财宝 好 女王 我赞成您的主意 我们可以提前在地宫附近设好埋伏 给他来一个瓮中捉鞭 宣陈 如今国师已经苟迹跳墙 咱们必须抢在他们前头 尽快做好部署 才能成功 好 我马上就派人去部署 吴侠 你回去告诉那个送信之人 就说朕可以答应龙世田的要求 不过 朕得先见到月儿 确定他平安才行 是 母后 接着 楚旋臣立即叫来董长风和墨竹 和他们一起商量部署之事 三个时辰后 雪无侠又拿着一封信 走进常乐殿 母后 国师回信了 他说什么 他说让你去地宫就可以见到月儿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你只能带九个人去 这九个人中并不包括妹夫 也就是说 国师不想让我一起去 宣臣 国师肯定是忌惮 他打不过你才不让你去 不过你放心 朕有办法让你去 和国师对决 如果没有宣臣在 我还真不放心 营救月儿的事 我怎么可能不去 国师越是害怕我 越要给他一个出其不意 自从龙世天放出风去 说要带领大家 一起去地宫夺宝之后 又吸引了许多人的追随 不过 这些人大多是在外头混的 无业游民 还有一些专门打家 结社的地痞流氓 他们一听可以跟着国师寻宝 便纷纷跑上山来追随 想从中分一杯羹 其实龙世天并不在乎 这些人是什么人 只要有人肯听他的指挥 替他对付女王和楚玄臣 就行了 三天后 他便聚集了上万人 准备带大家去南山寻宝 在出发之前 他把龙世天和云若月 叫到自己面前 冷声道 前车 圣女虽然在我们手里 但本座还是怕出岔子 所以在出发之前 本座要给他服一个断魂丹 断魂丹 这是什么东西 所谓断魂丹 当然是可以断人魂魄的毒药 服了此丹的人 如果没有解药的话 只能活三个时辰 所以到时候 就算楚玄臣和女王夺走圣女 只要他们没有解药 圣女还是必死无疑 见识他们为了圣女能够活命 一定会把他乖乖地给你送回来 到时候 圣女永远就只能是你的了 父亲 我已经伤害了圣女很多次 她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不想再伤害她了 请你打消这个念头 我是绝对不会给她服断魂丹的 浅车 为父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如果不这样 万一他们夺走圣女 你又怎么办 什么为了我好 你做的这一切 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 你是怕圣女被他们抢走之后 你就没办法打开地宫 你根本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你自己的私信 逆子 就算本做是为了自己 又怎么样 人不畏及天诛地灭 如今女王他们步步紧逼 我们唯一的筹码就是圣女 只要彻底控制住她 我们才有活路 父亲像是疯了一般 再带下去 她肯定会伤害弱月的 不行 我们不能再带她这里 父亲 我要是早知道你会降低弱月 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们不会再帮你 我要带弱月离开 弱月 我们走 你子 一个违背本座的命令 来人 给本座抓住他们 龙世天一声令下 孤颖和罗刹等高手 一起跳出来 瞬间就和龙千澈 打到了一起 龙千澈既要保护云弱月 又要对付这些人 根本着假不过来 所以很快 他就被迫和云弱月分开 被孤颖和罗刹被抓住了 两人一被分开 龙千澈就挣扎着大叫道 你们放开我 我是大祭司 你们想干什么了 公子抱歉 我们只听大人的命令 公子 请你不要破坏大人的大业 孤颖 罗刹 你们放开我 父亲 你放了若月 不要给他吃断魂弹 否则我宁愿把他送回给楚全城 也不要他落到你手里 你个不孝子 竟然把一个外人开得比为父还重要 我告诉你 想要成功 就必须狠 今天这颗断魂弹的吃定 父亲 你不要让若月吃 不要给他吃 这会害死他的 我后悔了 我会把若月带到这里来 后悔掳走他 早知道父亲会这样对他 我宁愿把他让给楚全城 也不要他落到这样的下场 我是如此的珍视他 不想伤害他 可现在却亲手害了他 为了我们的大业 他必须服下这颗弹药 只有这样 本座才有对付女王的筹码 来人 给我抓住圣女 把这个断魂弹给他扶下去 龙世天说完 立即有两名侍卫 上前控制住云若月 一名侍卫走过来 冷冷地接过断魂弹 走到了云若月面前 龙千车见状 突然砰的一声跪到地上 哀求地看着龙世天 不要 父亲 我求求你 你不要站堆若月 你放了他吧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都心甘情愿 我再也不和你做对了 只求你能放了若月 不要再伤害他 没想到我这个儿子 为了云若月 竟然会给我下跪 堂堂铁汉男儿 竟然会为了一个女人 向我认输 给我下跪 我以为他和他父亲 一样冷血无情 可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他和他父亲 是不一样的 前车 你放心 这断魂丹 不会真的要了圣女的命 只是用来牵制他 等事成之后 我会立即给他服下解药 他会没事的 不 这是断魂丹 少佑不慎 他就会万劫不复 父亲 你虽然有解药 但我不敢再拿若月来冒险了 少佑插翅 他会没命的 父亲 我答应你 我会带若月帮你开启地宫 替你夺取财宝 只求你不要给他服断魂丹 好不好 奔作心意已缺 来人 给圣女服下断魂丹 龙世天说完 拿着断魂丹的侍卫 立即走过去 一把掐住云若月的脸 将断魂丹塞进他的口中 断魂丹一入口 云若月赶紧闭上嘴巴 趁机将丹药压到了舌头底下 并没有吞下去 就在这时 龙千彻发出一声怒吼 他像头暴怒的狮子似的 一头将孤影和罗刹撞开 要去救云若月 给我抓住他 龙世天说着 一个剑步闪过去 阻挡龙千彻 可此时的龙千彻 就像疯了似的 身上充满了力量 满怀恨意和龙世天打了起来 两个抓云若月的示威剑状 赶紧放开 冲过去 帮龙世天 见大家的注意力 钩在龙千彻身上 云若月趁人不备 赶紧将那颗断魂丹 吐到了手里 接着 他把丹药藏进了袖子里 又假装做出一副 吞咽东西的表情 好像真的把那颗 断魂丹吞了一样 此时 他的心中 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弹药不予柔缓 所以我才能吐住你 也幸好大家的注意力 被龙千彻吸引走 要不然国师肯定会盯着我 服下这颗毒药 就在这时 龙世天三两下 就控制住了龙千彻 从他背后 拽住龙千彻的胳膊 立声道 你子子 你敢坏为父的好事 你知错了吗 我没错 解药呢 解药在哪里 你快可以若元解药 都怪我 是我没有保护好他 才害得他被服了断魂丹 只要圣女乖乖听话 替我们完成任务 我就会给他解药 他会听话的 父亲 他一定会听话的 你给他解药好不好 圣女已经服下断魂丹了吗 回大人 服下了 服下就好 这断魂丹的解药 只有本座才有 现在就算楚玄臣在此 他也得乖乖向本座求饶 否则 圣女三个时辰后 便会毒发身亡 父亲 你好狠 真的好狠 你明知道我善爱若月 竟然要这样对他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儿子 你太冷酷无情了 成大使者必须狠 剑车 一个女人而已 你不必放在心上 这些事情 你得跟为父好好学习 谁要跟你学 若月 对不起 我不该带你来的 是我没保护好你 对不起 我不怪你 公子 对不起 我应该带你走的 如果我早点带你走就好了 父亲 解药呢 你可把解药交出来 我不想若月 有一丝生命危险 看来没有你 本座也能指挥圣女 有你在 只会坏本座的好事 来人 把公子关起来 没有本座的吩咐 他哪里也不许去 滚开 见孤颖他们又要来抓自己 龙千澈台长就和他们打了起来 可惜孤颖和罗刹等人 都是龙世天身边的高手 他们这么多人一起围攻龙千澈 龙千澈根本不是大家的对手 很快 他又被人给控制住 只得愤愤地说道 父亲 我不要跟他分开 你让他们放开我 放开我 你太容易妇人之人了 有你在 太容易坏事 你给我好好地在这里反省 等我回来 事先紧急 来人 带上圣女 咱们出发 此时 龙千澈被孤颖他们 死死地控制着 他想反抗 却根本无能为力 他只得眼睁睁地 看着心爱的女人被带走 想到云若月扶下了段魂丹 他的心就一直不住地颤抖着 万一三个时辰之内 父亲没有给若月扶解药 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不能想象 也不敢想 很快 郭颖便把龙千澈 关进了一间屋子里 并把他绑在了柱子上 还派了一队侍卫看守的 房间里 龙千澈看着绑在自己身上 和手上的绳索 又起又鸡 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还配做一个父亲吗 我现在只能很担心 云若月 怕他会出事 可我要被困在了这里 根本出不去 只得干着急 就在这时 只听嘎吱一声 门被人打开了 龙千澈赶紧看过去 没想到白鹰落来了 此时 白鹰落握紧拳头 一脸忧怨地走了进来 他一边走 一边冷笑道 公子 你也有今天 你来干什么 我当然是来看你笑话的 堂堂大祭司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当众下跪 你还有尊严吗 怎么 我没有为你这样 你嫉妒了 你 对 我就是嫉妒了 我嫉妒你对云若月那么好 嫉妒你呵护他 保护他 甚至为了他不要性命 我才是你的青梅竹马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竟然敌不过你们的几个月 我当然不甘心 你不甘心又怎么样 你落到这种下场 都是你旧由自取 怨不得人 你 之前你还在我父亲面前伪装 幸好我一早就看清了你的真面目 才不会被你欺骗 我为什么会喜欢上若月 因为她善良 真实 而你呢 你看看你自己 有多可怕 我可怕 我变成这样 还不是你们害的 当初要不是你拒绝我 我会这样吗 你要是回到我身边 不去爱她 我会这样吗 我还不是被你们逼的 我为什么会拒绝你 你心里清楚 你是在嫌弃我吗 难道在你心中 我真的一点也比不过于若月 在我心中 你连若月的万分之一都不如 不 像你这种 隐贤歹毒的女人 根本不配若月相提并论 见龙千澈这样说 白鹰落气的目自欲裂 他突然仰起手 手中多了一把匕首 龙千澈 你竟敢这么说我 你想杀我是吗 今天你要是杀了我 你也冲不去 不 你弄错了 我可不是要杀你 就这样杀了你 岂不是便宜了你 只有杀了你最心爱的女人 杀了云若月 才会令你痛苦 这样我才会解恨 你要是敢捧他一下 我会将你碎尸万段 怎么 你着急了 你现在被大人困在这里 连这个门都出不去 要如何将我碎尸万段 我知道国师要带云若月去哪里 我这就跟上去 找机会杀了他 让你终身生活在痛苦之中 白银落 别站住 我不许你伤害若月 你回来 来人 快来人 放我出去 白银落要刺杀圣女 放我出去 公子 你在不在里面 公子 我在 龙七 你们快进来 这 龙世天和雪非夜约定见面的地点 是南山地宫 午时雪非夜带着雪无侠等人 准时来到了南山 才走到南山脚下 雪非夜就看到 那里驻扎着许多龙世天的军队 这些军队密密麻麻 把通往南山的道路都占据了 孤颖和罗刹骑在马上 手中拿着武器 微风凛凛地盯着他们 看到孤颖和罗刹 林长老转了转眼珠 脸上故意露出一副 担忧的神色来 女王 你看国师准备了那么多人 我们一行只有十人 咱们就这么上去 简直就是羊入虎口 毫无胜算的 朕知道 但是为了少女 就是要朕上刀山下火海 朕也毫不畏惧 那好吧 为了少女 我们都拼了 对 我们都拼了 那好 我们现在就上山 对面的孤颖和罗刹 听到这些话 暗中对视了一眼 认为雪飞夜为了救圣女 真的只带了九个人来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还是派了很多人 在附近巡逻 其实 他们一早就派人 跟踪了女王 确定女王 真的只带了九人 并且没有带楚玄尘后 才放心 这时 孤颖策马上前 说道 女王 大人已经在 摇华殿等你们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少废话 赶紧带路吧 现在先让她得意一针 等下有她好看的 好 这边请 孤颖说完 立刻下马 在前面带路 雪飞夜赶紧领着众人 一脸忧心地跟了上去 很快 一行人就来到了 摇华殿门口 此时的摇华殿门口 驻守着 许多龙侍天的人 孤颖说道 女王 劳烦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们先进去 给大人通报 大人 女王来了 她带了几个人来 四周可有埋伏 她带了九个人 包括她一起 正好十个 属下已经派人四处查探 这附近并无女王的埋伏 楚玄臣也不在 而且女王出宫时 属下就派人跟踪了她 那里也没有她的人 看来 她为了圣女 真的信守承诺 没有耍花招 不一定 女王此人十分狡猾 而且楚玄臣那么在乎圣女 他们不可能什么也不做 等下你们要注意巡逻 万不可掉以轻心 是 大人 好了 你们去把女王叫来 是 女王 国师请你进去 是 雪飞夜 女王 快把她交出来 女王 凭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你用得着那么着急吗 圣女是朕的女儿 朕当然着急 如果朕今日没有看到她 那你 也休想开启地宫 你想见圣女可以 不过你得先告诉本座 上次咱们打开的那扇门 究竟是真门还是假门 这帝宫的秘密 究竟又是怎么回事 这一刻见不到圣女 你就休想知道真相 好 你这么想见圣女是吧 兵洛 把圣女带出来 龙弑天一声令下 立即有几名将士 用刀挟持着云若月 将她从内殿里带了出来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一脸阴毒的白鹰落 此时 云若月的脖子上架满了刀剑 她稍有不慎 就会死于那些剑下 此刻 她看着十分呆滞 仿佛一具没有心的木头 丝毫没有惧怕的神色 看到这幅场面 雪妃夜和雪无侠一阵心惊 好久没有见到母后和哥哥了 雪妃终于见到他们 我好激动 真想冲上去和他们团聚 但我脖子上有刀 不敢轻举妄动 玄成怎么没有来 是不是 她的伤还没有好 是不是她伤得很严重 所以才来不了 叶凤 人带到了 你们可千万要注意 不要妄动 免得伤到生 是 或是 圣女都被你们下了射魂术 你竟然还要如此对她 没办法 你和楚玄臣如此狡诈 本座当然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以免出什么岔子 你 你让他们把刀拿下来 别伤着圣女 在地宫没打开之前 这可不行 女王 地宫的真相到底怎么样 你终于可以说了吧 是不是 朕说了 你就可以放了圣女 当然 如果你说出真相 并且让圣女打开地宫 帮我们获得宝藏 本座一定会放了她 相反 如果你敢耍花招 偏本座 那别怪本座心狠手辣了 好 既然月儿在您手里 朕也没什么可以瞒的 不过 这地宫关乎着雪月国的命脉 这开启地宫之法 可不能让闲杂人等知道 你最好把这些多余的人 请出去 罗刹 叫将士们先退出去 是 罗刹说完 立刻把携持云如月之外的将士 全叫了出去 等大部分人退出去之后 大殿里便只剩下龙世天 和雪非夜的亲信了 白鹰落尖自己没被叫出去 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时不时地摸一下 藏在袖子中的匕首 目光仇视地盯着云如月 只要找到机会 我就杀了这个剑 而且我特意在匕首上面脆了毒 到时候云如月一定会死得很惨 好了 现在人等已经离开了 女王 你赶紧告诉本座真相 其实上次镇叫月儿打开的门 的确是假门 也称死门 所以你们才没有见到宝藏 原来你真的骗了本座 你好大的胆子 如果不是你利于熏心 企图强占百姓的财宝 朕也不会那样做 百姓的财宝 他们算什么东西 他们只是渺小的蝼蚁 他们也骗拥有财宝 女王 上次你打开的是死门 那你告诉本座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财宝 当然有 只要打开生门 我们就能见到财宝 反正我和玄成 已经做好了饭泉的准备 我也不怕把真相告诉龙世田 更不怕他知道开启地宫的秘密 原来这里面真的有财宝 看来本座没有猜错 那你告诉本座 这圣门要如何打开 你先把圣女放了 我再告诉你 你休想 你帮本座打开圣门 本座才会考虑放过他 单凭郑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打开圣门 郑还需要圣女的鲜血 只有圣女的鲜血 才能开启地宫 本座早就了头了 你放心本座会协助你 你们放下武器 是 女王本座这样帮助你 如何 说完龙世田一把抓过云肉月 扣住了他的脖子 把他挟持到了雪飞夜面前 看到他的动作 雪飞夜和雪无侠气得想杀人 于是雪无侠冷声道 臭老头 你松开我妹妹 你这样 要我们如何帮你打开地宫 这样你们不太满意是吗 那这样 龙世田说着 手中突然多了一把弯刀 接着 他把那把弯刀 抵在了云肉月的脖子上 这弯刀颜色赠亮 刀刃锋利 一靠近云肉月 便削掉了他的几根头发 看得众人心里一紧 雪无侠气得很想 暴打龙世田的狗头 但现在云肉月在龙世田手里 他不敢轻举妄动 怕龙世田会狗急跳墙 此时龙世田音质地说道 少废话 女王 圣女已经在这里了 你赶紧叫他开启生门 你急什么 还没到五十 只有到了五十 才可以开启地宫 五十 为什么要等到五十 你看看这颗圣珠 它现在发光了吗 怎么回事 上次圣珠都发光了 今天它怎么没发光 笨蛋 我母后不是说了吗 圣珠要五十才可以发光 上次圣珠发光 是因为当时正当中午 现在时间还没到 女王 你别给本座说话招 如果敢说话招 小心圣女的命 国师 朕并没有骗你 你看到这些宝石了吗 当阳光照得最盛之时 光线便会洒到这些宝石上 这些宝石散发的光 会互相折射 最后撒到圣珠上 圣珠才会发光 只有等圣珠发光之后 这圣女的血才会起作用 才能开启圣门 原来如此 那本座再给你一点时间 上次我就觉得奇怪 不知道这两列宝石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才知道 这些宝石是用来引光的 雪域国的祖先们 通过光折射的原理 利用宝石最为媒介 将外头的光引进来 让这些光打到圣珠上 这圣珠就能发光 原来这些古人竟然如此聪明 如此智慧 大人快看 这些宝石发光了 云若月赶紧看过去 一眼便看到 外头有阳光洒进来 这些阳光洒到那些宝石上 宝石便开始闪闪发光 看到宝石发光 所有人都惊叹出声 就在这时 那些宝石上的光芒 慢慢地折射过来 最后全部打到那颗圣珠之上 这一瞬间 圣珠突然目的发光 看着耀眼夺目非常漂亮 看着圣珠发光 龙弑天颤抖地出声道 发光了 发光了 圣珠真的发光了 女王 原来你真的没有骗本座 女王 圣珠已经发光 你可以叫圣女开启地宫了吧 月儿 月儿 你过来 过去 女王 上一次你打开死门 还死了本座这么多人 你敢保证这一次 你打开的是声门 朕当然敢保证 那你告诉本座 上一次你们究竟在其中 耍了什么花招 这生门和死门 到底是如何缺分呢 这是先祖的秘密 朕没有必要告诉你 你只要等结果就行了 不行 这些秘密 本座也必须知道 你要是不说 先断他一臂 住手 朕说还不行吗 反正就算让龙世天知道 他今天也逃不掉 我也不怕说出来 这生门和死门的区别 是宁法的问题 宁法 如果将圣珠往左边宁三圈 打开的就是死门 真正开启深门的方法 是往右边宁五圈 那你还等什么 快叫圣女开门 月儿 把你的手给朕 紧他的 把手伸过去 是 但 月儿 你别怕 马上就好 说着 雪飞夜接过雪无侠手中的匕首 对着云肉月的食指轻轻一划 立刻有一颗雪珠 滴到了圣珠上 并且 慢慢地 渗了进去 接着 雪飞夜赶紧用布条 包裹住云肉月的食指 替他止血 刀从手指上滑过 滑得云肉月很疼 但他仍旧忍了下来 因为他现在是中了射魂术的傀儡 必须要装得冷情冷性 哪怕疼 也得忍着 这时 孤颖激动地说道 大人快看 圣珠有反应了 颜色变红了 太好了 圣珠终于发光了 本座终于要见到真正的地宫了 就在这时 那颗圣珠上的红光 洒到了石门的蝴蝶图腾上 一瞬间 那图腾忽然亮了起来 又像上次那样鲜艳美丽 活灵活现 看到这一幕 雪飞夜也觉得很惊奇 赶紧说道 月儿 快开启地宫 圣女 记住 雪将圣珠往右拧五圈 你这次可别弄错 是 云肉月点头后 用手握住圣珠 慢慢地往右边转动 她一转动 圣珠底部就发出了咔咔的声音 此刻 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圣珠 大气也不敢出 尤其是龙世天 她的眼神十分期待 激动 甚至有些痴狂 雪飞夜则冰冷地扫了龙世天一眼 而后台幕直视圣珠 眼中也满是激动 其实她也很期待 虽然她知道声门的开启方法 但她从未开启过 所以这一次 她也和大家一样 紧张地盯着云肉月的手 一颗心都差点跳了出来 在那咔咔声中 云肉月已经将圣珠拧了五圈 只听咔的一声 石门发出了一声巨响 紧接着 石门又像上次那样 缓缓地往上方射击 大家小心 孤影和罗刹想起上次经历的危险 吓得立即握紧腰间的宝剑 谨慎地盯着石门后面 其他人也握紧手中的武器 随时准备对付那些机关 突然 就在那石门 升起一条小缝的时候 里面突然射出来 很多金色的光芒 众人见状 纷纷大见 就在这时 石门已经升起了一半 那些光芒 也变得越来越亮 隐隐 有一朵莲花形状的金色宫殿 出现在大家面前 孤影见此 激动地出声 天哪 你们快看 这里面真的有一座宫殿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莲花帝宫 应该是的 大人 看来咱们找到真正的帝宫了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 此时 石门缓缓地升至顶不停下 等石门在上方固定住后 所有人都看清了里面 真的有一座金色的宫殿 这座宫殿成莲花形状 看着富丽堂皇 美轮美奂 事件少有 大人快看 那里面有好多金银珠宝 大家赶紧看过去 发现宫殿里果然摆着一箱箱的金子银子 还有五颜六色的珠宝首饰 珍珠玛瑙和极品玉石等宝物 地上也堆满了珠宝和金子 多得甚至无法下脚 龙世天看到这些珍宝时 激动地一把松开云若月 兴奋地笑道 没想到这里真的有这么多的宝藏 你们看到没有 这些全都是宝贝 他们全都是本座的了 说着龙世天也不管云若月 长腿一抬 直接朝宫殿内奔去 云若月见状 突然将袖子里的袖剑拿了出来 对准龙世天的后背 猛地射出了一支毒箭 毒箭带着破空的力量 咻地刺进了龙世天的后背 只听一声惨叫 龙世天便身中毒箭 不敢置信地愣在那里 这才发现 云若月似乎没有中射魂术 雪飞夜看到云若月的动作 十分惊奇 月儿 你怎么 月儿 你不是被施了射魂术吗 你这是 母后 哥哥 先对付国师再说 云若月说着 继续扣动袖剑上的扳机 朝龙世天又射出了一支毒箭 等第二支毒箭射过去时 龙世天输得转过身了 伸手一抬 稳稳地接住了那支箭 他忍着背上的剧痛 把剑扔到地上 再伸手狠狠一吸 就把云若月吸到了自己面前 龙世天十分恼怒 立刻伸出手 就要去掐云若月的脖子 仙人 你找死 月儿 小心 就在龙世天要掐中云若月的脖子时 一道黑影突然从角落里闪了出来 一掌朝龙世天打了过去 并且把云若月揽进了自己怀里 龙世天看到掌风袭来 身子灵巧的一扇 便躲开了那一掌 他定睛一看 发现这人正是楚玄臣 楚玄臣 是你 国师 你竟敢带头造反 挟持圣女 本王今日一定要牵手杀了你 不好 我后背的伤口越来越疼 现在出手肯定不是楚玄臣的对手 对了 我还逼迫云若月服了断魂丹 朱玄臣 你敢杀本座 难道你不要云若月的命了 龙世天 你什么意思 朱玄臣 你以为没有十足的把握 本座敢放过云若月吗 我告诉你 我早已让人给他服了断魂丹 他现在身中剧毒 如果服毒之后三个时辰内不服解药 他将会蹊跷流血毒发身亡 从他服毒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两个时辰 他的命 就只剩下一个时辰了 龙世天 你竟然如此阴险 解药呢 快把解药拿出来 解药 这就是断魂丹的解药 但本座不会给你 除非你乖乖受死 否则 你就等着给云若月收尸吧 你 龙世天 你别高兴得太早 你真以为我服了你的断魂丹 你 你看看这是什么 说着 云若月伸出了手 众人抬眼一看 看到云若月的手中赫然有一颗黑色的小毒丸 看到毒丸的瞬间 龙世天身子一致 不敢置信地瞪着云若月 你这是什么东西 这不会 就是那颗断魂丹吧 哼 你还不算太笨吗 这就是那颗断魂丹 你以为我吃了 可惜啊 当时我把它藏在了舌头底下 才趁你们不备 吐了出来 你 原来你没有吃 你也没有中射魂术 没想到我竟然被一个小丫头给骗了 哼 我的确中了龙世天的射魂术 被他控制 但当他控制我刺杀玄尘时 玄尘的鲜血溅到了我的眼睛里 我中的射魂术 瞬间被化解了 什么 原来你的射魂术早就解了 不仅如此 以前的事情 我全都想起来了 包括龙千车如何把我掳来储物 你如何叫大巫师篡改我的记忆 我全都想起来了 一个不落 月儿 你全都想起来了 你真的想起我们来了 是的 夫君 我全都想起来了 大巫师给我下的周术 也全都解了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我的月儿终于回来了 楚玄尘一把将云若月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他 激动地喜极而起 雪飞夜和雪无侠等人也是一阵感动 这时 云若月却看向楚玄尘自责地低下头 说道 对不起啊 玄尘 你那么好 我却被龙千车控制 亲手伤害了你 傻瓜 你别这么说 这一切都是龙千车的错 是他控制了你 与你无关 你不要自责 够了 你们俩别在这里轻轻握握的 楚玄尘 今天这里 里里外外都是本座的人 你竟然还敢前来受死 那本座就成全你 博士 你真以为你这点乌合之众是本王的对手 你仔细听听外面的声音 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 你说什么 龙世天说着 赶紧秉神名气 仔细地竖起耳朵 突然 他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震天动地的叫喊声 还有将士们打斗时刀光剑影的声音 他顿时心里一紧 赶紧走出殿外查看 此时 四面八方 突然窜出来很多玄策军和他的将士打斗在了一起 由于他的这些将士 大多是地痞流氓 乌合之众 所以根本不是玄策军的对手 他们很快就被玄策军包围 被逼得节节败退 四处窥逃 看到这样的景象 龙世天气得脸色扭曲 楚宣臣 原来你们早就在这里受了埋伏 若得不到的宝藏 你们也休想得到 本座要毁了他们 吵死 楚宣臣健壮 一把挡在龙世天面前 给他打了起来 孤颖和罗刹等人健壮 赶紧飞过去把龙世天 看到龙世天的亲信们上场 雪无侠莫主等人也加入了战斗 楚宣臣生怕龙世天狗急跳墙 毁了地宫 所以直接把他往大殿外离去 看到双方终于退到大殿外战斗 雪非夜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外面战斗的十分激烈之时 白鹰落赶紧扫笑云若月 发现他身边没有一个护卫 于是他的眼里立即溢起一阵杀意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机会可以杀了云若月 云若月 你这个贱人 我要杀了你 说着 白鹰落手中的匕首 朝云若月的后背狠狠地刺了过去 云若月健壮 吓得紧张地叫出声来 他转头一看 看到白鹰落正挥舞着一把匕首 朝他的心屋狠狠地刺了过来 就在那把匕首快要刺中云若月的心脏时 一道人影忍过来 一把抱住了他 云若月赶紧抬头一看 发现抱住他的人竟然是龙千澈 而白鹰落的匕首则深深地没入了龙千澈的后背 插进了他的前胸 看到这一幕 云若月经的大叫一声 一把扶住了龙千澈 龙千澈 公子 你怎么活在这里 你怎么会突然出来 白鹰落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休想伤害若月 千澈 你怎么这么傻 你为什么要冲出来 为什么要救我 你是我的爱人 和我当人要救你 为了你 我心甘情愿 至死不渝 好你个至死不渝 事到如今你还喜欢这个贱人 那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西间 白鹰落后完 猛地抽出龙千澈背上的匕首 就要去杀云若月 此时一道黑影急速地窜了进来 一掌打到白鹰落的身上 将他连人带匕首打飞在地 薛飞夜一声令下 立即有两名侍卫冲过去 抓住了白鹰落 傅宣臣看到满身是血的龙千澈立即问他 月儿 他怎么了 宣臣 刚才白鹰落要杀我 是千澈冲出来替我挡了刀 可是他自己却 什么 没想到他竟然替月儿挡了刀 龙千澈 来 先靠在柱子上休息一下 千澈 你别怕 我马上救你 马上救你 若月 不用了 我知道我大险将至 你是救不了我的 不 救得了的 你相信我 我一定救得了的 宣臣说着 赶紧在布包里找到了一块纱布 他拿起纱布 一把按住了龙千澈的胸膛 要帮他做按压止血 可他才按下去 一股鲜血就喷了出来 喷得他满身都是 纸都止不住 龙千澈也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月儿 他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 白鹰落 你好狠 你好狠的心 若月 算了 我不怪他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 能为你而死 我死而无憾 傻瓜 你说什么呢 我可以救你 你怎么会死呢 放心 有我在 你不会死的 不 我的心已经碎了 你救不了我的 真的 若月 对不起 我不应该将你掳走 将你们夫妻强行分开 是我太自私 才差点害死了你 现在我才知道 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他 只要看着他幸福 默默地守护着他就行 是我 是我太执着 太自私 才害得你们痛苦了那么久 秦成 你别这么说 我不怪你了 我真的不怪你了 我们一切的恩怨 一笔独小 真的 你不再恨我了吗 真的 我不恨你了 你不恨我 我却恨我自己 我欺骗了你这么久 消灭了你的理想 把你困在郭师府 还给你下射魂术 害你变得无情无爱 差点失去自我 幸好 幸好你已经想起来了 否则我要 如何面对你 别说话了 你现在失去很严重 我马上给你止血 不用了 你的医术留着救那些 都是会有用的人吧 不用救我这样的人 不值得 不 你值得 你撑一下 我一定会救你的 若云 没用的 救不了的 你放弃吧 他伤得太重 失血过多 就是打落神仙也救不了了 可是我还是想试试 再试一试 朱玄辰 对不起 如今我将若云还给你 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他只有 只有在你身边才会快乐 龙千车 千车 若云 你别难过 我这一生 活得太痛苦了 也许死亡对我来说才是解脱 即使在我六岁的时候 我就想去见我娘了 可能是上天希望我能遇见你 才让我渡活了这么多年 能够遇见你 我此生已经知足了 我现在终于可以安心的下去陪我娘了 千车 尹若云突然站起身来 走到白英诺面前 恨恨地拽着白英诺 使劲地摇着他的身子 他一边摇 一边利吼道 白英诺 你为什么这么狠 为什么要害死龙千车 我好像杀了你啊 月儿 不要理他 杀他这种人葬了你的手 什么 公子他死了 你们放开我 公子 你怎么了 你醒一醒 醒一醒啊 不用喊了 他已经被你害死了 不会的 公子他不会死的 他这么厉害 你怎么会死的 他真的死了 就是你害的 你这个杀人凶手 这些年来 龙千车一直待你不保 把你捧在手心里呵护 跟你却背叛了他 你不仅背叛他 还要了他的性命 你还是个人吗 我 白英诺听到这些话 突然回忆起了他和龙千车的那些曾经 他们从小一起生活 青梅竹马 互相爱护着长大 龙千车一直很关心他 爱护他 甚至把他当成未来的妻子对待 他想要什么 龙千车都会给他找来 把他宠成了国师府里最尊贵的公主 可他却三心二意背叛了龙千车 龙千车才会选择云若月 如果我当初没有背叛他 耍着他 他是不是就不会变形 我突然好后悔 好后悔 公子 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样对你 不应该害死你 我后悔了 后悔了 你原谅我 原谅我好不好 白英诺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 可是有什么用 人都死了 你现在说这些 难道还能让龙千车死而复生吗 公子 对不起 我不想害死你呢 我只是想杀了云若月 你为什么要替他挡这一刀呢 公子 你为什么不理我 难道你不想原谅我吗 你原谅我好不好 公子 我真的不想杀你的 你是我只喜欢你的 我不喜欢大人 我只喜欢你 所以我才会那么嫉妒于若月 你醒一醒 醒来看我一眼好不好 行者 就在这时 大殿外响起了龙世天的声音 此时的他已经战斗的筋疲力气 浑身是心 刚才他正和莫竹他们打斗 猛然间听到了龙千车出事的消息 并赶紧冲破众人的围剿赶了进来 看到龙千车的瞬间 龙世天的心脏差点皱起了 他颤抖的走了过去 难以置信的说道 叶千车 你怎么了 刚才白鹰落想行刺圣女 大祭司为了保护圣女 中了白鹰落的毒手 什么 千车他死了 大人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公子 什么 本座如此信任你 你竟然害死的牵扯 龙世天说着 猛地伸出手 一把掐住了白鹰落的脖子 将他直直地提了起来 他恶狠狠地盯着白鹰落 眼神中带着滔天的仇恨 仙人 竟敢害死我的牵扯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说着 龙世天的手狠狠一鸣 直接拧断了白鹰落的脖子 白鹰落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 就闭上了眼睛 只听咚的一声 龙世天猛地把白鹰落丢在了地上 就像扔小鸡似的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白鹰落已经断了气 看着白鹰落的尸体 所有人都大为惊骇 就在这时 龙世天突然走向龙牵扯 他蹲下身子 一把将龙牵扯抱在怀里 牵扯 你为什么要丢下维夫 为什么呀 维夫早就警告过你 不要对女人懂真心 你为什么要那么傻 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女人丢掉自己的性命 牵扯 我不相信你会死 你是在装睡 谁在骗我对不对 我是 龙牵扯已经死了 你不相信也没有用 你现在是众叛清理 没有退路 朕劝你早点投降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不 我的剑城没有死 你少废话 还要干什么 我们出去看看 楚宣承说着 拉着云若月跟了出去 其他人也好奇地跟了上来 等大家追出去后才发现 龙世天抱着龙牵扯 站到了最高的一处悬崖边 看到他站在那里 云若月紧张地问道 宣承 我是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先看看再说 宣承 你醒 你睁开眼睛 看看威夫好不好 前车 你是不是还在怪威夫 所以才不愿意醒来 威夫不应该那样对你 不应该伤害你心爱的女人 威夫已经后悔了 你醒来好不好 我什么人 总是要等到失去的时间 才知道后悔 国师 你看看四周 你的那些乌合之众 已经溃逃 这里全是我们的人 你败局已定 赶快下来投降 这样 正还会留你一句全尸 龙世天看向四周 周围全是雪飞夜和楚旋辰的人 他的那些将士们死得死 逃的逃就连孤影 罗刹龙七和龙三等人 也是战死的战死 重伤的重伤 他的身边除了他自己之外 没有一个帮手 全是敌人 看着这幅荒凉的场景 他突然仰头 癫狂的大笑一声 没想到我龙世天微风一世 竟然会落到这种下场 你落到这个下场 是你不得人心 久由自取的结果 雪飞夜 你胡说 本族有那么多教终 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你才不得人心 你看看你现在的下场 你的将士们背叛了你 百姓们唾弃了你 就连你的亲儿子也恨你 真正不得人心的是你呀 你根本就是在胡说 你给我闭嘴 一个为了权势和名利 抛弃弃子的男人 你以为这天下人 真的会服你 我没有抛弃弃子 你给我捉口 当初要不是你心中 只有权势 冷落了自己的妻子 他也不会跳城楼自杀 要不是你一心造反 龙千彻也不会落到 这个下场 所以是你害死了自己的妻子 和儿子 不 那不是我害死他们的 我没有害死我的妻子 也没有害死权势 我没有 你有没有 问问你儿子就知道了 权势 你醒一醒 我是父亲的 你为什么不理我 为什么不说话 秦扯 你不说话 是不是还在怪我 怪我害死了你的母亲 怪我把你管起来 怪我逼圣女吃短混蛋 你要是怪我的话 那我下来陪你们好不好 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 终盘亲离了 说着 龙世天突然大叫一声 抱起龙千彻就朝万丈深渊跃了下去 众人看到这一幕纷纷惊在当场 大家都没想到 龙世天竟然抱着龙千彻的尸体 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悬崖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他们即使不死 也会摔得粉身碎骨 云若月赶紧走上前 想看看龙千彻还在不在 可下面很深 他什么都看不到 云若月愣在那里 突然想起了 他初见龙千彻的画面 想起他在迷雾山救自己的情景 还有他即使晕血 也在地宫里拼死救自己的样子 云若月不敢相信 之前还神采奕奕的人 瞬间就这样消失了 这时 楚宣臣走上前去 轻轻地拍着云若月的背 安慰着他 说道 月儿 你没事吧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要不是为了救你 龙千彻的 会落到这个三尺 我之前狠狠龙千彻 恨不得将他千刀万挂 剁成肉酱 可当龙千彻真的死掉时 我的心里却闷闷的 并没有一丝解气的感觉 相反 我觉得龙千彻的一生很悲哀 我的父亲即使早逝 当初也是爱我的 可龙千彻不一样 他的父亲虽然活着 却只会让他痛苦 宣臣 月儿 你们不要太难过了 也许 这就是龙千彻的命运 这每个人的命运 都是上天注定的 我们没有办法 唯有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和龙千彻 虽然一直不对盘 但是看到他这样 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这样吧 月儿 得空时 我们去给他立个杯 以后每逢清明 也有地方拜祭他 如今 我能为龙千彻做的 只有这些 陛下 如今国师已死 从此 无人敢在雪月国兴风作浪 只手遮天了 是啊 陛下 国师这个奸贼 终于覆灭了 他的那些爪牙们 更是死的死 逃的逃 这些人 再也陷不起风浪来 从此 我们雪月国 终于可以还政于您了 太好了 国师连同他的爪牙 全被铲除 我终于可以夺回政权 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和子民 更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将士们 国师谋反的逆臣们 终于全部被铲除了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这是我们应该的 不 你们为雪月国做的贡献 朕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朕要代表雪月国的百姓们 真心地感谢你们 多谢陛下 除此之外 朕也要衷心感谢 楚国黎王殿下 以及玄策君的帮忙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也不会成功 谢谢他们 谢谢黎王殿下 谢谢玄策君 这几天 雪月将士已经见识了黎王和玄策君的厉害 也亲眼看到了玄策君为大家浴血奋战 如果没有这些玄策君 他们很难胜利 所以他们对玄策君甚是感激 除此之外 他们还很敬佩 楚玄策 很多人把楚玄策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此时 楚玄策拱手道 诸位不必客气 此次能够成功歼灭国师一党 多亏了大家的努力 是大家齐心协力 不畏艰险才能成功 楚国和雪月国世代相交 我们本就是朋友 经此一议 本王相信我们两国会更加友好 我们的友谊 也会更加永固 好 宣臣 你说得很好 朕也希望以后 能与楚国同心合力 亲如一家 将士们 今天除了铲除逆臣之外 朕还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圣女终于帮我们打开地宫 发现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 这下 我们的国家有救了 真的吗 地宫里真的有宝藏 这样的话 我们终于不用再来恶兽洞 终于可以吃饱穿暖了呀 是真的 诸位 这些宝藏是先祖对我们的恩赐 朕会把宝藏取出来 永之于名 从此以后 大家都会有好日子过了 女王万岁 女王万岁 恭喜女王 贺喜女王啊 咱们终于守得云开 见怨明了 终于能拯救国民了 陛下 这次能够打败国师 多亏了您 有勇有谋 提前做好部署 您 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 我等愿意誓死追随您 好 之前国师创办了十分邪恶的灵月教 从现在开始 朕要解散这个教派 不准大家再信赐邪教 女王英明 解散灵月教 让大家回去好好地过日子 这样我们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那好 林长老 这件事 朕就交给你去办 是 陛下 解散这个邪教 让老百姓回家过安乐日子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百姓加入生产劳作 大家一同奋斗 一起努力 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女王英明 女王英明 随后 雪飞夜和雪无侠去处理宝藏分配的问题 楚玄臣则带着云若月找了一间客栈休息 一路上云若月都有些闷闷不乐 楚玄臣知道他心里不好受 所以也没有打扰他 只是安静地陪在他身边 等两人走进房间后 楚玄臣才关上房门 温柔地凝视着云若月 说道 月儿 累了一天了 也渴了吧 要不要喝点茶 夫君 我不渴 我不渴 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你 你想起这件事 我就无比自责 放安然入睡 娘子 这又不是你的错 何须自责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一想起那个场面 我就心痛 难受 夫君 你的伤怎么样了 让我看看好吗 我没事 你不要担心 你的伤是不是还没好 快坐下来 让我看看 其实这伤口并不是 之前已经结痂了 只是刚才我和国师打的时候 不小心扯到了 有点裂开而已 什么 伤口裂开了 那你快坐下 我帮你重新包扎 那好吧 能再次得到云若月的关心 楚玄辰的心里 划过了阵阵暖衣 好似如暮春风 满心温暖 楚玄辰坐下来后 云若月赶紧解开了他的衣裳 只见楚玄辰的胸前 都被心血染红了 云若月心疼地说道 看你 你的伤口又出血了 刚才你怎么不告诉我 没事 这点小声对我来说 算不得什么 你快坐好 我帮你重新缝合伤口 说完 云若月重新帮楚玄辰 清洁伤口 缝合上药 最后拿了一块干净的纱布 把伤口包扎好后 才放心下来 楚玄辰看着云若月 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忙说道 娘子 你辛苦了 我给擦擦汗 夫君 你身上有伤 这些事情 还是我自己来吧 娘子 你知道吗 这声夫君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 如今你终于想起来 终于回到了我身边 我真的好高兴 好开心 夫君 这几天 我也好想你 想南风和仙儿 想我们的家 直到恢复记忆 我才发现 我竟然把你们忘记了那么久 我怎么可以这样 看到云若月如此自责 楚玄辰立即捧起她的小脸 认真地看着她 说道 没关系的 月儿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就算你想不起来 我们也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永远不会放弃你 谢谢你 玄辰 当时你搬成大壮来郭师傅找我的时候 你那么辛苦 那么难过 我却不相信你 可是就算我不相信你 你也没有放弃我 甚至为了我不惜为甘黄命 尽力迢迢来正义找我 而我 却让你难过了那么久 娘子 你不要再辞责了 我们本就是夫妻 早就说好了 要同生共死 努力不弃 再说 当时我出事的时候 你不也千里迢迢冒着危险来找我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当然要倾心以待 互相守护 嗯 可是 你们这次私自出境 还掉了兵吗 要是让皇上知道 该怎么办 当时我担心无法救出你 所以才在出境前 和董将军他们商量好了 让他们带兵来帮我 既然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 那就没有后路可推 我也不后悔 月儿 你放心 皇上还需要我们 我相信 他不会拿我们怎么样 真的吗 如果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你相信我 我绝不会把大家带入危险的境地 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喜欢一个人 就会变得无所不能 也无所悲剧 那样子 如今我们夫妻终于团聚 终于可以回家 再见到南风和星儿了 嗯 我也好想他们 好想再见到他们 不知道过了这么久 他们有没有长高 过得好不好 你放心 我已经派莫里把他们送去了万花岛 那里是我的据点 非常安全 由莫里 凤儿 沈小姐照顾他们 他们一定会好好的 沈小姐 她是 哦 沈小姐名唤玉莲 是沈副将的女儿 沈副将也是为我而死 她临死前 我曾经答应过的 会替她好好照顾沈玉莲 所以我才让她暂时住在黎王府 原来如此 沈副将那么好 我们当然要替她照顾好沈小姐 不让她担心 不过沈小姐已经到了代价的年纪 到时候 我会替她寻一门好亲事 给她找一个家 这样沈副将才会真正的安心 这是自然 我们一定要给沈小姐 挑一个优秀的好男儿 绝不让沈副将失望 有莫里和沈小姐他们照顾孩子 我就放心了 现在 我恨不得在背上长一双翅膀 赶紧飞回去见孩子们 我也是 卢锦国事已经被铲除了 女王再无后顾之忧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王爷 老神医求见 老神医怎么来了 之前你被龙千车炉走之后 是老神医救了我 也许 他是来给我换药的吧 哦 原来如此 他老人家可真好 我去开门 老神医 你怎么来了 听说王爷把圣女带回来了 老夫是特地赶来看她的 月儿就在里面 来 老神医 请进 谢谢 圣女 你终于回来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虽然龙千车炉走了我 但是他一路上都很照顾我 对我也很好 所以 我没受什么委屈 你们放心 你没事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圣女 你不是 中摄昏树了吗 你怎么还记得老夫啊 我也不知道 当时 我刺伤寻尘时 他的血 溅到了我的眼睛里 那时候 我的头就开始痛 后面 我就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就什么都想起来了 真的 难道 真如山音道人所说 害人的血 可以化解社会术 什么 老神医 山音道人 真是这么说的 是的 其实 我敢来找你 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方法 女王把山音道人 关了起来 我审问了好久 她才告诉我说 只要把爱人的血 滴进你的眼睛 就可以化解社魂术 我一听到你得救了 就赶紧过来告诉你 没想到 你的社魂术 已经解了 看来山音道人 没有说谎 我的确是眼睛里 溅了玄尘的血 才会恢复记忆 不仅如此 连大巫师 给我下的咒术 都化解了 真的吗 你连以前的事 都想起来了 是的 我全都想起来了 我还记得 大巫师当时 给我下咒术的情景 老神医 你说这件事 怎么这么奇怪 为什么我的咒术 和射魂术 可以同时化解 大巫师死前 嘴里一直在念咒语 没说过 爱人的血可以解咒 是大巫师当时 骗了我们 还是 这两种方法 都可以解咒 老夫也不知道 但老夫猜想 这些奇怪的密术 也许原理 都是相通的 所以王爷的血 才能帮你解咒 也许你是被王爷的 真情所感动 才会想起它来 真情 对 真情的力量 是无穷的 真情可以感动天地 可以融化人心 说不定 也可以化解咒术 我也觉得是这样 其实之前有一次 我的头很痛 也差点想起玄尘来 但是龙亲车 又叫大巫师 给我洗脑 所以 我再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如果没有大巫师 屡次改变我的记忆 说不定 我早就想起来了 这就对了 这说明 只要没有大巫师的介入 你早晚都会想起来的 老夫一直相信 真心是不可以被控制的 就算他们控制了你 只要你们真心相爱 也早晚会记得对方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当时我就相信 只要我和玉儿之间有真爱 他早晚会想起来 是啊 看来真爱可以化解一切 王爷 这也证明你们夫妻是真心相爱的 谢谢老神医 圣女 听说你帮我们打开了地宫 获得了宝藏 老夫在这里 替天下百姓 谢谢你 老神医 你无需客气 这本来就是我的使命 如今 我能完成使命 我也予有容颜 既然你已经没事 那老夫就先走一步了 至于王爷的伤 就交给你了 好 老神医 请慢走 宣臣 没想到你的血 竟然可以化解我的圣魂术 真是神奇 雪月果有很多东西都很神奇 这些都是楚国没有的 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化解了 那我们就不要想了 月儿 就当上做了一场梦吧 好 我也希望 这只是一场梦 如果只是一场梦的话 说不定龙千车 就不用死了 三天后 雪非夜带领众多大臣 把地宫里得到的财宝 给了百姓们 老百姓们得到宝藏后 纷纷欣喜若狂 奔走香港 有了这些宝藏 他们终于不用挨饿受冻 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 不仅如此 那些曾经帮着龙世天 祸害百姓的奸臣 雪非夜也是 官的官 杀的杀 有的奸臣被抓到囚龙里 带到街上游街示众 百姓们看到这些奸臣 纷纷上前唾马 向他们扔烂菜叶子 和臭鸡蛋 至此 国师一党 终于覆灭 在这期间 雪无侠给龙千车 立了一座石碑 石碑的后面 有一座坟墓 由于山崖陡峭险峻 大家并没有找到 国师和龙千车的尸体 所以 雪无侠就找了一些 龙千车的贴身之物 放在坟墓里 算是代替它 接着 林若月走上前 给龙千车上了箱 上完箱后 她又端了一杯酒 轻轻地洒在墓碑旁边 龙千车 你这一生 便不好过 希望你的来生 会幸福 欢迎收听 百度热搜榜 第一爆款穿越剧 神医独飞 不好惹 起猫中文网出品 南硕有声制作 作者 姑苏小七 几百万龙千车后 大家才下了山 才走到山脚下 林若月就发现 街上的人 再歌再舞 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的表情 有些人的手上 抱着鲜花 提着鸡蛋 鸡鸭 水果等物 正当他愣神时 百姓们突然发现了他 接着 大家纷纷朝他 激动地涌了过来 你们看 圣女来了 还有帮助我们的 李王殿下 也来了 我们终于等到圣女了 圣女姐姐 圣女姐姐 这是 这是送给你的 你们这是 圣女姐姐 我娘说了 谢谢您帮我们 打开了地宫 让我们获得了财宝 这些 都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 还请您收下 是啊 圣女 你帮我们打开了地宫 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真的很感谢您 这些鸡蛋 是我对你的一点小小心意 还望你不要嫌弃 大神 我怎么会嫌弃呢 不过 开启地宫 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你们不用送礼物给我 全都拿回去吧 不 我们今天特地来找你 就是为了感谢你的 你一定要收下 黎王殿下 谢谢你带领玄策军 帮我们打败国师 没了国师对我们作威作福 我们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是啊 以前国师等人 只手遮天 无恶不作 他们不仅鱼肉百姓 甚至连女王都不放在眼里 这次多亏殿下 帮我们扳倒这些恶人 帮我们清除邪教 殿下 这些礼物 都是我们精心准备的 你一定要笑呢 本王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大家不必放在心上 你们本来就不容易 这些礼物 还是请你们拿回去吧 你们的心意 本王已经心领了 不行 你和圣女 都是我们学悦国的救命恩人 只恩不能忘报啊 今天你们一定要收下 这 那好吧 老人家 那我们就只能收这栏水果 其他的东西我们也拿不了 就请你们替我们吃了吧 这 诸位 你们的心意我们心领了 其实 只要你们过得好 我们就开心了 哈哈哈哈 好 圣女说得好 谢谢圣女 寻尘帮忙打败了国室 我也终于打开了地宫 现在的局面 真是极大欢喜 我完成了救国的责任 帮助了学悦百姓 到时候 我也可以安心地离开了 因为帮助百姓们打开地宫 云若月在百姓心中 获得了超前的影响力和地位 大家都很喜欢她 尊重她 把她看成了雪月国 未来的储君 她走到哪里 都是人人称赞 深受百姓们的爱戴 三天后 雪飞夜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邀请文武百官 皇亲国戚和百姓代表 一起来皇宫参加宴会 午时 雪飞夜命人 抬着两顶奢华的大轿 前去客栈 迎接云若月和楚玄臣进宫 此外 雪飞夜还为两人准备了 具有雪月国特色的盛装 尤其是云若月 她身为雪月国的盛女和公主 此时穿上一袭璀璨夺目的 正红色宫装 头戴华丽的凤冠 整个人看着珠光宝气 尊贵隆重 两人穿上盛装后 便坐上轿子 被迎接进宫 等轿子到达皇宫时 宫门两边早就站满了 前来迎接的官员 官员和宫人们站成两变 场面十分盛大 等轿子来到跟前时 百官立即上前 纷纷坐衣 恭敬地说道 恭迎宫公主殿下 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免礼 云若月凤魔微眯 庄严地抬了抬手 身上俨然有几分女王的气质 接着 宫人们又把轿子 抬到了凌月宫 此时的凌月宫内 一片祥和 热闹非凡 等云若月和楚玄臣下轿后 李天威和雪无暇 便兴高采烈地迎了出来 妹妹 妹夫 你们终于来了 就是 我们都望眼欲穿好久了 你们才来 维尔 好久不见 我真的好想你啊 姐姐 我也好想你 之前我一直很担心你 现在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谢谢你维尔 最近 一直让你们为我担心 我也觉得很过意不去 还好 咱们终于守得云开剑月鸣了 姐姐 女王和大臣们正在里面等你们 咱们快进去吧 嗯 好 云若月点了点头 便和楚玄臣走了进去 几人走进大殿后 刚才在外面迎接的官员们 也跟了进来 众人一起上前 行礼道 参见陛下 众位爱卿免礼 今天是我们雪月国的好日子 大家不必拘束 随意就好 多谢陛下 多谢陛下 诸位爱卿 在宴会开始之前 朕先隆重地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楚国的黎王殿下 这次多亏殿下率军前来雪月国 帮我们打败了国师 消灭了邪教 我们雪月国才有安稳的日子过 多谢殿下 诸位不必客气 楚国与雪月国既是盟友 就应该守望相助 永世相交 今后只要雪月国有需要的地方 我楚国一定义不容辞 倾心相助 好 我雪月国本就与楚国接壤 咱们离得这么近 更应该像兄弟一样 轻如一家 如今两国能结为盟友 朕也很欣慰 宣臣 到时候就麻烦你把结盟的国书 带回楚国 给楚国皇帝过目 好 没问题 有了这结盟书 到时候在宏元帝面前 我就好交代了 众爱卿 之前圣女回国那么久 朕一直没让你们见她 这是因为 圣女被国师软禁在国师府 如今国事已除 朕终于可以让大家好好见见圣女 见见我们雪月国 未来的储君了 陛下 您是要立圣女为储君 当然 按规矩 朕的皇位应该由圣女来继承 如今圣女回国 朕当然要着手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月儿被立为储君 将来成为雪月国的女王 那我怎么办 难不成留在这里当男后或者是王夫 一夜 想到男后和王夫这两个词 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而且 我那满目创意的国家该怎么办 父母的仇恨又该怎么办 母后 女儿的志向并不在此 女儿只想把自己的医术发扬光大 只想行医救人 拯救苍生 还请您 收回成命 可是 月儿 你是圣女 是唯一的继承者 这祖宗的规矩 可不能更改呀 规矩是祖宗定的 月儿不敢违你 但月儿自认 自己并无治国之才 儿臣认为 储君之位 应该由皇兄来胜任 儿臣相信 经过母后的教导 皇兄定会是一位好君主 别别别 我对这些可没兴趣 你们别拉我下水啊 武侠 这个儿子 居然当着这么多大臣的面 说这样的话 真是不让我审心 这叫我如何立她为储君啊 陛下 老臣当然支持您 立圣女为储君 但圣女已经是黎王妃 如果您立她为储君的话 那黎王殿下怎么办呢 众人听到这话 全都看向储宣臣 很赞同林长老的话 此时 老神医说道 是啊 林长老说的对啊 这大皇子和圣女都很优秀 他们都爱护百姓 有一颗赤诚之心 其实陛下 您立谁为储君 臣等都支持 只是 咱们还要考虑 圣女自己的心意 和黎王殿下的处境 如今 黎王殿下 肩负着拯救储国的重任 储国离不了她 如果陛下立圣女为储君 那他们夫妻该怎么办呢 是一方为了另一方做出牺牲 放弃自己的家国天下 强行在一起 还是要被迫分离啊 老神医说的对 我们虽然都很喜欢圣女 巴不得圣女留在雪月国 但她已是储国的王妃 黎王更是储国的定海神针 就算她想留在这里 储国皇帝也不会答应的 而且储国那么强大 臣相信 圣女跟着黎王殿下 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更美好的未来 像储玄臣这样的人物 那就是上天入地的交路 又怎么能被困在我们一个小小的国家 只有储国那样的大国才能一展她的抱负 让她发光发热 她的未来可期 圣女跟着她 说不定有一番更大的作为 看到这么多大臣都如此理解自己 我也终于安心了 你们说的问题 朕早就考虑过了 你们说的也不无道理 但是这组织 这如何能违背啊 母后 组织是人定的 当然可以改变 儿臣认为 皇兄有治国之能 是可造之才 如果立他为储君 对百姓来说更是好事 儿臣的梦想 就是钻研医术 济世救人 实在难当大人 还望母后理解 在权势这方面 云若月从来没有任何野心 她的本职工作是大夫 只想行医救人 不想浪费自己的一身医术 见云若月一直拒绝 雪飞夜也知道 强行把她留在雪月国 是不可能了 于是 她便说道 那好吧 立处之事还早 荣厚在意 今天是我们雪月国的好日子 我们先畅饮一番 众贵爱卿 这次我们能消灭国事一党 多亏了众倾家的帮忙 朕在这里先敬大家一杯 多谢殿下 好 朕宣布 工业正式开始 正为大家准备了美酒佳肴 请大家 尽情享用 是 必须 来人 上歌舞助兴 雪飞夜说完 这次很快便有打扮艳丽的舞鸡 鱼冠而入 四周响起了月儿的礼乐声 舞鸡们闻着月声起舞 众人则继续享用面前的美酒佳肴 大家一边谈天说地 一边饮酒作乐 不一会儿 大殿里已是公愁交错 欢声笑语 酒过三巡后 楚玄臣有些微醺 便决定带着云若月去花园里 散一散酒气 等两人走出大殿 来到御花园后 楚玄臣一把拉住云若月 真诚地看着她 燕子 谢谢你 你谢我做什么 谢谢你拒绝了女王 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前途 其实 如果你答应女王 我也会支持你的 夫君 你不用谢我 我的选择 也是发自于我的内心 也许 对别人来说 做女王才是前途 可对我来说 将我的医术发扬光大 才是真正的前途 什么 女帝王妃 我的这项从不在此 只是 我碰巧是你的王妃罢了 我的王妃永远和别人不一样 她的思想境界 也经常让我惊叹和着迷 如果是一般人 谁会设计这些高位呢 而她却不同 她是个医痴 心中只有医术 病人 天下和百姓 这样的胸襟真让人佩服 月儿 你真的很好 能娶你为妻 真是我今生的福气 其实我知道 你还是为了我 你放心 你对我的心意 我会永世珍重 我楚玄臣在这里向你发誓 我永远不会背弃你 如有为事 玄臣 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这个傻瓜 当初你问了救我 不惜放弃一切 甚至连性命都不要 我这点又算什么 你都可以为我牺牲 那我也可以为你啊 更何况 当女王从来就不是我的追求 我可不想永远被束缚在这深宫里 我知道 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你 夫君 你不是说过吗 夫妻之间就应该倾心以待 互相帮助 你对我那么好 我又怎么会不为你考虑呢 其实我知道你心中的理想 你放心不下楚国那些 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不忍心看着你父亲的基业 被红原地毁于一旦 所以你想回去帮助他们 拯救他们 作为你的妻子 我又怎么能不陪在你身边帮助你 支持你呢 而且 我哪里舍得离开黎王府 哪里舍得我们的家 哪里舍得南风和星儿 你和孩子们 永远是我的最爱 永远是我割舍不掉的软肋 所以我要跟你回去 我们要一起回去 一起面对那些疾风暴雨 一起颤抖 月儿 还是你了解我 你除了是我的妻子之外 还是我的知己 那是 不过 如果我真的选择在这里当女王的话 你要怎么办 那我就先回楚国 先解决到那些烂摊子 再让百姓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然后就带着孩子们来投奔你 在你的后宫 吃软饭 当你唯一的毒宠 等你让百姓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说不定我的南非都有好几个了 你敢 以后哪个男人敢靠近你 本王就打断他的双腿 看你还敢不敢 怎么可能呢 夫君 我是开玩笑的 你永远是我的唯一 谁也代替不了 月儿 你也是 楚旋臣说着 突然凑向云若月的唇 就要吻上去 就在这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李天威的声音 姐姐 姐夫 楚旋臣惊得赶紧收回头 云若月也尴尬地看向四周 假装在看风景 这时 李天威已经领着雪无侠走了过来 李天威笑的 姐姐 原来你们在这里 让我们好找啊 威尔 黄湘 你们怎么来了 姐姐 我是想来问你 是不是等宴会结束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威尔 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当然啊 我姐夫帮你们消灭了坏人 我姐姐也打开了地宫 帮助了老百姓 现在雪月国一片安定 我们当然是时候回家了 要是再不回去 我爹还以为我被绑架了呢 可是这也太早了吧 我原以为你们会留很久的 妹妹 你们现在可不能走 你是咱们国家的圣女 将来要继承王位的 你怎么能走呢 红兄 我已经拒绝了母后 我是绝不可能继承王位的 我说过 储君之位 你比我更合适 就由你来等 替我照顾好老百姓们 好吗 可是我真的很舍不得你们 我也不想当什么储君 当储君有什么好玩的 每天对着这帮淤妇的老头 被困在皇宫里 哪也不能去 什么也不能玩 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可不想当 一想起自己穿个龙袍 跟个老学究似的 坐在龙椅上 我就郁闷 喂 雪无侠 你已经不小了 怎么整天只想玩了 你当然要肩负起治国的责任 帮你母后排游解难 治理好雪月国 哎呦 可是我真的不想治理国家 那多麻烦 我只想让月儿来当女王 然后随便封我一个亲王坐坐 我每天去游山玩水 云游天下 这该有多好 你想的美 我告诉你 月儿姐姐的家在楚国 她必须要回楚国 不然我姐夫怎么办 南风和仙儿怎么办 这 此时 雪无侠看着楚玄臣陷入了为难之中 哎呦 是啊 要是让月儿在这里当女王 妹夫怎么办 无侠 其实你表面喜欢玩乐 但也有治国之才 有一颗为国为民之心 只要女王稍加提点 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君主 是啊 皇兄 母后年岁渐长 迟早有一天会力不从心 我真的希望 你能帮助她 让她轻松一点 我知道 可是我真的舍不得你们 皇兄 你到底是舍不得我们 还是舍不得威儿啊 我 我没有 威儿是我的好朋友 我当然舍不得她了 说着 雪无侠快速地扫了李天威一眼 紧张得手足无措 而李天威的那张小脸 也瞬间红成了苹果 她咽了咽口水 尴尬地说道 就是 我们只是朋友 她怎么会舍不得我呢 那个姐姐 我刚才还没吃饱 我先进去吃东西了 你们要是准备回家的话 一定要提前通知我 我好做准备 皇兄 你说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上威儿了 好像是吧 什么叫好像是吧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陆夏 如果你真的喜欢威儿 可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别等到她离开之后才后悔 是 我承认 其实我早就喜欢上她了 我觉得她非常非常的可爱 非常非常的好玩 我想天天和她在一起 甚至像你们那样 和她成为夫妻 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去向她表白 把她留下来啊 哎呀 我是喜欢她 可是我不知道 她喜不喜欢我呀 万一她不喜欢我 那我岂不是自作多情 自找没趣啊 如果她不喜欢你 你可以用自己的诚意打动她 况且 我感觉威儿对你 也是有好感的 要不 你去向她表白试试 你真觉得她对我有好感 当然了 她要是对你没好感 刚才也不会流红了 你说的对 那我晚上找个机会 向她表白 不过向人表白得有诚意 我得先准备一点礼物才行 嗯 你准备吧 可是悦儿 这还是我第一次向人表白呢 我有点紧张 晚上你和妹夫 可不可以在旁边 给我打打气啊 好的 没问题 那我先回去准备了 咱们晚上见 别看乌侠表面完事不公 其实很会关心人照顾人 我要是个情商 现在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如果有乌侠照顾的话 那我就放心了 只是不知道 悦儿能不能过自己那一关 会不会答应乌侠 到了晚上 雪乌侠终于准备好了 她拖云若月去约李天威 自己则和楚玄臣 站在皇宫的梅花树下 忐忑地等着李天威到来 此时皇宫的公道上 云若月和李天威互相搀扶着 朝梅林这边缓缓走来 李天威一边走 一边疑惑地问道 姐姐 你说雪乌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他没有和我说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 真的吗 这个人真是的 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搞得神神秘秘 可能是听到我们要走了 很舍不得你 所以想让你说说话吧 谁知道啊 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这大晚上的又是梅林那样浪漫的地方 还有岳儿姐姐的神秘兮兮兮的表情 总感觉雪乌侠要对我说些什么 但又不敢乱猜 生怕自作多情 想到这里 李天威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疑惑 乖乖地跟着云若月往前走 不一会儿 两人就到了梅林 才到梅林 李天威就看到雪乌侠和楚玄臣都站在那里 不过雪乌侠的样子很紧张 还有一些忐忑不安 这时云若月把李天威拉上前 朝两人走了过去 乌侠 我们来了 薇儿 你来了呀 你找我有什么事 这样 乌侠 你和威儿慢慢说 我们在外面等你们 乌侠 加油 等两人离开后 雪乌侠赶紧看向李天威 此时的李天威低垂着头 样子有些娇羞 甚是可爱 于是雪乌侠忙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问道 威儿 你们过几天真的要回去了吗 是的 我们始终是楚国人 那里是我们的家 早晚也是要回去的 哦 不过你放心 就算我离开 你也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会永远记得你的 啊 威儿 在你心中 就只把我当成是好朋友 难道你对我 一点那方面的感觉也没有 什么感觉 乌侠你在胡说什么 威儿 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你看看喜欢吗 雪乌侠说着 朝不远处拍了拍手 缠绝立即端着一只锦盒走了过来 看到那锦盒 李天威当场愣住了 乌侠 你这是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快打开看看 雪乌侠说着 把锦盒接过来 递给了李天威 李天威疑惑地打开那只锦盒 看到里面躺着一只 晶莹剔透的玉簪 月光下 这只簪子洁白透亮 闪着清冷的光芒 看着特别美丽 乌侠 你为什么要送我簪子 怎么了 难道你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没关系 来人 把其他礼物全部盛上来 雪乌侠才说完 不远处又走过来几名宫女 宫女们手中都端着各式各样的锦盒 等他们走过来后 雪乌侠便把这些锦盒一一打开 看向李天威说道 威儿 你看看 这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礼物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所以什么都准备了一点 我相信这里面总有你喜欢的 我们的大皇子就是不一样 连表白都那么特别 那么豪气 李天威盲朝那些锦盒看过去 发现里面摆满了珍珠玛瑙 珠宝首饰等物 那些锦盒里还放着肉麻的琴尸 童心结 红豆等定情之物 看到这些东西 李天威惊地后退了一步 问他 大皇子 你送我这么多礼物干什么 禅娟 你们先行退下 是 威儿 实话告诉你吧 这些礼物 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因为我喜欢你 我不想让你回家 想让你永远留在雪月国 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 看来我的预感是对的 雪无侠真的喜欢我 其实我也很喜欢他 只是想到我的过去 对不起 无侠 我知道你很好 但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威儿 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无侠 谢谢你对我的好意 但我们之间 是不可能的 怎么不可能呢 只要我们互相喜欢 就一切皆有可能 不 你搞错了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你没喜欢过我 可是我觉得你心里是有我的 你为什么要口是心非呢 无侠 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算我喜欢你 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 你很好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 比我优秀一百倍的女孩子 而我 早已没有资格谈这些了 你懂吗 威儿 你是不是还在想以前的事 是不是还在为那些事情而自卑 如果你还在意那些过往 我告诉你 我根本不在乎那些事情 我只在乎你 我只要有你就够了 不 你是不在乎 但是我在乎 会有那样不堪的过去 我根本配不上你 所以 请你说回刚才的话吧 威儿 你别走 说着 雪无侠握住李天威的手 像呵护珍宝似的 小心翼翼地说道 威儿 我知道你以前被伤得很深 所以变得不容易再相信别人 可是我告诉你 我和楚夜不一样 我不是他那种人 请你相信我 我会让你幸福的 好吗 看到握住自己的那双大手 李天威的眼眶立马就红了 那双大手是那么的温暖 有力 包容 可越是这样 他就越难过 李天威看向雪无侠 难受地摇头 无侠 其实这段时间一来 我早就感受到你对我有多好 我也知道你并不是楚夜那样的人 但我们 真的不可能 我这样的过去和身份 是配不上你的 不仅你的母后不同意 就是雪月国的百姓 也不会接受我的 所以 请你说回刚才的话吧 不 我只知道我喜欢你 你是我此生第一个心动的女人 我爱你 我想娶你为妻 我想和你生儿育女 幸福过一辈子 至于我的母亲 她这么善良 我相信她听了你的故事之后 一定会更心疼你 而我们雪月国的百姓 更不在乎这样的事情 只要我们两个真心相爱就行了 真恨楚夜 恨那个人渣把一个明媚天真的姑娘 给伤成了这样 如果换成是我 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无侠 谢谢你愿意爱我 但我早已决定 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人 更不会碰儿女私情了 你是个好人 我真心地希望你能幸福 以前被楚夜伤害的那段时间 我变得很冷漠 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冷脸相待 哪怕是为我好的人 直到遇到了雪乌侠 她告诉我 如果总是对别人的好意冷脸相待 那会失去爱我的人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学着对人微笑 学着接受别人的好意 学着忘记自己的过去 学着面对新的人生 和她一起来雪月国的路上 我才发现她并不像表面那样 顽世不恭 相反 她很会关心人 照顾人 在我生命的那段时间 她彻夜不睡 意不解怠地关心我 因为她的细心照顾 我才活了下来 所以我很感激她 正因为对她如此感激 我才不想让她人生 染上污点 薇儿 在你走之前 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喜欢我吗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还问这个干什么 不 我不相信你刚才的答案 薇儿 反正你们就要离开了 你能不能在离开之前 和我说说真心话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你真的只想要一个答案 是的 哪怕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我也想知道你心中的想法 其他的 我绝不勉强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 其实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你 我甚至幻想过 自己穿上嫁衣嫁给你 和你在一起的场景 可我知道这些都不可能 在梦醒之后 我必须要面对现实 不能再意想天开了 反正我们也要离开了 我和雪无侠 也没有可能 我还不如把心里话告诉他 哪怕我们不能在一起 我也要让他知道 我心里是有他的 这样才没有遗憾 真的 威尔 你真的喜欢我 嗯 但喜欢并不代表一定要在一起 有时候相爱 不如相望于江湖 无侠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 我衷心地祝福你 祝你平安喜乐 一生顺遂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看着李天威的背影 雪无侠握起拳头 心中充满了动力 此时 云若月和楚玄臣 等在梅林外面 云若月一边望着梅林 一边说道 玄臣 你说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威尔会接受无侠吗 我也不知道 但我想 威尔可能过不了 他自己那一关 不过是那样的话 那就太遗憾了 姐姐 姐夫 天气这么冷 你们怎么还没走 说好了要等你们的 怎么样 威尔 我想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他只是见我们要走 有点舍不得而已 妹妹 姐姐那个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 怎么了 威尔 你有什么事 我有点内急 我先走了 再见 这丫头 明明是害怕见到无侠 居然找这样比较的借口 怎么样 威尔 有没有答应你 没有 这一次不成功 没关系 只要你不放弃 说不定他下一次 就答应你了 是啊 黄秀 威尔 威尔对过去的事心有芥蒂 没那么容易打开心间 你要再给他一点时间 知道 他刚才虽然没有答应我 但也告诉了我 他是喜欢我的 真的 那太好了 你再加把劲 说不定他就同意了 对 威尔 妹夫 威尔之所以不敢答应我 是因为他有顾虑 他害怕母后不接受他 如果我能让母后接受他 那他是不是就会答应我了 嗯 我觉得这样可行 要不 你先去找母后说说 看看他是什么想法 好 那你们 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啊 没问题 玄称 你们一起去吧 好 我们走吧 三人说完 赶紧朝灵月宫走去 此时 雪飞夜正坐在龙椅上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雪乌侠一进大殿 就看到雪飞夜 眉头紧锁 一点愁容 不由地问他 母后 你怎么了 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 是啊母后 发生什么事了 玄称 月儿 乌侠 你们怎么都来了 女王 刚才我们见你神色有异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嗯 不是什么难题 只是我一想到你们过几天便要回国 很舍不得你们 所以才 母后 你放心 就算我和玄称回了楚国 以后也会惊察来看你的 是啊 雪月国和楚国隔得很近 以后我会经常带着月儿 南风和星儿他们回来看您呢 哎 你们的家在楚国 我知道你们早晚要回去的 可是我才和月儿相认没多久 我真的不想和他分开 所以我才希望他留在这里当储君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见到他了 我知道 我自己这样做太过自私 对玄称来说也很不公平 所以我心里很烦恼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哦 其实 我们同样也很舍不得你 可是 玄称为了救我 私自带了这么多玄称君来这里 他必须回去 给红原帝一个交代 作为他的妻子 当然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支持他 帮助他 你放心 等我们解决完这些事情 我们后会来看你的 我知道玄称这次回去 可能不好交代 不过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 那两国结盟的国书 希望这国书对你们有用 女王你放心 有了这国书 我自有办法向红原帝交代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保护好月儿 不会让他再受到伤害 朕相信你 朕和朕的血月国 永远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 对 妹妹 有我们当地的靠山 以后谁敢欺负你 我就替你狠狠地教训他 母后 皇兄 谢谢你们 我们走了以后 你们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嗯 哎呀 我光顾着说自己的事了 刚才你们那么着急来找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这话 雪无侠忙低下头 样子有些紧张 云若月忙拐了他一下 说道 无侠 母后你话你快说呀 我 母后 你喜欢威儿吗 威儿 她那么可爱 朕当然喜欢他了 无侠啊 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是的 我很喜欢他 想娶他为妻 但是他不愿意答应我 为什么呢 我这个儿子虽然形式作风怪异了一些 但却是个实打实的优秀男儿 为什么威儿会拒绝他 嗯 因为威儿在楚国时 经历过一段婚姻 他曾经 嫁过人 什么 威儿他 嫁过人 母后 你放心 威儿已经与那个人合理了 对 他和那人早就没有关系了 怎么回事 你们快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威儿以前嫁的男人 是楚国的赵王 那赵王开始的时候 对他也挺好的 但是之后 他背叛了威儿 和一个叫苏 苏什么呀妹妹 苏 苏长孝 对 就是苏长孝 这个苏长孝 蛊惑了赵王 和赵王一起伤害了威儿 不仅如此 什么 你快说 不仅如此 这个姓苏的 还害死了威儿的孩子 他还有孩子 当时威儿怀孕了 就在他快要生产的时候 苏长孝灌了他藏红花 所以 这个孩子并没有保住 你的意思是 这个孩子一生下来 就已经 这世上 竟然有如此狠毒的女人 是的 过了没多久 威儿就与赵王合理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 他备受打击 变得不再相信别人 更不相信爱情 所以才会拒绝无瑕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母后 你是不是生气了 其实这是威儿的伤心事 我本不该告诉你 但我不想骗你 也不想别人利用这件事情 在你面前攻击他 所以才提前告诉了你 让你知道他曾经遭受过的苦难 让你更了解他 是啊母后 威儿他天真善良 善解人意 他也是受害者 那些事情 根本不是他的错 他也很可怜 女王 威儿他真的很好 他只是遇人不输而已 你们那么担心干什么 你们是不是以为 郑会嫌弃威儿 不 你们都错了 郑根本不是嫌弃他 朕只是觉得震惊 觉得难过 母后 真没有想到 那么单纯天真的威儿 竟然会有这么痛苦的过往 那赵王还是男人吗 那苏长孝还是个东西吗 他们竟然这样对一个女孩子 他们真是妄为人 要是当时朕在那里 朕一定要将他们大谢八快 替威儿报仇 母后 这么说来 你没有责怪威儿 当然 他是受害者 我责怪他干什么呀 我心疼他都还来不及呢 我平时见他那么坚强 那么可爱 那么温柔 没想到 他竟然遭受过这种苦难 他的前一段婚姻 已经过得很痛苦了 如果他愿意嫁给吴侠的话 朕和吴侠一定会好好呵护他 一定不会让人再欺负他 母后 你的意思是 你还是很喜欢威儿 你会接受他做你的儿媳妇 当然啊 乌侠 难道你还不了解母亲吗 朕看人 从来只看她的品性 不在乎其他的 朕和威儿相处那么久 知道她是一个有情有义 坚强温柔的女子 她为了找月儿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跟你一起来到雪月国 这样的姑娘 朕又怎么会不喜欢呢 那太好了 母后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威儿 只要你同意 说不定她就会答应我 你放心 朕会找个机会 好好和威儿说的 并替你向她求亲 真的吗 谢谢你母后 你先别高兴得那么早 你倒是快乐了 朕还有一件心事没有解决呢 什么事啊母后 还能有什么事啊 当然是储君的事啊 母后 你还那么年轻 这么早操心这些事干嘛 等以后再说也可以 母后 我不是说了吗 可以让无侠当储君 让她替你分用 月儿 母后还年轻 现在立储为时过早 等以后再说吧 无侠 难道你以为母亲 真的还年轻吗 你知道吗 朕当了那么多年的女王 早已心里交瘁 精疲力尽 而且 朕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完成 我一早就想知道 我们的父亲是谁 他是否还在认识 上次我问龙千彻 他说这是上一辈的事 他也不清楚 我总觉得 大家对此事都讳莫如深 所以 也一直不敢问你 小时候 我问父亲的事情 你总是会和我生气 不让我问 我去问其他的工人 他们也讳莫如深 不敢跟我说 其实我和月儿一样 也很想知道父亲是谁 想知道他的下落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 我这就告诉你们 其实你们的父亲 原本是我国的大将军 他叫宁义 是雪月国第一大家族 宁是家族的唯一传人 宁义 就是那个世人所说的 雪月第一高手 第一武神宁义 皇兄 你知道附近的名号 我当然知道 从小我就听林长老说 我们国家有个叫宁义的 武学高手 他不仅是武学方面 造诣很深 带兵打仗更是一流 他在的那些年 为雪月国训练了 很多能兵强将 使雪月国的军事实力大增 让周边的国家 无人敢冒犯 可自从他失踪之后 兵权就被国师夺走 而我国的军事实力 也一下子大打折扣 我没想到 我崇拜的这个高人 竟然就是我们的父亲 吴侠 你想啊 我们的母亲那么厉害 父亲肯定也不差 如果父亲在的话 国师一定不敢搞事 母后也不会被欺压 这么多年 可 父亲为什么失踪了呢 母后 当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其实 我和你们的父亲 从小就定了娃娃亲 不过在晨清之前 我并没有见过他 所以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在我十三岁那年 有一天 我女扮男装 偷偷溜出宫去玩 在路上 差点被一强盗打劫了 幸好一个少年哥哥路过 救了我 多亏这个少年 我才幸免于难 虽然我和这位少年 只有一面之缘 但我觉得他武功高强 气欲喧傲 意表人才 所以就喜欢上了他 当时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可他却冷酷地离开了 根本不打理我 什么 少年哥哥 当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 但就是很喜欢他 所以一回宫 我就告诉你们外婆 说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 我要和宁家那个小子 解除婚约 我才不要嫁给他 啊 没想到 母亲当年这么有个性 我要退婚的是 被宁一知道后 他很生气 当时也想解除婚约 但我们双方父母不让 所以这个婚约 就暂时维系了下来 后来啊 我派人在暗中找了好几年 都没能找到那位少年哥哥 直到我到了代嫁的年龄 你们外婆就劝导我 说宁家是雪月国第一大家族 宁义又是少年天才 要我为了雪月国 与他家联姨 那时候我是已成熟 知道我的使命 应该排在我自己前面 所以为了雪月国 我不得不接受了这门婚事 和宁义成我婚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到了陈清那天晚上 我才知道 原来我苦苦寻找了 那么多年的少年哥哥 竟然就是你们的父亲 是宁义 真的吗 没想到 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那也太浪漫了 太有缘分了 楚贤臣听到这个答案 也是十分的惊奇 雪乌侠赶紧问道 然后呢 母后 你终于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 你和父亲应该很相爱才是 那他怎么会失踪呢 我们若是相爱的话 他也不会离开了 母亲 你们成亲那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晚上 当宁义走进喜房 挑开我的红盖头时 我才发现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位少年了 当时我很惊喜 很激动 我正要把他救我的事情告诉他时 他却率先对我说 他不喜欢我 他早已心有所属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爱人 娶我 只是为了他们宁家 他根本不爱我 更不想碰我 什么 父亲竟然这么说 当时听到他这些狠心的话后 我很难过 就没有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他 而且我想 他恐怕早就不记得 自己曾在街上救过一个少年 所以 后面我就没有再对他提起这件事 女王 那敢问 后面你又怎么会生下无侠和月儿 他虽然不爱我 但我们好歹也是夫妻 在我们履行了夫妻的责任后 就先有了无侠 那时候我出登基没有多久 整日国事繁忙 也没有时间管他 而你们的父亲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突然爱上了酗酒 在无侠两岁时的一天 他突然满身酒意地冲进了房间 强行和我过了一夜 然后 第二天就消失了 消失了 是啊 确切地说 是离开了 他在离开前留了一封信给我 我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信 是什么信 那是一封很长的信 你父亲在信里说 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说我虽然嫁给了他 但信里爱的却是别人 他舍不了我这样对他 所以 所以决定永远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永远不再回来 什么 父亲不是不爱你 爱的是别人吗 他怎么会这样说 在看到那封信之前 我也以为他爱的是他的青梅竹马 可直到看了信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他真正爱的人是我 他根本没有什么青梅竹马 那些话 都是他说来气我的 他一直以为我不喜欢他 要和他退婚 所以在新婚之夜 才会故意说那些话来伤害我 而我 却信以为真 没有告诉他 他就是我在找的少年哥哥 就这样 他因为误会离开了 并且在信中说 他永远不会再回来 可是他才离开没多久 我 我就发现我有了月儿 那天 所以 父亲并不知道我的存在 对吗 他不知道 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真的如信中所说 永远没有再回来过 原来母亲的故事 听起来浪漫 结果却那么酸重 母后 你和父亲之间是相爱的 就是因为这些误会 你们才会分开 那你后面有没有派人去找他 我找过 我想和他事情误会 可他就好像 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 无论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也没有他的半点消息 至今 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啊 你放心 父亲他吉人自有天相 他一定会没事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事 我只知道 他好狠的心 这一走 就这么多年 对我们母子不闻不问 我虽然是女王 可再怎么样 也只是一个女人呢 我要靠自己的能力 把无暇抚养长大 要保卫国家 还要想办法去找你 这些年来 我的压力真的好大 所以我才会想卸下皇位去找他 如果能找到他 我一定要问一问 问他为什么那么狠心 为什么不回来看我们 母后 这些年来 你受苦了 母后 原来你这些年 过得这么辛苦 原来你心里揣着这么多事情 而我却以为你很轻松 从来没有理解过你的难处 对不起 母后 没想到 我这个儿子 竟然一下子变得 如此成熟懂事了 无暇 你有这份心 母后就已经很欣慰了 母后 既然你累了 那就好好休息一下 你放心 国家大使有我来帮忙 等你休养好之后 你就可以去找父亲了 真的吗 乌侠 你真的愿意替母后分忧 真的 如果月儿确实当不了储君 那这个储君 我也可以当 皇兄 我真的当不了 还是你来当呢 我相信 以你的能力 你一定会做得很好 好 那我一定努力 替你治理好国家 绝不让你们失望 乌侠 你能长大 能肩负起守护国家的责任 母亲实在是太高兴了 有你帮郑治理国家 郑也可以去楚国 看看我那两个可爱的小外孙了 好 女王 李王府一定欢迎 到时候 你也正好可以去看看 楚国的风土人情 却散在心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一言为定 看来母后对玄辰这个女婿很满意 那句 丈母娘看你 许越看越满意 果然是真的 和雪无暇他们说完之后 雪飞也觉得自己应该去和李天威谈谈了 于是 她叫人准备了很多礼物 又带上云若月 来到了李天威居住的寝宫 此时 李天威正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寝宫里发呆 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很多瓜果点心 但她一样都没有动 包括今天的晚膳 她也一口都没吃就让人端了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心里很难受 就像堵了一团棉花似的 突然 她听到外面有太监的声音 女王驾到 没想到女王竟然会来这里 女王 姐姐 你们怎么来了 卫儿 快起来 来 我们进去再说 卫儿 真听他们说 今天的晚膳 你一口也没动了 我减肥 所以也要少吃一点 真的吗 你都这么瘦了 还减什么肥呀 卫儿 你是不是有心事 所以才没有吃东西 没有 姐姐 我哪里会有什么心事呢 卫儿 你就不要再哄我们了 你是不是因为拒绝了吴小儿难过 也因为 李天的事情难过 姐姐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姐姐的眼睛 卫儿 你远离家乡 远离亲人 在这里无亲无故的 你可以把朕当成你的亲人 当成你的娘亲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不要憋在心里 直接和朕说 女王 没想到女王对我这么好 就像我已逝的娘亲似的 其实啊 你喜欢吴侠 想和她在一起 但因为以前的事情呢 你又不得不拒绝她 所以才会如此痛苦 我说的对吗 是的陛下 我知道吴侠很好 像她这样的人 又有谁会不喜欢呢 只是我不想拖累她 不想给她的人生 封天任何污点 上孩子 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呢 什么叫污点 恶贯满盈 无恶不作才是污点 你这个根本不是污点 那些只是你以前的经历 这谁还没有过去啊 你可不要这么说 可是 才说了 你才是受害者 所以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不要自卑 那些事情都不是你的错 知道吗 看到雪飞夜那慈爱的笑颜 李天威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 女王 你真的不在乎我的过去 我不在乎 当我听到你以前受过的伤害时 我对你就只有心疼 只想好好地保护你 没有一丝其他的想法 我听月儿说 你早已没了母亲 那你以后就把朕当成你的母亲 让朕代替你的母亲 好好地爱你 可以吗 女王 维尔怎么敢呢 维尔根本不配 谁说不配的 朕说你配 你就配 维尔 实话告诉你 乌侠喜欢你 朕也喜欢你 乌侠现在舍不得你离开 他想娶你为妻 朕这次来找你啊 就是带他来向你提亲的 什么 这也太快了 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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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侠和母后都那么爱你 你就答应他们吧 可是 我根本配不上无侠 我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维尔 你告诉我们 你喜欢无侠吗 喜欢 很喜欢 无侠那么可爱 我又怎么会不喜欢呢 一想到他搞笑的样子 我的嘴角都会不由自主地扬起来 好 既然你喜欢 那就好办了 你嫁给他不就是了吗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可是 维尔 你别担心 你不就是有过一段婚姻吗 我们国家的人 根本不在乎那些 朕也毫不在乎 朕只要知道 你是一个好女孩 这就够了 维尔 人的一生 要遇上一个你喜欢 对方也喜欢你的人 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这次错过的话 怕你会后悔 再说 这里是雪月国 和楚国不一样 这里没有人认识你 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 没有人知道你的过去 你只要在这里开开心心地生活 和无侠幸福地过一生就行 至于其他的 你都不要在意 你越是在意 就越容易 把深爱你的人推远 姐姐 维尔 遇到一个爱自己的人不容易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无侠的生性单纯 和楚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你不能因为一招被蛇咬 就十年怕紧绳 你要勇敢地踏出去 诚心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这样你就会发现 原来 你还可以这么幸福 姐姐 谢谢你 威儿 那现在 你愿意嫁给无侠了吗 我愿意 只是现在会不会太早了 不早了 无侠都老大不小了 朕还盼望着 你们能早点给朕生一个孙子 或者孙女呢 是 好 既然你已经答应了 那朕就要尽快给你们准备婚事 好让月儿和玄辰 再离开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 在月儿姐姐他们离开之前 那不就只有几天了 是啊 这好事呢 就得趁早 早点了了这桩心事 朕也开心 威儿 这些礼物是朕对你的一点小心意 你先收下 到时候 正要给你和无侠 举办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 正要你们做天底下最幸福的新人 多谢陛下 还叫陛下呢 恐怕过几天呀 你就要叫朕母亲了 没想到我这么快又有嫁人了 如今我已经遇到了良人 那些曾经就如同云烟一样 让他随风飘散吧 李天威答应婚事后 雪妃夜就和雪无侠赶紧准备婚礼去了 五天之后 是李天威和雪无侠的婚礼 也是雪无侠被立为储君的日子 这一天 整座皇宫被装点的喜气洋洋十分极力 皇宫里挂满了红色的绸布 贴满了喜字 四处是悦耳的悦声 文武百官和百姓代表们一起进宫 大家在歌在舞 为这对新人庆祝 现场欢声笑语一片相合 上午 雪妃夜先在大殿里宣布立雪无侠为储君 立完储君后便开始举行两人的婚礼 这场婚礼十分盛大 极为热闹 看到雪无侠和李天威开心幸福的样子 楚玄辰和云若月也很为他们感到高兴 云若月更是激动的喜极而泄 太好了 维尔终于找到了她的幸福 我亲眼经历过维尔吃过的苦 特别希望她能快乐 现在这样 一切都是最好的 希望他们就这么幸福下去 直到永远 晚上 宫里宫外都放了很多烟花 为这对新人祝福 在阵阵烟花的绽放声中 新郎和新娘被送入洞房 宾客们则继续再歌再歌 庆祝这美好的一天 洞房里 雪无侠坐在床前 轻轻地掀开李天威的红盖头 激动地说道 威尔 我终于娶到你了 嗯 威尔 你后悔嫁给我吗 不后悔 一点都不后悔 想法我真的很庆幸 庆幸我何都何能 能嫁给你这么好的人 威尔 你别这么说 你在我心中 永远是最好的 你肯嫁给我 才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事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绝对不会辜负你 我知道的 相信你 来 我们喝酒杯酒 好 威尔 既然我们已经结成夫妻 那我就在这里向你承诺 今后一定会疼你 爱你 敬你 我们一定要不离不弃 白头到了 好 我们一定要不离不弃 白头到了 听到这话 雪无暇感动地点头 接着他捧起李天辉的小脸轻轻地吻了下去 不一会儿 床边的沙帘被放了下去 沙帘外 烛光摇曳 灯影重重 预示着时光正好 正是一夜凉宵 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后 楚玄臣便带着云若月出了宫 此时 大街上人流如枝 烟花浪漫 看着眼前欢笑的百姓们和天上璀璨的烟花 云若月忍不住扬起嘴角 这样的夜晚 真是特别的浪漫 娘子 你看这些烟花 美了 当然美了 不过 最重要的 不是烟花 而是陪我看烟花的那个人 夫君 只要和你在一起 做什么我都开心 我也是 快呀 女儿 趁现在人少 咱们快过去向圣女许愿 让她保佑你啊 能找一个如意郎君 要不然晚了就没位置了 大婶 什么向圣女许愿啊 哎呦 这位小哥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寺庙里 供奉着咱们圣女的神像 听说向圣女许愿 就可以愿望成真 所以大家都去许愿了 什么 这是谁说的 这件事 我怎么不知道 这可是以前国师府的人传出来的 他们说圣女很灵 拥有神的力量 不仅可以保佑人 还能实现人的愿望 所以不管他灵不灵 咱们都要试一试 万一有用呢 是不是 这 这不是玄成故意编造出来的谣言吗 没想到 居然传到外面 而且 她也变成这样的了 这什么呀 姑娘 你们也去试试 啊 好不容易才看到神像一次 你们可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月儿 我们一块去看看 走 当两人走到寺庙里时 果然发现有很多人正往里面挤 大家挤坐一团 场面十分火爆 就在这时 楚宣臣惊呼一声 诶 月儿 你看看石像 怎么了 天哪 宣臣 这是你当初给我雕的石像 它不是在国师府吗 怎么被人搬到这里来了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大家都觉得你很灵 才把石像搬到这儿来的 没想到当初的随便几句话 就造就了这样的局面 还好 只是给百姓们一个期望而已 不是什么坏事 这时 大家站在石像前 闭上眼睛 双手合十 虔诚地开始许愿 有人祈祷全家安康 有人祈祷升官发财 有人祈祷心想事成 各种各样的愿望都有 看到这样的场面 云肉月无奈地嘀咕的 哎 你们都可以向圣女许愿 而我 却不知道该向谁许 莲子 你可以向我许愿呀 只要我能实现的 我一定会帮你实现 真的 你真的什么愿望 都可以帮我实现 那是当然 你快许吧 看我能否实现 那你让我想想啊 我想一回到黎王府 就能见到南风和星儿 好 没问题 我一定会实现你的愿望 真的 当然了 为父什么时候骗过你 在打赢龙世天时 楚玄臣就已经命人 去万花岛通知莫黎 让他把孩子们接回楚国 因为他知道 云肉月最想见到的 一定是孩子们 他当然要让云肉月 一回家就能见到 见楚玄臣说得这么笃定 云肉月感动地说道 夫君 你想的真的很周到 不只是你 我也很爱我们的孩子 我也很想念他们 不过月儿 你都向我许了一个愿了 那我也要向你许一个愿 你要向我许愿 对啊 你都向我许愿了 我也得向你许愿 这才公平嘛 那你要许什么愿望 今天晚上 我想东方花烛 你 我不理你了 你这个大色狼 说完之后 云肉月羞得赶紧跑了出去 楚玄臣失笑地摇了摇头 也跟了出去 深夜 楚玄臣和云肉月 终于回到了皇宫 两人回到常乐殿后 都很有默契地歇慕了玉 等把自己洗得香香后 云肉月坐在床上 忐忑地等着楚玄臣进来 明明两人已经很熟悉 对方的身体 但一想到要和楚玄臣 有肌肤之亲 云肉月还是很羞涩 大概是玄臣太迷人了 所以无论和她有多少次 我都会害羞 而且很紧张 女子 夫君 你喝酒了 刚才我在院子里碰到了墨竹他们 就跟他们小酌了几杯 不过你放心 这几杯酒 绝不会影响我的战斗力的 你 你能不能别这么直白 娘子 你别生气啊 今天我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因为我终于把你找回来了 终于可以重新拥有你了 我也是 终于不用再与你分开 我也很高兴 夫君 一想到我让你难过了这么久 我就很心疼 也很愧疚 傻月儿 你愧疚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此事与你无关 你不要再自责了 负责我会心痛的 说着 楚玄辰凑近云若月的脸 无比温柔 他说话的时候 鼻息间喷洒出一股温热的酒气 这淡淡的酒香 仿佛纯露似的 清新透雅 煞是好温 他的眼神魅惑轻柔 灼热地看着云若月 让云若月的心立即狂跳了起来 他害羞地说道 你 你怎么一直看着我 因为 我觉得你很美 你 如果你可以主动吻我一下的话 就更美了 和他澄清这么多年 他还没怎么对我主动过呢 真是期待 那好吧 那你先闭上眼睛 好 楚玄辰一眼闭上了眼睛 待他闭上眼睛之后 云若月轻轻地缓住了他的脖子 大胆地吻上了他的唇 云若月吻得很轻柔 很声色 哪怕有过很多次 他的经验都很一般 而楚玄辰却有一些 等不及了 当云若月温热地唇吻上他时 他突然抱紧云若月 反客为主 在他香甜的口里 狂野轻战 肆意掠夺 楚玄辰闭上眼睛 吻得很热力 很狂发 他的吻慢慢向下 手已经解开云若月的腰带 和他开始沉沦 煞时 屋内的气氛暧昧不已 四周扶着情欲的因子 让人脸红心跳 欲罢不能 三天后 是楚玄辰和云若月 启程回楚国的日子 看到他们要回国 李天威很是不舍 许无暇知道 李天威也很想念他的父亲 便决定带着礼物 和李天威去一趟楚国 见一见他的这个岳父大人 也相当于带着李天威回门了 所以 他们便以雪月特使的身份 和楚玄辰他们一起回国了 这天一大早 楚玄辰就换上一席戎装 领着董长风和陈平两位将军 带着八千玄策军准备出发 在大军出发之前 雪飞夜带着人亲自相送 他先把魏楚玄辰 准备好的结盟书交给他 然后指着身侧的灵修 对云若月说道 月儿 这位灵修将军 是灵长老的弟子 也是雪月国的第一勇士 朕现在把他赐给你 让他当你的贴身护卫 行使保护你的职责 母后 不用了 玄辰身边有人保护我 还是让林将军留下来保护您吧 朕知道玄辰可以保护你 但这也是朕对你的一点心意 月儿 你是我们雪月国的公主 身份尊贵 当然要有人时刻保护你 朕才放心 而且 这也代表了你的身份 多谢母后 朕的十万大军 驻扎在边界 你们回国之后 如果遇到什么事 就让灵修来通知朕 这些大军 以及整个雪月国 都是你们的后端 母后 谢谢你 在我们走后 你也要保重身体 注意休息 别太劳累了 是啊女娃 您请保重 我会带月儿再来看您 母后 你放心 我和威儿 一见完岳父大人 就立即赶回来 母后 您别担心 我们会很快回来陪你的 我知道的 你们都是好孩子 好 你们都要保重 宣臣 这一路上 你们一定要小心 我知道 您放心 我已经派人提前去向红远帝 报告两国结盟之事 相信红远帝知道此事后 一定会给您一个面子 暂时不会动我们 所以我们此行 应该不会有危险 只要红远帝不派大军围攻我们 我便没什么可怕的 至于朝中其他人派的那些刺客 根本不足为惧 好 宣臣 朕相信你的能力 时候不早了 你们出发吧 朕在这里 祝你们一路平安 多谢陛下 你也要保重 楚宣臣说完 握紧腰间的宝剑 一个翻身骑到了马上 雪乌侠也骑上了一匹骏马 李天威和云柔月 则坐到了一辆马车上 楚宣臣又看了雪飞夜等人一眼 朝雪飞夜点点头后 才挥手道 所有人 出发 就这样 楚宣臣带着大军朝楚国的方向行去 云柔月和李天威坐在马车上 他们掀开车帘 眼里擒着泪水 不停地向雪飞夜挥手 挥着挥着 云柔月心里十分酸涩 我真的 我舍不得母后 舍不得这里对我好的每一个人 这一回过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到母后 不过 我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回家 我终于可以回到想念已久的地方 可以见到孩子们 见到我的亲朋好友 和三两知己 此时的楚国皇宫内 午时 网民宫里 响起了一阵悦耳的丝竹声 有一群穿着暴露的舞鸡 在大典中央翩翩起舞 红元帝坐在龙椅上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群新进宫的舞鸡 一脸的欣赏之色 舞曲过半 一名美艳的舞鸡 突然走向红元帝 它那白皙的身子 像条蛇一般 扮椅在红元帝身上 说道 皇上 来 奴家为您喝酒 好 皇上 怎么样 奴家为您的酒 好喝吗 好 没人为的酒 当然好喝 这燕王送给我的这些舞鸡 可真是善解人意 又有新鲜感 比宫里的老人们 又人多了 既然皇上性质这么好 来 奴家再为您喝一杯 好 皇上 您再吃几颗葡萄 来 奴家喂您 这时 武鸡把一颗圆润的葡萄 咬在唇前 喂到了红元帝面前 红元帝健壮 顿时觉得小腹一阵火热 等那颗葡萄下肚时 他迷离的 一呼一声 美人 你真美 说着 红元帝已经和这个美人 拥吻到了一起 这一下 大殿里的气氛 变得更加疑腻了 此时 雪天香正领着宫女们 走到大殿门口 一眼就看到了 这幅纵情声色的画面 看到红元帝正和怀中的美人痴蝉 雪天香那乌黑的眼睛里 浮起了阵阵肚意 她的手狠狠地捏成拳头 指甲都嵌进了肉里 阿米娜看到这幅场面 连忙羞涩地后退了两步 金串剑状 不由地小声说道 娘娘 皇上真是的 这大白天的 竟然在这里白日宣言 真是越来越浑腰了 金串 小声点 别让人听见 自从阎王得到红元帝的器重后 他就开始玄瑞王 在天下搜罗了很多美人送进宫来 供红元帝玩乐 红元帝见到这些各式各样的美人后 那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瑟西 就又被勾了起来 之前董事师的教训 好像被她忘了似的 她现在很宠爱这些新进宫的美人 总就把雪贵妃和四妃都忘记了 现在 她天天和这些美人花天酒地 夜夜升歌 根本不理朝政 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她之前的头级 原本被雪贵妃用黎王妃的药给治好了 结果她现在仍旧迷恋酒色 又把贵妃娘娘好不容易给她养好的身子给废了 现在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但还是不听贵妃娘娘的劝阻 仍旧一一孤行 现在她那副样子 就像一棵枯搞的老树似的 看着真是可怕 雪天香等红元帝和那位武吉亲完之后 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走进了大殿 走进大殿后 雪天香盲向红元帝行礼 红元帝一见是她 脸上的神情十分难看 这个雪天香肯定又来劝诫我了 贵妃 你怎么来了 皇上 臣妾听说 您昨晚一夜没睡 还饮了一夜的酒 是又如何 皇上 您昨晚本来就没有休息 现在又继续饮酒 臣妾很担心您的健康 所以特地给您熬了一碗补汤来 希望能给您补补身子 你什么意思 你先正喝酒喝多了 臣妾不敢 臣妾只是希望 皇上能少喝点酒 多注意休息 好好保重龙体 难道在你眼里 臣就是个只会饮酒作乐的婚君 没有 臣妾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臣妾只是为皇上的龙体着想 朕的身体好得很 你这样说 是在诅咒朕吗 臣妾没有 敬皇上明鉴 别在这里惺惺作态的 你以为朕不知道 你是嫉妒朕宠幸这些美人 才这样说 臣妾没有 请皇上息怒 臣妾真的只是关心您而已 行了 臣妾现在好得很 不需要你来智慧 你出去吧 是 那臣妾告退 说着 雪天香站起来 带着金串和阿米娜 走出了大殿 才走到大殿门口 雪天香便看到 一个蓝色的身影 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她抬头一看 发现这人竟是徐公公 徐公公手里拿着一份密报 向她点了点头后 静止朝大殿里走去 雪天香感觉有意 赶紧放慢了步子 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 只听徐公公恭敬地说道 皇上 探子传来密报 说查到了 楚玄臣的消息 什么 探子查到黎王的消息了 是的 密报上说 黎王已经找到了黎王妃 而且 还和董长风 陈平等人 带着八千玄策军 帮助雪月女王 剿灭了叛臣 替女王巩固了政权 岂有此理 这个楚玄臣 还有陈平和董长风 他们竟然未经 朕得允许调兵去雪月国 真是气死朕了 皇上心怒 这黎王的胆子实在是大 不过 这密报里说 他和雪月女王签了结盟书 约定楚国和雪月国结盟 如今 他已经带着结盟书和将士们 正往楚国赶 准备回来 向您赴命 徐公公说着 把手中的密报 递给了红元帝 红元帝迅速展开密报 看了起来 上面写的果然和徐公公说的一样 当他看到结盟两个字时 神情好转了很多 没有之前那么阴异了 这时徐公公上前说道 皇上 这楚玄臣 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 他之前未经您的允许 就敢叛逃出京 如今还伙同陈平 董长风两人 私自调走玄策军 他们这根本就是想造反 皇上 既然咱们已经知道 楚玄臣的下落 要不要叫人领兵 前去剿灭这些叛贼 替皇上出一口气 不用着急 楚玄臣不是要回来 向朕赴命吗 朕倒要看看 他要如何向朕交代 我都有些摸不透 皇上的心思了 皇上明明 那么恨楚玄臣 但又不杀他 难道 他还是忌惮 楚玄臣的军事才能 才暂时不想动他 是 奴才 遵命 外面的雪天香听到这话 赶紧领着阿米纳和金串离开 等几人回到香兰殿后 阿米纳忙看向雪天香 激动地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娘娘 王爷终于找到了王妃 他们终于要回来了 没想到 楚玄臣真的把云若月找回来了 这个云若月 被卢总那么较都没事 他可真是命大 这么说来 他们已经夫妻团聚 又像以前那么恩爱了 是啊 王爷真是厉害 本宫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王爷能回来 自然是好事 只是皇上最近对娘娘 着实有些过分了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皇上他身性风流 本宫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只是没想到 他对本宫竟然厌弃至此 娘娘你消消气 免得气坏了身子 谁叫他是皇上呢 没想到 娘娘这么快又失宠了 娘娘 不是奴婢说 皇上最近的变化 实在是太大了 之前他再怎么宠那些新人 都会给娘娘几分面子 可他今天 却当众呵斥娘娘 真是王妃娘娘 对他的一片苦心 就是 皇上之前犯头疾 多亏娘娘用 黎王妃的药 给他服用 他才会好转 也是娘娘 帮他调理身子 不让他服那些丹药 他的头疾 才没有再犯 他现在倒是 不再服用丹药了 可又迷恋上了 声色犬马的生活 整日不理朝政 不管百姓们的死活 再这样下去 楚国的老百姓们 该怎么办 这件事 要是让黎王殿下知道 他一定会生气的 殿下虽然痛恨红元帝 很想为自己的父母报仇 但他也希望红元帝 能对百姓们好 如今东北发生了雪灾 好多地方颗粒无收 饿瓢满地 红元帝也不开仓震灾 让百姓们自生自灭 他宁愿把国库里的银子 用来挥霍 也不愿意救济百姓 这要是让殿下知道 不知道他会有多气愤 这时 雪天香叹了一口气说道 啊 算了 皇上既然不在乎本宫 那就由他去吧 从现在起 本宫就好好地待在香兰殿 过自己的日子 谁也不管 至于其他的 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雪天香 不是很喜欢争权夺利吗 他居然就这么放下了 凭他的性格 他肯 但不管是真是假 我还是暂时选择相信他吧 我也希望雪天香 可以像以前那样 做回自己 我这是以退为计 暂时掩藏自己的锋芒 上次我思思对付董事事一事 引起了楚玄成的怀疑 被他警告过 叫我不要再轻举妄斗 所以我现在只有人 楚玄成只有那么点人 竟然可以帮雪月女王打胜仗 还能完好无损地回来 可见他的实力很强 至少有一天会有大作为 如果我现在不听他的警告 继续在宫中活动 可能就永远不能留在宫中了 也就更没有机会靠近他了 我现在只有折服起来 暂时按兵不动 仔细观察各方面的情况 等一切有了定论之后再说 此时 楚玄成的军队在路上 急行了大半个月之后 终于回到了楚国的都城 盛京城 回到京城后 他先叫董长风和陈平 安置了玄策军 自己则带着云若月 雪无瑕 李天威 回到黎王府 他要先在黎王府休整一夜后 再进宫见红原地 很快 马车就行驶到了黎王府门口 才到那里 云若月就赶紧掀开车帘 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家 看到不远处的门头上 挂着黎王府那几个留金大字 云若月的一颗心都快挑出来了 太好了 我们终于回家了 不知道莫离 有没有把南风和汐儿带回来 王爷 王妃 到家了 娘子 等一下 怎么了 宣臣 你现在马上任定着 一会儿叫你出来的时候 你再出来 好吧 看到宣臣那副表情 我就知道 他肯定要给我一个惊喜 直接告诉我 这个惊喜一定和孩子们有关 想到这里 云若月赶紧坐直身子 一颗心 砰砰砰地跳了起来 这时 楚玄臣走下了马车 等他下了马车时 雪无瑕也 搀扶着李天威走了下来 这时 莫主赶紧走了过来 说道 王爷 我先进去 好 爹爹 爹爹 这不是南风和星儿的声音吗 太好了 玻璃真的把他们带回来了 此刻 云若月真想立即掀开车帘 跑下去拥抱孩子们 可是他想到了楚玄臣的话 便又坐好 在那里激动地等着 此时的马车外面 楚玄臣看到了南风和星儿 两个小不点 正朝着他激动地跑了过来 在他们身后 跟着莫黎 凤儿 九儿 还有沈玉莲等人 莫黎他们也和南风星儿一样 一脸地激动 只有沈玉莲 他看着楚玄臣的眼中 除了激动外 还有无尽的害羞和爱慕 这时 楚玄臣也赶紧跑向孩子们 才跑到孩子们面前 他就一把抱住两人 激动地说道 南风 星儿 你们终于回来了 爹爹好想你们 爹爹 我们也好想你 爹爹 你说好了要把娘亲带回来的 娘亲呢 她在哪里 是啊 爹爹 那你有没有信守承诺 把娘亲给我们带回来 当然 爹爹答应你们的事 当然不会失言 真的吗 那那娘亲呢 她到底在哪 上次你们不是说要爹爹把娘亲变回来 今天爹爹就要实现你们的愿望 帮你们把娘亲给变回来 真的 当然 不过爹爹要先念一句咒语 等我念完这句咒语就可以把你们的娘亲给变出来了 什么咒语啊 爹爹 超级无敌 变变变变 月儿 出来吧 说着 楚玄臣的手指向了他面前的那辆马车 云肉月一听到声音赶紧掀开车帘迅速地走了下去 南风和星儿赶紧看过去 一眼便看到了一袭白衣的云肉月像仙子一般走了下来 两个小家伙见状激动地猛地扑了过去 娘亲 娘亲 你终于回来了 我的孩子们 娘亲终于见到你们了 太好了 娘亲 真的是你吗 你 你真的回来了 是 是娘亲 娘亲在外面给人治完病 终于回来了 娘亲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都想死我们了 听到这话 云肉月赶紧抱紧两个小家伙 温柔地安慰着 楚玄臣也上前拍着他们的肩膀 玻璃和凤儿他们都是一脸的感动 大家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着楚玄臣一家四口团聚 不打扰他们 沈玉璃和金桥则有些不自然地站在旁边 尤其是沈玉璃 她现在终于看到了云肉月的真容 原来云肉月的真容 比画像上要好看很多倍啊 而且还有种与生俱来的贵气 她的身上 似乎充满了吸引人的光芒 好像所有人都很喜欢她 崇拜她 再看看自己 和云肉月比起来 真的是不知一提 想到这里 沈玉璃自卑地低下了头 一张脸也因为窘迫而红透了 云肉月亲了两个小家伙几口后 这才发现 他们身后的不远处 站着一个身穿紫色衣裳的瘦弱女子 看着这女子一脸的不自在 云肉月忙看向楚玄臣 问道 玄臣 这位是不是 就是沈小姐 是的 沈小姐 本王给你介绍一下 她就是月儿 是本王的王妃 月莲给王妃请安 沈小姐务须多礼 你叫我姐姐就行了 沈小姐 你父亲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我也深感遗憾 如果他没有跟着王爷去救我的话 也不会惨遭恨祸 姐姐务须自责 谁也料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我听说 姐姐当初还替我父亲接过手臂 我一直很感激姐姐 世人都说 姐姐温柔善良 有一颗医者人心 月莲今日一见 更觉得姐姐绘质蓝心 贤良淑德 谢谢 我也觉得沈小姐 天职自然 温柔大方 月莲 你我一见如故 以后 你就把我当成是你的姐姐 好好住在梨王府 把这里 当成你的家 不要拘谨 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直接和我说 沈父教 也算是为我而牺牲了 我当然要替她 照顾好沈一脸 多谢姐姐 和温柔善良的梨王妃比起来 我似乎有些卑鄙 我曾经竟然想取代 梨王妃的位置 可现在一看到梨王妃回来 我才发现 自己当初的想法 有多么的可笑 娘子 累了吧 我们先进屋 休长一下再叙酒 好 大家奔波这么久 也都累了 那我们先进去吧 来 南方 星儿 我们跟娘亲一起回家 楚宣臣说着 右手牵起南风的手 南风立马牵起星儿的手 星儿又牵住了银若月的手 这一下 一家四口牵着一起朝梨王府走去 这情景其乐融融 看着十分温馨美好 沈玉莲看到这一幕 心里十分羡慕 更加窘迫地低下了头 人家一家四口的感情那么好 楚宣臣那么宠爱云若月 可我竟然痴心妄想 小臣为她的女人 当时到底是谁给我的勇气啊 竟敢做那样的梦 小姐 咱们也进去吧 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进去 这一幕后 然后那边 我们在袴他 为何这ип语里的ť道 我们现在要找到 中文是声的 明天 是声速度